张哈子讲,如果不是甲堤,魏莫子他不准我开锁。 这个时候,林匠颤抖着声音讲,张破鲁,我跟你讲,里面躺着的绝对是你惹不起的人,你要是不想死,你就不要开锁。 你自己好好看看,这些锁到底是什么锁。 张哈子听了林匠的话后,胆紧走回去拿起一把锁看了一眼,然后很快放下,我听到他很是吃惊地讲了一句,风惊挂印。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原来如此,差点上当了。 我问张哈子,这些锁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差点上当了? 张哈子讲,你自己过来看。 我走过去,张哈子指着一把锁的锁身问我,看到这个字没,我借着灯光看见,在锁身的正面有一个很小的风子。 张哈子讲,这些锁至少是几个不同匠人一起搞上去滴,这个风是我们张家滴风惊挂印。 你在看锁地下面,是不是有一朵莲花?那是他们林家滴莲花台。 哈有一些其他匠人滴手段,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这个停尸柜真尼玛是个大手笔。 哈好,老子没一刀子劈下去,要不然都不晓得要放出莫子怪物出来。 张哈子接到讲,老子现在终于晓得老,难怪地下四楼郎个牛逼都不敢出来,只敢搞一些居生魂滴手段。 而且现在我们三个都打到他屋门口脑,他哈是没出来,原来是有这个停尸柜震到起滴。 我问,这个停尸柜有这样牛逼?张哈子讲,你哈,记得到我爷爷之前,讲你爷爷判出匠门之后,就发生老十年动乱不? 我点头讲晓得,他讲,那你哈,记得到那十年发生老妖子是不? 我讲,不是讲好多牛逼的匠人都被迫害死了吗?张哈子点头讲,要是老子没猜错滴话,这里面躺到起滴, 就是那十年间被搞死低降人,那一批最牛逼低降人? 听到张哈子的话,我被震惊,全身都像是被雷给劈了一下,僵硬的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从来没有想过,那十年前的那场动荡,竟然也是一场预谋? 在我的印象里,那一场动荡只是一场政治格局。 所有的破四旧也好,除四害也好,都只不过是政治的牺牲品。 但是现在张哈子这么一说,我彻底的猛逼了。 我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匠人圈子,竟然也在那十年间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 而且,涉及人数之广,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 张剑老爷子之前就说过,我爷爷在判出匠门以后,就彻底的消失, 但是很多那个时代的杰出匠人都一一被打倒,被弄死。 我以为事情到那个时候,就已经结局了, 却没想到,他们的尸体竟然会被放在这里来。 这让我不得不怀疑,当年他们的死亡,到底是因为政治因素? 还是因为匠人圈子内部的需要,这些停尸柜就摆在我面前? 我不得不有这样的怀疑。 只不过,我还没来得及验证我的想法。 张哈子就再次讲出一个更加震惊的话题。 他讲,哈错错,要是老子又没猜错低话, 这些匠人应该都是你爷爷弄死爹。 听到这话,我脑子嗡的一声,有那么一瞬间彻底的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我不知道我在想些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张哈子, 只知道我觉得周围的空气变得更加冷冻, 仿佛刹那间我就要变成一具尸体一样。 张哈子的话太过于震惊, 以至于我过了好一阵才反应过来。 我对张哈子讲,不可能,我爷爷拉个可能会杀人。 是啊,在我的印象里, 我爷爷一辈子生性老实, 在村子里从来不和人急眼上脸, 就算是邻里之间闹了矛盾, 也一定是我爷爷最先让步。 也正是因为我爷爷生前这般迁功, 所以在他死后,村子里面的人都尊称他一生停工。 这样和蔼可亲的一位老人, 怎么可能会杀人? 而且还一次性杀死这么多匠人。 张哈子冷笑一声讲, 你不要忘记老,停尸柜上面的这些锁。 我讲,这些锁,怎么了? 你刚刚不是讲老麦, 这些锁不只是一个匠人能够搞得出来的, 而是几个匠人一起搞上去的。 张哈子摇头讲,表面上看, 这些锁是几个匠人一起搞上去的, 但是你不要忘记老, 到这个世界上, 哈有一个人身上精通的, 不仅仅是一种匠术, 而这个人就是你爷爷。 我讲,就算我爷爷精通很多种匠术, 但是也不确定这些锁就是我爷爷搞出来的。 再说了, 几种匠术怎么可能一个人弄上去? 难道我爷爷还会分身不成? 张哈子讲, 所以讲你是哈错错, 一点都没冤枉你。 这些锁上面滴降术都是一层一层加上去滴, 根本就不需要同时弄上去, 而且也不存在同时弄上去滴可能。 很简单第一个例子, 你要造一辆车子出来, 第一步是搞梅子。 我讲, 搞设计。 张哈子讲, 对头, 搞梅子事情都有一个先来后到。 难道你造一辆车子, 一哈就能全部组装完成了? 肯定是先有梅子东西, 后有梅子东西, 等到前一个步骤加工完成了, 才能开始下一个步骤。 叠加降术也是一样低, 要不然上一个都哈没成形, 你就一棒子敲上去。 你讲这锁他受得住? 他继续讲, 所以, 完成这么一把锁, 根本就不需要同时搞。 而且, 有一个人搞低效果哈, 要比几个人分开搞低效果更好。 这个也很好理解, 就好像你现在要解决一个数学题, 你按照你低思路去解老一半, 要是你自己继续解下去, 肯定很容易, 但是现在换一个人来, 估计看你低那个思路都要看半天。 张哈子讲的这些我都懂, 我也能够理解, 但是这也仅仅只能够解释这些锁, 很可能就是我爷爷弄出来的, 却不能确定这些停尸柜里面的人, 就是我爷爷杀的。 张哈子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你浪个不蠢私起, 整个事情就只有张、 灵、 洛三家布局, 你觉得不是你爷爷杀的? 难道哈是我爷爷和灵家的老爷子杀的? 讲句不好听低话, 要杀人, 我爷爷和他爷爷根本就没的那个本事。 最后这一句话, 我是彻底没有了反驳的理由。 确实, 他们两家的老爷子实力就摆在那里, 五十年前的时候, 实力和更加远远不如现在, 想要杀死当年就已经成名的老姨辈们, 就是给他们借一百个胆子, 他们也没有这个实力。 但是我爷爷不一样, 我爷爷那个时候就已经精通了很多种将数, 要搞死一个只精通一种将数的匠人, 简直易如反掌。 我几乎已经确定了这些人就是我爷爷杀的, 但是他为什么要杀这些人呢? 目的是什么呢? 张哈子讲, 以尸正尸。 以尸正尸? 什么意思? 张哈子讲, 简单来讲, 就是用匠人低尸体, 来镇住那些要启示低尸体。 我讲, 难道这也是我爷爷当年的计划之一? 张哈子讲, 浪个铭血你哈, 想不明白。 如果老子没猜错, 当年肯定是你爷爷答应那个老不死滴要求之后, 把他用上不见天, 下不挨地滴玄关方式下葬之后, 就看出来这个家伙是想用无剑之地来养尸低目的, 所以就开始利用那十年低动荡, 到处杀死当时最牛逼低那一批匠人, 把他们放到这个地方来镇住那个老不死滴。 我讲, 不对, 既然我爷爷当初看出来那个家伙的目的, 为什么在玄关下葬之后, 就把玄关给破坏掉? 张哈子讲, 你就蠢死起。 当时那个老不死滴已经占据老我爷爷滴身体, 也就是讲他就是张剑。 你认为他会让你爷爷破坏太平玄关低布局? 我点点头, 这一点我确实忽略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爷爷做这件事的时候肯定不能让张剑老爷子晓得, 只能偷偷地做这件事, 那么就再一次确定了这些人就是我爷爷杀死的。 张哈子讲, 所以姓林低奖, 这里哈有人, 但是又找不到这些人到哪里, 肯定就是这些匠人尸体造成低感应混乱。 幸好老子刚刚听到你们那边出事了, 要不然老子挤刀子砍下去就真低出事了。 我小的张哈子遇到另外一个他自己, 一路找到这里没找到之后, 看到了这些锁, 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就一刀子砍下去。 按照他的性格, 要是第一个柜子没有找到, 那么就肯定会一个柜子一个柜子全部砍下去找。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那么就真的完蛋了。 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才突然反应过来, 那个躲在暗中操作归须余的人, 对于人心和人性的计算, 是到了怎样一种丧心病狂的地步, 才能够策划得如此圆满, 稍有不慎, 就会彻底地落入他的圈套里面。 他首先是用感应让我们晓得这里有另一个人的存在, 然后利用归须余于让张哈子和灵匠分开, 再利用假的张哈子引我过去。 如果不是灵匠出现, 我脚上的阴邪肯定早就被拖了下来。 而与此同时, 张哈子肯定也砍碎了那些锁, 等到那个时候, 就真的是回天无力了。 这一环接一环, 一套接一套, 中间几乎没有丝毫的漏洞, 即便是我现在回想起来都是一阵后怕。 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太过危险, 我觉得我和匠人圈子格格不入, 他们的布局也好, 他们的心机也好, 我想, 我就算是死一万次都学不会。 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 灵匠怎么很久不说话了。 我和张哈子同时转身看着灵匠, 就听到灵匠惊恐地说了一句, 完了, 他们醒了。 灵匠说这话的时候, 身体都在颤抖了, 就算我是张哈子口中的哈措措, 我也看得出来, 他在害怕。 这个时候, 张哈子也转身, 死死地盯着那些柜子, 脸上少有的一本正经地对我讲。 骆小阳, 上楼去。 张哈子基本上都不叫我本名, 一般都是叫我哈措措, 要么就是喊我老师。 他绝无仅有的几次叫我本名, 都是非常严肃危险的时候。 现在, 他再一次叫我的名字, 我知道, 事情的发展, 可能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 我讲, 你们两个都搞不定。 张哈子讲, 少他妈放屁, 胆紧给老子上楼去。 上楼之后, 在电梯门口放一块门槛。 在我没给你打电话之前, 喊门口低保安不准放任何人下来。 张哈子讲话的时候, 从兜里掏出一个手机给我。 他讲, 今天不晓得是妈子日子, 卖手机低奖买一送一, 多低这个便宜你老, 赶快滚。 讲个实话, 我活这么大, 还没见过哪家手机店会买一送一。 张哈子明明就是买了两个手机, 但是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送给我。 我晓得他是在顾忌我的自尊心, 所以才会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用这种方式把手机送给我。 他一直就是这样一个, 在细节处默默做到极致的男人。 我试探性地讲, 我可以用震魂灵帮忙。 张哈子讲, 你莫站到这里爱手爱脚, 不帮倒忙, 就是帮忙老。 赶紧滚, 莫妨爱老子打怪升级。 我晓得我留下来, 肯定也是帮倒忙。 但是我是真的不放心他们两个。 再说了, 我和以前相比, 似乎已经可以稍稍控制一下震魂灵了, 说不定留下来会有帮助呢。 于是我问林匠, 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林匠摇摇头讲, 你先上去, 在上面等我。 我听到林匠讲这话, 顿时就明白了其中的危险。 如果不是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 林匠怎么可能讲出让我等他这样的话来? 我讲, 我不走, 既然这个局是我爷爷一手策划的, 我作为他的孙子, 总该要站出来有所承担。 张哈子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你再不走, 我们三个人都要死。 你要是走了, 我们两个哈有可能活。 难道这个道理, 你哈想不明白? 我看了一眼林匠, 用眼神询问张哈子的话, 是不是骗我? 林匠说, 他说的没错。 你想想, 里面躺着的这些人, 对你爷爷肯定恨之入骨, 现在看到他的后人来了。 你说, 他们会怎么办? 肯定是怨气冲天, 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断。 所以, 你到这里确实更加危险。 我不知道他们这话是不是在骗我, 但是至少说的很有道理。 而且, 我留在这里确实起不了什么作用, 上去了反而还可以去烤鱼店, 叫人来帮忙。 于是我看了张哈子和林匠一眼, 提着灭刀转身就往电梯那边走了去。 临走的时候, 我看见张哈子拿着灭刀在停尸柜的柜面上, 从左至右, 用刀尖拉了一条长长的斜线, 贯穿南北天地。 再后来, 我转过拐角, 就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 拐角之后, 我快速往电梯跑去, 然后将门槛取下关门上楼。 我按照张哈子的吩咐, 把电梯门卡好, 然后交代了保安, 就匆匆往烤鱼店跑去。 刚跑出住院大楼, 还没跑到急诊科的门口, 我不知道是鬼使神差, 还是有意无意地往我的左边看了一眼, 一开始并没有觉得什么。 直到跑出去两三步之后, 我才意识到那边好像有点不对劲。 于是我退回来, 站在原地往那边看过去, 我看见那边有一条长长的走廊, 在走廊的另一侧, 有一排路灯, 路灯一展接着一展, 把路面和走廊照得很是明亮。 但是, 我越看觉得越不舒服, 总感觉哪里好像出了问题。 看了好一会儿, 我才突然明白过来, 是路灯的布置出现了问题。 按照正常的布置, 每两个路灯之间的距离, 应该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 路灯都是相距一定的位置来安置。 但是我所在的这个位置, 正对着的那个方向, 原本应该是有一盏路灯的, 但是却空荡荡的, 什么也没有。 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突然对这件事情这么好奇, 双脚甚至是不受控制地, 往那边走过去。 等走近了我才明白。 难怪这里没有设置路灯, 原来是因为这个地方, 长了一根樟树。 这根樟树很奇怪, 它的底座很粗大, 但是大概七八寸之后, 就骤然变小变细, 看上去就好像是嫁接一样。 看到这个场景之后, 我摇摇头, 按摩自己都什么时候, 还有心思理会这些东西。 于是我转身就准备要走。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看见, 在这树桩的底部, 好像有一根红色的东西。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路灯, 我只好打开手机的闪光灯, 这一照之下, 吓得我差点背过气去。 不是因为我看见的东西, 有多么可怕。 而是看见这个东西之后, 我想到了之前做过的一个可怕的梦。 我看见的这个东西, 是一条红色的麻绳。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上次在张哈子的家里, 我就梦到过这种麻绳。 而梦中这麻绳的作用, 就是用来悬掉那口棺材的。 我一拍脑门, 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 太平玄关既然也是一口玄关, 那么肯定也是有绳子吊着它, 才能悬起来。 那么, 只要我把那些悬着它的绳子, 给全部弄断, 不就可以让这口棺材着地了吗? 到时候, 它伤不挨天, 吓不着地的格局一破, 就不再是所谓的无法无天, 到时候, 威胁岂不是就要变得小得多? 我并不确定, 这根红色的麻绳, 是不是就是悬掉着地下四楼的那口棺材。 于是我拿着灭刀, 顺着这条红绳往地里刨了一件, 但是越刨越渗。 看到这里, 我毫不犹豫地拿起灭刀, 朝着这个麻绳就砍。 按照道理来说, 用灭刀应该很容易就能够把绳子给砍断, 可是我砍了好一阵, 却发现这麻绳竟然没有丝毫被刀砍的痕迹, 反倒是把我自己给累得够呛。 我伸手擦了一下额头的汗, 无意间看到天上的月亮, 月亮很圆, 而且好像还能清晰地看见月亮上面的那棵桂花树。 等等, 桂花树? 我突然记起,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爷爷给我讲过无钢伐贵的故事。 故事大概就是, 一个叫做无钢的人不管怎么砍那棵桂花树, 都不能把树给砍断。 当时我就问过我爷爷, 为什么桂花树会砍不断? 我爷爷告诉我讲, 因为砍地方向不对, 金克木, 火克金, 无钢站到火卫去砍树, 一辈子都砍不断。 那个时候, 我根本不懂什么火卫精卫, 所以问过我爷爷, 只不过我爷爷讲我还小, 等长大了, 自然就会晓得。 我一直等着长大, 结果却把这件事给忘记了, 直到现在才想起。 我记得我问过我爷爷, 无钢要怎么才能把桂花树给砍断? 他对我讲低事, 钱队属金, 鲲更属土, 镇讯属木, 砍为水, 鲤为火, 以金克木, 哪还有砍不断滴? 只不过那个时候还很小, 对八卦五行根本一窍不通, 所以根本就没记住。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东西, 现在像是刻在我脑子里面一样。 只要我想, 就一下子冒了出来。 来不及细想, 我跑到住院大楼前面, 背对着住院大楼, 确定了八卦的方位, 然后朝着住院大楼后面跑去, 那里是镇位, 鼠木, 一经伐木, 一断。 等我跑到住院大楼后面以后, 打开手机闪光灯, 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 住院大楼的后面是停尸房。 而我计算出来的镇位, 恰好就在停尸房的第一间房里。 那间房, 停过那具归序于幻化成冯尾叶的尸体。 我犹豫了一阵, 最后还是下定决心, 朝着停尸房的第一间屋子走去。 住院部的后面一盏路灯都没有, 极有手机的闪光灯照亮着一小片区域。 小山坡上的停尸房, 就好像是黑暗中蛰伏着的一头猛兽。 似乎只要我往前再走几步, 就会被他一口给吞没。 我承认, 我是害怕了。 停尸房和太平间不一样, 太平间里面的尸体都是躺在停尸柜里面的, 只要不打开, 只能看见一个柜子。 但是这里面的尸体不同, 它们就只是放在停尸台上。 上面盖了一块白布, 人形的样子可是完全呈现出来的。 我站在第一间停尸房的门口, 不敢去推门, 因为我害怕我推开门, 就会看到里面的停尸台上坐着一具尸体。 看见我后, 它会对着我招手, 然后将, 我等你好久了, 恐怖电影里面不都是这么演的吗? 人很多时候都是被自己的幻想给吓到的。 我现在也不例外, 而且我在心底默默地发誓, 我以后再也不看恐怖电影了。 正是因为这种胡思乱想, 所以我站在门外, 久久不敢推门, 可是一想到太平间三楼的张哈子和灵匠, 我不得不鼓起勇气。 可是, 等我终于决定去推门的时候, 我才发现, 停尸房的房门竟然还有一把锁, 根本不是你想推就能推开的。 我私下看了一下, 确定没人之后, 抄起灭刀就披在门锁上面。 当当一声, 门锁阴声而断, 我再也没有任何犹豫地推门进去。 说实话, 我已经做好了和停尸台上面的那具尸体面对面的准备, 而且, 灭刀也是紧紧地握在手里, 只要等那个家伙开口说话, 我就提着灭刀冲上去, 把那个家伙的脑袋给砍掉。 但是, 等我把手机的闪光灯举起来照着停尸台的时候, 我却发现, 停尸台上面空荡荡的只有一块白布铺在上面, 除此之外, 竟然什么也没有。 看到这里, 我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就怕你有东西, 没有更好, 要不然在一间躺着尸体的房子里找东西, 怎么想都不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 这一间停尸房看上去也就十几平米, 放着两张停尸台和一台空调, 按平时的观念来看, 确实不大。 可是要在这样的一间房间里找到一根红色的麻绳, 却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至少我举着闪光灯照了一圈之后, 就没有看到任何红色的东西。 按照道理来说, 停尸房这种地方是不可能出现红色东西的。 自古流传下来的传统都是以红色为喜事, 白色为丧事, 所以一般有死人的地方都只有白色, 哪里能见到红色。 因此, 如果这间停尸房里面有红色的麻绳, 应该是一眼就能够看得见。 我转了一圈之后, 莫说是红色, 白色的东西都没见到除了那一张白床单。 为了防止一露死角, 我连天花板上都看了一圈, 只看到一盏吊灯。 看到这盏灯之后, 我才想到, 原来还可以开灯。 反正都已经是凌晨了, 应该不会被人发现。 如果还有人巡逻的话, 我举着闪光灯也会被发现。 既然如此, 还不如开灯赶紧找一下。 想到这里, 我赶紧转身去开灯。 啪的一声, 电灯的开关是被打开了, 但是却灯却没有亮。 这时我才知道, 停尸房晚上居然断电。 节约用电也不是这么节约的吧? 万一晚上有尸体要停放进来, 那不是还得摸着黑放进来? 如果有机会, 我一定要给医院的院领导 好好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太不科学了。 黑灯瞎火的, 万一下死人了, 算谁的? 我再次举着闪光灯照了一圈, 按照张哈子的想法, 一定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把所有的不可能给排除掉。 那么剩下的那一个, 就肯定是最后的答案。 于是我把屋子里的所有物品, 都给一一清点下来,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遗漏的。 两张停尸台, 其中一张停尸台上面有白布, 除此之外, 不管是平台上面, 还是四只脚, 都没有什么绳子之类的东西。 我一开始还以为会不会是停尸台, 脚下那条固定台子的铁链, 可是我抖了好几次之后, 发现确确实实是铁链之后, 我就确定不是它了。 红色麻绳鼠木, 不可能和金属的铁链子混为一坛, 剩下的就只有一盏吊灯和空调了。 空调是用来控制温度的, 这一点和太平间很像, 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 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那盏吊灯了。 我看见吊灯上面有两条老式的电线, 一条是火线, 一条是零线。 零线不带电, 是绿色的。 而那条火线, 恰恰好就是红色的。 整个屋子就只有这唯一的红线, 如果不是它, 我干脆一头装死算了。 可是, 吊灯这么高, 我该怎么把那条红线给砍断? 停尸台? 我只要站在停尸台上面, 肯定就能够够到电灯线, 到时候一刀就能砍断。 于是我走到最近的一张停尸台前, 弯腰准备去推。 然而, 就在这时, 手机的闪光灯照在停尸台的台面上, 我的脸清晰地倒映在停尸台上。 但是, 除此之外, 我竟然还看见, 在我的脑袋后面, 还有半张铁青色的脸倒映在台面上。 这房间里, 竟然还有一具尸体, 而这具尸体, 之前竟然一直就跟在我的身后。 刹那间, 我脑袋一下子嗡了一声。 一瞬间, 我心思白转, 这才想起来这件停尸房的不正常。 按照道理来说, 如果停尸房里面没有尸体的话, 房门一般是不会上锁的, 毕竟这种地方无论如何, 也不会有小偷来光顾空荡荡的停尸房。 难不成还来这种地方偷停尸台? 既然上了锁, 肯定是防止有人无意间闯进来被吓到, 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尸体丢失。 其次就是那张白布, 为什么两张停尸台就一张放着白布, 另一张却是空荡荡的? 我一开始还以为, 可能是医生护士们太忙了, 所以没来得及清理这张白布, 现在才知道, 这里本来就躺着一具尸体, 这张白布, 本来就是用来盖在它身上的。 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恐怖的画面, 当我之前还站在门外犹豫的时候, 这具尸体就已经从停尸台上爬了起来, 然后把白布给整理好, 站在窗户边上看着我, 就等着我进去。 等我进去之前, 它肯定就已经站在房门后面藏好了。 等我进去之后, 它就一直站在我的身后, 我往前, 它往前, 我转身, 它转身, 我已经不敢再想下去了, 我踢着灭刀转身抡过去。 顿时, 灭刀刀身上传来巨大的震动, 震得我虎口一阵发麻, 这尸体肯定已经僵硬了, 否则这一面刀抡过去, 怎么也应该把它的脑袋给打偏。 但是按照道理来说, 停尸房里面的尸体都不会停放超过24小时, 但是一天之内的尸体肯定不会这么僵硬, 所以肯定是有外力的影响, 使得尸体快速冻僵。 空调, 肯定是那个空调的作用。 可是, 停尸房不是断电了吗? 从我近来开始到现在, 空调都一直是处于罢工的状态, 这一点怎么看都极其不合理。 这些念头电光火石之间就已经想完, 我赶紧举着闪光灯照着对面的那个脸色铁青的尸体, 然后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一脚踹向尸体, 然后我借着这个反向力从停尸台上面滚过去, 急步跑到空调前面, 把空调打开。 空调缓缓打开, 一阵风吹来, 在闪光灯的照耀下, 我看见空调吹风板上面有一条红色的布条, 随风飘舞。 难怪我找不到那条红色的绳子, 原来绑在空调板上。 而且, 空调这东西基本上每家都有, 并且吹风板都会绑一条红绳, 谁会想到这红绳会在空调板上。 就在我准备扯断红绳的时候, 我身后传来一阵风, 应该是那个家伙向我扑来, 那具尸体从身后扑过来, 我想都没想就躲开。 从这具尸体拼命要护住这条红绳来看, 我之前的猜测肯定就是正确的, 这条红绳就是玄关的木尾红绳。 虽然我不知道这空调是怎么回事, 但至少可以确定了大致方向肯定没错。 这么说来, 电灯的那两条线应该就是障眼法, 我以为电灯没电, 然后用灭刀去砍, 肯定当场就被电死。 我躲开那具尸体之后, 然后就傻逼了, 因为我发现我根本就没有对付尸体的经验, 向来都是尸体来了我就跑。 哪里和尸体有过正面的交锋, 我斜着眼睛看了一眼停尸房的房门, 大门虽然是打开着的, 要跑也肯定能跑, 但是麻省还没有砍断, 要是这个时候就跑了的话, 我敢保证我没那个勇气再进来。 所以, 成与不成就是这一杆子的买卖。 我看了一眼那具尸体, 面相还算是正常, 应该不是那种惨死的人。 这样的尸体至少没什么愿解, 和我之前遇到过的那些尸体比起来, 应该会比较好对付。 当然了, 这是我一开始的想法, 但是事后证明, 我的想法虽然没错, 可我还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就算这具尸体, 比我之前遇到过的任何一具尸体都要弱, 但人家毕竟是一具能走路的尸体, 所谓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他就是那个骆驼, 毫无疑问的, 我就是那马。 当我鼓起勇气冲上去的时候, 几乎只是一个照面, 我就被那具尸体掐着脖子抵在墙上, 双脚离地, 灭刀也因为我自己没握住砍脱手了。 直到这一刻, 我才知道他们干将人的, 是真的很不容易, 至少在体格上, 就不是我能够比较的。 之前看张哈子对付那些姻人也好, 尸体也好, 都是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 我还以为这种事情应该会很轻松, 现在才知道, 全他妈是假象, 张哈子是因为太过于牛逼, 所以才会那么轻轻松松。 操, 被他给误导了, 我伸长着手想要把眼前的这具尸体给推开, 但是手不够长, 伸脚去踢, 那货根本就不怕痛, 反倒是我的脚都踹痛了。 手机早就掉在地上, 闪光灯虽然很明亮, 但是我却感觉到眼前越来越黑, 我知道这是大脑缺氧的表现。 我相信, 这种状态再持续一会儿, 明天我就会躺在另一张停尸台上了。 就在这个时候, 我看见一只鞋子从门外飞进来, 然后我听到啪的一声, 那只鞋子砸在我面前这具尸体的脑袋上。 听声音就知道, 力道肯定不小,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那尸体直接被这只鞋子给砸到了墙上, 我趁着尸体松开手, 从一侧钻了出来。 看到这只鞋子, 我赶紧看向门外。 还没看到人, 我就听到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传来, 小娃娃, 难道你不晓得用孩子打脑壳? 我记得我教过你啊。 听到这个声音, 我就好像是看到了救星一样,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陈先生。 陈先生从门外走进来, 看了一眼还贴在墙上的尸体, 我则是打量了一眼陈先生, 看见他脚上少了一只左鞋。 我激动地问, 陈先生, 你拉个来重庆吗? 陈先生讲, 村子里面出了点事, 想找你们回去看一哈。 打你手机又一直打不通, 就到附近找各个地方住到齐。 本来今天晚上都睡了, 但是感觉到好像有还将一脉低降术, 就走出来看一哈。 哪个小的就碰到你了? 我听到陈先生讲村子里面出了事, 当时就吓得不敢讲话了, 难道又是我爷爷搞事情了? 陈先生讲, 不是墨子大事, 不过我不敢确定, 所以就想让张哈子去看一哈。 听到陈先生这么讲, 我才放下心来。 不过我应该早就想到的, 既然陈先生都敢离开我们村子, 就说明村子里面不会有墨子大事。 我本来还想问一下村长的事情, 但是现在显然不符合时宜。 至于陈先生讲他感应到有还将一脉, 应该就是在太平间地下三楼的时候, 我脚上的阴邪现行, 所以惊动了他。 我讲, 幸亏你来了, 要不然我都要被掐死了。 陈先生讲, 你三冬半夜不打瞌睡, 跑到这个地方搞磨子。 于是我把事情的经过大致给陈先生讲了一遍。 他听完之后, 先是一脸的震惊, 很显然不相信我竟然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然后他才讲, 难得, 你哈小的金刻木。 讲到这里, 我赶紧跑过去, 把空调上面的那根红色的绳子解开, 然后准备往外面拉出来, 却发现拉了一截之后, 就再也拉不动了。 陈先生讲, 把空调推开。 我们两个合力将空调往前面推了一下, 在空调的后面, 也就是墙角的位置, 果然看到了一根红色的麻绳, 麻绳的另一端, 伸入土里。 而另外一截, 则是从空调机子里面穿过去, 绑在空调的吹风板上面。 我拿起灭刀, 二话不讲, 一刀砍下去, 那根麻绳因伤而断。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感觉到整个大地, 好像都抖了一下。 陈先生讲, 拐了, 赶快去砍其他低绳子。 讲完之后, 他拿起尸体脑壳上的鞋子, 穿在脚上, 就往外面跑。 我跟在他后面。 但是跑出去一段路之后, 陈先生又折回去, 在门上画了一个东西, 这才带着我往下一个地方, 跑去。 虽然不知道陈先生画的是什么, 但是应该是防止那具尸体跑出来的东西。 有了陈先生帮助, 剩下的七根绳子很快就找到了。 而且丝毫不差的都是八卦的方位。 每次砍断一根, 我都能很明显地感觉到整个大地都在抖。 我问陈先生这是为么子。 陈先生讲, 八个位置都是相生相克低, 也就是八根绳子都相互拉扯, 断割一根就会受力不均偏向另一根。 这个道理, 难道你上大学低手没学过? 好吧, 不管是张哈子还是陈先生, 都会把我的智商鄙视一番。 只不过陈先生比较含蓄, 每次都是拿我的大学说事, 张哈子就很直白, 直接人身攻击。 陈先生讲, 所以砍这些绳子首先是前卫, 然后是他对应的昆卫, 顺序不能乱。 我点点头, 这一点我还真没有想过。 因为我只晓得我爷爷当初讲的金刻木, 剩下的该怎么砍, 我完全没有概念。 要不是陈先生来了, 我估计会胡砍一通, 到时候还是会出事。 等最后一根麻绳砍完之后, 陈先生讲, 带我下去。 我等的就是陈先生这句话, 如果有了陈先生的帮助, 我相信, 张哈子他们肯定会轻松很多。 但是陈先生没说这话之前, 我又不能要求他去帮忙, 毕竟这种事情是要沾染因果的。 他们叫人最重因果。 领着陈先生到了住院大楼的电梯门口之后, 我发现门口的保安竟然不见了。 而且, 电梯的门也是紧闭着的, 顶上的数字显示的是三层, 很显然, 刚刚有人下去了。 可是, 到底是谁下去了呢? 为什么门口的保安也不见了? 难道是保安自己下去了? 我按了好几下电梯, 可是电梯一点反应都没有, 而且, 数字一直显示的居然是四。 突然间, 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我焦急地问陈先生, 现在该怎么办? 陈先生想了一下之后讲, 你打张哈子的电话, 问哈他是不是出事了? 这个时候我才想到, 还有电话可以联系。 于是我给拨通张哈子的电话, 电话几乎刚响, 就被接通了, 张哈子的声音从电话里头传过来。 他讲, 我日你, 五个仙人板板, 寄到明年这个时候, 给老子烧纸, 越多越好。 话刚讲完, 电话那头就传来一阵盲音, 等我再打过去的时候, 就再也没人接了。 张哈子的话, 让我的大脑一瞬间停止了思考, 他让我在明年的今日去给他烧纸。 这是什么意思? 我就算真的是哈措措, 我也明白这其中的含义, 但是我始终不肯相信张哈子会死。 张哈子是什么人? 他可是匠人圈子里面 百年来最杰出的匠人, 也是除了我爷爷之外 最年轻的带头人, 他怎么可能会死呢? 就算是全天下的匠人都死了, 他也不会死。 对, 他一定不会死。 肯定是我听错了, 一定是我听错了。 张哈子怎么可能会死呢? 他一定不会死。 我盯着陈先生, 问我刚刚是不是听错了? 陈先生皱着眉头眉讲话, 只是摇了摇头。 我讲, 肯定是听错了, 你也听错了。 张哈子那个贱人, 拉个可能这么年轻就死了。 陈先生讲, 你先莫着急, 等一哈, 讲不到事情, 没得拉个差。 你也晓得张哈子的本事, 应该没得是。 我晓得, 陈先生这是在安慰我, 毕竟和张哈子待在一起那么久了。 晓得他喜欢遇到事情, 喜欢夸大其词, 是那种, 就算他自己不行, 也一定会说自己行得逞强的人。 所以当这样的人, 一旦说给他烧纸的时候, 那就说明, 事情真的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了。 想到这里, 我拿起灭刀, 就往电梯门口插去。 这也是跟着电视里面学的, 据说这样可以把电梯的外门给打开, 然后通过吊锁滑下去。 我不知道, 我有没有能力滑下去, 但是总得试一试才安心。 不过, 我还是高估了我的能力, 因为我连电梯的外门都敲不开。 陈先生也试了几下, 然后果断放弃。 陈先生讲, 老子早就, 喊你少看电视, 都是从哪个地方学得一些没的罗头, 逻辑, 递东西。 你看那边, 我顺着陈先生的手指方向看过去, 这才看见电梯旁边有一张小卡片, 上面写着紧急电话。 这是电梯故障的专用求救电话。 我赶紧拿起电话拨号码, 可是两个电话打过去, 竟然都是关机。 我差点把手机都给砸了, 不是说是紧急救助电话吗? 居然也关机。 就在这时, 我无意间低头看到了陈先生腰上的童烟枪, 我突然想到张哈子之前给我说的那句话, 让我给他烧纸, 越多越好。 为什么他要强调一个越多越好? 这是什么意思? 陈先生一拍脑门讲, 你到这里等一哈, 我晓得要浪得半了。 讲完之后, 转身就往外面跑了去, 我不晓得他去搞什么, 不过从他的神情可以看出来, 他应该是想到了该怎么办。 在等陈先生的这段时间, 我又给张哈子打了几个电话, 都是一样, 电话通了, 但没人接。 断断续续打了十几个电话, 还没等到陈先生回来, 于是我又是这拿灭刀去撬电梯门, 似乎只有这样, 我才能安心一点。 就在我撬门的时候, 突然, 电梯门竟然毫无征兆地开了。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吓得退了好几步, 侧头看来一眼电梯按钮上的数字, 发现显示的是一, 应该是我之前按电梯起了反应。 电梯门打开, 我却犹豫了, 要不要等陈先生来了再进去。 我等了一会儿, 都没能等到陈先生回来, 干脆一咬牙, 走进电梯, 心想着, 死就死吧。 和张哈子临将死在一起, 也总比自己一个人活着好。 而且, 陈先生没下来也好, 毕竟他的将数和张哈子临将比起来, 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连张哈子和临将都没能解决的事情, 他来了也于事无补, 还不如让他好好活着, 别沾染了这因果。 我看着电梯的数字从一变到二, 我头一次觉得电梯的速度居然会这么快, 电梯上面的数字很快就跳到了三, 我都已经站在电梯门口等着开门了, 我却发现, 显示器数字下面的居然还亮着向下的箭头。 叮, 得一声脆响, 电梯停下, 显示器上的数字赫然是四, 电梯竟然直接带着我下到了地下四楼。 我原本只是打算下到三楼, 根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下到四楼,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我赶紧从门口往后退了好几步, 直到灭刀的刀尖在电梯墙壁上刻出了一个小口子, 我才知道已经退无可退了。 之前在楼上的时候是想要撬开电梯门, 现在却是在心里祈祷着电梯门不要打开。 想到这里, 我赶紧走过去再次按了一下三楼, 但是按键却没有亮, 反倒是电梯的门缓缓打开。 看到这里, 我赶紧侧身贴在电梯的侧壁上, 希望能够用电梯门旁边的那一点突出挡住我的身体, 然后等到电梯门关上之后, 我再上三楼。 可惜的是, 计划是好的。 等到门打开之后, 我小心翼翼地按了好几下按钮, 不仅仅是三楼的按钮按了不管用, 其他两个按钮也没法用。 而且, 和之前不一样的是, 按钮被按亮了, 但是电梯门却合不上, 就好像是有人伸手拦住了电梯门一样。 一想到这里, 我心里就更加发毛了, 现在开始有点后悔没有等陈先生一起下来。 现在这种情况, 想要上去肯定是不可能了。 既然如此, 我干脆一咬牙, 用生活手势在自己的肩上和头上都删了三下, 然后先把灭刀伸出去晃了晃, 确定没有危险之后, 我能够感觉到我的手都已经发麻了, 这是紧张造成的。 等到这也没事之后, 我才把头伸出去, 往外面看了一眼。 仅仅只是一眼, 我就彻底的傻眼了。 这哪里是什么太平间地下四楼, 这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地宫, 一个天大的地宫。 据我初步的目测, 这地宫绝对比整个医院的占地面积还要大。 简单来说, 我一眼望过去, 竟然看不到边在哪里。 一时之间, 我竟然被这地宫的庞大给震惊了, 居然都忘记了恐惧, 直到借着电梯里面的光线, 看见我面前不远的地方。 停放着一口乌气漠黑的棺材, 我才清醒过来, 这个地方可是让张木葬送掉一条胳膊的地方。 棺材横在我的面前, 我左右看了看, 地面和三楼的不一样, 都是用石头给堆砌成的。 这种石头在我们老家叫做管子岩, 也就是长寿的叶岩, 是重庆湖南一带最多的岩石。 我记得上次张木进来后说, 看到了地面上堆砌的全部都是龟虚鱼, 可是我看了一圈都没找到龟虚鱼的骨头。 难道是张木看错了? 我试探性地叫了一声张哈子的名字, 可是回应我的, 只有我自己的回声, 一声接着一声, 听得让人心颤。 越往前走, 电梯的光线就变得越来越暗, 我只好打开手机的闪光灯, 就在这时我发现, 手机在这里根本就没有信号。 可是我刚刚一直可以给张哈子打通电话, 也就是说, 张哈子其实并没有来这里。 不对, 张哈子没有接电话, 说明手机应该是落在三楼了。 我举着手机往前走, 我潜意识里告诉我, 张哈子很可能就在那口棺材里面, 毕竟这四周一眼就能望过去, 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等我走近了才发现, 这里哪里是一口棺材, 这尼玛是三口棺材并排横在这里, 整整齐切。 所以从一侧看过来, 只能看到一口。 而且, 在后面的两口棺材旁边, 竟然都还点着灯。 那灯的火焰呈现绿油油的, 看上去十分甚人。 可是我现在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因为张哈子和林匠肯定被关在那两口棺材里面。 我赶紧走过去, 准备拿灭刀敲开棺材, 于是我将手机反过来, 放在隔壁的棺材上, 这样闪光灯的光就射向天花板, 能够起到照明的作用。 可是我却发现, 闪光灯照上去之后, 光线竟然变成红色。 我抬头一看, 赫然发现, 在我的头顶, 竟然悬着一口巨大的雪关。 这, 这怎么可能啊? 吊着玄关的八根红色麻绳, 不是已经被砍断了吗? 为什么它还悬在空中? 就在这个时候, 我听到远处黑暗中, 有一个十分奇怪的脚步声传来, 一步接着一步, 慢慢地朝着我这边走来。 那声音从远处很黑的地方传过来, 我举着闪光灯也看不到, 只能听到那个脚步声, 一步一步地朝着我这边走过来。 我之所以肯定, 是因为我之前脚掌踩在这些管子檐上面, 就是这个声音。 只不过, 我的脚步声比现在我听到的这个声音, 要重得多。 这个脚步声很怪异, 走起路来, 好像是在地上一拖一拖的, 而且声音还那么小,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小孩子还不会走路, 脚掌在地面上蹭着往前走的那种声音。 以前就听室友讲鬼故事的时候就听到过, 那些鬼片里面, 最恐怖的往往就是小孩和女人, 其中最最恐怖的, 非小孩子莫属, 之前我遇到的那个没有脸的小女孩也好, 还是后来遇到的赵家棠的儿子, 都是那种可以把我吓死的主。 我对小孩子已经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 说句良心话,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个脚步声的主人是谁, 但是我是真的已经快要被吓尿了, 以至于我都忘记了头顶上还有一口血红色的棺材, 也忘记了用灭刀去撬开我身前的这口棺材。 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远方的黑暗处, 生怕从那个地方走出来一个小孩子, 然后露出诡异的微笑伸着手要我抱抱。 到那个时候, 我到底是抱? 还是跑? 我要是跑了, 张哈子怎么办? 但是我要是抱了, 我怎么办? 先把张哈子救出来, 这是我脑海里的第一个想法。 于是我看了一眼对面的黑暗处, 依旧没能看到那个脚步声的主人, 我拿起灭刀使劲撬棺材板子。 一开始我是站在棺材的头端撬, 我想当然地以为这边撬开之后, 能够尽快地给棺材里面提供空气, 可以让张哈子正常呼吸。 但是我撬了一阵之后, 我才发现, 我错了。 要打开棺材,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先把棺材盖子上面的子孙钉子拔出来, 然后再来打开。 而拔出子孙钉的先后顺序, 之前在棺材隧道里面, 张哈子就给我介绍过, 有一颗钉子是刘后钉, 统领全部的子孙钉应该从这里先拔。 我蹲下来, 举着手机贴着棺材的边缘找到那枚刘后钉, 然后用灭刀的刀尖别进去, 往下一压, 这枚刘后钉应声往上凸起一截。 我一边撬, 一边时不时地看看一眼远处, 生怕那个脚步走进我的视线内。 还好, 我一直没能看见那个声音的主人, 我也不希望看到。 弄了一阵之后, 我预估这枚刘后钉应该可以用手拔出来的时候, 我停止了用灭刀继续撬钉子, 而是伸手去拔。 当我停下灭刀的时候, 整个地宫变得空前的安静, 这种安静显得有些异常。 不对, 刚刚的脚步声去哪里了? 我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 然后站直了身体急目远眺, 可即便如此, 我还是没能看到那个脚步声的主人。 人呢? 人去哪里了? 按照道理来说, 走了这么久, 再怎么样, 我也应该能够看到那个家伙的身影了。 可是, 为什么走了一阵之后, 我反而看不到了? 难道是那个家伙怕了? 对, 一定是这样, 肯定是他知道我要把张哈子给放出来了, 所以他害怕得不敢靠近了。 想到这里, 我赶紧走到棺材的另一边, 把另一枚留后钉也给拔出来。 可是就在这时, 这口棺材旁边的油灯居然毫无征兆地灭了。 不仅仅是这盏油灯灭了, 连带着旁边那口棺材的油灯也给灭了。 我突然感觉到我的后背有一阵凉意, 我赶紧举着手机转身去看。 在闪光灯下, 我清楚地看见, 一张惨白的脸就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的鼻尖差点都贴到他的脸上。 没错, 就是差点贴到他的脸, 而不是他的鼻子。 因为这个家伙根本就没有鼻子。 或者说, 他有鼻子, 但是鼻子是画上去的, 甚至眼睛, 嘴巴, 耳朵都是画上去的。 我被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 才终于看清楚那个家伙的样子。 他竟然是我的指人救公。 难怪走路的时候, 声音那么轻, 原来是个指人。 难怪走路的声音那么奇怪, 原来是他没有关节, 只能在地上蹭。 我到现在才想明白张哈子说的那句话, 为什么一定是要我给他烧纸? 而不是他自己的家人, 因为害他的人肯定是我的亲人。 所以, 我来烧纸钱, 才算是一种赎罪。 总不能让我救公去给他烧纸钱吧, 只人怕火。 难不成还要引火上身? 那么这么算起来, 当初张哈子和我进村之后, 他遇到的那个在他肚子上划一刀的人, 肯定就是我救公了。 他们的恩怨从那个时候就结下了。 张哈子斗不过我救公, 所以他在碰见我指人救公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了结局。 一二才会对着电话吼了那么一句话。 我暗自骂自己真的是哈措措, 这些东西我早该想到的。 可笑的是我还害怕了那么久, 差点没把自己给吓死。 可是, 他怎么会在太平间的地下四楼? 他不是应该在村子里守着我奶奶的木吗? 他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他来这边干什么? 和太平玄关有什么关系? 我有一大堆的问题想要问, 但是我发现现在好像有些不合时宜, 不过既然知道是那个脚步声的主人是我的指人救公以后, 我倒是没之前那么害怕了。 但我还是忍不住地问了一句, 救公, 你知不知道你都要把我黑死了。 他没说话, 而是伸手指着第一口棺材。 我看了一眼那口棺材, 没明白他的意思, 我问, 什么意思? 是让我打开。 他依旧没有说话, 而是继续指着那口棺材。 我有心先把第二口装着张哈子的棺材给打开, 但是我一想到, 就算是张哈子醒了, 也打不过我指人救公, 也就干脆放弃了, 免得还暴露了张哈子的情况。 我走到第一口棺材的前面, 伸手摸了一下, 上面没有子孙钉的痕迹, 于是我伸手使劲抬了一下, 棺材盖子很快就被我打开, 我一开始不敢往里面看进去, 生怕看见什么恐怖的尸体, 这棺材停在这里几十年了, 又没有冷冻技术, 尸体不烂了才怪。 可是, 出乎我意料的是, 棺材里面并没有尸体, 而是一双兽鞋。 救公再次伸手指着那双鞋, 然后伸手指了指我的脚, 意思是, 让我把那双鞋给穿上。 看到指人救公的这个动作, 我不由得想起了, 当初在我爷爷坟地那里, 他也是让我穿鞋, 只不过被陈先生给脱掉了。 等等, 陈先生, 为什么陈先生和我救公都到重庆来了? 而且还都是在医院附近, 这是不是也有点太巧合了? 我问救公为什么要我穿鞋? 这尼玛可是一双兽鞋啊。 难道救公不知道这是给死人穿的? 难道他还嫌我脚上的阴鞋不够多吗? 我听到他冷哼了一声, 但还是没说话。 我好奇地看了一眼他的喉咙, 这才发现在他的喉咙哪里, 有一个铜钱大小的小洞, 应该是被铜钱给打穿了, 所以才说不出话来。 难怪之前他走过来的时候, 那么吓人也没说话。 可这是谁弄的? 张哈子吗? 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 为什么一见面就要打打杀杀? 我知道救公应该不会害我, 否则当初在奶奶坟地的时候, 我就已经死翘翘了。 可是, 我还是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我把棺材里的那双银鞋给穿上? 我还准备拖延时间, 等陈先生下来, 就发现救公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我看见他指了一下第二口和第三口棺材, 意思是, 要是我不穿, 他就要把张哈子和灵匠给弄死。 无奈之下, 我只好拿出棺材里面的那双兽鞋, 很不情愿地穿在脚上。 可是, 我刚把兽鞋给穿上, 我就感觉到身后一股大力把我往前一推。 我脚下一个没站稳, 就掉进了棺材里面。 砰的一声, 救公把棺材盖子给盖上了。 我被扔进棺材里面之后, 立刻翻过身来, 伸手去推棺材盖子。 根据我以前的经验, 以我的力气, 肯定是推不动棺材盖子的, 毕竟这块板子少说也有几十斤重。 但是, 这一次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力气, 竟然一推之下, 就把板子给推开了。 我赶紧伸出头去, 却和救公那张惨白的脸撞了个正正。 这时我才知道, 不是我力气变大, 所以才推得开棺材板子。 而是救公在帮我一起推。 我刚准备开口感谢救公, 就看见救公的手一松, 棺材板子掉下来, 砸到我的后脑勺上。 顿时, 我眼前一黑, 昏了过去。 昏迷之前我突然意识到, 我是被救公给弄进棺材的, 他怎么可能好心推开棺材板子, 把我弄出去? 只是当我明白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昏倒在棺材里面了, 我不知道我在棺材里面躺了多久。 等我再醒过来的时候, 我发现我竟然已经不是躺在棺材里, 而是躺在地上, 凉嗖嗖的, 我竟然是被冷醒的。 我站起来举目四跳, 飞漆漆的地宫充满着绝望的气息, 除了头顶上有八个方位传来淡淡的光线外, 整个地宫再没有多余的亮光。 电梯呢? 电梯的门不是一直打开着的吗? 如果电梯的门是打开着的, 那就应该有光。 可是, 这四周一片漆黑, 根本就没有光。 我甚至现在都不知道, 电梯的入口在哪个地方。 我赶紧跪在地上一阵摸索, 企图找到我的手机, 但是我摸了好一阵, 都没能找到。 于是, 我只能凭着印象往我的右前方走过去。 我之所以选择走这个方向, 是因为右前方有一块凹进去的地方, 看上去很像是电梯门。 可是我往前走了一截之后, 我就发现有些不正常, 因为如果是电梯门的话, 我走了这么远, 那个影像怎么都应该要变大一些。 可是我看过去的时候, 那个影像丝毫没有变大, 和之前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 要么是那个东西距离我太远, 要么就是我在往前走的时候, 那个东西也在往前走。 我立刻停下脚步不再往前走, 因为不管是哪种, 都证明那绝对不会是电梯门。 于是我决定转身往回走, 因为张哈子以前说过, 要是不晓得该往哪边走, 那哈不如坐到原地休息一哈, 总比随便选个地方越走越错要好。 可是当我刚转身过来, 我就看见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一个身影从我面前走过去, 这个人的背影我有些熟悉, 但是我确定, 我应该没有见过这个人。 我和她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隔, 我哪怕只要再往前多迈出一小步, 我就会和她撞在一起。 于是我尽力地去平住呼吸, 但是我发现根本就没那个必要, 因为她好像根本就当我不存在似的, 自顾自地往前面走去。 我觉得这个人很眼熟, 但我又想不起来, 这个人我到底在哪里见过? 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 悄悄地跟在她后面, 想要看看她在这太平间的地下四楼, 到底要干什么? 说不害怕肯定是假的。 而且, 我不知道她是真的看不见我, 还是假的看不见我。 万一是假的, 我不就是自投罗网了? 最关键的是, 我不知道她的身份, 所以没办法确定是敌室友。 猛然间, 我想到一个可能, 这个想法差点让我当场就晕厥过去, 莫非, 这个家伙就是那个活了几百年的人。 我想, 我的心脏在那一刻都停掉了, 我就那样看着她的背影, 缓缓往前走去。 我犹豫了片刻, 看了一下四周, 没有看到出去的路, 于是硬着头皮跟着她往前走了一节路。 过了一会儿之后, 我才发现, 她一边走一边在捏着手绝, 每隔几步就会放下一枚铜钱在地上。 而且嘴巴里面还小声念叨着什么, 隔得太远我没听清, 等我快步跟上去的时候, 我听到她说的最后一句, 念的是十三太保落子定。 我脑海里突然想起, 以前跟着陈先生时候看见的那个画面, 他也是这般, 向前走几步就放下一枚铜钱, 果然还是十三太保落子定。 这么说来, 这个家伙是陈先生。 不对啊, 陈先生没有这么魁梧, 身形对不上。 而且, 陈先生现在都快六十了, 眼前这人怎么看也不过是三十而立之年, 年龄也对不上。 但是不管怎样, 有一点可以确定, 那就是这个人一定是鞋匠一脉的。 但是, 鞋匠来地下四楼干什么? 这人和陈先生又是什么关系? 我还没想明白, 就看见那人转过身来, 我下得赶紧弯腰说抱歉, 我不是故意闯进这里来的, 我是来找人的, 并且还十分有礼貌地问他有没有看到张哈子。 但是他好像听不到我说话似的, 侧着脑袋看了一眼他之前扔下的铜钱, 然后快步朝着我这里走来。 我当时已经被吓得走不动路了, 就在我以为我要完蛋的时候, 我却看见一件更让我瞪大眼睛的事情, 这个家伙竟然直接从我的身体里面穿了过去。 我赶紧伸手摸了摸我的胸口, 还好, 一切都完好如初。 我又看了一眼那人, 正蹲在地上修改那枚铜钱的位置, 看来这家伙是真的看不见我了。 为了验证我的想法, 我特地走过去, 在他眼前晃了晃, 果然他完全无动于衷, 继续往前看着他刚刚摆的那些铜钱。 幻象! 我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幻象, 就好像是以前有人看到的海市蜃楼一样, 看得见却摸不着。 想明白了这一点, 我就放宽心接着往下看了。 我看到那人抬头看了一眼, 我也跟着看上去, 这才发现头顶上悬着一口棺材。 只不过, 这口棺材不是我之前看到的红色, 而是黑色。 就在这个时候, 我看见有两个人从黑暗处走来, 这两人我竟然都认识, 一个是年轻时候的张建老爷子, 而另一个, 竟然是我爷爷年轻时候的样子。 不得不说, 我爷爷年轻时候的样子确实英俊潇洒, 而且还生得十分魁梧, 一眼看去就是那种风流倜傥的年轻俊义。 我听见那人对着我爷爷喊了一声, 妹夫。 妹夫! 这年轻人竟然是我的那个指人旧公? 那个时候, 他还没有变成指人。 我看着他们的样子, 大致算了算时间, 这得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吧。 我爷爷对着旧公点点头, 然后讲, 抓紧时间, 动手, 讲完之后, 我就看见我旧公站在最后一枚铜钱那里, 然后手里面不断地捏着绝。 就在这个时候, 我看见一个白色的小指人, 从张建老爷子的裤子口袋里面钻出来, 走到第一枚铜钱那里, 然后那个指人伸脚踢了一下那枚铜钱, 铜钱的位置改变了少许, 里面的那个方孔的两个脚, 原本是东西朝向, 现在变成了西北朝向。 而这个时候, 我听见我旧公大喊了一声, 气! 十三枚铜钱同时上升, 打在悬在空中的那口棺材的底部。 突然, 我看见我旧公吐出一口血来, 指着张建大喊, 操你祖宗。 只是话还没讲完, 旧公身上就浮现出一层红色的液体, 是血。 血液越出越多, 但却没有往地下流, 而是汇聚成一滴一滴地往那口玄关飞去, 静进棺材里面。 我不知道这个过程持续了多久, 但是我绝对能够想到这个过程的痛苦程度。 我看见旧公睁獰着面孔, 发出歇斯底里的嘶吼, 一边叫骂着张建, 一边喊着我爷爷的名字, 求他救命。 但是我看见我爷爷和张建就好像是机器人一样, 冷眼站在一旁, 无动于衷。 我看着旧公身体渐渐消瘦, 皮肤渐渐干枯, 声音越来越低沉, 越来越悲哀。 我从那声音里听出了深深的绝望。 我似乎看见我旧公的眼角, 有一抹晶莹剔透的泪, 但也只是一闪而逝, 很快就混进血液里, 飞向那口玄关。 我知道他们听不到我的声音, 但是我还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一边磕头, 一边求我爷爷救救我旧公。 我似乎能够体会到我旧公的痛苦, 但尽管我头磕破了, 依旧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当旧公体内的最后一滴血流尽, 我才发现, 时间至少过去了三天三夜, 而头顶上的那口玄关, 也终于变成了一口鲜红色的血关。 当我爷爷第四次出现在地宫, 也就是第四天的时候, 我旧公已经倒在地上, 成为一具干尸。 我看见我爷爷手里提着一个指人, 就是那个小孩脸蛋的指人, 把我旧公的三魂七魄, 用张家将术装了进去。 其中的过程幻象没显示, 我不知道手法。 但是我看到我爷爷完成之后, 对着指人恭恭敬敬敬地磕了九个响头, 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 嚎啕大哭, 无助地想的孩子一样。 我活这么大, 在我的印象里, 从来没有见过我爷爷哭, 甚至是连悲伤的表情都很少见。 每每从学校回去, 见到他的时候, 他都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 然后开口第一句话, 就是吃饭楼眉。 我给你热菜去。 但是此时此刻, 我却看见爷爷一屁股探坐在地上, 哭得肆无忌惮。 我知道他哭是因为亲眼看着我就公死在他面前, 但我想不明白的是, 既然他现在这么伤心, 为什么之前会那么决绝地站在一旁冷眼旁观? 以他的本事, 要把旧公救下来, 简直是易如反掌。 从他的哭声中听得出来, 他是十分不情愿的, 但是他到底是有什么苦衷, 非得用我旧公的血去染红那口玄关。 而且, 事后还那么痛苦, 否则也不会对着我旧公的残魂形三寇九拜的大礼。 我看了一眼旧公的旧人身体, 发现那个时候他并没有驼背, 脸上也没有出现那个洞, 估计是在后面的生活中里面的那根脊柱灭条断掉了。 一想到这里, 我不禁悲从中来, 几十年的旧人生活, 简直是生不如死。 我想, 如果换作是我的, 我肯定早就自杀了, 但是我很快想到, 既然是我爷爷出手了, 应该顾及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 应该是下了什么禁止, 不允许我旧公自杀。 一想到这里, 我全身就惊起一身鸡皮疙瘩, 这种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禁欲, 换作是我, 可能早就疯了。 也难怪旧公这么多年来和那些阴人黑猫为伴, 因为他, 除了那些黑猫, 他还能和谁为伍呢? 这么比较起来, 指人婆婆就要幸运得多, 虽然同样是指人, 但是指人婆婆, 还有长远爷爷照顾, 还有个说话的人, 但是旧公却一直孤苦伶仃, 整日像个孤魂野鬼似的在山间里游荡, 风餐露宿, 所以脸上只被戳破了, 背上的灭条也被压断了。 我想我爷爷之所以会这么放肆大哭, 应该也是想到了我旧公日后的生活, 是一幅什么样的场景。 我感觉到, 我的眼睛一阵湿润, 有泪水从眼眶里流下。 我看见我的泪水砸在地面上, 捡起一朵水花。 眼前的画面突然消失, 一道强烈的光线从不远处传来。 我看见电梯门打开, 张哈子和林匠从电梯里面走出来, 两人都没有拿手机照亮。 我这才想起来, 张哈子的手机肯定是落在地下三楼了。 而林匠的手机肯定是在张家村的时候, 从船上游到岸边去的时候, 被谁给抛坏了。 我急忙跑过去, 站在他们面前对着他们大喊大叫, 可是和之前一样, 他们根本就看不见我。 看来这还是幻想, 而且, 我突然间明白, 这些幻想应该就是旧公的记忆。 我看见张哈子受了伤, 手上一直有血液在往下躺, 灵匠还好, 仅仅只是有些神情憔悴。 为了减少自己的害怕, 我跟在张哈子的身边, 虽然知道他不过是幻想, 但是这样我也觉得安全一些。 我跟着他往前走, 和他拥有同样的视角。 我看见前面有一口黑色的棺材横在地面上, 应该就是我之前看到的那口。 但是和我之前看到的不太一样, 因为在这口棺材的上面, 好像还有一小块板子立在那里。 我往前走, 看见后面的两那口棺材, 棺材上面都立着一小块板子。 我看见张哈子拿起板子, 竟然是一块牌位, 上面清楚地写着骆小杨之位。 灵匠绕过去走到第二口棺材那里, 拿起牌位看了一下, 写的是张破鲁之位。 第三口棺材上的牌位写的是灵匠之灵位。 就在这时, 我看见旧公从黑暗中走出来, 身上还是以前的那件黑色长袍。 我听见张哈子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老远就闻到你身上滴奈骨指人味道。 嘿嘿, 上次老子没招呼到, 让你帮老子肚子戳老个口子。 这次老子不把你揉成默默, 老子跟你兴。 张哈子手上没有灭刀, 应该是在三楼弄掉了。 我不知道他们两个在三楼经历了些什么, 竟然会被逼到四楼来。 难道和这里相比较, 三楼的更加可怕?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得庆幸刚刚电梯没有停在三楼, 要不然, 我没敢想下去了。 我看见张哈子用带鞋的手搂起袖子, 就往前冲过去, 但是刚跑出去没几步, 我就看见张哈子用更快的速度往回跑了。 他边跑边喊, 林大美女, 老子突然有点内紧, 你先帮我顶一下。 张哈子讲完之后, 就躲到林匠的身后。 我往那边看了一眼, 这才知道为什么张哈子突然跑回来了。 我看见, 在黑暗处, 亮着一双双绿悠悠的眼睛, 成千上万。 这些眼睛我再熟悉不过了, 在村子里的时候, 我就和陈先生遭遇过。 那是我旧宫手底下的那些阴人黑猫。 只不过和现在的比起来, 当初在村子里遇到的那些黑猫数量, 简直是小儿科了。 放眼望去, 整个地宫的黑暗处, 几乎全部布满了黑猫。 此时此刻我才明白, 我之前看见的那些黑漆漆的深处, 并不是真的黑, 而是看到的这些黑猫的身体。 他们闭着眼睛, 一层堆着一层, 从地面堆到天花板, 高高的像是城墙一样。 此时此刻, 他们睁开眼, 就好像是一块黑色幕布上, 到处都是眼睛。 难怪地下四楼的那些龟虚鱼的鱼骨头不见了, 原来全被这些黑猫给吃了。 我看见灵匠伸手轻抖, 手中出现一朵纸花。 张哈子讲, 姓灵低, 多么子瘦了, 你还有心思玩花? 你玩花也就算了。 问题是, 你一朵花能够解决问题不? 赶快多甩出几朵来。 看到这里, 我也算是服了张哈子了, 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心思平嘴。 但是我很快就错了, 因为我看见张哈子躲在灵匠的身后, 用灵匠的身体做掩护, 一双手在不断地结印。 这双手里还有一把白色的小纸人, 他在这些小纸人的身上不断地画着什么, 眼睛虽然看着前面的那些黑猫, 但是手中的动作却丝毫不慢。 那些小纸人身上都带着一丝丝张哈子的血液。 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念头, 那就是张哈子手臂上的伤口, 很可能不是三楼的那些东西弄的, 而是张哈子自己弄的。 否则以张哈子的能力出血了, 一张纸贴上去, 不久能够止血了吗? 当初我脖子上的那个伤口, 张哈子不就是这么处理的吗? 而且直到血停, 比灵丹妙药还要灵。 这么想来, 张哈子应该是刻意没止血。 我看见灵匠蹲下, 蒋那朵纸花插在地上, 然后站直了身子, 双手掌根, 拇指, 小指, 三点核, 其余六指自然分开, 放在胸前。 这个手印我以前看书的时候见过, 叫做大莲花手印。 我听见他嘴里轻声呢喃着, 灵家不孝晚生灵匠, 以大愿祈求根本无上师尊, 十方三世诸佛, 赐我遍地生怜。 话音刚落, 我就看见插在地上的那朵纸花, 像是变魔术一样, 由一朵变成两朵, 由两朵变成四朵。 先是蒋张哈子和灵匠围了一圈, 然后往外弥散开去, 一直延伸向黑暗深处。 结完印, 灵匠就好像是虚脱了一样, 瘫倒在地上, 疲惫不堪。 张哈子讲, 姓灵爹, 你千万不能死哈, 你要是死老, 那个哈错错估计要爹, 就算没爹, 估计也要拿刀子砍死我。 你也晓得他低身份, 老子不一定搞得赢他。 毛爷也讲得好, 坚持就是胜利, 你千万莫死啊, 看老子搞死这个狗日地。 张哈子讲完话, 就把手里的那些纸人朝着空中一扔, 原本一打纸人可能最多就只有五六十张, 但是被张哈子这一扔, 在空中一下子迎风见长, 居然一画二, 二画三, 越变越多, 最后竟然是每一朵莲花上面都站着一个小纸人, 看上去居然十分威严。 可就在这时, 我看见灵匠面前的那朵花竟然着了, 燃起了绿油油的火焰。 那绿色的火焰从灵匠面前的那朵纸花开始燃烧, 然后点燃花朵上面的那个小纸人, 小纸人顿时成为一个火人。 但即便如此, 那小纸人还像是没事人一样, 在一朵纸花上跳到另外一朵纸花, 将火苗引开, 几个呼吸之间一传十时传百, 整个地面全部都是一片绿油油的火苗, 绿色火焰往远处蔓延开去。 那些鹰人黑猫见到这些火苗, 一个个全部竖起身上的黑毛, 对着这些火焰发出一声声愤怒的叫声。 有些躲不及的被绿色的火焰烧着, 顿时发出凄惨的叫声, 就像是婴儿的哭声一样, 极其刺耳甚人。 就在这个时候, 我听见一个十分古怪的声音, 我知道, 那是我救公的声音, 但是, 我救公的声音并不是在说话, 而是在嘶吼, 很生气地在嘶吼。 我先前以为我救公喉咙上的那个洞, 是张哈子用铜钱打的, 现在看来, 那个洞是在张哈子下来之前就已经有了。 既然是这样, 那他喉咙上的那个洞, 到底是谁弄的? 我救公的一身降术, 连张哈子当初都被他在肚子上弄出一道口子, 难道还有什么人可以伤到他? 还没等我想明白, 我就看见, 再就攻发出那声怒吼之后, 那些鹰人黑猫突然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不怕死地朝着那些燃烧着绿色的花朵扑过去, 一时之间惨叫声不断, 但是那些黑猫却像是不知道害怕一样, 前扑后紧。 渐渐地, 地面上的那些花朵越变越少, 剩下的那些竟然也在不知不觉中枯萎, 我看见林匠吐出一口血, 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应该是受了反噬, 和他当初摇震魂灵是一个样子。 张哈子看到林匠吐血, 抡着拳头迈开步子, 就往前面冲过去, 一边跑一边还我日你, 无个仙人板板不停。 路上的那些黑猫纷纷朝着张哈子扑过来, 但是张哈子根本就不在乎, 来一只就打一只, 惨叫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我不得不拿陈先生来和张哈子比较, 我记得上次陈先生遇见这些黑猫的时候, 左之右处, 很是不得力, 最后不得不搬出他师父陈友福来, 才算逃过一劫。 但是张哈子不一样, 那些黑猫在他面前就好像是一个摆设一样, 他一马平穿往前冲出了好十几米远, 但是张哈子没发现, 他每走出一步, 地面上都会留下一个绿幽幽的鞋印。 一开始我还以为那是他踩在花朵上才留下这些鞋印, 后来我发现并不是这样, 因为从那些鞋印里面竟然伸出一只只惨白的手, 而那些手臂上面还长着一张张露出红色牙齿的嘴, 这些嘴一开一盒的, 看上去就好像是在咀嚼着什么东西, 但是他们的嘴里却是黑洞洞的什么都没有, 难道他们是在吃自己手臂上的肉? 当张哈子踢脚的时候, 那些手就会伸出来去抓张哈子的脚脖子, 如果给抓到了, 手臂上的那些嘴岂不是就要把张哈子的腿给? 还好, 张哈子的速度很快并没有给那些手机会, 可是随着黑猫数量越来越多, 张哈子的速度就渐渐地慢了下来, 我大叫着让张哈子小心, 可是我的叫声他根本就听不见, 只是专心地对付着前面的那些黑猫, 完全没有发现他身后的那些长着嘴巴的胳膊, 突然间, 我看见一条胳膊抓住的张哈子脚踝, 张哈子当时就痛得骂了一声, 我知道, 肯定是手掌心的嘴巴咬到了张哈子的脚, 我看见张哈子拿出一张纸, 丢在那条胳膊上, 那条胳膊发出绿色火焰, 给烧得一干二净, 然后张哈子又用另外一张纸贴在他的脚踝上, 吐了一口口水, 在脚踝处一抹, 血顿时就止住了, 完好如初, 可是, 被这么一耽误, 那些黑猫就一拥而上, 全部扑到张哈子的身上, 把张哈子给彻彻底底地胡成了一个猫人, 随后, 不计其数的猫全部扑上去, 很快就堆成了一座小山, 怎么办, 这样下去, 张哈子们也会闷死了, 我看向灵匠, 希望他能够出手帮忙, 但是我却看到有黑猫朝着他过去, 他自己都是自身难保,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 我听到那座小山下面传来一阵手机灵异, 然后就听到张哈子一声大骂讲, 我日泥, 屋个仙人板板, 记到明年这个时候给老子烧纸, 越多越好, 听到这里, 我震惊了, 我以为张哈子是在三楼给我打的电话, 现在才知道, 原来是在这种情况下给接通了我的电话, 可是, 我记得我下来的时候特地看过手机, 是没有信号的, 那他是怎么接通我电话的, 就在这时, 我又听见张哈子大喊, 张家第十代传人张破鲁, 恭请张家先祖上张夏剑, 老祖宗, 救我, 果然, 张哈子也要请仙人帮忙了, 经过这么多次, 我总结出来, 那就是对付鹰人黑猫, 一般都要仙人过来帮忙, 上次陈先生是这样, 这次张哈子也是这样,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 张哈子为什么恭请的是张剑, 张剑不是他爷爷吗, 什么时候, 又变成张家的仙祖和老祖宗了, 想到这里, 我突然想起, 之前在三楼的时候, 张哈子课的灵位, 写的是张你, 而不是张剑, 我当时还以为张哈子的爷爷就叫张你, 现在看来应该不是, 张你应该是张家的仙祖, 所以张哈子刚刚恭请的应该是张你, 只是我搞不明白, 为什么张剑会取这样一个和他们老祖宗发音一模一样的名字, 没等我想明白, 我就看见那个黑猫堆积的小山渐渐变矮, 这种变矮不是从外部减少变矮, 而是从里面开始减少, 就好像是出现了一个漏洞, 里面的那些黑猫从那个漏洞掉进去了一样, 没多久, 压在张哈子身上的黑猫全都不见了, 不对, 不仅仅是那些压在张哈子身上的黑猫不见了, 而是整个地宫里面的黑猫全都不见了, 还有鞋印里面伸出来的手也消失干净, 张哈子从地上站起来, 看了一眼我旧宫, 讲, 吴炳江, 我日你, 吴个仙人板板, 仗到年纪大, 就哈到我们小辈, 有本事都没用降术, 你看, 老子不把你打成渣渣, 我到这个时候才晓得, 原来我旧宫叫做吴炳江, 一想到这么多年来, 我连旧宫的名字都不知道, 加上我旧宫这些年来的遭遇, 我不禁又是一阵伤心, 张哈子继续讲, 你和我爷爷迪恩怨是你们老一辈低势, 上次我看你是长辈, 让道你, 你莫一而再再而三滴不晓得哈树, 老子真滴其活老, 一把火把你烧得连扎都不上, 旧宫听到这话, 往前走一步, 我看到张哈子往后面退了三步, 很显然, 刚刚他讲那一番话, 是在虚张声势, 就连我都看得出来, 他的双腿都在发抖, 应该是脱离了, 张哈子讲, 你莫过来, 老子给你讲, 哈错错, 就是骆小阳, 他就到上头, 我救过他低命, 他也救过我低命, 我和他是幻命低交情, 他要是晓得你杀老我, 他肯定搞死你, 你莫看后面, 后面那个女娃娃是他媳妇, 肚子里面都哈有落家低肿, 你杀他一个试试, 张哈子这话, 不仅把我救公给整猛逼了, 把我都给整猛逼了, 我连灵将的手都没得不对, 逃命的时候牵过手, 但是我连他的嘴都没牵过, 我能让他怀孕, 你压的, 编个理由, 能不能编个合乎逻辑的, 我看见我救公慢慢地走向灵将, 然后伸手把灵将扶起来, 看他那样子, 竟然信了张哈子话, 突然, 我看见救公伸手在灵将的脖子上刺了一下, 灵将顿时就晕了过去, 然后救公转身, 脚掌在地面轻轻踏了一下, 我看见张哈子顿时发出一声惨叫, 全身上下浮现一层密密麻麻的红色, 那是血, 我不经意间数了一下张哈子之前走过的脚步, 原本是十六步, 他往后退了三步, 于是不多不少, 刚刚好十三步, 十三太保落子定, 救公现在所站的那个位置, 就是当年张剑站的那个位置, 而张哈子的位置, 就是当年救公的位置, 听到张哈子的那一声惨叫, 我赶紧冲上前去, 想要把他从那个位置上推开, 可是我却忘了, 我现在看到的, 仅仅只是一个幻想, 不管我怎么弄, 根本就碰不到张哈子的身体, 我知道不可能, 但我还是跑到救公面前, 求他放过张哈子, 以及灵将, 只是, 我喊了半天, 都没有得到救公的任何回应, 只是听到张哈子那痛苦的嘶吼, 以及乱骂,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等等, 我记得救公当时被张剑榨干血液, 是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 如果张哈子现在也是中了同样的将数的话, 那么时间, 至少也应该是三天三夜, 而且, 张哈子比当初的救公, 肯定要厉害很多, 这么算时间, 肯定是多于三天, 但是从我进来到现在, 时间肯定没超过三天, 可是我进来的时候并没有看见张哈子, 难道说张哈子自己已经逃脱了那个将数, 不对, 如果张哈子逃脱了那个将数, 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被关进棺材里面, 现在又落进我救公的幻象里, 那么就只有一种解释了, 张哈子现在还在承受着榨干血液的煎熬, 可是我进来的时候并没有看见张哈子在被榨干血液啊, 这又该怎么解释啊, 我想到我进来的时候我的手机没有信号, 但是张哈子却是在这里接到过我的电话, 也就是说这里其实是有信号的, 只不过我看到的却是没有信号, 而且, 玄关明明被我和陈先生把红色麻绳砍断了, 我却看到还在空中吊着, 鬼迷眼, 肯定是我进来的时候被鬼迷了眼, 所以才没有看到张哈子, 然后就被救公给装进了棺材里, 对, 一定就是这样, 那么, 我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想办法逃出救公的幻象, 然后去救张哈子, 可是, 我到底该怎么做呢? 我记得张哈子之前对林匠说的话, 说我有一个什么身份, 就连他张哈子都搞不赢我, 可是我自己怎么不知道,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这个所谓的狗屁身份, 这样也不至于我站在这里不知所措, 我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 告诫自己着急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我看着地上的那十三个脚印, 心乱如麻, 不是说十三太保落子定是十三没铜钱吗? 为什么现在张哈子走了十三步也能发动? 行事, 又是他妈的行事, 只要行事做到了, 不管是不是铜钱, 应该都可以发动, 而且, 这榨干血液的降数并不是真正的十三太保落子定, 所以应该和铜钱没有关系, 我仔细地回想, 之前我救公被榨干血液之前, 是张建库馆里面跑出来一个小纸人, 把救公扔在地上的第一枚铜钱给变换了一个角度, 所以, 这个降数应该是在十三太保落子定的基础上演化来的, 可是, 就算我想明白了这些, 对于我破解这个降数又有什么帮助呢? 我全身上下唯一的仪仗就是震魂灵, 于是我伸手摸了一下脖子上的震魂灵, 这一摸之下, 我彻底地惊呆了, 我的震魂灵不见了, 可是我明明记得我被关进棺材的时候, 震魂灵还在我的脖子上, 怎么可能不见了呢? 难道是我被棺材板子打晕了之后, 被指人救公给偷走了? 如果是他偷的, 他拿我的震魂灵干什么呢? 没有震魂灵, 我还能干什么? 生火首饰, 新火首印, 奈何桥, 隐魂渡河, 阴阳两界一线迁, 五星朝天, 我一个一个在脑海里回想, 然后又一个一个地排除, 想到最后, 我发现, 竟然没有一个是可以破除这个幻想的。 当初的灵匠倒是用风筋挂印, 破过赵家棠的境界, 可问题是, 我不会风筋挂印啊。 在对付赵家棠的时候, 他们倒是说我用过挂印风筋, 可是该怎么用? 使用什么首饰? 我根本一点印象都没有。 不行, 挂印风筋这条路肯定走不通, 我再次把我知道的匠树从头到尾捋一遍。 我突然发现, 我刚刚不是新悬了一个匠树吗? 大莲花印? 于是我闭着眼睛坐在地上, 学着灵匠的姿势, 双手结一个莲花手印, 然后嘴里念着灵匠刚刚念过的那段话。 当我念出最后一句赐我遍地生莲的时候, 我睁开眼, 看见我地面上什么都没有, 但是天空中却是像下雪一样, 不断地有东西掉下来。 我捡起来一看, 竟然是一张张的铭币。 说好的莲花呢? 怎么变成铭币了? 难道是我结印的姿势不对? 于是我试着换了几个姿势结手印, 结果都是一样。 铭币没完没了地落下来, 没多久就把整个地面铺满了一层。 当那些铭币接触到张哈子留下的脚印时, 顿时被点燃, 但是发出来的火焰却不是绿色的, 而是黄色的就和平时烧纸的火焰一样。 一股浓烟顿时弥漫整个地宫, 我被熏得不断咳嗽。 就在这时, 我感觉到我的后脑勺一痛。 这种痛不是简单后脑勺那种痛, 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痛。 痛得我觉得整个地宫都在摇晃, 那种眩晕的感觉使得我不得不避眼倒在地上。 等了好一阵, 我才感觉到好一些。 等我睁开眼的时候, 我却看见, 我又重新躺在了棺材里。 手机的闪光灯还亮着, 我发现我所在的这口棺材和我之前躺过的棺材有些不太一样。 这口棺材竟然只有果, 没有棺, 这完全不符合常理。 即便再穷的人家买不起果, 至少也会整个木匣子来当棺。 像这样, 只有果没有棺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 因为没有棺, 所以棺材里面的空间显得特别大。 我甚至能够蹲在里面, 还不用踏着腰。 这样就好使劲多了, 我拿着灭刀就劈棺材板子, 棺材盖子太厚, 不做考虑。 可是, 没劈几下, 棺材盖子就自动打开了。 我看见陈先生一脸猛逼地看着我, 问我, 你搞梅子? 我讲, 我再想办法逃出来。 陈先生, 棺材盖子轻轻一推就开了, 你看板子搞梅子? 我被陈先生这话给问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我只能默默地安慰我自己, 我是上次被活埋给埋怕了, 所以前一是以为棺材盖子只要盖上了, 就一定会被钉上子孙钉。 为了避免我的尴尬, 我问陈先生, 你浪得下来老。 他讲, 我要是再不下来, 你都要陷到幻象里头出不来老。 陈先生讲完话, 就把手中的鞋子穿上, 我看到他另一只手里面, 拿着一个名币似乘的小纸人, 小纸人的脑壳上, 写着我的名字和年龄。 我去, 这不就是电视里面演的那些打小人用的卖? 陈先生很是不屑地看了我一眼, 讲, 早就喊你少看点电视, 你偏不听, 电视里头有几个是真谍, 这喊过当头棒喝, 我找不到你人, 只能撕个小人当成你来打。 当头棒喝, 这个我听过, 当初我在张家村的时候, 跑到了河里去, 就是被传宫伯伯陈友里打醒的, 当时他也说是当头棒喝。 不得不说, 我再一次被降述的这个形式, 有了新的理解。 糟了, 张哈子! 我私下看了一圈, 并没有看到张哈子, 难道我现在还在被鬼灭? 我把刚刚看到的, 大致给陈先生讲了一遍, 陈先生听了之后点头讲, 我就讲, 锁子, 绳子, 都砍断了, 那口棺材浪个, 哈旋到空中滴, 原来是鬼迷眼, 难怪一进来, 就感觉好像有双眼睛盯到我看, 但是又没找到到哪个地方, 被鬼迷眼老, 找得到才怪。 讲完话, 陈先生从腰上抽出那根铜烟枪, 点然后吸了一口, 然后把铜烟枪放在手心。 陈先生讲, 烟斗指到哪个方向, 哪个方向就是迷到我们两个眼睛, 低那个阴人。 我点点头, 这有点像风水先生经常用的罗盘, 然后我看见, 烟斗先是指着西北方, 然后又跳到东南方, 接着就开始在陈先生的手心转圈, 速度快得惊人。 陈先生一把握住铜烟枪, 脸色煞白地讲, 这他妈的就是个鬼哭。 你们这些年轻人, 玩么子不好, 跑到这个地方来玩。 我知道陈先生并不清楚 降人圈子内部的事情, 所以他并不清楚 瞒天过海和五十年一轮回, 但是现在并不是解释的时候, 所以我讲, 现在讲这些迟了, 先就张哈子出来再说。 陈先生讲, 看都看不到, 拉个就。 我讲, 看不到, 你想办法看到? 你是邪将啊? 你不是会降树脉? 陈先生再次不屑地 鄙视了我演讲。 你要晓得, 我是海将不是神仙, 张哈子都被困住了, 老子有本事破。 再讲了, 一个两个哈好讲, 现在这里成百上千, 我能拉个办? 我讲, 难道就站到这里 模子都不搞? 陈先生讲, 你等我看一哈, 我都还没搞清楚状况。 拉个搞? 讲完之后, 就绕到那三口棺材走了一圈, 我看到他越走, 眉头皱得越紧。 我问陈先生, 是不是很难搞? 陈先生讲, 恰恰相反。 我觉得不难搞, 我听到这话, 心里一喜。 我讲, 不难搞, 那就胆紧搞啊。 他讲, 放屁。 老子只是觉得不难搞, 但是具体要拉个搞, 老子哈不晓得。 我当时就猛逼了。 我问, 这两者之间难道有吗此区别? 陈先生讲, 区别大了。 举个例子, 你觉得感冒这个病好治不? 好治吧, 但是现在喊你去给感冒病人开药, 你会开不? 肯定不会。 同样的道理, 我觉得这里应该很好搞, 但是具体要拉个搞, 老子哈真的没想到。 陈先生的话我懂, 但是一时之间很难接受。 在我看来, 他们匠人应该是什么都会, 哪怕是不精通, 至少也会知道一点点。 果然还是我自己这些日子, 来把匠人过度神话了。 就如陈先生讲的, 他们匠人也是人, 不是神。 即便是张哈子, 当初在张家村的时候, 也有差点被搞死的时候。 等等, 灵匠呢? 张哈子被困住了, 可是灵匠呢? 我记得最后的画面, 是灵匠被救公赐晕了。 那他人呢? 虽然我知道张哈子是在开玩笑, 但是万一他肚子里真的有个孩子, 且不认识谁的, 岂不是都是一尸两命? 想到这里, 我赶紧拿着灭刀, 去撬剩下的两口棺材, 一边撬孩, 一边招呼陈先生来帮忙。 陈先生讲, 他们两个又没到这里头, 你撬棺材搞磨子? 我讲, 万一在呢? 陈先生见我执拗, 那个我撬了半天都没撬开的棺材盖子, 竟然就这么一脚被他踹开了, 我当时就目瞪口袋。 这个时候, 我突然想起来, 当初我爸爸被关进棺材里面的时候, 陈先生也是这么一下就把棺材盖子弄开的, 当时还不觉得怎么样, 现在想起来, 才觉得真的牛逼, 那么多的子孙丁, 竟然经不住陈先生的一脚。 我想, 这可能也是他们斜将的本事, 一脚可以踢开所有的子孙丁。 陈先生看到我看傻了, 有些得意的讲, 这是还降低本事, 绝不来。 我没理会陈先生的臭屁, 赶紧让陈先生把另一口棺材也踹开, 之前的这一口棺材里面是空的。 当陈先生踹开第三口棺材的时候, 里面也是空的, 棱将不见了。 而且我突然想到, 我就宫也不见了。 按照道理来讲, 陈先生来了, 他无论如何都要弄出点事情来迎接陈先生。 可是陈先生都进来好一阵了, 还把我从幻象里拉了出来, 但是救宫缺一点动静都没的, 这也太不正常了。 难不成救宫把灵匠给带走了? 陈先生讲, 你先莫急, 出口就那个, 要是他们走了, 我肯定晓得。 我讲, 我们都被鬼迷眼了, 你怎么知道? 陈先生很是不懈地讲, 我到电梯顶上放楼一双阴阳海, 不管阴人阳人, 只要进到电梯里面, 老子都晓得。 我点点头, 陈先生的这一手本事, 有点像张哈子扔出去的那些小指人小弟。 我问, 现在怎么办? 陈先生想了一下讲, 先找一哈, 看一哈, 哪里有门子不对劲低。 我点点头, 准备跟陈先生往里面走, 但是陈先生却转身朝着电梯那边走过去。 我以为陈先生发现了什么, 赶紧跟过去。 到了电梯门口之后, 才发现陈先生解开裤子, 站着就撒了一泡尿。 一边尿海一边对我讲, 赶紧的一起尿。 我讲, 这是搞门子? 陈先生讲, 老子以前不是教过你, 阴人怕水阴人怕水, 不想那些阴人从这里出去, 就赶紧饿尿。 我只好解开裤子撒尿, 陈先生还在一旁指挥我, 这边尿一点, 对对, 就这里。 等一下, 憋住, 那边哈叉一点, 走过来, 到这里尿。 在陈先生的指挥下, 我这一泡尿断断续续发射了四五次, 才总算完成任务。 我提裤子的时候, 看了一眼地面, 发现按照陈先生的指挥, 地面上的那两泡尿, 最后围成了一个圆圈。 陈先生用左脚的脚尖, 在圆圈里面画了一条S线, 然后用左脚在左上方点了一下, 用右脚脚尖在右下方点了一下。 随后从兜里掏出两枚铜钱, 左右手各一枚, 同时在手指之间转动, 还不忘念着一些叨叨的话语。 念完之后, 同时扔出铜钱, 刚好落在脚尖点出的那两个点里面, 一个正面朝上, 一个反面朝上。 做完之后, 陈先生自言自语低讲, 冲力巨大仪器合成, 蓬勃而出零零尽致, 不错, 哈士童子深。 我讲, 什么意思啊? 陈先生讲, 意思就是, 从你刚刚饿尿可以看出, 你哈士童子深。 我惊喜地问, 真的? 陈先生讲, 我骗你搞磨子? 小娃娃, 给你个忠告, 没结婚之前最好莫不深, 对你只有好处没得坏处。 你看到, 张哈子整天掉了当地, 我给你讲, 但他是百分百低童子深。 陈先生这么一讲, 我就更加确定张哈子之前讲的话是虎旧公的。 我就说嘛, 要是我真的和林匠发生关系了, 我怎么可能一点印象都没有? 但随之而来的却又是一阵淡淡的惆怅。 我赶紧把这种情绪给甩掉, 看着陈先生接下来的动作。 我看见他从兜里取出一节红线, 在尿圈的电梯侧摆出了一个奈何桥。 他讲, 就算阴人出去搂, 那个女娃娃也出不去。 做完这一切之后, 陈先生才转身往里面走。 我跟在陈先生的后面, 往地宫深处走去。 刚走没多远, 手机就自动关机了。 本来就是才买的手机, 电煤充满, 闪光灯又一直开着, 自动关机也很正常。 只是地宫里面一下子变得黑暗起来, 只有身后远处的电梯有光线传进来。 但是随着距离越走越远, 电梯那边的光线就变得暗淡起来。 就算陈先生在身边, 多多少少都还是有一点害怕。 于是我找个话题缓解一下这种紧张的气氛。 我问陈先生, 刚刚那个尿圈除了阴人怕水, 还有吗自讲究不? 陈先生讲, 这叫做围城打园, 意思就是不管你有好多阴人过来, 都可以围进去, 而且出不来。 后面再摆一个奈何桥, 这就是横线上面一个圈, 这是什么子字? 我想了想讲, 这是蛋, 古时候蛋字就是这么写的, 表示太阳刚从地平线升起来。 陈先生讲, 对头, 你想, 太阳出来了, 哪里还有阴人敢靠近那个地方? 嘿, 他们敢迷老子第一眼, 老子就把他们都困死到这里, 看哪个手段硬。 不得不说, 陈先生的将数再一次征服了我。 不对, 应该是他们将人的将数, 每一个都是那样的取自于生活, 但是又高于生活, 让人不得不佩服。 我跟着陈先生往里面走了一劫, 身后的光线已经渐渐看不到了, 陈先生在我身后半个身子的距离跟着, 他突然开口喊我停下, 然后对我讲, 小娃娃, 你有没有感觉到有点不大对劲? 陈先生这话一讲, 我叫小的要出事, 但是说实话, 我是真没感觉到哪里不对劲。 陈先生讲, 这里因人不计其数, 以你招应低体制, 为么子浪个酒了, 都没对你动手。 陈先生这话一出口, 我立刻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当初我和张哈子在一起的时候, 进村子都会被那个吃了九颗脑袋的人攻击, 后来和林匠在一起, 上几整颗楼梯的时候, 还被赵家棠搞到境界里面去了, 不管是跟着他们两个谁, 都会引来因人搞事情。 但是现在却完全不一样了, 自从我进来到现在, 如果不算我救公把我关进棺材那一下的话, 那么就真的还没有因人对我出手。 这一点时分, 非常, 肯定不正常。 难道是我招应的体质不在了? 不可能啊。 我摸了摸我脖子上的镇魂灵, 还在啊。 我看了一眼我的脚, 我问陈先生, 我那二十三双阴鞋还在不? 陈先生讲, 不在了, 难道哈能被吃了? 那就没道理啊, 镇魂灵这个阴缘洋人都觊觎的东西, 还在我身上, 二十三双阴鞋也还在我脚上, 那为什么我突然之间就变得不招应了呢? 我问陈先生, 为什么呢? 陈先生摸了摸下巴, 点头讲, 你这个问题问题相当有水平, 不过你是不是忘记楼一点? 这个问题好像是我先问你的。 你现在反过来问我, 你信不信我一孩子抽死你? 我点头讲, 我信, 但是, 现在拉个半。 陈先生看了一眼前面, 然后讲, 走路拉个久, 都没看到镜头, 不能再往里头走了, 再走, 可能就走不回去了。 我晓得陈先生真是害怕了, 说实话, 在一望无际的黑暗里面, 但凡是个人, 都会怕。 我也怕, 如果不是陈先生到, 我估计早就掉头回去了。 往回走的时候, 陈先生还是走在我身后, 隔了半个人的身位。 他问我, 我记得我当时, 喊你到一楼等我, 你拉个, 自己跑下来咯。 我讲, 电梯上来了, 我等了一阵, 没等到, 就下来了。 对了, 你当时搞梅子去了? 陈先生很是疑惑地讲, 难道你没看到? 我问, 看到梅子? 他讲, 纸钱, 你没看到? 我讲, 天上落下来滴纸钱, 是你烧的? 他讲, 不是我烧地, 难道还是你烧地? 老子跑了好多个地方, 才弄到两麻袋纸钱, 结果回来一看, 你个小娃娃居然没到咯? 我善善一笑, 转移话题讲, 你烧纸钱搞梅子? 陈先生讲, 我不烧纸钱, 你从幻象里头出得来。 我点点头, 原来如此。 我估计, 当初张哈子看到那些鹰人黑猫之后, 也可能陷入了幻象中, 所以才会让我烧纸钱给他。 我讲, 你给张哈子烧了没? 陈先生讲, 我又不晓得他生辰八字, 我浪的给他烧。 我问, 烧纸钱还要晓得这个? 他讲, 放屁, 不晓得生辰八字, 不仅要写生辰八字, 烧纸钱低时候, 哈要用左手低小指头, 在纸钱外面画圈圈, 一边画一边喊收钱低那个鹰人来取, 不然钱就白烧了。 陈先生再一次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我以前也跟着爷爷烧过纸钱, 特别是七月半的时候, 会在堂屋里面烧好几个小时, 但是那个时候, 但是那个时候, 我只要负责往里面扔纸钱就行了, 从来没看到过, 还有这么多门门道道。 难道是我爷爷也不懂? 还是他当时烧纸钱仅仅只是为了给孤魂爷鬼用的? 我问, 你给我烧纸钱, 难道你晓得我低生辰八字? 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 是因为在张家村后山的时候, 张哈子讲过, 我的生辰八字把他都给吓到了。 所以我想, 要是陈先生也知道的话, 我就可以问问到底是哪里吓人。 但是陈先生很是直截了当地讲, 不晓得。 我只晓得你低名字和年纪。 我问, 那为什么我可以收到纸钱? 陈先生讲, 你收到个屁。 我那是广撒网, 到这里头低都应该收得到。 我讲, 既然是这样, 那张哈子应该也可以收得到, 魏墨子他没的动静。 陈先生讲, 你问我, 我问哪个去? 等等, 你刚刚讲墨子, 讲纸钱是从哪里来低? 我被陈先生问得有些不知所措。 我讲, 纸钱不是你烧得慢。 陈先生讲, 我不是问你这个, 我是问, 你看到低纸钱是从哪个地方出现低? 我讲, 从天上掉下来低啊, 怎么了? 陈先生十分严肃地问, 你确定是从天上掉下来低? 我点头表示很肯定。 这个时候, 我和陈先生已经走到原来的位置。 我看到陈先生抬头看了一眼天花板, 然后突然间笑了起来。 他讲, 老子总算是小得哪里不对劲哦? 狗日低和老子玩这一招。 我讲, 浪个回事。 陈先生没回答我, 而是反问我, 你难道没觉得这棺材看到起有点不舒服? 我讲, 是有点不舒服, 总感觉哪里不大对劲。 陈先生问, 哪里不对劲? 我讲, 具体哪里不对劲? 我也不晓得。 不过, 我刚刚躺着的那口棺材, 里面没的那棺。 陈先生摇摇头叹息一声, 很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讲。 难怪张哈子讲你蠢。 哪个和你讲地下这些棺材了? 老子和你讲地是脑壳顶上那口棺材。 我抬头看了一眼, 那口棺材还悬在空中, 并没有什么不对劲的。 陈先生讲, 锁子是不是你亲手砍地? 我讲, 如果没被鬼迷眼的话。 是的, 和张哈子他们打交道久了, 我现在讲话都不敢把话讲死。 而是留一个余地, 免得他们到时候又骂我蠢。 他讲, 当时我也到, 我敢保证没被鬼迷眼。 我问你, 锁子断了, 东西是不是要往低下掉? 我讲, 按道理来讲似的, 但是也不一定。 我看到陈先生脸上一阵错愕, 于是我继续解释。 你想, 要是棺材的上面有弹簧拉着, 下面用绳子拉着, 这样也可以是一个玄关。 等我们把绳子砍断, 棺材就自动弹上去了。 这个解释合理不? 我话刚讲完, 我就看到陈先生脱鞋子, 仰起来就要抽我。 我赶紧躲到棺材的另一边去。 陈先生讲, 要是张哈子晓得尚不着天下, 不挨地低玄关被你这么解释。 你信不信他拿灭刀砍你? 我讲, 那不然该怎么解释? 难道棺材还能违背物理原理, 往天上飞了? 陈先生摇头讲, 错了, 棺材并没有往天上飞, 锁子砍断以后, 棺材就落地了。 我讲, 你的意思是, 原来的那口玄关是这三口中间的一口。 陈先生讲, 棺材就是我们脑壳顶上那口棺材。 你拉个哈, 想不明白呢? 我再换个讲法给你解释。 你晓得鬼迷眼是拉个回事不? 我讲, 以前听老一辈讲, 是有阴人骑到肩膀上把眼睛蒙住了, 所以看到的东西并不是真实的东西。 不过我想不通的是, 我出电梯之前用生活手势扇了几下, 连脑壳上的明火都扇了, 怎么可能还会被鬼迷眼? 陈先生讲, 我之前也就是这个问题想不通。 按照道理来讲, 鬼迷眼原本是一个很简单低东西, 把肩膀上低明火烧起来, 鬼迷眼自然就破了。 但是我们两个低明火都没吸, 却哈是被鬼迷眼了。 所以我才讲, 我晓得这个东西不难搞, 但是就是不晓得拉个搞。 不过, 老子现在想通了? 我急忙问, 到底是拉个回事? 难道不是鬼迷眼? 陈先生讲, 就是鬼迷眼, 不过他没骑到我们两个低肩膀上, 而是站到上头, 伸手下来蒙到我们低眼睛。 不对, 不能讲是上头, 我们才是上头, 他们都是站到地上低。 我被陈先生这话搞得晕头转向, 我想了想, 突然震惊地讲, 你的意思是, 我们脑壳顶上的那个地方, 才是真正的地面。 而我们两个现在站的这个地方, 其实才是天花板。 我震惊地看着陈先生, 张大着嘴巴, 不知道该说什么话。 我站着的这个地方, 怎么可能是天花板呢? 如果是天花板, 我怎么没掉下去?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太不科学了。 但是我很快就否定了自己, 我这段时间以来遇到的事情, 那一件事符合科学的了。 而且张哈子也讲过, 排除了所有的不可能, 剩下的那一种, 即便再不可能, 也就是唯一的真相。 于是我问陈先生, 你为何在讲, 我们这里是天花板? 万一那些是那些鹰人, 倒挂到天花板上, 蒙到我们眼睛的呢? 陈先生讲, 你哈, 记得到你, 刚刚讲低纸钱不? 你讲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我讲, 这个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陈先生讲, 放屁! 你肯定听到过, 天上只能掉馅饼。 你难道听到过, 天上掉纸钱低? 阴阳相对, 阴人和我们洋人是相反的, 我们低上, 对他们就是下。 你想一哈, 初病低时候, 是不是都是往天上撒纸钱? 如果这钱是给你过低, 你愿意撒到满天都是低? 肯定不愿意。 那为什么几百年来都是往天上撒纸钱? 那是因为对他们阴人来讲, 我们往天上撒, 他们就是从土里面冒出来低。 我会想了一下, 以前看到过的初病, 低的确确是把之前往天上撒。 但是那个时候, 我只以为这是为了好看, 现在才明白, 原来还有这个讲究。 不得不说, 家人这个圈子里面的东西, 有太多是我不了解的, 想要彻底地融入这个圈子, 要走的路还要很远。 陈先生接到讲, 锁子砍断以后, 棺材就落地了。 所以, 那口棺材现在到我们脑壳顶上。 张哈子灵将他们也都到那边, 就我们两个, 哈挫挫到天花板这边走来走去。 他妈滴, 就算是找到死都找不到。 哈有鬼迷眼, 那些鹰人就是站到地上伸手上来, 蒙到我们眼睛低, 我们两个火焰再高都没得卵用, 照样被鬼迷眼。 这也就能够解释, 为了紫鹰人拉个多, 但是都没对你动手, 因为他们根本就过不来, 最多就是伸手搞个鬼迷眼。 我讲, 不对啊, 你刚刚手里的那根铜烟枪, 不是也只是有好多个鹰人卖? 这一点拉个解释, 陈先生讲, 你玩过指南针没? 你要是拿一块磁铁, 放到指南针低正上方, 你想一哈, 指南针低指针会拉个转。 磁铁和指南针这个实验, 是我小时候上自然课就学到过的。 我晓得这种实验的结果, 就是指南针疯狂地在原地打转, 和陈先生之前手中的那根铜烟枪一模一样。 想到这里, 我彻底地恍然大悟, 虽然一切都可以解释通了, 但是我还是有点难以接受。 这件事对我来讲, 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 但是这是目前来讲唯一合理的解释, 所以这就是真相。 那么, 现在要做的就是怎么去到地面? 陈先生讲, 你会倒立不? 这个问题当初在处理王庆松棺材的时候他就问过我, 我记得当时他给我讲的是, 人体本身就是一个阴阳, 头为阳, 脚为阴, 倒立过来就是颠倒阴阳, 很可惜, 当时我就不会这个姿势。 更可惜的是, 现在过了这么久, 我依旧不会。 陈先生讲, 停工拉个生出个, 你拉个窝囊低孙子, 要是他晓得, 你现在拉个样子, 你讲他会不会再爬出来一次? 我对陈先生的话无言以对, 其实不用他讲, 我自己都晓得自己窝囊废, 尽管我很努力地再学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 好像还是什么事都不能独自解决。 有时候真的在想, 我能够遇到这些事, 就说明我应该是与众不同的。 这种人放到任何一本小说里面, 难道不都是主角吗? 主角不都是有神器的吗? 而且, 一旦拿到神器之后, 难道不应该是日天日地日空气的那种天下无敌吗? 魏莫子到了我这里, 就要天天背下, 还要天天被张哈子骂。 好不容易遇到个笑话灵匠, 感情也是不温不火的, 没得半点进展, 这尼玛和以前看的那些小说套路完全相反啊。 张哈子果然讲的没错, 果然小说都他妈是骗人的, 老子以后再也不看小说了。 陈先生讲, 趴到地上, 我帮你倒过来。 我一眼趴在地上, 然后就看到陈先生走到我脚边, 抓着我的脚踝, 然后慢慢把我倒立起来。 他一边往前走一边讲, 两只手伸直。 好, 准备好, 我要帮你甩过去, 你自己也出点力, 老子没得郎的大低劲。 讲完之后, 陈先生喊一二三, 我弯了一下手肘, 然后在陈先生数到三的时候猛然伸直, 脚踝也传来一股力道, 把我往上面一提。 我感觉到整个世界好像都在翻转, 我上升的趋势不仅没有停下来, 反而越来越快。 就在我感觉都要控制不住身形的时候, 我双脚已经踩到了天花板上, 一阵升腾。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从高处往地下跳一样。 果然如陈先生讲的那样, 这边才是真正的地板, 要不然我也不可能跳得过来。 于是我抬头, 准备喊陈先生也跳过来。 但是我抬头之后, 竟然没看到陈先生, 我惊慌地喊了几声, 都没有得到陈先生的回应。 我害怕得茫然四顾, 心想, 难道陈先生出事了? 就在这时, 我的肩膀被拍了一下, 我下得赶紧往前面跑了几步, 然后才转身过来看。 却看到陈先生一脸不屑地看着我, 讲, 喊你误恼可喊, 要是这边喊话, 那边听得到, 你早就听到张哈子和林匠低话咯, 这个都想不通。 我一听, 还真的是这个道理。 但是我现在已经在这边了, 为什么还是看不到张哈子他们? 陈先生讲, 一屋子低音人, 你看得到才怪。 陈先生讲完话, 我就感觉到肩膀上被拍了一下。 我问陈先生, 我肩膀上的明火熄了。 陈先生讲, 没有, 郎子喽。 我讲, 那你拍我肩膀搞吗? 陈先生讲, 你哪只眼睛看到, 我拍你肩膀了? 讲完这话, 我和陈先生同时面面相去, 然后立刻背靠背站着, 这是在进王二狗屋子那个时候, 就养成的默契。 陈先生讲, 哈有人拍你肩膀没? 我讲, 有。 讲这话的时候, 我自己都能够感觉到我的声音在颤抖。 陈先生就在这里, 可是那家伙竟然还敢这么明目张胆的, 想要拍灭我肩膀上的火焰。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那家伙, 根本就不怕陈先生。 陈先生把脚上的两只鞋子都脱了, 递给我一只, 讲,这次可能有点老火, 你莫怕, 看到阴人就抽他脑壳。 陈先生这么一讲, 我就更加害怕了。 我和陈先生背靠背站着在原地打转, 不是我要转, 是陈先生要转, 他要看一下那个拍我肩膀的阴人到哪里。 但是转了好几个圈之后, 拍我肩膀的那种感觉还在, 却屁都没看到一个。 我和陈先生就这样站在原地, 期间一句话都没说, 不是不想说, 是我不敢说。 我怕一开口, 就引起那些阴人的注意, 然后朝我身上扑过来。 我看着黑漆漆的四周, 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在这个时候, 我感觉到我的脚后跟好像被陈先生踢了一脚, 右脚往前跨了一步, 还没站稳, 左脚的脚后跟也被踢了一脚, 往前迈了一步。 我问陈先生, 你这是要我往前走? 但是陈先生同时发话讲, 你往前面走搞磨子? 我讲, 不是你踢我脚后跟的。 陈先生讲, 走你无脑壳, 老子, 你脑壳又走了。 我根本就控制不住的往前面走了好几步, 然后我感觉到好像踢到了什么东西。 我低头一看, 是一根筷子。 这根筷子我见过, 张哈子每次立水碗筷子的时候, 就是用的这种筷子。 我对陈先生讲, 这是张哈子立地。 陈先生讲, 我看到了, 你看右边, 还有一把小灭刀。 我顺着陈先生指的位置看过去, 看到地上插着一把小型灭刀。 在看到小灭刀的瞬间, 我兴奋地大喊, 炸鬼刀! 我话音刚落, 就听到前方黑暗处传来一个再见不过的声音。 我日你, 乌个仙人板板, 你个狗日滴, 你要是再来晚点, 老子就要下去陪我乌仙人搓麻将老。 说句有点矫情的话, 听到张哈子声音的那一刻, 我是真的都快激动地哭了, 只要还能听到他的声音, 就说明他还活着。 于是我满心欢喜地朝着他声音传来的那个方向, 大喊了一声, 灵匠还好不? 我听到对面咳嗽了好几声, 应该是被我刚刚那个问题呛到了。 于是我换了个方式问, 你死了没? 灵匠应该没的是吧? 我话讲完之后, 我就听到张哈子剧烈地呛咳了几声, 应该是被我刚刚的问题呛到了。 然后他一如既往很客气地回应我, 他讲, 我日你乌个仙人板板, 你个狗日滴, 有种你过来, 老子保证不打死你。 以张哈子的脾气, 要是放在以前, 早就拿着灭刀冲过来, 要砍死我了, 绝对不会喊出让我过去的话。 他肯定出事了。 我和陈先生急急忙忙往前走过去, 跑出几步之后, 我就发现有点不对劲。 我问陈先生, 有人拍你肩膀没有? 陈先生边走边讲, 没的, 郎哥喽? 我讲, 我也没的。 陈先生停下来, 上下打亮了我一眼。 讲, 没的莫子古怪, 讲不到是那人怕割张哈子, 我点点头, 觉得很有这种可能, 毕竟张哈子的名头太响了, 让那些阴人闻风丧胆, 也不是没的可能。 虽然觉得, 好像有些不大对劲, 但是就张哈子要紧。 于是我继续往前面走, 但是走着走着, 我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 走了这么久, 我竟然只听到我一个人的脚步声。 我急忙转身去看, 哪里还有陈先生的身影, 整个黑漆漆的地宫, 就只有我一个人。 果然还是有阴人对我出手了, 即便是陈先生, 就一直跟在我身后, 还是没能阻止他们对我动手。 那么之前陈先生讲, 阴人被张哈子吓走了这个假设, 就完全不成立。 不仅不成立, 而且恰恰相反, 他们不是被张哈子吓走了, 而是因为计谋得逞了, 顺利地将我肩膀上的明火给排袭了。 我赶紧用生活手势, 拍了拍我自己的肩膀。 刚刚拍完, 我竟然看见张哈子在前面神色匆匆地一路小跑, 他从血阵里面逃出来了。 他是怎么逃出来的? 难道是扎鬼刀? 我不清楚, 于是我急忙跟上去。 不管怎样, 跟在张哈子身边总归是安全的多。 我看见他一边跑还一边摇头晃脑的, 这让我想起了以前见到过的那些道士先生, 他们念咒的时候就喜欢摇头晃脑。 难道张哈子发现了什么? 所以才一边念咒一边往那边赶过去? 难道是发现了灵匠的位置? 想到这里, 我赶紧追着张哈子的背影往前跑。 我一边跑, 还一边用生活手势拍自己的肩膀, 生怕把张哈子给跟丢了。 至于陈先生, 我想没有了我拖累, 他反而更安全。 我试着喊了几声张哈子, 但是他都没有停下来, 反而是越跑越快。 边跑还边对我讲, 我日泥, 乌个仙人板板, 快跟上来, 你个哈错错。 听到他这话, 我赶紧加快速度跟上去。 等我加快速度之后, 我发现他也加快了速度。 而且, 他越跑越快, 搞得我都有点跟不上他的速度了。 跑着跑着, 我发现他跑得越快, 他摇头晃脑的就越快, 好像是遇到了什么紧急的事情, 咒语稍微念慢一点, 就要出师一样。 难道是灵匠要出师? 我下得赶紧迈开步子追上去, 可是不管我跑得多快, 距离他都有一定的距离, 这一下让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难道是我遇到了假的张哈子, 是故意要引我到某个地方去? 鬼引路? 于是我试着放慢了速度, 但是张哈子还是保持着那个速度, 我顿时就慌了, 赶紧追上去。 这个时候张哈子的声音再次传来, 我日你, 无个仙人板板, 快跟上来, 你个哈错错。 跟了一段路之后, 我都已经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了, 可是张哈子却还是剑步如飞, 难道他们叫人的体能都是这样牛逼? 于是我大声喊, 跑浪得快, 你赶着去投胎卖? 张哈子没回我, 应该是不屑回我。 我不服气的一咬牙, 加快速度, 继续跟上去。 要不说人的潜力都是无限的, 你如果不努力逼自己一下, 你永远都不知道原来你可以跑得这么快。 我就是典型的例子, 我咬牙之后, 很快就追了上去, 距离张哈子的距离越来越短。 我也能更加清晰地看见张哈子在干什么, 我看见他两条胳膊都放在身前, 应该是捏着手印或者扎指人什么的。 但不得不佩服的是, 张哈子居然不用甩胳膊都能跑这么快, 实在是有些出乎意料。 我记得以前有不倒国的忍者动漫, 里面的忍者跑起来的时候, 就是把手伸到身后, 而不是前后甩胳膊。 当时我觉得是扯淡, 现在看到张哈子也可以跑这么快, 我才正式起来。 又跑了一段路之后, 我喊了几声张哈子, 喊他等一喊我, 我实在是跑不动了。 但是他依旧没有回应我, 我想, 他应该是在念一个很复杂的咒语, 类似太上老君吉吉如律令之类的, 中间不能断, 否则就前功尽弃这样。 但是, 我记得这个说法, 好像也是在某一部电影里面看见的, 搞得我有点开始怀疑这个说法的正确性。 但不管怎样, 我还是继续跟着, 要不然怎么办? 没了张哈子, 我哪里都去不来哦。 又跟了一段路之后, 我想, 你就算是在长的咒语, 也应该念完了。 于是我又喊了几声, 然后我就看见张哈子, 好像回头看了我一眼。 他讲, 我日你, 捂个仙人版版, 快跟上来, 你个哈错错。 看到张哈子的这个动作, 我总算是心安一些, 这样至少代表他是晓得我在跟着他的, 应该不至于丢下我不管。 有了这个心理支撑之后, 我发现我跑起来都显得特别有劲, 一路上跟着张哈子跑了很长一段路, 竟然都没有之前那么费力了。 可是张哈子就刚刚冲我回了一下头之后, 就又继续往前跑了, 和之前一模一样的方法, 一边摇头晃脑, 一边往前跑。 只不过, 这次的速度没有之前那么快, 于是我快跑几步, 总算是拉近了和张哈子的距离。 我叫了一声张哈子, 本来只是想要通过声音来告诉他我跟上来了, 在他面炫耀一番, 可是我没想到张哈子竟然停了下来, 难道是找到林匠的所在了? 我跟上去站在张哈子身后的半个身位处, 看了一眼四周, 并没有看到林匠。 我问张哈子, 林匠呢? 张哈子并没有回答我, 我还以为是我说话声音小了, 他没听到, 于是我再问一遍, 可是他还是没有回应我。 我有些微怒地伸手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当然了, 是用生活手势拍的, 我怕把他肩上的明火拍戏。 可是这一拍, 我听见咕咚一声, 张哈子的脑袋竟然从脖子上掉到了地上, 还在地上滚了好几圈。 张哈子死了? 啊! 我一声惨叫, 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 脚下一个没站稳, 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完了, 张哈子死了。 难怪他不跑了, 原来是死掉了。 可是, 为什么他会突然之间死掉了? 难道是这里有一根很细的铁丝, 而张哈子刚刚又跑得太快, 所以脑袋直接被冻断了。 不对, 要是这样的话, 脖子上应该有血喷出来啊。 为什么张哈子的脖子上没血? 我刚想着, 就看见眼前的那个身体, 竟然自己走到脑袋面前, 伸手捡起来, 往自己的脖子上一插。 他, 他根本就不是张哈子。 刚死的人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动作? 更何况, 他的脑袋都插反了。 他身体背对着我, 可脑袋却是正对着我, 直接和我面对面。 而那张脸, 颜色铁青, 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人的脸。 难怪他之前跑的时候, 摇头晃脑, 原来是他的脑袋, 是插在脖子上的。 我突然想到一点, 这四周那么黑, 伸手不见五指。 我和张哈子之前又隔了那么远, 要看见他的背影都很困难, 又怎么可能看得见他回头看我。 这么不正常的事情, 我怎么没有早一点发现? 我没来得及自责, 因为我得思考, 现在怎么办? 跑! 可是, 就在我正准备起身逃跑的时候, 我却看见那东西转过身来。 四周虽然一片漆黑, 我却清楚地看见, 那家伙的手里, 竟然抱着一颗脑袋。 而那颗脑袋, 不是别人, 正是闭着眼睛的张哈子。 张哈子的脑袋, 突然睁开眼睛, 笑嘻嘻地对我讲, 我日你, 乌个仙人板板, 快跟上来, 你个哈措措。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我敢肯定, 我的心跳已经停止了。 我大大小小, 也算是经历过不计其数的恐怖事件了。 我原本以为在火车上的小女孩, 是最恐怖的。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从来都没有什么事, 是最恐怖的, 只有最恐怖的。 但是像今天这样, 能把我吓到心脏停止的。 还是第一次, 我很快就镇定下来。 我并不相信张哈子就这么死了。 那家伙怀里抱着的那颗脑袋, 肯定是假的。 是我的幻觉。 但是我虽然这么认为, 但是心里还是很害怕。 我害怕张哈子真的死了。 毕竟他被我救公摆了一道, 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 谁也不能保证他能不能坚持得住。 我现在只能祈祷他真的如匠人圈子里传言的那样, 六十年前落朝廷, 六十年后张破鲁。 我刚想完, 张哈子的那颗脑袋又笑嘻嘻地对我讲, 我日你, 屋个仙人板板, 快跟上来。 你个哈措措, 他脸上的笑是那么的诡异。 诡异的, 完全不像是张哈子的性格。 于是我认定这肯定是假的。 但是这个念头刚起, 我就被另外一个念头给否定了。 当年的陈泥匠, 那么老实巴交的一个人, 死了之后, 不也是变得那么诡异吗? 当初要不是陈先生用红线长官, 说不定他都要启示。 陈先生对我讲过, 这就是他们匠人的命, 死后肯定会和生前大不一样。 基于这一点, 我再一次不确定张哈子是不是真的死了。 但是, 不管张哈子是死了还是没死, 我都不能再待在这个地方。 他把我引来这里, 肯定就说明了, 这个地方他们有利而对我不利。 于是我鼓起勇气, 甩了甩两条腿, 然后爬起来, 转身就往原来的地方跑。 但是我刚转身, 我就看见一个面色铁青的家伙, 站在我面前。 因为转身的原因, 我甚至是差点和他面碰面, 鼻尖之间的距离只有几公分那么近。 我被吓得下意识地后退两步, 然后就看到那个家伙的怀里, 竟然有也抱着张哈子的脑袋。 我赶紧换个方向, 但是在这边也有一个抱着张哈子脑袋的人。 我颤抖着环顾四周, 这才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周围竟然已经围满了人, 他们的样子全部一样, 脸色铁青。 而且他们的怀里, 毫无例外地都抱着一个张哈子的脑袋。 这些脑袋全部重复着同一句话, 我日你, 捂个仙人板板, 快跟上来, 你个哈措措。 仿佛整个地宫都在回想着你个哈措措这句话。 要说不害怕绝对是假的, 就算这些家伙全部都是洋人, 被这么团团包围着, 都很叫人害怕好吗? 更何况还全是阴人。 不过, 我心里其实是高兴的, 因为看到这么多张哈子的脑袋, 我就知道, 我现在看到的绝对是幻象, 张哈子肯定没事。 我想, 这可能也是鬼灭, 于是我用生活手势拍了几下我的肩膀, 但是并没有效果, 这些鹰人还在这里, 他们把我围成一个圈, 渐渐地朝着我靠过来。 我试图去突围, 但是当我点击脚尖, 看了一下外围情况之后, 我就果断地放弃了这种想法。 因为我看见, 在这地宫里, 以我为原性, 那些鹰人一直往外延伸, 密密麻麻, 布满了整个地宫, 不管选择哪个方向, 我想, 以我的实力, 最多突破一两层, 然后就会彻底地被困死在里面。 也不知道, 他们会不会把我的脑袋给拧下来, 然后抱在怀里, 用我的脑袋去骗张哈子他们。 张哈子肯定不会相信, 我估计以他的脾气, 要是喊几声没答应的话, 肯定会把他手里的灭刀扔出去, 直插那人的后背。 但是陈先生和林匠就说不定了, 他们两个很可能会相信。 怎么办? 就在我无计可施的时候, 我听到头顶传来一声极其威严的声音, 鸿蒙定太虚, 阴阳声两疑, 天地有正气, 恭请扎鬼刀。 扎? 这是张哈子的声音, 正宗张哈子的声音。 他最后的那个字, 声音一直拖得很长, 声音没断, 我就看见这漆黑的地宫 一下子变得明亮起来, 在天空中, 一把耀眼的灭刀从天而降, 对着我面前的一个阴人脑袋笔直地插下。 我甚至都能感受到, 那把灭刀刀锋的寒气, 刮得脸皮都有些生疼。 而且, 那灭刀直接插进地里, 整个大队似乎都颤抖了一下, 那被扎中的阴人顿时消失的无影无踪。 就在我对张哈子的手段叹为观止的时候, 我才发现, 我还是小看了张哈子。 刚刚那惊天动地的一刀, 才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张哈子的那一声扎还没断音, 第一把灭刀自空中扎下来之后, 我看见, 漫天的空中, 一把把灭刀从天而降, 刀尖深寒, 刀刃锋芒, 对着地上的那些阴人笔之扎下, 就像是落了一场灭刀雨, 整个空中, 无边无际, 目之所及处, 到处都是扎下来的灭刀, 仿佛整个天地都要被这一声扎给扎的天崩地裂。 那恢弘的气势, 那雄壮的扎声, 充斥着整个地宫, 声势不绝, 扎刀不断。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 张哈子用这么大规模的攻击性将术, 但是就这一次, 我就彻彻底底地被折服了。 上次张木也用过扎鬼刀, 但最后的结果是, 他断了一条胳膊, 而且我也没感受到那种山崩地裂的气势。 我是事后才知道, 张哈子念的那一声其实不是炸, 而是炸。 我以前在图书馆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迷恋过佛道两家的历史, 看过相关方面的书, 在书上有记载, 炸, 这个字, 传说中是天地间的第一个声音, 而发出这个声音的, 就是那开天辟地的盘古。 相传盘古陨落后, 各方妖邪纷纷前来欲要吞噬盘古血肉, 可是盘古此时早已生化山河无法动弹, 危机之际, 盘古怒然大吼一声炸, 将各方妖邪纷纷诛杀。 因此, 炸这个字蕴含着天道至高无上的圣威, 是万邪, 诸恶的克星, 有着不可匹敌的力量。 而且, 唐朝礼静的三个儿子, 也都以炸为名。 难怪上次和陈先生遇到阴人黑猫的时候, 陈先生也是喊了一声炸, 当时我的耳朵都还差点被震聋。 这一场气势恢弘的扎鬼刀, 前前后后一共持续了数分钟, 张哈子的那一声就好像是钟鸣一样, 底气十足, 经久不绝。 当最后一把灭刀扎进地面之后, 整个地宫再没有一个阴人。 张哈子收声, 那些扎在地里的灭刀随着声音的消失, 也立刻消失不见, 整个地面就好像是什么也不曾出现过一样。 我从张哈子的声音已经听出他的方位, 等到灭刀消失后, 我立刻往那边跑过去。 我就看见陈先生站在一旁, 在他的前面, 站着一个人, 他伸开着双臂,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看身材, 绝对就是张哈子。 我一开始还以为张哈子伸开双手, 是想要和我来一个久别重逢。 心里虽然有些抵触, 两个大男人抱在一起, 但是重生的喜悦已经顾不上那么多, 于是我加快速度跑过去。 可是当我跑到陈先生身旁的时候, 我的脚步戛然而止, 因为我看见, 在我的面前, 张哈子全身上下, 血红一片, 特别是他的脑袋, 无论是眼睛, 耳朵, 还是鼻子, 嘴巴, 全部往外伸着烟红的血液。 蹊跷流血! 张哈子看到我来了之后, 勉强着惨然地笑了一声, 有气无力地对我讲, 我日你屋, 算老, 老子现在没得力气日老。 哈错错, 老子对不起你。 听到这话, 我心里一惊, 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我问, 拉个回事, 张哈子讲, 你婆娘不见老。 张哈子的话不像是开玩笑, 他这么骄傲的人, 即便真的是他错了, 他也不可能会低头向人道歉。 可是他现在这么做了, 而且他的表情是那么严肃, 这才让我觉得有些惊慌失措起来。 我问张哈子,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张哈子刚准备讲话, 陈先生就先打断了张哈子。 对我讲, 你婆娘低事后面再讲, 你看哈张哈子的样子, 再不想办法把他搞出来, 他就死到你面前了。 陈先生这话让我意识到, 张哈子现在也身处危险之中, 但是我却只想到灵匠的事, 却忽略了他的生死。 而张哈子再见到我之后, 首先想到的却不是让我救他, 而是讲灵匠的事情, 哪个人品更高, 一下子就对比出来了。 我想, 我和张哈子相差的, 不仅仅只是匠书那么简单, 还有做人做事, 各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我十分抱歉地, 看了陈先生和张哈子一眼, 然后问张哈子, 讲, 现在拉个半才能把你救出来。 张哈子本来要开口讲话, 但再次被陈先生打断。 陈先生先是对张哈子讲, 你先莫及到讲话, 省点力气多撑一哈。 然后陈先生对我讲, 你也是, 这种问题你问他, 他要是晓得郎的出来, 早就出来了, 他会等到这个时候。 我一想确实如此, 是我病急乱投医了。 我问陈先生, 你老见多识广, 你有么子办法没? 陈先生听到我的话, 很是鄙视地看了我一眼, 讲, 你是不是刚刚被黑哈咯? 这种废话, 你也问得出来。 这个匠数, 就是我们还降一脉低? 你讲老子有办法没的。 我一拍脑门, 恍然大悟。 对啊, 这个匠数, 就是从十三太保落子定里面演变过来的, 陈先生当然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我讲, 那还等什么? 赶紧上去救人啊。 陈先生摇摇头, 对我讲, 你看到张哈子面前那些脚印没? 前前后后一共十三步, 这原本是我们还降一脉低十三太保落子定。 哦, 这个棋手是你之前到王二狗地院子里看到过, 不过那个时候, 用低是铜钱, 这里是脚印, 其实都是一个道理。 不过这个和十三太保落子定有点不同。 你现在要是乱冲进去, 张哈子没死, 你先死啊。 我问, 有这么厉害? 陈先生冷哼一声讲, 十三太保落子定本身就是我们还降一脉低压相抵, 要是没得点真本事, 浪个对得起还降成百上千年来低传承。 你晓得, 魏莫子喊过十三太保慢? 我摇头讲, 不晓得。 陈先生讲, 钱, 对, 黎, 镇, 训, 砍, 顿, 坤, 先天八卦, 金, 木, 水, 火, 土生客五行, 视为十三太保, 八方之卦各占其位, 武行生客长胜不息, 入局者迷, 逆局者困, 困局者死, 无一例外。 陈先生讲完, 我虽然不是很懂, 但是还是能够理解一个大概, 意思就是讲, 只要进入了十三太保的局里面, 必死无疑。 所以, 陈先生才会阻止我上前去救张哈子。 但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施展这个将数的人怎么办? 难道也困死在里面? 陈先生讲, 天下将数, 有利就有破。 没得哪个将数是天下无敌低, 也没得哪个将数是完全没得破解之法低。 十三太保也是一样低, 既然是先天八卦, 自然就有八门遁甲, 其中有一门是生门, 这个你晓得不? 我点点头, 表示自己晓得。 而且, 陈先生之前讲的那句, 有利就有破这话, 和张建老爷子, 在那口巨大的血关里面讲的一模一样。 我估计, 这就是他们老一辈, 对将数的深刻认识。 陈先生点了点头, 讲, 你要是晓得, 这就好解释多了。 八门遁甲, 生门为一。 施展十三太保落子定低将人, 会首先选好一个生门, 从这个生门施展将数敌人就可以出来, 因为这个生门只有他自己晓得, 而且一旦施术者出来之后, 就可以马上改变生门低位置, 这样一来, 其他人根本就不晓得生门到底到哪里。 不过按照老一辈的手段, 一般都是把第一枚铜钱当作生门, 取义留一条活路低意思。 我想到, 当初我救工被张建陷害的时候, 张建库管里面调出来的指人, 就是把他的第一枚铜钱给改变了一下方向。 当时我并不明白其中的原理, 现在看来, 应该就是张建把生门的位置给变了, 所以我救工才困在里面出不来。 我讲, 既然一般都是第一枚铜钱是生门, 那岂不是很容易被人识破? 陈先生讲, 这是我们还将一脉低传统, 哪个蠢到把这种东西传出去? 再讲咯, 万一第一枚铜钱不是生门, 那就是谁碰谁入局。 你自己讲, 哪个有脑的大低胆子, 感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试一哈? 听到这里, 我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难怪当初是张建用一个小指人去改变生门的位置, 而不是他亲自去。 原来是害怕第一枚铜钱并不是生门。 第二, 张建不是邪匠, 但是晓得邪匠内部这个盖部外传递秘密, 唯一的解释就是我爷爷告诉他的。 我爷爷肯定是偷学了鞋匠的本事, 这一点从他教陈先生制作阴阳鞋就可以证明。 虽然我爷爷是学了鞋匠的匠术, 但是他当时也不太确定第一枚是不是真的生门。 为了找个小白鼠实验者, 于是他就把这个秘密告诉给了张建, 然后利用张家的手段派出一个小指人去。 等等, 要是这么算下来的话, 那么要杀我旧公的就不是张建了, 而是我爷爷, 因为张建只不过是他找来改变十三太保生门的帮手。 得出这个结论后, 我感觉到天地间一阵摇晃。 旧公说我爷爷杀了我奶奶, 现在分析得出旧公也是他杀的, 就算不是他动的手, 也是他一手谋划的。 那我爷爷岂不是一个专杀亲人的大魔头? 想到这里, 我后背一阵发凉。 我赶紧把这个可怕的想法压下, 转移话题问陈先生, 那现在怎么办? 这个局是不是和以前一样, 生门也在第一枚铜钱的位置? 陈先生讲, 外面要是看得出来, 也就不是十三太保了。 我问, 那现在怎么办? 陈先生讲, 哈能拉个吧? 只有老子进去看一哈, 看看能不能找到生门, 把张哈子带出来。 我又问, 万一你进去了, 也找不到, 拉个吧? 陈先生讲, 那你就找你婆娘去, 不要管我们两个了。 我听到这话心意惊, 我讲, 你有几成把握? 陈先生讲, 现在半点都没的, 要进去看楼才晓得。 陈先生把话讲完, 就从身上取出一节红线, 然后伸手一拉, 就拉出一段红线, 把线头交到我手里, 让我绑在左手腕上, 然后另一头他绑在他的右手腕上, 一边走, 红线一边拉长。 他对我讲, 你往后退几步, 莫靠近这些寒意。 等你看到我有些不对劲了, 你就把我拉回来。 我点点头, 这有点像张木当时和我的做法, 不过清测以后, 感觉并没有什么卵用。 随后, 陈先生又对我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 我都一一记下了。 但是陈先生交代的越多, 就越是说明陈先生自己都没有什么把握。 我虽然看穿了陈先生的小心思, 但是我不敢讲出来。 而且, 我突然冒出一股子不安的感觉, 我总觉得, 事情应该不止那么简单, 应该有个东西被我们一直忽略了。 但是到底是什么, 我一时之间又想不起来。 我看见陈先生在进去之前, 先把脚上的两只鞋子脱了, 往前走了几步, 正准备迈过第一个鞋印的时候, 我听到张哈子那有气无力的声音传来。 他讲, 现在这个局, 除老哈措措以外, 哪个进来哪个死。 张哈子这话讲完, 我突然想明白, 到底是哪里不对劲了。 从我进来到现在, 这么久过去了, 为什么玄关里面的郑主, 始终没有露面? 按照道理来讲, 我和张哈子在张家村搞砸了他的计划。 而且, 我还得到了一个所谓的天大便宜。 虽然张哈子没给我说, 这个天大便宜是什么, 但是我想, 应该和那个老不死的绝对有关。 既然如此的话, 那他就更应该搞死我。 可是为什么到了现在, 那个家伙一直这么安静? 这种安静让我觉得很是异常。 不对, 那家伙肯定不会就这么安静下去。 所谓的安静, 肯定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很可能就是狂风暴雨。 听到张哈子的话, 陈先生伸出去的那只脚, 停在空中, 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该落下, 还是该收回。 陈先生看了一眼张哈子, 又看了一眼我, 然后对张哈子讲, 你第一次是, 喊这个小娃娃进去救你。 张哈子有气无力地讲, 那不然喊你这个陈汉祸进来, 你自己好好看看, 这个十三太宝是你破的老低。 我看见陈先生听到张哈子的这话之后, 很明显地身体震了一下, 然后收回了那只停在空中的脚, 摇了摇头讲, 你以前不是经常讲, 不是一哈拉的小德。 张哈子讲, 你死不死老子懒得管你, 但是, 你莫把你滴死这个因果, 加到我脑壳上。 我被他们两个的对话, 搞得有点梦了。 我问陈先生, 到底是当个回事, 你不是讲进去看一下吗? 魏莫子张哈子讲出了我, 哪个进去哪个死? 陈先生苦笑一声, 仅仅只讲了四个字, 我便恍然大悟。 他讲, 三差两错。 他们匠人, 不管是哪个, 都会有三差两错。 要是匠人进到十三太宝里面, 三差两错的效果一叠加, 想不死都不可能。 这也就是陈先生之前, 为什么要把鞋子脱掉的原因。 他这是为了尽量地避免他鞋匠的身份。 但是三差两错, 怎么可能就因为鞋匠把鞋子脱了, 就不找他了? 难怪张哈子讲, 现在这个十三太宝除了我以外, 谁进去谁死, 能够来到这个地方的, 肯定都是匠人, 除了我以外。 想明白了这一点, 我对陈先生讲, 陈先生, 晓得你本事大, 不过要当英雄, 也不是拉个搞法呀。 你明晓得进去就是送死, 你还往里面冲? 不可能喊你进去撒, 你屁都不晓得, 进去不是等于送死。 我出来的时候, 你爹老子和娘, 老子千叮咛万叮嘱滴讲, 喊你毕业咯, 回去看哈他们。 你要是死老, 他们两个老低郎的办。 再讲了, 你哈年轻, 不能死。 老子都一大把年纪咯, 死就死了。 一想到屋里的两个老的, 我的心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 但是陈先生后面讲, 因为我年轻就不能死, 他年纪大死就死了这话, 我觉得不对,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都应该好好地活着, 不存在谁能死谁不能死的比较。 于是我绕过陈先生, 抬脚就准备往里面走进去, 但是脚抬到半空中的时候, 我突然意识到, 好像哪里有点不大对劲, 于是然后看了一下陈先生的腰。 这一眼之后, 我就不自觉地往后面退了好几步, 距离陈先生也隔开了一段距离。 我问陈先生, 你的铜烟枪呢? 陈先生愣了一下, 讲, 掉到脑壳上头了。 你问这个搞吗在? 我摇头讲, 你不是陈先生吗? 讲话的时候, 我又往后面退了几步, 和陈先生的距离, 拉开得更加远了一些。 陈先生讲, 你个小娃娃, 脑壳打铁了? 我不是陈先生, 我是哪个? 我讲, 我不晓得你是哪个, 但是我晓得, 你肯定不是陈先生。 他讲, 就凭我没的铜烟枪, 就认为我不是陈先生。 难怪张哈子, 讲你个小娃娃, 是个哈措措。 我摇头讲, 铜烟枪只是一个佐证, 最主要的是你之前, 讲的那句话。 陈先生讲, 摸子话? 我讲, 我爸妈一辈子都是, 希望我能毕业后, 尽快在重庆找一份工作, 不要再回那个山沟沟。 我上次出门的时候, 他们都还喊我好好读书, 以后, 在重庆定居下来。 陈先生讲, 看来你个小娃娃, 是真低蠢, 天底下, 我摇头讲, 确实没得这种父母。 但是, 你还是不了解我爸妈。 他们两个, 宁愿自己多承受一点思念之苦, 也希望我能够跳出大山。 所以, 我爸包了村子里面, 拉个多滴包谷地, 一挑一挑滴, 把包谷挑到镇上去卖, 就是为了供我上学读书。 有一年, 因为有事要留到重庆不能回去过年, 我打电话到村支书家, 让他喊我爸妈过来回个电话。 但是半个小时候, 村支书回电话给我, 讲我爸妈不来回电话。 我当时就晓得, 他们这是不让我念着他们。 你讲, 他们拉个可能喊我回去看看他们。 我把双手背到身后, 然后继续对陈先生讲。 加上陈先生腰上的那根铜烟枪, 是他先被留下来滴, 就算是他搞掉丢了, 那根铜烟枪也不可能搞掉丢。 最后一点, 就算是平时游戏里面的打怪升级, 也应该要见大boss。 但是我进来这么久了, 连郑主的影子都没见到。 你觉得这合理卖? 所以, 如果我没猜错, 真正的陈先生现在应该还到那边, 而你应该就是那口血管里面的郑主吧。 我话讲完, 就看到我面前的陈先生哈哈大笑起来, 然后他笑到其讲。 那如果我是假低, 我会亲自去进十三太宝。 这一点又怎么解释? 我讲, 因为你晓得张哈子不会让你进去, 所以你特地这么来一手, 为的就是让我心甘情愿地进去。 不过终究还是言多必失, 露出了破绽。 陈先生点了点头, 短暂的沉默之后, 他讲, 好, 非常好。 五十年前老子就输到你爷爷低手里, 五十年后又被你看穿了。 你们洛家很可能真低就是上天派下来对付我地克星。 但是, 你好像有一点搞错了, 那就是五十年前, 你爷爷精通各家匠术, 但我看你除了一身书生一气, 全身上下没得半点匠气, 应该是半点匠术都不会吧。 你打算拿什么对付我? 我摇头讲, 我没打算对付你。 陈先生听到这话一愣, 讲, 难道你不打算就张哈子了? 还是讲, 你认为张哈子也是假的? 我虽然看着陈先生, 但还是略微低了低头, 用余光盯着地面, 心里有些焦急, 但是脸上还是保持着镇定。 我讲, 张哈子肯定是真的, 而且人也肯定是要救的, 但是用不着对付你。 他讲, 你不对付我, 难道就不怕我弄死你? 我摇头讲, 你也不要虚张声势了, 你的本体早就没到这里了, 要不然, 你早就搞死我了, 还会拐弯抹角的, 骗我进十三太宝。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林将应该就是被你的本体带走了, 这点我等会儿再和你计较, 现在我要先就张哈子去了。 我话讲完, 把背在身后的手放到胸前来, 一个大莲花印呈现在眼前, 在背后试验了好几次, 我余光看见, 地上出现了一朵莲花的影子, 这才保持好手势, 放在身前来结意。 一朵莲花出现在陈先生的脚下, 然后以陈先生为中心, 周围生出一朵又一朵莲花, 把陈先生团团围在中央, 我并不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 我只是想着, 当初看西游记的时候, 观音菩萨好像就是用这种手段, 控制住了红孩, 于是心里这么想着, 结果莲花就真的出现, 组成了一个莲花台的样子。 陈先生讲, 也是我现在只是一个手无魂, 要是本体到这里, 你认为这个小小滴大莲花硬能困得住我? 我讲, 不管黑猫白猫, 能捉到老鼠子就是好猫, 这话是你这副样子的原主人陈先生跟我讲的。 他听完后笑到起讲, 就算你把我困到起了, 你觉得你有办法救出张哈子? 我讲, 可能又要让你失望了, 我已经想到哪个就张哈子了。 讲完之后, 我走向那口落在地面的巨大红色棺材, 我看了一眼张哈子, 发现他已经全身血红, 略微地低着头。 因为他的眼睛太小, 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是醒着还是已经晕过去了。 就在我看着他的时候, 我看到他忽然抬起头来瞪了我一眼, 其实也算不上是瞪, 毕竟他的眼睛就那么大一点, 但是总归是要比平日里的大一些, 仅仅只是一些而已。 他讲, 我日你, 巫个仙人板板。 你是真迪晓德, 拉个姐哈士装逼的? 我讲, 应该是真迪晓德吧? 其实我并不是很确定, 但是总要试一试不试。 张哈子讲完话之后, 就重新耸拉着脑袋, 看上去是真的已经很虚弱了。 我赶紧快走几步, 来到那口巨大的棺材旁边, 绕着他走了一圈, 但是并没有找到我想要找的东西。 我一开始还抱着希望, 认为棺材掉下来的时候会翻几下。 现在看来, 应该是正正规规地掉下来, 棺材底着地。 这下子就有点难办了。 我听见陈先生讲, 你能想到这一点? 确实难得。 不过哈士那句老话, 你一个书生, 拉个可能把这口棺材翻过来。 我没理会他。 而是在思考着该怎么办。 如果是一口普通的成年人棺材, 我努把力很可能可以把棺材给推翻。 但是这口棺材仅仅就高度, 都要比我高出一截, 就算是再来三个骆小羊, 都不一定能够把棺材推倒。 但是我还是不甘心地试了一下, 我发现这口棺材就像是一座山一样, 纹丝不动。 张哈子应该也听到了陈先生的话, 他挣扎着问我, 哈措措, 你推棺材搞门子? 我讲, 一时半会儿和你解释不清楚, 但是要救你低方法, 就被这口棺材压到的。 只要把棺材推倒, 我就有办法救你。 我看到张哈子脸上一脸震惊, 然后我也马上跟着震惊起来。 我突然想到, 我刚刚讲话的语气, 难道不是以前张哈子和陈先生他们, 对我讲话的管用词吗? 一时半会儿和你解释不清楚, 这是我以前听过最多的话, 然后我只要按照他们的指示, 去做就行了。 没想到现在却反过来了, 这句话居然从我嘴里讲出来了, 而听众, 竟然是张哈子。 对于这种角色的互换, 张哈子肯定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我也是一样。 要是换在以前, 打死我都不会想到, 我也会有对张哈子讲出这句话的时候。 但是张哈子毕竟是张哈子, 还是他先打破陈墨? 他问我, 你个哈措措, 你确定就到棺材下头? 你拉个蠢, 你莫搞错了? 我讲, 我肯定, 只要棺材能够翻一下, 我就有办法。 我看见张哈子很是艰难地点了点头, 然后对我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你个狗日地, 老子就信你一次。 你要是骗老子, 老子做鬼都算老, 像我这么帅低人, 估计没得做鬼低机会。 我听到这话一阵无语, 都什么时候了, 他还这么吊锒铛。 我讲, 骗不骗你, 我现在都没得办法把棺材翻过来。 张哈子讲, 你个哈措措, 你这个智商真低是硬伤, 你忘记这里哈有一个大帅锅, 重庆话, 把帅哥都喊做帅锅。 我讲, 你自身都难保了, 就莫逞强了, 我自己想想办法。 他现在这副样子, 确实已经很恐怖了, 不管是脸上还是身上, 都是一层鲜红, 就好像是从奈何里面刚刚爬出来一样。 如果不是知道他是张哈子, 大晚上的看到这种造型, 不黑死才怪。 张哈子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看不起老子是吧? 少他妈放屁, 准备好, 老子帮你一起推。 讲完之后, 我看到张哈子挣扎着, 用手捏了一个剑绝。 这个姿势, 我在隧道里面的时候见过。 果然, 我听到张哈子开口念, 茫茫丰都中, 重重金刚山, 随后左手往上虚影, 灵宝无亮光, 洞罩炎迟凡, 九幽诸醉魂, 身随香云帆, 定会青莲花, 上升神永安, 九幽遁地, 云佩回天。 果然是云佩回天。 我听到整个地宫 都有阵阵雷声传来, 虽然没有上次 在隧道里面的响动大, 而且地面也没有震动, 但是我, 还是被张哈子的手段给震惊。 他都已经这样了, 居然还能施展将数。 张哈子的名头, 果然不是白来的。 就在我等着棺材 被张哈子的云佩回天 翻过来的时候, 我听到后面张哈子 开口大骂, 我日你, 乌个仙人板板, 你个狗日滴。 你哈真地以为你是少爷, 一来伸手翻来张口, 是卖。 你倒是伸手往前推哈啊。 这个时候, 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张哈子已经虚弱到 没有能力把这口棺材翻过来了。 其实也不能怪我, 毕竟张哈子上次 在隧道里面施展云佩回天的时候, 弄出的动静实在太大了。 在我看来, 要弄这么一口棺材, 简直轻而易举。 只是没想到, 牛逼如他, 也有虚弱的时候。 我赶紧伸手, 把棺材往前面推。 棺材, 竟然没怎么费力, 就把棺材推倒了。 等棺材推倒停文以后, 我赶紧看了一眼棺材的底部。 果然, 那十三枚铜钱 安安静静地贴在棺材底部。 我回头高兴地对张哈子讲, 找到了, 应该不会错了。 你。 我话还没讲完, 我就看到张哈子的脑袋 已经完全地搭了着, 嘴巴里面 还有一条条血丝流出来, 滴在地面上, 流成了一坛。 我赶紧转身 看着这十三枚铜钱, 心想该怎么把他们抠下来。 我用手指试了很久, 这些铜钱都纹丝不动。 这时我听到陈先生讲, 小娃娃, 你是郎的小德, 破解低方法就是, 那十三枚铜钱。 我一边想一边讲, 这些铜钱, 是我旧工五十年前施展 十三太宝 骆子定的时候留下来的, 张哈子又是我旧工困住低。 但是我旧工, 现在只是一个指人, 就算他再牛逼, 也不可能用一个指人低身体, 把张哈子困这么久。 那么唯一的解释, 就是我旧工用了五十年前的十三太宝骆子 定来困住张哈子。 我看到陈先生点了点头, 距离有些远, 看不清楚他此时此刻脸上的表情, 不知道是落寞还是失望。 我现在没得空去管他, 因为我还没想到, 怎么把这些现在棺材板子里面的铜钱抠出来。 张哈子给我的灭刀, 在玩道理的时候没拿过来, 不然用灭刀刀尖调几下, 应该就出来了。 灭刀? 我记得在路上我踢到过张哈子摆的扎鬼刀, 那里就有一把小灭刀。 因为光线的原因,地面看得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干脆趴在地上, 脸贴着地面, 一边往前爬向一边仔细找, 那样子就好像一条狗一样。 我听到身后陈先生的大笑声, 他讲, 落朝廷, 你好好看看, 你低孙子像一条狗一样到地上爬。 听到这话我心里肯定很不舒服, 但是一想到就张哈子要紧, 莫讲是像一条狗一样, 就算是像一坨屎, 我也认了。 更何况, 现在陈先生用这种方法来挤我, 说明我的思路是对的, 他害怕了, 在地面摸索一阵, 我就找到了那把小型灭刀, 然后赶紧跑回去, 用灭刀撬第一枚铜钱。 一开始, 我是从铜钱的外面撬, 但是小灭刀都已经撬弯了, 铜钱竟然都没有被撬下来。 我一下子有些慌了, 难道是我猜错了? 我马上想到, 鞋匠做鞋子的时候, 是不是有什么动作, 和撬铜钱这个动作类似的。 很快, 我就想到, 他们鞋匠在勾线的时候, 手里有一个锥子柄, 勾线的时候是穿过鞋面, 然后勾住线, 从里面拉出来。 想到这里, 我试着把灭刀的刀尖插在铜钱中间的那个方孔里面, 然后往外面一撬, 啪的一声, 几乎没怎么费力, 铜钱就被我撬出来了。 第一枚铜钱落地, 落地有声, 听到铜钱落地的声音, 我下了往后跳了一步, 然后警惕地看着四周, 生怕弄出来什么幺蛾子, 但是看了好几眼之后, 我发现周围并没有什么变化。 没变化之前, 担心没变化, 现在没变化, 又担心没奏效。 纠结到死! 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明白, 所有的纠结, 其实都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没有足够的自信。 之前看张哈子灵匠他们, 处理事情的时候, 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就是因为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判断。 可是我不一样, 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匠人这个圈子, 能够联想到, 这十三枚铜钱, 也仅仅只是我的一个猜测。 能不能奏效? 说实话, 我心里也是没变, 棺材没发生什么变化, 于是我赶紧转身看了一眼张哈子, 好像也没什么变化。 就在我都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 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赶紧数了一下地上的那些绿色鞋印。 一、二、三、 十一、十二, 只有十二个鞋印。 猜对了, 那些鞋印, 果然是和这些铜钱对应起来的。 到了这一步, 我总算是有了一些自信。 我想, 只要把所有的铜钱撬下来, 那些鞋印就会全部消失, 到时候, 张哈子也就毫无疑问地得救了。 于是我拿起灭刀, 开始撬第二枚铜钱。 我按照之前的经验, 从这枚铜钱的中间方孔穿过去, 本以为会很容易就撬下来, 却发现根本就撬不动。 不应该啊, 方法都是一样, 以锥子柄的手法去撬铜钱, 怎么会撬不下来? 我转身想要问一下张哈子, 但是张哈子已经彻底地没了动静。 看到他这个样子, 我就更加慌了神, 刚刚他强行用云沛回天, 肯定已经到了极限。 要是再不把他救出来, 可能真的会死在这里。 怎么办? 怎么办? 我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 思考着该怎么去撬开剩下的十二枚铜钱。 而就在这个时候, 陈先生又开始在一旁冷嘲热讽起来。 说话有些难听, 被我自动忽略。 陈先生之前说过, 十三太宝是先天八卦, 加上后天五行。 这一点, 他没有必要骗我。 因为他并不清楚, 以前陈先生是不是给我说过十三太宝。 如果他撒谎, 一下就能被我拆穿。 可是现在十三太宝被我弄掉一枚铜钱。 那么, 剩下的十二枚铜钱又是什么讲究? 我仔细地回想着, 以前他们给我说的东西。 想来想去, 就只有十二生肖才能对得上了。 而且这东西, 上次在张家村的棺材里面就遇到过一次。 所以我很肯定, 这十二枚铜钱就是十二生肖的布局。 十二生肖的先后顺序是, 子鼠、 丑牛、 银虎、 卯兔、 陈龙、 四蛇、 五马、 卫羊、 身猴、 有鸡、 虚狗、 骇猪。 上次张哈子说过, 他鼠龙对应的应该是第五的陈龙, 也就是第五枚铜钱。 我本来已经伸刀了, 但在开始翘的时候, 我停住了, 因为我有一种很强烈, 很不安的预感。 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但却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 以至于, 我都连呼吸都变得有些困难起来。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我的脖子, 发现镇魂灵上面的那根红绳, 已经紧紧地勒住了我的脖子。 果然, 我的预感没错, 镇魂灵都已经有反应了, 就说明, 撬开这枚铜钱肯定是危险的。 这是镇魂灵第二次试景了, 他的试景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上一次在张家村外面那条河流, 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想, 既然镇魂灵试景作用, 那我为什么不干脆 把所有的铜钱都测试一遍? 这么想着, 我赶紧测试第六枚, 结果镇魂灵也有反应。 这枚也不是, 我继续往下试, 一开始是越是越开心, 因为每多出一枚有反应的铜钱, 就说明, 我距离没危险的那枚铜钱又进了一步。 可是, 当我把十二枚铜钱全部测试下来后, 我彻底傻了眼, 十二枚铜钱竟然全部都有危险, 这尼玛是几个意思? 全部都不能撬开。 要是这样的话, 那张哈子岂不是就真的没有救了? 这么想着, 我再次心急如焚。 但是我知道, 我这个时候一定不能乱, 否则一切都完了。 我重新往回旅, 如果不是十二生肖的话, 在我能够想到的所有条件中, 满足十二的, 就只有十二地支了。 可是, 十二地支本身就和十二生肖遥相对应, 如果不是十二生肖的话, 也一定不会是十二地支。 如果那两种都不是的话, 那么就还是之前的八卦和五行。 但是, 一直十三变成十二之后, 到底是哪里, 缺失了是八卦缺少了, 还是五行乱了。 我盯着眼前的这些铜钱, 从头看到尾, 又从尾看到头, 简直是一头雾水。 直到我看清楚了其中一枚铜钱上的字之后, 我才确定下来, 是五行少了。 我清楚地看见, 铜钱上面印着四个大字, 以顺时针的方式来念, 就是钱通龙宝。 如果我不是学过历史, 这四个字代表什么意思, 我也不清楚。 但庆幸的是, 我对中国的历史还有过一段时间的研究。 当然了, 这是大学里的必修课。 我知道, 这四个字并不能按照顺时针来念, 而是应该按照上下右左的方式来念, 也就是钱龙通宝的意思。 钱龙是谁? 大清帝国的皇殿。 钱龙通宝的意思, 就是钱龙年间发行的铜钱。 类似的, 还有开元通宝, 康熙通宝。 不过我以前注意过, 陈先生也好, 张哈子也好, 他们用的铜钱, 全部都是钱龙通宝。 之前我还不是很理解, 也问过陈先生, 但是他没给我解释, 只是说, 师父流传下来低, 哪个小的郎得多? 根据我的理解, 古代仙人认为天元地方, 用铜钱正好代表天地, 皇帝年号代表人, 正好构成天地人三才, 以便与天地鬼神相沟通。 而且, 钱龙两字之间, 有个钱字, 钱为天, 是统领八卦的主卦, 有了钱卦, 便有了六十四卦万事万物的演化派生的实际基础。 而且,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钱龙在位六十年, 刚好是一甲子, 钱龙通宝铸造的比例是, 同四千六, 非常符合摇卦的需要。 所以, 用钱龙通宝, 至少先就立定了八卦的位置。 八卦确定了, 剩下的四枚, 就很好解释了。 同钱外缘内方, 正方形刚好上下左右四个角, 和东南西北四象之位不谋而合, 想都不用想, 这肯定是一个八卦, 加上四象的十二之数。 弄清楚了这一点, 我变得有些激动起来。 四象的关系之前, 张哈子在张家村的后山上给我说过, 所以对于四象的相生相克, 我很是了解。 而且, 张哈子生肖属龙, 应当属于东方甲乙木青龙之位。 也就是钱字在上, 四角契合东南西北的那枚铜钱。 第七枚, 想到这里, 我毫不犹豫地将这枚铜钱撬掉。 这一次, 我没有收到镇魂灵的示警, 也就是说, 我猜对了。 当这枚铜钱落地的时候, 我听到一声清脆, 随后剩下的十一枚铜钱, 自动从棺材上掉下来, 落在地上, 叮叮当当。 我赶紧转身看着张哈子, 他面前的那些绿色鞋印, 全部消失不见。 我看见张哈子, 勉强地抬起那颗耸拉着的脑袋, 他裂开嘴巴, 满脸鲜红的, 有些瘆人。 我听到他对陈先生讲, 我日你, 巫个仙人板板, 你个狗日滴, 死老就乖乖子带到土里面, 跑出来害人搞门子。 你自己讲, 这句话, 老子是不是对你讲过了? 既然不听老子滴, 老子今天就让你晓得, 那样子喊过锅锅, 是铁打滴。 看到张哈子, 还能讲逞强的话, 我也就放心了。 于是我对张哈子讲, 你先休息一下, 我之前讲过, 救了你之后, 我会和他好好计较一下灵匠的事情。 看到过两次扎鬼刀, 就是不晓得学会了没? 刚刚好, 现在可以试试手。 我不知道, 当时我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样子, 但是我看到了张哈子的表情, 他听到我讲这话之后, 那张布满了鲜红血液, 原本应该是很恐怖的脸。 此时此刻竟然变得一脸震惊, 和不可思议。 由此可见, 当时我脸上的表情, 以及说话的语气, 肯定是和我以前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才会给张哈子, 造成这么大的冲击, 让他露出了一个这样的神色。 只不过, 当时我急着问出灵匠的下落, 所以, 也就只好把张哈子放在一旁, 不管了, 话说回来, 就算是要我去管张哈子, 我也没那个能力。 真正的陈先生, 应该还在天花板上倒吊着, 就是不知道他走没走出来, 不过以他的本事, 应该也轮不到我操心。 我走到围着陈先生的莲花外围, 那些莲花, 就好像是知道我走过来了一样, 竟然自己原地旋转了起来。 我看见陈先生的眉头跳了一下, 脸上有震惊的神色, 但也只是稍纵即逝, 很快就变成了愤怒。 他几乎是指着我的鼻子骂。 你个小娃娃, 你以为你有本事灭割我? 我摇头讲, 你讲得对, 我确实没得本事灭了你。 不过, 我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灭了你。 我只是拿你练练手而已。 讲完之后, 我就不再去管他讲什么, 而是像之前一样, 趴在地上去找被我踢倒的筷子, 也就是陈先生口中像一条狗一样的姿势。 我只记得大致位置在哪里, 具体的还是需要用这样的姿势去找。 因为有之前的印象, 所以这一次找起来很快。 在筷子的周围, 我还顺路找到了两个瓷碗, 被踩碎的鸡蛋, 还有竹条和另外两根筷子, 以及红线。 这些都是布置扎轨道的必须用品。 我把这些东西, 原封不动地拿来放在莲花圈子外面, 然后回忆着当初张牧摆扎轨道的步骤。 说来也怪, 当初其实记得并不是很牢靠。 而且还是第一次摆这个将数, 但是我总感觉好像很是熟练地 就还原了当初张牧的手法。 张哈子背进来的背包 现在不知道被扔到那里去了, 要再找到已经很困难了。 但是要布置扎轨道, 就要用到水, 加生饭, 还有熟鸡蛋。 水很好解决, 我直接尿了一泡。 陈先生反正讲过, 童子尿得威力惊人。 加生饭直接可以用之前的, 毕竟这个碗是倒扣着的, 轻微踢到, 也不会把加生饭踢没了。 至于最后这个熟鸡蛋, 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踢带品, 最后硬是从地面的缝隙里面 扣了泥巴, 揉成了一个泥球。 手指甲里面全部给泥巴塞满了, 一阵阵发胀发痛。 不过我并没有在乎这个, 继续布置扎轨道。 铜钱是现成的, 只是这个指人不好弄。 一来我没有白指, 二来我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 不知道最后弄出来会不会管用。 但是我很快就想到了方法, 我进到莲花圈子里面, 在陈先生脚下那朵莲花上面, 对称地摘了两片花瓣。 其实也就是象征性的花瓣, 那莲花本来就是幻化出来的, 手根本就碰不到。 但是我还是小心翼翼地捏着那花瓣, 将花瓣放在铜钱的下面, 然后调整灭刀, 对准铜钱中央的方孔。 诺完这一切之后, 我问陈先生灵匠在哪里? 陈先生笑道奇讲, 你个小娃娃, 没得本事哈要用匠术。 你以为你搞出个扎鬼刀来, 我就怕你。 我没讲话, 而是直接奖励在水碗中央的筷子推开, 小灭刀顿时落下, 笔直地插进铜钱的方孔之中, 然后扎在那两半无形的花瓣上。 我没有看陈先生, 但是我听到了他大喊了一声, 然后整个人的身子都蹲了下来, 抱着肚子, 一副很难受的样子。 果然, 扎鬼刀, 奏效了。 其实在做这个扎鬼刀之前, 我是没想过会奏效的, 仅仅只是打算练练手, 反正找不到灵匠, 还不如好好从这个家伙手里, 找一下突破口。 因此我并不害怕多试验几次, 但幸运的是, 我仅仅只摆了一次, 竟然就成功了。 我把扎鬼刀还原, 然后问陈先生, 灵匠在哪里? 陈先生开口就骂, 但是并没有给出我应有的答案。 于是, 我再次推开水碗中央的筷子, 一阵痛苦的声音再次传来, 我依旧面无表情地重复着之前的动作, 然后问同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我重复了多少次, 我只知道陈先生的叫声已经变得十分虚弱了, 以至于到最后都听不见了。 但是我还在不断地重复, 最后是被张哈子一耳光打醒的。 张哈子用那只满手是斜的手, 抓到我的头发讲, 我认你, 捂个仙人板板, 你是不是要颠? 你自己看下你现在这个样子, 人不人鬼不鬼低, 你是不是想死? 张哈子手中有一面镜子, 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搞来的, 但是我却看见镜子里面的那个我, 面部僵硬, 眼睛睁得老大, 而且还布满血丝, 呲着牙咧着嘴, 哪里还有一个正常人的样子? 完全就是一个神经病。 我被镜子里的自己都吓了一跳, 一屁股坐在地上, 往后面退了好几步。 然后我看见张哈子手一握, 那面镜子就变成了一张白纸, 被张哈子揉成一团, 扔在一边, 落地的时候燃起了绿色的火焰, 不留半点灰烬。 我有些惊慌失措地对张哈子讲, 刚刚那个是谁? 张哈子讲, 我认你, 捂个仙人板板, 你现在小的怕老, 刚刚那个家伙就是你, 每个人都有阴阳两面, 这个我不解释你也懂, 所以才会有阳凤阴为低讲法。 刚刚滴那个你, 就是你低阴面, 你差点就迷失了, 要不是老子用那阴止镜把你低阴面收走, 你狼个死地都不晓得。 张哈子确实不是危言耸听我对我之前的那种状态, 有一定的认知。 我也试图过停下来, 但是无论如何都没能停下, 就好像失落了魔争一样,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只知道重复性地去做同一件事情。 我问, 么子是那阴止镜? 张哈子讲, 这都是小伎俩, 就是把你低阴面暂时收走, 一把火烧了。 但是这种东西很难根治, 只要你起了念头, 估计就会出来。 我点头表示自己了解了, 他们叫人仅仅用一张纸, 就可以当镜子来用, 而且还能用来收走人的阴面, 想不佩服都不行。 这让我想到了, 以前看西游记时候的, 有一个照妖镜, 不知道和这个那阴止镜有没有关系。 我并不敢问这个问题, 我怕被张哈子用笔试的眼光看着我。 于是我换个话题讲, 用纸来施展将数, 好像有点像他们林家的手法, 你郎哥也会。 但是这话问完之后, 我就后悔了, 因为这个问题, 很容易引起张灵两家, 关于到底是谁在投食谁的矛盾。 还好现在林将不在, 不然真不知道怎么收场。 即便是如此, 张哈子还是指着我的鼻子骂, 我日你, 无个仙人板板, 他们林家本身就是从我们张家分出去低, 哪个讲完指低, 就是他们林家的手法。 这个道理都搞不懂, 你是不是真低蠢? 我赶紧陪笑着讲是是是, 然后我转一话话题讲, 那个老不死低呢? 张哈子一屁股坐到地上, 很是虚弱的讲, 他本身就是一道残魂, 被你这么多次的扎鬼刀, 要是都哈到这个世界上, 那老子以后打死不用扎鬼刀。 我听完这话就慌了, 我讲, 他有没有讲灵将去哪里了? 张哈子讲, 他只讲了四个字, 我问, 哪四个字? 张哈子讲, 九师败相。 张哈子一字一句清晰地讲, 九师败相。 九师败相这四个字, 对我来讲, 就是一场噩梦。 如今回想起来, 似乎所有的一切都是, 从这四个字开始。 突然, 我对张哈子讲, 你的意思是, 然后我和张哈子, 几乎同时开口讲, 王家村, 张哈子讲, 刮娃子不错撒, 最近你这个智商大有长进撒。 我没理会张哈子的调侃, 而是问他, 现在改拉个办。 张哈子讲, 先把陈寒货找到, 然后回去洗个澡睡个觉。 我讲, 这就完了, 不管灵将的死活了。 张哈子讲, 刚刚夸你智商有长进, 你拉个, 就有纯老。 第一, 老子现在虚得很, 前几天到张家村, 九哈没好彻底。 要不然, 你以为老子会被困到这里面? 跟你讲, 根本就不会。 第二, 灵将暂时应该没得生命危险。 要不然, 那个老不死滴早就把他弄死老, 也不可能搞出把他带走这么复杂。 如果我没猜错低话, 那个家伙, 应该是要利用灵家低降术去搞那此事情。 所以, 灵将肯定没得生命危险。 我讲, 不可能吧? 那个家伙活了几百年了, 难道还不会灵家的降术? 我爷爷才活多久, 他都会那么多的降术。 你浪个, 就能保证那个老不死的, 不会灵家的降术。 张孩子讲, 你仔细想一想, 要是他会灵家低降术, 你低大莲花印能捆到他。 所以讲, 他对灵家的降术根本就是一无所知, 所以才会被你钻老空子。 要不然, 嘿嘿, 就凭你那个半吊子水平, 你觉得你捉得到他。 再讲老, 就算你捉到老, 你那个能力, 你困得住他。 要不是他对灵家低降术, 一点都不晓得。 他浪个可能眼睁睁低, 看到你把十三太宝给破掉。 听到张哈子这么一解释, 我顿时恍然大悟。 正如张哈子说的那样, 但凡是那个家伙, 知道灵家的手段, 以他们那种博彩重偿融会贯通的本事, 肯定很快就能够把我的大莲花印给破解掉。 虽然以前张哈子对我说过, 降术都必须在有身体和魂魄完整的情况下才能使用, 但总有例外, 张哈子本身就是一个例外, 而且他的例外, 是张家仙人一代又一代的自我轮回的加强结果。 既然自我轮回都能够有这妖牛逼的能力, 那么那个老不死的一直没死, 反复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的魂魄得强大到什么地步, 简直不能想象了。 所以, 那个老不死的在魂魄状态下, 应该也是能够施展将术的,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没能破解带掉我的大莲花印。 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张哈子之前说的那一点, 可问题是, 他把灵将抓走到底是为了什么? 难道他自己的将术都不能解决, 非得要灵家的将术吗? 我问张哈子, 有什么东西是非得要灵家的将术才能对付的? 张哈子想都没想就讲,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 因为老子也没想通。 你想撒, 他们四川灵家地全部将术都是偷学我们张家地, 要是我们张家都解决不了的事情, 他们灵家搞得好。 真是脑壳打铁佬, 就算是要抓, 也要抓重庆张哈子啊。 老子才是今年低将门带头人, 抓个弱鸡去, 能搞梅子? 墨子都搞不成。 这都什么时候了? 张哈子还有心思在这里叽叽歪歪? 我突然想到, 糟了, 我急忙对张哈子讲, 要是墨子事情都搞不成, 那个老不死滴会不会一怒之下就把灵将给杀了? 张哈子讲, 你拉个就没有get到我滴关键点呢? 到底是你蠢哈是我滴表达能力有问题? 你不用回答, 我晓得是你蠢, 你没的必要解释。 我刚提起一口气来要准备反驳, 结果被张哈子这一堵, 差点没喘过气来, 别死在当场。 张哈子讲, 你晓得人质是用来搞梅子滴不? 我讲, 作为筹码, 好和警察谈判, 然后顺利地逃脱。 我看见张哈子摇摇头, 讲, 不完全是, 绑架人质最主要滴目的是为老达到劫匪, 想要达到滴目的。 在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之前, 人质是绝对安全滴, 这一点, 你承认不? 我想了想, 好像还真的是这样, 要不然辛辛苦苦绑架一个人质, 就是为了杀了他, 那也太划不来了, 还不如当场就把他杀掉。 张哈子继续讲, 那个老不死滴肯定以为灵匠可以完成他滴要求, 但是灵匠那个弱鸡, 一身匠术根本不咋滴, 所以肯定搞不来, 这样一来, 反而阴差阳错滴没有完成老不死滴目的, 那么灵匠敌小命就会一直很安全。 我讲, 难道那个家伙不会杀了灵匠, 重新绑一个灵匠的人? 张哈子讲, 蠢, 要是灵匠敌人, 拉得好绑, 那个家伙早就绑老。 你不要忘记了, 那个家伙只有三魂, 没得欺魄, 就算他原来本是通天, 现在也发挥不出来, 最多就十分之三。 要不是灵匠本身受伤老, 你觉得会被绑架? 听到张哈子这么一分析之后, 我就放心一些了, 但还是非常担心灵匠, 不过我也晓得, 这件事急不来, 知道要等到张哈子恢复过来, 才有能力去救灵匠。 于是讲, 赶紧找陈先生, 然后赶紧回去休息。 讲完之后, 我就准备倒立, 然后过去找陈先生。 张哈子看到我这个动作, 一脸猛逼, 他问我, 你搞什么? 耍杂技卖? 我讲, 去那边找陈先生? 张哈子讲, 去哪边? 我把之前和陈先生的遭遇 给张哈子讲了一遍, 张哈子低着头想了想, 然后讲, 那只有等他自己下来了。 我问, 魏莫子, 张哈子很是鄙视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问我, 你会飞麦? 既然不会飞, 你还想上天? 张哈子的话让我一愣, 随即明白过来, 从上往下跳是可以的, 但是想要再跳上去, 如果没长翅膀的话, 那基本上是没得信。 所以, 古人把一件事很难比如成难如登天, 就是这么个意思。 我讲, 这样等下去也不是办法, 总要搞点吗? 这才好, 张哈子没有接我的话, 而是反问我, 哈措措, 问你个事, 刚刚你和那个老不死低到一起, 按照道理来讲, 他应该会阻止你去踢倒我低扎鬼刀, 魏莫子, 你哈是顺利地踢倒了? 我讲,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从那边跳到这边之后, 就一直有人拍我的肩膀, 然后我就和陈先生背靠背, 在他的安排下, 我和他一直在原地打转, 哪里都没去, 但是就是那个时候, 我的脚后跟好像被人踢了一脚, 就不由自主地往前面走了好几步, 然后就无意间踢到了你布置好的扎鬼刀, 张哈子低着头, 满脸憔悴, 眉头紧锁, 想了一阵之后讲, 你确定有人拍你的肩膀和踢你的脚后跟? 我点头讲, 确定, 张哈子点头讲, 那我晓得陈汉祸到哪里了? 我问, 到哪里? 张哈子讲, 就到你身后, 我赶紧回头去看, 但是回头回到一半的时候, 我立刻把头收回来, 然后转身去看, 但是什么都没看到, 我讲, 冬个子时候了, 骗我有意思慢, 张哈子摇头讲, 我日你, 无个仙人板板, 我骗你这个哈绰绰狗梅子, 显得我智商很高慢, 陈汉祸确确实实就到你身后, 不过你看不到他, 我讲, 魏梅子我看不到, 张哈子讲, 莫激动, 不仅仅你看不到, 我也看不到, 你看不到, 是因为他就贴到你后背上低, 你转身, 他也转身, 你浪得看得到, 我看不到, 是因为他有人不想, 我看到他, 张哈子讲的这话有点瘆人, 吓得我原地转了好几次身, 但依旧没有看到陈先生, 我讲, 他要是贴在我身后, 我浪个感觉不到, 张哈子讲, 我日你, 无个仙人板板, 你浪个没感觉到, 要不是他拍你肩膀, 你肩膀上低火焰, 早就熄了, 要不是他踢你脚后跟, 你晓得往哪边总能踢到老子低扎鬼刀, 我问, 那魏梅子我们看不到他, 张哈子讲, 你听过一页帐目没, 一页帐目, 用我以前学到的知识来解释就是, 用一片叶子挡在人的眼前, 就会让人看不到外面的广阔世界, 比喻被局部或暂时的现象所迷惑, 但是我知道, 我以前所学到的和他们匠人里面的意思, 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出乎我意料的是, 张哈子却点头讲,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我一边感叹, 张哈子不按常规出牌, 一边问, 你的意思是讲, 我们两个都被一页帐目了, 张哈子讲, 恰恰相反, 我们两个没得事, 是那个陈汉祸被一页帐目了, 我愣了一下, 虽然有些不理解, 但是心里很接受, 因为这才对嘛, 这才是真正的张哈子, 要是我一开始就猜对了, 那就不正常了, 我问, 郎哥可能是陈先生被一页帐目了呢, 张哈子讲, 你晓得一页帐目这个词, 是郎哥来的不? 我点头讲, 晓得, 是讲一个楚人, 读怀男子的时候, 看到有螳螂铺蝉的时候, 用树叶遮到自己的面前, 这样蝉就看不到螳螂了, 所以, 我们现在是蝉, 张哈子讲, 对头, 一页帐目原来低讲法, 是一页帐目, 加上那个陈汉祸, 汉得要死, 他不中招, 难道哈是老子中招卖? 我问, 那现在郎哥办? 张哈子讲, 一页帐目本身并不是一个很难处理低问题, 但是又不是一个很好处理低问题, 关键取决于被一页帐目低人, 他低智商。 我讲, 这个郎哥讲, 张哈子讲, 如果是匠人被一页帐目搂, 其实很简单, 用心活手印在眼睛上面一抹, 把叶子烧掉就可以了, 但关键就在于被一页帐目低匠人, 很可能意识不到自己被一页帐目搂, 这一点才是最关键的, 我讲, 那是不是只要让陈先生晓得他自己中招了, 他就可以自己出来了? 张哈子讲, 理论上是这样, 不过实际操作有点困难。 我问, 魏莫子, 张哈子讲, 你郎哥让他晓得是他中招了? 我讲, 我们证明我们两个没中招不就行了? 张哈子讲, 这个想法非常好, 你这个想法就和一个正常人被误抓到精神病院, 然后他要向医生证明他是正常的一样。 你觉得这个方法很简单吗? 我晓得张哈子的意思, 他讲的这个故事的原型是发生在美国, 探路者, 记者格雷身上的。 当时是有三名正常人被误抓到精神病院, 当他们逃出来以后, 格雷去采访他们的故事。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 贾一饼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方法, 贾一直重复真理地球世源的这句话, 当他讲到第十四次的时候, 屁股上被打了一阵镇静剂, 已是社会学家, 他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 他就把每个国家的元首名字讲出来, 当他说到图瓦卢总理是马蒂亚时, 也被打了一针。 只有饼, 进去之后, 该吃吃, 该喝, 还不忘对医护人员说谢谢, 然后二十八天的时候就被放出来了。 这个故事告诉的是, 你越是想要证明你是正常人, 你越是证明不了, 就和我们现在的困境一样, 不管我们做什么, 在陈先生的眼里, 肯定都是我们中了招, 他绝对不会想到他自己身上去。 我们张哈子, 那现在怎么办? 张哈子讲, 哈能郎个伴? 回去睡觉, 该吃吃, 该喝喝, 陈汉祸自然就晓得是他自己出问题了。 我想了想, 目前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于是我扶着张哈子, 往电梯那边走去。 进电梯的时候, 我特地留意了一下, 电梯墙壁上是不是有一个凹陷, 那是我出电梯之前, 用灭刀刀尖刻出来的, 当时没怎么在意。 没想到, 现在却成了, 我辨认这部电梯是不是真电梯的关键依据。 有时候, 我自己都不得不感叹, 我的运气真不是一般的好。 电梯经过三楼的时候, 我问张哈子, 三楼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张哈子讲, 回去再给你讲, 老子现在困得要死。 我问, 会不会有三叉两错? 张哈子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老子又没受伤, 最多可能就是贫血。 哪里来第三叉两错? 我点点头, 没讲话。 出了电梯之后, 我还是没有看到那个保安。 我看了一眼张哈子, 发现他并没有什么异常。 按照他细心的性格, 要是保安不见了, 他肯定会有所怀疑。 所以这个保安的消失, 他应该是知道的。 至于保安去哪里了? 现在对我来讲, 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走出住院大楼以后, 天色已经快要亮了。 张哈子让我扶着他, 直接回瓷器口扎纸店。 我只好扶着他, 先去找到车子, 然后开车回店子。 到了店铺之后, 张哈子吩咐老李通知万州烤鱼店, 让他们都散了, 就说事情已经解决了。 我一开始认为张哈子是撒谎, 但是后来想想, 他并没有。 因为按照普通匠人来看, 太平玄关的事情确实已经解决了, 只不过付出了一些小小的牺牲 以及大大的担忧。 牺牲使张哈子少了好几粮血, 担忧使灵匠下落不明。 我原本还打算问一下我就攻去哪里了, 但是张哈子已经洗澡睡觉去了。 我也困得不行, 于是也去床上睡了一会儿, 但是只睡到中午十二点, 就再也睡不着了。 心里记挂着灵匠, 想着他现在肯定在遭罪, 要是我还躺在床上睡觉的话, 那我就是一种犯罪。 我刚起床, 想要出去走走, 就看见陈先生一脚把房门给踢开, 拿着那根铜烟枪指着我的鼻子骂, 你个小娃娃, 你是不是早就晓得老子中招牢? 你个不讲良心地, 亏老子大老远赶过来, 你倒好, 撒腿就跑。 看到陈先生能够平安回来, 我内心肯定是高兴的。 果然如张哈子讲的那样, 没必要去证明, 只要我们离开了, 陈先生就自然晓得是他自己中招了。 于是, 我把张哈子对我讲的话, 给陈先生大致地转述了一遍。 陈先生听完之后, 拉到我就跑到隔壁的房间, 一脚踢开张哈子的房门。 说实话, 陈先生这脚上的功夫是真的牛逼, 棺材盖子都能够一脚踢开, 一扇小小的门能拦得住他。 张哈子还在呼呼大睡, 听到房门被踹开, 第一反应就是翻身下床, 然后钻到床下面去, 嘴巴里面哈妈妈咧咧地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又地震。 看到张哈子这个样子, 我忍不住想笑, 但是陈先生在一旁, 我还是不敢笑出声来, 差点憋出内伤。 我看到陈先生走到床铺边上, 蹲下来, 然后拿着铜烟枪就往里面戳, 边戳边骂。 张哈子, 你个狗日滴。 你让老子一个人带到太平间, 是不是你故意滴? 张哈子这个时候才晓得不是地震, 想要从床铺下面钻出来, 却被陈先生拦住了。 他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你被一夜障目搂, 我们只有走搂, 你才能发现你中招搂。 陈先生讲, 放你娘弟狗屁, 你以为老子不晓得? 你们张家有一套移花接木, 老子眼睛上低叶子, 还不是想揭开就揭开。 你个狗日滴, 就是故意让老子到下面多待几个小时。 听到陈先生这么一说, 我才晓得, 原来张哈子是有手法破解的。 只不过他故意不破解罢了。 也怪我, 我早就应该想到, 天下降术有利有迫, 浪哥可能不存在外人破解一夜障目呢。 又被张哈子骗了。 不过, 看着他们这么闹, 我也难得地轻松一下, 说真的, 已经很久, 没有这么放松了。 如果灵匠在这里的话, 那就更好了。 张哈子骗自己被识破, 飞飞笑了几声, 没有讲话, 只是一心想要往外面钻出来, 但是被陈先生堵得死死的, 于是干脆就不出来了。 而是反问陈先生, 浪哥跑到重庆来了。 陈先生这个时候, 也停止了手里面的动作, 神情有些凝重地讲, 王家村出事咯。 我之前在停尸房见到陈先生的时候, 就问过他, 为什么来重庆了? 当时他讲的是, 村子里出了点事, 但不是什么大事。 可是现在, 我看见陈先生说话时候的语气和表情, 怎么看都不像是什么小事。 于是我急忙问, 出了什么事? 陈先生有些尴尬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讲, 事情有些怪。 你们哈啊是自己回村子后, 看了再讲。 我原本准备再问的, 但是看到张哈子没讲话, 只是点点头, 于是, 我也只好不再多问什么。 我发现在一些大事方面, 我还是很依赖于看张哈子的处理态度。 如果他不表态, 我也就会和他一样。 吃过午饭之后, 张哈子讲要去准备一些东西, 陈先生讲他也要补充一些黑狗血之类的东西。 于是他们两个就开车离开了垫子。 看到他们这个样子, 我就算是再蠢, 也知道, 事情肯定不像是陈先生说的那么简单。 只不过, 他们不愿意说。 我就算是追在他们屁股后面问, 他们也不会告诉我。 我不知道他们准备东西, 要准备多久。 一个人待在扎纸店, 还是觉得有些冷清。 看着满屋子的纸人, 虽然知道他们对我没有恶意, 但多多少少, 心里还是有些害怕。 于是我干脆坐了公交回学校了, 倒不是我对学校有多么的不舍, 而是想要在回村子之前去见一下班导。 不管怎么说, 班导就我毕业这件事情上帮了很大的忙。 虽然我最后没能毕业, 但是也不能否认班导的辛苦。 于是我拿出手机想要给班导打一个电话, 但是打开通讯录之后才醒悟过来, 手机是新手机, 里面只有一个张哈子的电话号码, 以前的号码全没了。 班导具体住在哪里, 我并不知道。 无奈之下, 我也只能去班导的休息室碰碰运气了。 我在慈禧口买了一些东西, 钱当然刷的是张哈子的那张卡, 然后提着东西做公交学校。 到了学校之后, 我直接往教学楼走去。 看着眼前的这栋教学楼, 心里有些犹豫, 到底要不要进去。 我来过这里两次, 每次都没遇到好事。 我看了看天上的太阳, 又看了看手机, 才下午两点。 属于一天之中, 阳气最重的时候,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我一边安慰着自己, 一边往班导的休息室走去。 快到班导休息室的时候, 我听到一声关门声, 心里一喜。 难道是班导还在休息室? 于是我加快脚步走到班导房门前, 一边敲门一边喊班导。 没想到我敲了好一阵, 里面没有半点回应。 难道是我之前听错了? 我原本还想要留在这里再等一会儿, 但是一想到前面几次的经历, 我转身就往外走。 刚出教学楼的大门, 我看见一个背影 从教学楼门口的转角拐过去。 一开始还没怎么在意, 但是往前走了好几步之后, 我提着东西赶紧往那个拐角追了过去。 因为我突然想起来 这个熟悉的背影是谁。 我之前和林匠离开学校 去张家村的时候见到过, 那个张哈子的同学赵子文。 上一次我还就见到过, 当时以为是我眼花 或者是长得很相似。 但是这一次又见到, 那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我拼命地往前追过去, 只是追了一大截之后, 就跟丢了。 这个时候张哈子的电话打过来, 问我在哪里? 我说我在学校好像看到了赵子文。 电话那头先是一阵沉默, 然后张哈子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你确定你没看错? 我讲, 应该没。 张哈子讲, 你找个人多地地方等到哥哥, 哥哥这就过来。 讲完之后, 电话就被挂断了。 我按照张哈子的意思, 赶紧离开了教学楼, 往学校大门那边走过去。 没多久, 张哈子的那辆汉马车 就出现在学校的门口。 他跳下车, 问我, 人到哪里? 我讲, 到教学楼那边看到的。 这是第二次, 上次也见过。 张哈子问, 上次哈见过? 那子时候, 于是, 我把上次见到赵子文的事情, 给他大致讲了一遍。 张哈子听完之后讲, 先去看看。 我把东西放在车后备箱, 看到这里, 居然里面放了四个背包, 比上次去村子背的背包还要多。 这越加让我感觉到, 村子里面的事情不简单。 上车之后, 我才发现, 原来陈先生也在车子里面。 张哈子解释讲, 要是这边没得事, 直接去你老家。 我点点头, 心想, 还是张哈子考虑的周到。 原本车子是不准开到教学楼的, 但是张哈子向来不理会这些规矩, 所以一脚油门直接到了教学楼的门口。 车子停稳后, 还没下车, 张哈子就皱到眉头讲, 这是教学楼? 狼个像一栋鬼屋? 我讲, 我来过这里好几次了, 你摸黑我。 张哈子转头问陈先生, 陈汉祸, 你看一哈, 这是不是鬼屋? 说完, 张哈子和陈先生就一起下车了。 我虽然害怕, 但是有他们两个到旁边, 也就不那么紧张了。 陈先生下车之后, 看了一眼教学楼, 然后对张哈子讲, 哈诗墨进去咯, 怕进去容易出来难。 陈先生的话虽然没明到讲, 但是我已经晓得, 他是认同张哈子的意见的。 问题是, 如果这真的是一栋鬼屋, 那我上一次还在这个地方, 躲避冯伟业的不死不休, 加上之后, 又遇到剃头将的请运结脉, 现在回想起来, 我没死, 真的是命大。 张哈子最终还是没有进去, 只是绕着教学楼走了一圈, 然后就招呼我们上车。 有了上次的经验之后, 我主动选择了坐在车后坐, 把副驾驶坐的位置让给陈先生。 上车之后, 张哈子一直没讲话, 等到开出学校之后, 张哈子才问我, 你来学校搞么子? 我把事情的因果给张哈子讲了一遍, 张哈子听后讲, 你一哈是少和你那个班导联系。 我听到这话心里一惊, 心想, 莫非是班导也有问题? 但是不对啊, 如果班导也有问题, 那么他就不会被因人缠身, 也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帮我了。 所以我问, 魏莫子, 张哈子冷哼一声讲, 你都已经有灵匠老, 现在灵匠又哈没死, 你就想勾搭你班导, 这件事是不是也有点太快老点? 我一脚踢在张哈子的驾驶座靠背上, 骂了一句,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但是张哈子却一本正经地对我讲, 我没和你开玩笑, 你劈腿哪个女低都搞的, 毕竟男人都是好色低, 这一点我是举双手赞同低, 但是千万不能劈腿班导。 我问, 这又是魏莫子? 张哈子回过头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然后叹了一口气, 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 他讲, 我都讲郎个明显老, 你还没想打? 以哥哥多年来低阅女经验, 你那个班导, 就凭你这个小身板, 绝对未不保他, 到时候你死到他肚皮上, 你都不晓得是郎个死滴。 我和陈先生听到这话, 同时翻了一记白眼, 陈先生更是直接地对着张哈子, 竖了一根中指。 张哈子毕竟宽宏大量, 一路上也没有怎么开快车, 就是无缘无故地多杀了几次车而已, 然后到村子那条小道前停车的时候, 还没等车停稳, 陈先生下车就吐了得稀里哗啦, 张哈子自己背了两个背包, 前后个一个, 剩下的我和陈先生一人一个, 开始朝着村子进发。 走到村头的时候, 月亮已经升到半空中了, 我盯着地面看了看, 没有出现那道黑白分明的交界线, 心里放心不少。 进村子之后, 我们直接往我屋方向走去, 走着走着, 张哈子突然开口讲, 哈措措, 你有没有觉得有点不对劲? 又是这句话, 我现在对这句话, 已经彻底地充满了恐惧, 但我还是仔细地捋了一遍, 从重庆出发到现在, 一切都好像很顺利, 并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呀, 但是我知道, 我一般都会漏掉什么东西, 所以一般我觉得没有不对劲的, 最后都会变得不对劲, 于是我对张哈子讲, 没有啊, 你觉得哪里不对劲? 张哈子讲, 好的很, 因为老子也没觉得哪里不对劲, 听到这话, 我当时就猛逼了, 不对啊, 和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怎么不按场里出牌呢? 不过想想也对, 他张哈子, 什么时候按场里出过牌? 我问, 你没觉得不对劲, 你问我搞什么子? 张哈子讲, 要是你觉得不对劲, 那就肯定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没觉得不对劲, 那肯定有问题, 我只是想排除一哈, 现在看来, 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从背包的侧面抽出灭刀, 就朝着张哈子砍过去, 张哈子转身就跑, 边跑边讲, 难道你没觉得村子里面太安静了? 我讲, 现在多么的时候了, 村民早就睡了, 你以为这里是重庆? 的确, 在我们村子里面都是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一般晚上吃过晚饭之后, 没过多久就会上床睡觉, 这也就是为什么农村里面没得办法普及计划生育的重要一个因素, 晚上什么娱乐活动也没有, 除了上床, 加上避孕措施做的又不是很到位, 所以, 两夫妻生, 好几个孩子完全是很正常的事情, 张哈子摇头讲, 不对, 难道你不觉得这个安静有点太一场浪漫? 我听了一下, 讲, 哪里一场了? 他讲, 现在才几月, 正是曲曲叫的欢低时候, 拉个可能没得声音, 再讲老, 你们村子里面, 难道没得人家喂狗? 魏莫子听到我们进村了, 半点动静都没得, 我讲, 多么子时候了, 曲曲难道不要睡觉? 狗难道不要睡觉? 再说了, 就算是狗不睡觉, 上次我们两个进村, 不也没叫? 张哈子冷笑一声讲, 嘿嘿, 你好好想一想, 上次进村狗没叫, 是因为发生老妖子事, 我先是一愣, 随后讲, 你的意思是讲, 上次狗不叫, 是因为地煞冲月? 讲完之后, 我看了一眼头顶, 还好, 月亮还是白色的, 张哈子没讲话, 只是点点头, 我问, 那这次呢? 张哈子讲, 我日你, 无个仙人板板, 我要是晓得, 早就给你讲老, 问题就是, 老子不晓得? 我问陈先生, 晓得不? 陈先生也讲不晓得, 然后他还讲, 他之前就是因为晚上起来撒尿, 总感觉不对劲, 所以到村子里面转了一圈, 一开始还没觉得哪里有问题, 直到回到我屋的时候, 才觉得有点不对劲, 于是他又绕到村子走了一圈, 才终于找到不正常的地方, 就是太安静了, 因为他也不晓得, 他的判断是不是正确的, 所以他, 刻意没有把这个不正常的地方, 讲给我和张哈子听, 为的就是让我们自己去看, 当然, 在这之前, 他还请他师叔刘桑一看过, 刘桑一也不能确定, 听完陈先生的话后,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陈先生真的是一高人胆大, 大晚上的都敢一个人在村子里面晃耀, 要是换做以前, 我爷爷还在世的时候, 我可能会学一下那些文人骚客, 在村子里面散散步, 念念赞月的事, 但是现在喊我一个人去村子里面散步, 给我一个亿, 我都不去, 为了证明陈先生的猜测是对的, 我特地领着他们来到王大发的屋门口, 他家养了一条大狼狗, 如果弄出动静来, 肯定会叫出来, 于是我也顾不得, 会不会吵到他们睡觉, 拿起灭刀刀柄, 就敲院子门, 让我惊讶的是, 院子里的大狼狗一声都没叫出来, 我不相信的, 还趴在墙头往里面看了一眼, 这一眼, 吓得我差点从院子墙头掉下来, 借着明亮的月光, 我看见那条大狼狗, 用后面两条腿站着, 一动不动地盯着院子门, 一声不作, 当我看过去的时候, 他也侧头偏过来看我, 我看见他那眼神, 根本就不是一条狗的眼神, 而是一个人, 当我把这个发现, 告诉张哈子和陈先生的时候, 他们两个没有半点惊讶的表情, 好像这一切都在他们的预料之中似的, 我问, 这是不是和英姬一样, 也是亲人为了留住亲人弄出来的, 张哈子很是鄙视家无奈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讲, 魏莫子选择用鸡崽子来做媒介, 难道陈寒霍没给你讲过, 要是用狗这种高智商低动物, 你觉得成功率会高, 在蒋老, 你之前就将那条大狼狗以前会叫, 这明显前后矛盾, 另外, 要是真低是阴人弄出来低, 应该叫吗在? 阴狗? 老子听都没听过, 我讲, 那他像人一样站到起看我, 拉个解释, 张哈子想了一下讲, 这无敌主人以前的罪过哪个没? 王大发的为人我晓得, 当初我爸不见了, 他就是自告奋勇来挖坟的一个, 平日里老实芭蕉, 不可能得罪人, 张哈子点点头, 没讲其他的, 而是到门口放了一个碗, 然后倒了一些无根水进去, 弄完之后, 张哈子转身就走了, 我问, 不管那条狗了, 张哈子讲, 明天才晓得效果, 先到你屋看哈去, 我总感觉你屋要出事, 这话要是平常人讲, 我要么骂回去, 要么打回去, 但是这话是张哈子的讲的, 我就晓得, 事情可能真的要糟, 这么想着, 不由得脚下的速度都快了几分, 越往村子里面走, 就越觉得张哈子讲的那个不正常越明显, 我一路上仔细地听着四周的动静, 但是除了脚步声, 其他什么都听不见, 走了几分钟, 已经可以看见我屋的院子门了, 我看见门外竟然站着两个人, 我对陈先生讲, 你还给我爸妈, 讲我今晚回道, 我之所以这么问, 是因为我爸妈都是早睡的人, 一般不熬夜, 如果熬夜, 一定是因为我, 陈先生讲, 放屁, 我给他们讲这个搞门子, 再讲了, 他们没的电话, 我朗哥通知他们, 以前村支书还在的时候, 还能打个电话, 现在村支书死了, 电话都没人接听了, 我讲, 你肯定是提前和他们讲好的对不对, 要不然, 他们两个老的, 朗哥可能会到这个时候, 还守在门口接我, 陈先生冷哼一声, 没讲话,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他, 被我拆穿了, 有些不高兴, 等我走进去一看才发现, 是我错了, 大错特错, 站在门口的两个人, 根本就不是我爸妈, 而是两个指人, 一男一女, 瞪大着眼睛珠子直勾勾地看着我, 好像脸上, 还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 好像是在, 欢迎我回家, 我被眼前的一幕, 下得赶紧后退好几步, 直到被陈先生拖住我的后背, 我才停下来, 陈先生没理会我的惊慌失措, 而是对张哈子讲, 不晓得是Muzz时候开始滴, 我发现, 滴时候是七天前, 每天早上起来, 都有两个指人站在门口滴, 我用了些手段送了他们走, 都没得笑过, 第二天照样来, 我师叔也试过, 没得用, 你是高指人滴专家, 所以我师叔让我到重庆, 喊你过来看哈, 听到这话之后, 我才晓得事情的原委, 如此看来, 陈先生之前, 还真的没有串联起来瞒着我, 张哈子讲, 我日你, 屋个仙人板板, 第一, 老子是扎指人滴, 不是高指人滴, 你要是再讲老子, 是高指人滴, 你信不信老子搞死你, 第二, 七天前, 是我和哈措措回到张家村滴时间, 第三, 指人自己上门, 我也只听到讲过没见过, 这应该是十二金牌风波亭, 我一听这个名字, 就有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于是我忍不住地问了一句, 有没有之后果, 张哈子讲, 你是学过历史低, 这会有没有之后果, 你还要问我, 我自然晓得历史上的事情, 但还是想要从张哈子口中得到一个结果, 张哈子看着我, 最后叹息一声讲, 结果就是, 段子绝孙, 永无后代, 十二道金牌, 这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我这个熟读历史的人更是不会忘记, 蓝宋抗金名将岳飞, 一天之内连接十二道金牌, 最后在风波亭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 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就已经想到了这一点, 根本不用张哈子他们解释, 我已经明白这其中的含义, 按照陈先生说的, 七天前就已经在门口看到纸人了, 那么只要再过五天, 十二道金牌就全部送到了我家, 岳飞当年的下场, 就是我家的下场, 我还没问张哈子该怎么办, 就看见张哈子把身上的两个背包全部放下, 然后从一个背包里面取出一些碗筷和竹筒, 灭刀也被他取出, 别在腰上, 随后,张哈子先是在碗里倒了大半碗无根水, 放在院门的正中央, 距离两个指人的距离, 都是三尺三寸当初张木测量距离的方法, 是用脚步走, 张哈子则是用手掌, 按照他的说法就是, 他的手四扎就代表一米,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水碗放好了之后, 张哈子从背包里取出一个小纸包, 我看见张哈子小心翼翼地打开纸包, 打开之后, 我才看见里面全部都是青黄交接的竹叶, 以前从没看见张哈子的背包里面有这么多青黄交接的竹叶, 不知道这一次为什么会带这么多, 张哈子把纸包放在地上, 自始自终, 手指都没有接触到里面的竹叶, 随后张哈子站起来, 对着两位指人各自躬身拜了一拜, 然后猛地一跺脚, 两片竹叶顿时从纸包堆里面跳出来, 我不知道张哈子是怎么使得巧劲, 这两片竹叶竟然直接跳进那个水碗里, 然后在水碗里各自旋转了一圈后才停下, 一个是逆时针旋转, 一个是顺时针旋转, 相互旋转, 毫无违和感, 等到竹叶停下来之后, 张哈子讲来者皆是客, 有客上门, 自然要以好茶招待, 现在茶喝完了, 自然要办些正式喽, 听到这里, 我才晓得, 原来这是张哈子在请这两位指人喝茶, 但是我很疑惑的是, 张哈子对付鹰人指人, 什么时候这么客气过, 这一次居然还请他们喝茶, 实在是太不正常了, 张哈子讲完之后, 就弯腰把两根手指伸进水碗里面, 沾了些水之后, 对着空中的上中下三个方向的洒了一下, 随后又沾水一次, 对着前后左右四个方位洒了一次, 洒完之后, 张哈子就用左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夹住竹叶, 我看得很清楚, 张哈子左手夹着的是那片逆时针旋转的竹叶, 右手则是顺时针那片, 张哈子重新站直了身子, 伸手把竹叶在两个指人的眼睛上抹了一下, 男指人使用左手抹的左眼, 女指人用的右手抹了他的右眼, 抹完之后, 张哈子随即松手, 任由那两片竹叶往下掉, 说来也怪, 那竹叶掉下来的位置, 不偏不倚, 正是之前那个水碗里面, 陈先生这时候站到我身后对我讲, 小娃娃, 小的张哈子, 这一手有梦子讲究不? 我问, 有梦子讲究? 陈先生讲, 记得到我以前到你爷爷老屋前用过滴, 投石问路不? 张哈子, 这一手就是他们张家滴投石问路, 不过名字有点不同, 喊过柳暗花明, 取义柳暗花明又一村滴意思, 就单轮找方向这一点, 他们张家滴柳暗花明绝对是数一数二, 看好了, 看清楚谁碗里面滴竹叶, 我一眼看着谁碗, 里面的竹叶一左一右顺逆时针地在旋转, 而且一块一蔓, 最后却是同时停下, 一片指着西北方, 一片则是指着屋子对面的方向, 我问陈先生, 这代表什么意思? 陈先生讲, 我也是听到我师父讲滴, 张家人要问柳子, 能得到柳子答案, 都是距竹叶低旋转方向和速度快慢来判断滴, 不同滴问题有不同滴答案, 每一种都有相应滴口诀对应, 只有他们张家晓得, 所以这两片竹叶具体代表柳子, 我不晓得, 不过我晓得那片逆时针滴竹叶, 它指滴方向是你爷爷滴老屋那边, 听到陈先生讲这话, 我当时就震惊了, 赶紧看了一眼另一片竹叶, 我赫然发现, 那片竹叶所指的方向, 竟然是我奶奶坟墓的所在, 这个时候张哈子也停止了手上的动作, 他走过来, 指着我奶奶坟的方向问我, 哈措措, 那边是哪个地方, 我心里一惊, 讲, 那边是一座山, 张哈子讲, 柳子山, 我讲, 不晓得, 梅的名字, 他想了想, 继续讲, 那座山上面有柳子东西没, 比如, 老屋, 我心想, 张哈子肯定是从那些竹叶里面问出了什么东西, 所以才会这样问我, 我到底要不要把我奶奶的事情, 给张哈子讲出来, 如果我说了,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而且, 张哈子是不是其实早就已经猜到了, 只不过特地问我一下, 为的就是来试探我, 这些想法只是一瞬之间, 都在我的脑海里过了一遍, 最终, 我还是决定隐瞒下来, 于是我说, 那边山一般都没的人去, 有柳子东西, 我也不晓得, 张哈子自己惊疑了一声, 然后似乎自言自语地讲, 我日你, 屋个仙人板板, 那就奇怪了, 这个女低, 就是从那边走过来低, 那边肯定有作坟, 啊错错, 你们这边死人佬一般都埋到哪里, 我讲, 都是埋到后山堤, 我爷爷除外, 张哈子点点头, 讲, 今天太黑了, 先进屋, 明天再去那边看一哈, 讲完之后, 张哈子从背包里面取出一把纸钱, 朝着天空中一甩, 然后讲, 尘归尘, 土归土, 好肉好酒好上路, 念完这一句, 张哈子就往前面走三步, 然后停下, 继续念, 从哪来, 归哪去, 千金难买通天渠, 又往前走三步后停下, 继续念, 钱一把, 酒一杯, 尽早离去墨天黑, 如此走三步念一句, 反反复复重复了七次, 每一次念的都不一样, 直到最后一次, 张哈子念完之后, 双手截了一个星火手印, 然后然后, 在自己的双肩上面, 用食指和中间夹了一下, 让前面一扔, 扔完之后, 他立刻蹲下, 往前面打了一个滚, 然后脚不着地, 双手撑着, 往外面跳了出来, 陈先生给我讲, 张哈子之前走三步念一句, 到匠人圈子里面, 喊过送鸣上路, 是一种很礼貌的方式, 目的就是让他们自己离开你屋, 但是鹰人滴路上面, 不能张哥洋人滴步子, 要不然, 鹰人就不得走这条路, 所以, 张哈子用手撑着, 跳出刚刚走出来滴那条路, 要是让我们还这样来搞, 就不用, 陈先生话还没讲完, 张哈子就慢慢咧咧走了过来, 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你个狗日滴, 陈憨祸, 老子郎哥把你这个海匠搞忘记老, 害得老子又蹦又跳低, 陈先生嘿嘿一笑讲, 我这个半吊子水平, 郎哥赶到你面前现丑, 张哈子讲, 少他妈放屁, 你以为老子不晓得, 你不就是怕占因果, 陈先生善善一笑, 没讲话, 张哈子瞪了陈先生一眼, 然后走到两个指人面前, 结了一个心火手印, 然后左手点男指人, 右手点女指人眉心, 同时大喝一声, 上路, 这话讲完, 我就看到那两个指人没有丝毫犹豫的, 就用一种很怪异的姿势往前面走去, 他们两个走的那条路线, 就是张哈子刚刚走的那条路, 张哈子讲, 收工, 回去睡觉, 讲完之后, 他就把两个背包从院门隔壁的墙上甩了过去, 我和陈先生看得目瞪口呆, 我问张哈子, 你搞磨子, 张哈子讲, 难道院门不是拴到起地? 我讲, 村子里面没得郎多讲究, 外面的院门一般都不拴, 张哈子愣了一下, 然后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你不早讲, 我们进门之后, 张哈子就往我屋子走去, 陈先生紧随其后, 我留在最后关门, 我关门的时候, 借着月光, 看见那两个指人竟然同时回头, 睁大着眼睛看着我, 然后冲着我露出了一个诡异的微笑, 看到他们两个同时回头冲着我笑, 我不由自主地往后面退了好几步, 连门都没关上, 张哈子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是不是好久没转来, 连你屋门都关不来了, 这个时候, 我才想起我身后还有张哈子和陈先生两个人, 于是我赶紧转身指着门外讲, 张哈子, 刚刚那两个指人回头对着我笑, 张哈子一听, 我看见他眉头跳了一下, 然后走回来, 一直走到门外, 看了几眼, 讲, 你个狗日滴, 你是不是眼花老, 哪里还有指人,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确确实实, 那两个指人已经不见了, 难道刚刚真的是我眼花了, 月亮已经偏息了, 指人也不见了, 现在纠结这个没有多大的意义, 于是就都进了我的房间去了, 张哈子进屋之后, 扔下背包就躺在床上, 然后还摆出一个大字的样子, 看似自言自语, 其实是在对我和陈先生讲, 他首先是叹息了一声, 然后讲, 都怪我屋以前太有钱了, 从小到大, 我都是一个人睡, 养成老睡觉乱踢腿低毛病, 要是有人和我睡一张床, 被我这一条黄金右脚踢到一哈, 嘖嘖, 结果想都不敢想, 我和陈先生对视了一眼, 然后一起走过去, 把张哈子从床上拉了下来, 直接扔到地上, 我睡里面, 陈先生睡外面, 和以前一样, 很和谐, 没毛病, 当然了, 如果少了张哈子站在床旁, 指着我和陈先生骂, 那就更加和谐了, 骂着骂着, 张哈子的声音突然停止了, 那种停止很不寻常, 就好像是硬生生的, 被人掐住了脖子一样, 我和陈先生同时坐起来, 看着张哈子, 我问, 郎哥了, 张哈子一脸警惕地, 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之后并没有急着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问陈先生, 你听到没的? 我看到陈先生点了点头, 然后他讲, 前前后后, 一共敲个三哈, 张哈子已经转身到一旁的背包上面取了灭刀, 同时问陈先生, 你之前没听到? 陈先生也坐在床边, 开始穿鞋子, 他讲, 没听到, 突然就想搁三胜, 张哈子点点头, 打开门, 往外面走去, 陈先生也跟了上去, 他们刚刚的对话, 我听得云里雾里, 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但是从他们的表情来看, 事情应该不简单, 于是我急忙穿上鞋子跑了出去, 追上陈先生后, 我问他, 发生了吗子事? 陈先生讲, 有东西敲门, 我讲, 可能是有人来找我爸妈, 陈先生轻声讲, 放屁, 敲门声响起之前, 老子就没听到, 有人走路低声音, 要是老子老哥尔贝, 那也好讲, 但是张哈子也没听到, 你觉得这可能不? 听到这话, 我顿时明白, 为什么之前陈先生讲, 是有东西在敲门, 而不是讲有人在敲门, 我们三个走到院门后面, 张哈子和陈先生, 一左一右站着, 陈先生还把腰上的铜烟枪拿了出来, 我一开始还没明白, 为什么他们两个这腰牛逼的人在一起, 还要这么小心翼翼的, 但是我瞬间就想通了, 正是因为他们两个这样牛逼, 却还有不干净的东西, 赶找上门来, 这就说明那东西有恃无恐, 要么那东西是傻逼, 要么就是真牛逼, 不管是哪种, 都不好对付, 傻逼的不怕死, 牛逼的打不过, 张哈子站在左边门后, 就一直看着我, 我不明所以的, 也就看着他, 大概过了七八秒之后, 张哈子才压低了声音对我讲, 我日你, 屋个仙人板板, 老子打眼色喊你开门, 你没看到, 天地良心, 张哈子的那双眼睛, 要是有人能够看得见他在打眼色的话, 我认他当师父, 我走到院门后面, 悄悄地拉开门栓, 然后猛地拉开院门, 张哈子和陈先生同时冲出来, 然后我们三个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之前已经被张哈子送走的两个指人, 居然又回来了, 而且, 不仅仅是他们两个回来了, 中间还多了一个小指人, 如果仅仅只是这样, 我也不至于那么害怕, 毕竟已经见到过太多的指人了, 问题是, 他们三个指人和之前我所见到的完全不一样, 因为他们的双手都捧着一张遗像, 两个大指人捧的是一对年轻男女, 是我爸妈年轻时候的样子, 而中间那个小指人手中捧着的, 竟然是我小时候的样子, 这尼玛竟然是我一家三口十几年前的照片, 而那两个大指人, 刚刚并不是被张哈子给送走了, 而是去带这个小指人过来, 难怪他们刚刚会回头冲着我露出那样诡异的笑容, 应该是在笑我终于从重庆回来了, 这下好了, 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一想到这里, 我的整个脑子都嗡了, 根本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 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张哈子和陈先生走出门, 然后就听到张哈子骂骂咧咧地讲, 我日你, 屋个仙人板板, 送你走你不走, 老子给你连老是不, 讲完之后, 我看见张哈子抽出灭刀, 一刀劈在男指人的身上, 从他的左肩一刀斜劈下去, 从右垮出刀, 指人瞬间被劈成两半, 陈先生也同时出手, 拿着童颜枪把那个女指人的头给打断了, 但是, 即便如此大的冲击力, 两个指人还是稳稳地站在原地, 就好像他们的脚下, 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定住一样, 陈先生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惊呼一声, 落地生根, 落地生根我见过, 甚至我自己都会一点点, 不过我并不知道, 落地生根居然也可以用在指人身上, 陈先生喊完之后, 就对张哈子讲, 送是送不走了, 最好一把火烧了, 张哈子点点头, 然后和陈先生同时从兜里面取出一张黄符一样的东西, 在手腕抖了几下之后, 做了几个一模一样的姿势, 然后把黄符朝着指人丢过去, 轰的一声, 两个指人同时燃起一团绿色的火焰, 在绿色火焰当中, 我看见我爸妈的照片受热变形, 变着变着, 我看见他们的眼睛珠子, 好像转向了我, 嘴角也不自觉地上扬, 露出一个微笑, 但是此情此景之下, 这微笑不管是如何的慈祥, 在我看来都是无比的诡异, 不过还好, 这微笑没有持续多久, 就彻底地消失不见了, 最后的一个小指人, 张哈子和陈先生同时出手, 一把火从上往下烧, 一把火从下往上烧,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竟然听见有小孩子哭声, 而那个声音, 就是从那个小指人的身上发出来的, 我把这个发现告诉张哈子, 张哈子讲, 不想死就假装没听到, 我吓得赶紧闭嘴, 什么也不敢说了, 等到绿色火焰熄灭以后, 张哈子和陈先生对视了一眼, 然后出门一左一右, 往院子两边低着头慢慢走去, 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只是觉得空气中充满了一股难以名状的压抑, 刚刚这些指人手里抱着的照片, 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村子里面从来都没有相机一类的东西, 我爸妈更是几十年就没照过相, 哪里来的照片, 还有, 这些指人到底是哪个搞过来的, 为了什么, 难道仅仅只是想要让我家段子绝孙吗, 还没等我想明白这些问题, 张哈子和陈先生就从相反的方向走了回来, 看来他们是绕着我屋走了一圈, 他们见面后摇了摇头, 应该是没有发现他们要寻找的东西, 就在这个时候, 我看见张哈子和陈先生同时转头, 看着村子远处, 竟然都是一副如灵大敌的样子, 张哈子拽着灭刀, 对陈先生讲, 陈憨糊, 指人是我们两个烧地, 因果一人一半, 你有意见没, 我听到这话心里纳闷, 难道因果这种东西, 还能够根据人的意志来分配, 想要沾染多少因果, 就沾染多少因果, 更出乎我意料的是, 没想到陈先生竟然点头答应了, 还对张哈子讲, 我姥姥, 你是婉生, 你要多照顾哈我, 张哈子讲, 少放屁, 你以为老子不晓得你滴底细, 当年将人五年一聚, 邀你参加, 那个时候你好大滴架子, 你讲不去就不去, 郎滴, 现在这个时候, 要我来照顾你老, 陈先生讲, 当年我就解释得很清楚了, 现在你又拉旧账, 这就没的意思了, 张哈子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是你先装逼, 哈想不沾因果, 世界上哪有郎的好滴事情, 反正老子打死不干, 一人一半, 陈先生讲, 一半就一半, 我就不信, 等到老子真滴搞不赢滴时候, 你不过来帮忙, 讲完之后, 陈先生点燃了手中的铜烟枪, 使劲吸了两口, 然后一起把烟雾吐出来, 看那神情, 好像是下定了很重要的决定一样, 他们两个说的话, 我完全听不明白, 但是我听得出来, 陈先生并不是如我之前想象的那样, 脸将人圈子都进不去, 而是他自己不愿意进去, 这么说来, 以前陈先生讲的有些东西并不靠谱, 很可能是为了隐藏他的实力, 来骗我的, 我就说嘛, 刘桑一都知道圈子里面的事情, 陈先生身为邪将一脉的人, 怎么可能不知道? 当然了, 也有另外一种可能, 那就是陈先生老早就知道, 进到圈子里面去了之后, 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 所以干脆不进去, 采用明哲保身的手段, 一直好好地活到了现在, 但是不管是哪种, 陈先生的将数, 肯定是已经达到了进入匠人圈子的水平, 这一点, 毋庸置疑, 就在这时, 我看见, 在我爷爷老屋方向那边, 出现了一个人影, 在月光下, 我清楚地看见, 这个人的双手, 捧着一个东西, 虽然看不清, 但是我已经猜到, 一向, 难怪他们两个, 一副如灵大敌的样子, 张哈子和陈先生, 几乎同时轻声讲了一句, 来了, 我看见陈先生看着另外一个方向, 那个方向, 正是我奶奶老屋的方向, 我顺着陈先生的眼光看过去, 果然看见, 在远处出现了一高一矮两个人影, 他们双手也捧着东西, 这两个人影走得比较慢, 原因是, 那个小指人步伏比较小, 女指人走了几步之后, 就要等一下小指人, 一直到两个方向的指人走到一起之后, 速度才突然加快, 我看见他们上一秒还在远处, 可是下一秒, 就已经到百米开外了, 再一眨眼, 就已经到了门外十步的距离, 这一次我看得很清楚, 他们三个手中抱着的确实是一项, 一张我爸的, 一张我妈的, 中间那张是我的, 这三张照片看上去本来没什么异常, 但是我总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 而且是属于那种越看越不对劲的, 张哈子加上陈先生几乎同时上前, 张哈子讲, 陈憨祸, 你应该晓得哈术, 陈先生讲, 少放屁, 老子吃低盐比你喝低水都多, 老子会不晓得这个哈术, 他们话讲完, 那三个指人, 也被两个人三下五除二的给解决掉了, 毕竟他们两个本身就很牛逼, 加上又是一起联手, 很轻松的解决战斗, 绝对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 但是我本以为他们会很开心地打到回府, 没想到, 我却从他们两个的神情当中, 并没有看到轻松, 反而是越来越凝重的表情, 这个时候我插嘴问, 你们刚刚讲的哈术是吗子哈术? 张哈子没讲话, 只是冷哼一声, 陈先生倒是回过头来对我讲, 这些指人要把遗照贴到你屋神龛下面去, 听到陈先生的话, 我有些纳闷, 我问, 放照片是郎哥讲究, 陈先生还没讲话, 就被张哈子打断, 张哈子讲, 你得哈错错, 你自己想一哈, 么子时候才会在神龛下面放照片, 我一听, 顿时愣住了, 确实, 神龛下面一般都不放照片, 只有一种情况下会放照片, 那就是死人的时候放一照, 张哈子讲, 要是这些指人把他们手中的照片放到了你屋神龛下面, 不管是哪个滴, 放哪个上去, 哪个就死, 行事, 这尼玛就是他们匠人圈子里面所谓的行事, 只不过这一次的行事是倒着来的, 但是不管是哪样, 只要完成了神龛下面放一照, 就表示有人死了, 就算是之前没死, 那么只要照片放上去, 马上就会死, 难怪他们脸上的表情那么凝重, 原来直接关系到了我一家人的生命安全, 就在我们讲话的时候, 刚刚那三个指人身上的绿色火焰已经开始熄灭, 当这三个指人全部成为灰烬的时候, 我借着月光看见, 再不远处, 再次出现一个指人, 等这个指人出现一段时间后, 在另一个方向上, 也出现了一大一小两个指人, 他们的双手中怀抱着一张遗照, 和之前的过程如出一辙, 看到这三个指人出现的时候, 我终于开始害怕起来了, 这样下去, 如果这些指人无穷无尽, 就算张哈子陈先生, 他们两个在牛逼, 也会被累死, 到那个时候, 谁来拦住这些指人, 当张哈子他们摆平一波指人的时候, 下一波指人马上就出现了, 而且, 我发现, 每两波指人之间的间隔越来越短, 一开始的时候, 张哈子和陈先生, 还能够偶尔地喘喘气, 但是到了后面, 根本就没有这个时间, 留给他们喘息, 我看着张哈子和陈先生, 一边喘着粗气, 一边对付那些指人, 终于明白了, 张哈子和陈先生之前的对话, 所谓的因果一人一半, 原来就是一人对付一半的指人, 至于数量怎么分, 基本上就是, 如果这一波张哈子, 干掉了男指人, 加上小指人, 那么下一波, 就是陈先生干掉女指人加小指人, 如此循环下去, 一点也不含糊, 我不知道他们两个在外面搞了多久, 我只觉得, 我就光站在一边看着都觉得累, 上眼皮已经不断地和下眼皮打架了, 直到现在, 我才意识到张哈子之前讲来, 我们村之前一定要先睡一觉, 是多么的明智, 张哈子和陈先生的动作, 已经很明显地慢了下来, 陈先生一屁股坐到地上, 对着张哈子喊话, 张哈子, 你比我年轻几十岁, 你好意思和老子一半一半, 张哈子直接开口骂, 我日你, 屋个仙人板板, 要是你掉一半血, 老子看你哈, 有没有精神和老子到这里放屁, 听完张哈子的话, 我幡然醒悟, 张哈子之前在太平间地下四楼的时候, 中了十三太保落子定, 虽然他自己讲只是有点贫血, 但是他那么逞强的一个人, 嘴巴里面什么时候有过真话, 陈先生讲, 张哈子, 你哈好意思和老子讲太平间, 老子被困到里头一个上午, 你晓得老子, 等一哈, 张哈子, 好像有点不对劲, 张哈子讲, 你才晓得不对劲, 师父蠢, 教出来低徒弟也蠢, 听到他们两个人吵架, 我反而没有那么害怕, 现在听到他们讲不对劲, 我才开始担心起来, 我讲, 哪里不对劲, 陈先生讲, 小娃娃, 按照刚刚低规律来讲, 那些指人应该早就来了, 难道你不觉得, 这一波间隔的时间, 有点太长了吗, 陈先生一讲, 我才恍然大悟, 但是我, 还是心存侥幸地讲, 会不会是他们害怕了, 所以不来了, 张哈子听完之后, 就破口大骂, 我日你, 捂个仙人板板, 你拉个不蠢私起, 你难道没打过游戏, 他们这是准备来一波团战, 张哈子的话刚讲完, 我就听到一阵鞋子擦地的声音, 嘻嘻嘻嘻, 不绝于耳, 我抬头望去, 在月光之下, 我看见远处的地平线上, 密密麻麻的, 全部都是抱着一罩的指人, 大大小小, 高高矮矮, 不计其数, 我见过最多的指人, 是在张哈子的杂志店里, 我以为那个地方应该就是我能见到的最多指人的地方, 但是眼前的这一幕, 实在是让我目瞪口呆, 我竟然一时之间都忘记了要说什么, 等到我想起来的时候, 我已经被张哈子和陈先生两人一人一边架着我的胳膊, 退进了院子里面, 他们刚刚不是说不能让指人进我家院子吗, 怎么现在又退进来了, 张哈子把他手中的灭刀递给我, 然后自己从背包里面又找出两把灭刀来, 但是看橙色, 我手里的这把要好很多, 而且还有一种时间沉底的质朴感, 特别是刀饼那里, 好像是被许许多多的人握过, 所以才能够如此的圆润, 张哈子讲, 你站到堂屋门口, 手道, 要是有东西靠近, 一刀子砍下去, 记到没? 我点点头, 蒋晓得了, 其实张哈子根本就没有等我讲完话, 就已经转身走了, 等我走到堂屋之后, 我看见他和陈先生一个站在院门的左边, 一个蹲在院门的右边, 都在不断地忙碌着什么, 张哈子一边掐着左手, 一边用右手在左门上面指指点点, 这个手法我看见过, 当初张建老爷子, 就是用这个手法来困住张大叔的, 这应该就是他们张家的封金挂印, 而陈先生, 则是拿着红线在地上缠缠绕绕, 而且还在红线中间放了一个水碗, 碗里面放了三枚铜钱, 之后用红线在右边的门上绕了三圈缠好, 最后在对角线上面, 还各自拉了一条红线, 陈先生用的红线, 就是我之前见过的那种永远扯不完的红线, 一直到现在, 我都还没有搞明白他的手段, 他们各自的大门弄完之后, 张哈子和陈先生交换位置, 把之前做的事情再重复一遍, 我是第一次看见他们两个联手, 之前打指人那里, 其实算不上联手, 最多算是各自为战, 但是现在不一样, 他们是把同一道门加固, 看来这次的事情真的很麻烦, 做完这些之后, 陈先生拿着红线开始在四周的围墙上缠绕画圈, 按照道理来说, 那些红线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贴在墙面上的, 但是经过陈先生的手之后, 那些红线竟然好像是生在墙里一样, 落地生根, 这肯定是落地生根的一种演变, 匠人这个世界给我的惊喜, 我本以为我已经渐渐的习惯了, 毕竟我已经见了那么多了, 也算是见怪不怪了, 可是, 每一次看见他们新奇的匠术, 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对匠人这个圈子充满了向往, 我不知道, 我爷爷当初为什么把一身匠术都带进土里, 哪怕是教我一招办事也好啊, 按照张哈子的说话, 我学东西那么快, 要成为一个匠术高手,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反正我是搞不懂我爷爷的想法, 我估计在这个世界上, 也不会有人能猜到他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 这些念头仅仅只是一瞬之间就转过了, 我在看乡院子里面的时候, 我看见张哈子从一个背包里面拿出来一叠碗, 在院子的中央排成一个圆圈放好, 我数了数, 左左右又一共有九个, 之后张哈子在九个碗里全部倒满水, 并且在每一个碗里都放了两枚铜钱, 这还没完, 他又从背包里取出一些竹叶, 把一叠竹叶整齐地叠在一起, 然后用手撕成鱼的形状最后扔进水碗里面, 看到这里我算是看明白了, 这是之前张牧布置的小雷尺的手法, 我刚这么想, 张哈子接下来的动作就出乎了我的意料, 我看见他在这九个水碗围成的圆圈中间倒扣了一个瓷碗, 瓷碗里面装的是家生饭, 在碗底放了一颗鸡蛋, 包鸡蛋的方式和我以前见到的一样, 手指指负自始自终不接触鸡蛋, 弄完这些之后, 张哈子在鸡蛋上面插了一炷香, 然后用手握住香柄, 往上面一缕, 手离开香头的时候, 那炷香就自己着了, 生起一缕悠悠的青烟, 不偏不倚, 朝着正上方飞去, 在这之后, 张哈子把手里的一把灭刀插在瓷碗的旁边, 我看了一下灭刀的方位, 正好是瓷碗的东南方, 东南方属火, 灭刀为精, 这应该就是取义真精不怕火来炼的意思了, 张哈子并没有停留, 插完灭刀之后, 就提着另一把灭刀往院门方向去了, 这个时候, 陈先生也刚好把院子里面的围墙, 全部用红线绕了一圈, 没留下一个死角, 张哈子和陈先生站在门后, 张哈子转身过来, 冲着我喊, 哈错错, 老子和陈汉祸要打怪升级去老, 你到屋里守水晶, 老子现在发育浪的好, 你要是把水晶丢了, 老子日死你屋个仙人板板, 讲完之后, 根本就不管我听不听得懂, 转身拉开门就出去了, 陈先生紧随其后, 他们走出去之后我才发现, 院门的门栓上面都被陈先生用红线缠了好几个圈, 他们出门的时候, 门栓的一头就架在门上, 另一头则是用红线高高牵起, 等到出门以后, 从门外拉断红线, 门栓就自动掉下来, 把院门从里面栓上, 他们这是要背水一战, 我很想劝他们, 但是我发现我根本就没有任何资格去劝他们, 也没有任何理由去劝他们, 因为在这方面, 我连个小白都不算, 我最多算是一个打酱油的, 没过多久, 我就听到门外响起了一声声张哈子骂人的仙人板板, 还有陈先生劝张哈子稍讲话, 多省点力气的声音, 张哈子在院子左边, 陈先生在院子右边, 两个人中间隔着一个院子, 要对话, 完全是靠喊的, 说真的, 如果不是现在的情况, 实在是有点不允许, 我都要认为他们两个是讲相声的, 渐渐的, 张哈子的喊骂声越来越少, 陈先生也已经是彻底的不说话了, 但是我能听见竹子被打断的声音, 以及脚踩在纸上面发出来的那种渣渣声, 我能够想象得到, 院子外面肯定已经堆满了纸人, 但是, 张哈子和陈先生是不是真的撑得住, 就在这个时候, 我看见院子里面的那缕青烟突然转向, 朝着右方的一个方向飘了过去, 院子里根本就没有风, 于是我赶紧看过去, 就看见一颗惨白色却画着腮红的脸出现在墙头, 这个纸人我之前没见过他, 难道是新来的? 他的脑袋立在墙头, 瞪大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然后整个人飞到了墙头, 没错, 就是飞, 而不是跳, 如果是跳, 起跳的时候肯定速度比较快, 但是飞不一样, 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速度, 可是当他落在墙头的时候, 一道绿色的火焰就从他的脚底升起, 然后往上蔓延, 当绿火燃烧的时候, 我看见那一缕青烟再次变成笔直往上, 可即便烈火加深, 那个家伙还是固执到要往院子里面跳, 我看见他的怀里抱着一张遗照, 这张遗照, 竟然是我高中毕业时候的样子, 而抱着相片的纸人, 也不再是之前的那个小纸人, 而是长成了大纸人, 看到这里, 我终于明白之前是哪里觉得不对劲了, 难怪我感觉第一次看见照片和第二次感觉有点不对, 原来是这里不对, 年纪, 照片里面的人在一天天的长大, 我脑海里突然惊险出一个念头, 要是照片里面的人长成了我和我爸妈现在这个样子, 那是不是就意味我们立刻就会死了, 我把这个发现以喊话的方式, 喊给外面的张哈子和陈先生, 结果我听到张哈子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老子早就晓得老, 要是等到你发现, 黄花菜兜了, 我没理会张哈子, 而是专心地盯着院子中央的那一缕青烟, 我发现, 这青烟笔每次都能提前指出, 哪里有阴人翻墙, 屡试不爽, 就在我感叹张哈子真有本事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那一缕青烟竟然朝着我这边飘了过来, 我看见这缕青烟朝着我飘过来的时候, 我下得赶紧转身看着堂屋里面, 但是空荡荡的堂屋里面, 除了神龛和神龛下面的一张大的八仙桌以外, 什么都没有啊, 难道这香火青烟出问题了? 不可能, 从我认识张哈子到现在, 仅仅就匠书而言, 张哈子从来都没有出过错, 但事实摆在眼前, 我确实没有看到任何指人, 难道我被鬼灭了? 不会, 指人都进不来陈先生和张哈子一起布下的圈子, 那些没有身体的阴人就更加进不来了, 我在原地转了一圈, 还是没有看到任何指人的踪迹, 但是那吕青烟一直朝这边飘着, 看着那吕青烟, 我心里开始慌张起来, 万一有什么东西是我看不见的, 他跑过去把遗照放在了神龛下面, 那后果, 我已经不敢继续往下想下去了, 我手里拽着灭刀, 手心里面已经是密密麻麻的冷汗, 我很想问张哈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知道张哈子自己现在都自顾不暇, 我要是再去分他的心, 估计张哈子都要死在我前面, 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我的头顶一阵发凉, 就好像是一盆冷水浇上来一样, 我赶紧抬头往上看去, 然后我看见让我呼吸停滞的一幕, 我看见, 一个惨白的脑袋, 和我面对面, 他的眼睛圆鼓鼓地瞪着我, 他的嘴巴撅着, 好像是在不断地给我吹起, 等我抬头看上去的时候, 他张开嘴, 朝着我的头发咬去, 我被吓得连连后退, 一直退到了院子里才停下, 这时候我才看得清楚, 那并不是一个脑袋, 而是一个倒挂在屋檐下的纸人, 难怪青烟朝着这边飘, 但是我却没有看见任何东西, 这家伙竟然从屋顶上绕了过来, 我记得之前陈先生和张哈子, 都没有处理过屋顶, 看来这些纸人, 是找到了红线圈子的缺口, 可是, 既然他到了这里, 为什么要在我的头顶吹风呢? 我遭遇过一次鬼吹风, 可那一次是去给陈泥匠点灯, 陈泥匠不希望我把油灯点亮, 所以才会跑过来吹灯, 但是这个纸人给我吹风, 是什么目的呢? 我刚想到这里, 就看到那个纸人, 沿着屋檐往堂屋里面, 走去他没有走下来, 就是在屋顶上走, 如履平地一般, 动作快到让人咋舌, 我看到这一幕才明白过来, 那家伙就是为了把我赶走, 然后他好跑进堂屋里面, 把他手里的遗像, 放在神龛下面的那张八仙桌上, 我看得很清楚, 那张遗像上的照片, 正是我爸, 我赶紧起身, 拼了命地往堂屋里面跑, 但是我终归是后面出发, 还是慢了他一步, 而且他根本就没有走下屋顶的打算, 直接站在神龛上面, 双手一松, 那张遗像就往八仙桌上掉下来, 我知道, 遗像挨着八仙桌桌面的时候, 就是我爸一命呜呼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力气, 扔下灭刀就向前一扑, 整个人竟然直接扑到了八仙桌上, 而且还在空中完成了转体, 伸手就接住了那张遗像, 那指人见到遗像被我接住了, 直接从屋顶跳下来, 但是他没有完成转体, 而是头直接着地, 可是指人毕竟太轻了, 根本就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 只是额头那里凹进去了一块, 显得更加诡异而已, 我看着他好像是要翻身, 我赶紧抱着一照, 跳下八仙桌, 然后捡起灭刀, 转身一旧是一刀, 不偏不倚, 正披在指人的腰上, 那指人瞬间被劈成两半, 而且伤口的地方竟然开始燃起绿色的火焰, 没多久, 整个指人就被烧得连灰烬都没了, 我看着手中的这把刀, 又惊又喜, 这尼玛真是个好东西啊, 那指人被烧没了之后, 我手里的那张遗罩也自己燃了起来, 还差点把我给烧着, 经过这么一打岔, 我再也不敢站在堂屋门槛的外面去了, 只好站在堂屋里面, 不断地盯着堂屋顶上看, 就很长一段时间了, 屋顶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指人, 难道这又是张哈子之前说的, 他们要准备来一波团战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我干脆直接食物头了, 必死的局面根本就没必要挣扎嘛, 还不如早死早超胜, 但是一想到房间里睡着了的爸妈, 我又不自觉地燃起一股斗志, 以前都是他们保护我, 现在也该轮到我保护他们二老了, 等等, 按照道理来说, 我爸妈都是那种瞌睡很轻的人, 只要外面有什么风吹草动, 他们都会被惊醒, 为什么现在外面这么吵? 他们竟然都没有醒来, 不会是已经出问题了吧? 我被我自己的这个念头给吓了一跳, 赶紧摇了摇头, 肯定不会, 我们进村的时候张哈子就说过了, 村子里面显得格外的安静, 就连狗都不叫了, 那就说明整个村子的人都应该是中招了, 所以才不会醒来, 而且中的招肯定不会是什么太厉害的招子, 要不然陈先生也不敢放心大胆地跑去重庆找我们, 想明白了这一点, 我才松了一口气, 站在堂屋的门槛后面, 聚精会神地盯着院子中央的那炷箱, 突然, 那炷箱上面的红色火星竟然毫无征兆地吸了,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外面的指人已经被全部干掉了? 我很想走出去看看, 甚至还特地跑到八仙桌上面拿起了火柴, 准备冲出去把箱点着, 可是我刚拿到火柴转身, 我就看见堂屋门槛的外面, 被一排高高矮矮的指人给围得水泄不通, 而他们的手里全部抱着一张仪像, 果然又是一波团战, 可是, 为什么他们全部站在门槛外面不进来? 很快, 我就明白了其中的关键, 那就是因人要进阳宅, 必须要有阳宅主人的同意, 而之前那个指人之所以能进来, 是因为他走的是屋顶, 阴阳颠倒, 因此并不需要我的允许, 就这样, 我站在堂屋里面, 他们抱着一项站在堂屋外面, 对质, 但是这样的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 院子里面越来越多的指人出现, 院墙上的那些红线已经崩断, 外面也只是偶尔能听见一些声音, 我不知道张哈子和陈先生是不是已经脱离倒下了, 随着指人的增多, 堂屋外面的指人已经开始出现人挤人的现象, 以至于最前面的这一排已经快要被击变了, 叠罗汉, 要是会的话, 那么只要叠上去, 然后从屋顶上进来, 那我就彻底无法了, 为了不引起他们对楼顶的注意, 我尽量不往上看, 而是盯着他们手中的遗像看, 我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看见我面前的那张我爸的遗像, 他的嘴角好像情不自禁地动了一下, 我下意识地揉了揉眼, 然后在看过去的时候, 我发现他的嘴角并没有动, 可是, 当我刚松一口气的时候, 我竟然看见那张那遗像上的嘴巴张开, 对我讲, 小杨, 我是你爸, 让我进去, 无论是声音还是说话时候的表情, 和我爸的一模一样, 我知道是假的, 但是就是知道, 才会更害怕, 我没有因他, 因为我知道, 这肯定是鬼点名, 可是, 他却自顾自地继续往下说, 越说越生气, 骂我不笑, 骂我捂逆子, 被食鬼, 他脸部表情和说话的语气, 活脱脱的就是我爸, 我用手捂着我的耳朵, 却仍旧是隔绝不了那个声音, 而且, 那声音一开始只是一张遗照在说话, 到了后面, 几乎是整个院子的遗照都在说话, 甚至是包括我自己, 都在骂我, 骂我把林匠弄掉了, 骂我还不去找林匠, 说不定他就要死了, 骂我还像个缩头乌龟一样待在这里, 听到他们的话, 我差点就没忍住往外面跑了去, 但是, 就在我往前迈出一步的时候, 我突然听到一声清脆的炸, 震得我的耳膜都快要碎掉, 这声音不是张哈子, 也不是陈先生, 而是一个女人, 我听到这个声音以后, 心里一喜, 还以为是林匠来了, 但是, 很快我就意识到不对, 林匠的声音比这个要更加冷艳一些, 而这个声音, 则是要比较妖媚, 刘桑依, 是陈先生的师叔刘桑依来了, 果然, 在那一声炸之后, 我听到院子里面传来一个声音, 他讲, 小帅哥, 这么久不见, 你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啊, 是不是张哈子没有教你东西, 你告诉姐姐, 姐姐帮你打他屁股, 听到这话,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 刘桑依现在虽然看上去只有二十几岁, 但是他的真实年龄毕竟已经快一百岁了, 还说出这样的话, 我实在是无法揭察, 不过刘桑依估计也只是随口那么一说, 没得到我的回应后, 他就自顾自的在院子里对付起那些纸人来, 我从那些纸人的缝隙中看过去, 刘桑依和张哈子以及陈先生都不一样, 他手里没有任何东西当武器, 就那样赤手空拳地打来打去, 很是潇洒和性感, 刘寡妇的这副身体的身材简直是没谁了, 刘桑依用了她的身体之后, 在打斗过程中, 胸前的那一团事物上下不断地抖动我承认, 我是邪恶, 但是那样的波涛汹涌, 真不能怪我, 不过我还是把视线给挪开, 尽量不去看那个地方, 但是很快, 我就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我和刘桑依又不是第一次见面, 以前怎么没有关注到她的身材问题, 偏偏是在这个时候关注到这一点, 我想了想, 很可能是和这些纸人有关系, 他们一直在不断地骂我迷惑我, 乱了我的心智, 所以我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肯定是这样, 不过, 这个借口我自己都不信, 那些一向里面的声音被刘桑依的那一声给压下去以后, 短暂地安静了一会儿, 但很快, 他们就又闹了起来, 一声声, 一句句, 就好像是直接在我脑子里说的一样, 就算是用手捂住耳朵, 他们也可以毫无阻碍地钻进我的耳朵里, 我感觉到天旋地转, 感觉整个身体都已经快要不是我的了, 我眼前渐渐地变黑, 身体不受控制地往糖屋外面走去, 我似乎已经看见那些指人伸出双手, 不知道是要拥抱, 还是要把我给拉出去, 我很想停下来, 但却发现, 我根本控制不了我的身体, 我看见那些一照裂开嘴巴在对着我笑, 我也跟着笑, 炸, 又是一声传来, 就好像是一声巨雷一样, 把我从梦中惊醒, 我看着眼前的场景, 我的一只脚已经踩在了糖屋的门槛上, 吓得我赶紧转身钻进神龛下面的八仙桌下, 然后一屁股坐下, 趁着我还清醒, 我赶紧从八仙桌的一脚解开红绳, 这红绳原本是过年杀猪时候, 把两张八仙桌绑在一块用的, 原本只是一根普通的麻绳, 只不过杀猪的时候沾了猪血, 常年累月下来就变成了红色, 我把红绳拉直放在我身前, 然后用灭刀的刀尖在红绳的两侧, 画了八个小圆圈, 圆圈里面再画上一个正方形, 最后小心翼翼地在圆圈和正方形之间, 写上乾隆通宝四个小字, 我这是在情急之下摆出了一个奈何桥, 没有红线也没有红绳, 也不知道管不管用, 但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得多, 弄完这些之后, 我就把眼睛闭上, 开始念地藏本愿经, 这是我在大学时候, 在图书馆里无意间看到的一本佛经, 当时仅仅只是出于好奇, 所以就多看了几眼, 也没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但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时候就无意间自己轻声念了起来, 我不知道是我的奈何桥起了作用, 还是念的经文起了作用, 还是外面的刘桑一建功了, 总之, 我没有再听到那些一项的声音, 我念着念着, 感觉好像外面一切都变得安静了下来, 我不知道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 我只听见外面传来一声攻击打鸣的声音, 这声音有些熟悉, 是从院子右边传来的, 短暂地沉默了一会儿, 院子左边也传来一声鸡鸣, 这一声就有些不太正常了, 就好像是一只鸡被掐住了脖子一样, 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也是听到这个声音, 我才确定, 外面的那两声鸡鸣, 第一声是陈先生的, 第二声是张哈子的, 难怪叫得那么难听, 我估计张哈子以前就没学过攻击打鸣, 然后我听见陈先生破口大骂, 张哈子, 你个狗日地, 攻击要是你拉个叫法, 一辈子都是老光贯, 张哈子也不甘示弱地骂, 我日你, 屋个仙人板板, 这就是你出地鬼主意, 陈先生讲, 少放屁, 赶紧叫, 要不然, 那个小娃娃都要中招了, 陈先生讲完之后, 就直接跟了一声嘎狗狗, 张哈子骂, 我日你, 屋个仙人板板, 狗狗狗, 听到张哈子那一声, 我直接没忍住笑了出来, 不过还好, 我声音不大, 他应该没听见, 否则, 我肯定会被他追着砍死, 我记得, 上次陈先生没喊几次, 就把村子里的攻击就被引叫了, 可是这一次, 叫了半天都没有什么动静, 最后还是刘桑一发话, 他讲, 张哈子, 你莫含老, 要是引的叫, 公鸡早就叫老, 再讲老, 你那个声音, 公鸡听到老都会被黑到, 这一次, 我是彻底没忍住, 捧腹大笑起来, 一直到东方亮了一抹鱼堵白, 张哈子都没能学会公鸡打鸣, 当东边的光线刺破夜空的时候, 院子里的那些纸人竟然同一时刻, 全部燃起了绿色的火焰, 消失得无影无踪, 张哈子他们三个走进堂屋的时候, 我还坐在八仙桌的下面, 张哈子蹲下来打量了一眼我, 然后瞪着我看, 小眼瞪大眼, 我讲, 你郎哥看到我搞吗子, 张哈子讲, 你这是跟到陈寒或学低, 我点头, 他没做什么评价, 我也不知道是学得对还是不对, 然后他继续问, 你刚刚念的是吗子, 我一开始还没懂他的意思, 后面才晓得, 应该是我之前念的地藏本院经, 张哈子听了之后点点头, 讲, 你懂佛经, 我讲, 不懂, 以前到图书馆看到过, 张哈子听完这话之后, 眉头就紧锁起来, 我问他怎么了, 他没回答, 只是讲先去睡觉, 中午的时候去外面看看, 就在这个时候, 我爸妈的房间门打开, 二老走出屋子, 看到这一堂屋人, 显是吓了一跳, 等到看清楚人后, 才笑着招呼他们, 说等一下, 马上做早饭, 我讲张哈子, 他们都是连夜赶路, 想先睡觉, 我爸妈不好坚持, 就让张哈子他们睡觉去了, 我也困, 去我爸妈的屋子睡了一会, 还没到中午的时候我就醒了, 张哈子之前那个眉头紧锁的样子, 让我很是不安心, 张哈子是什么样的人, 我很清楚, 就算是天塌下来, 他也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如果不是什么大事, 他怎么可能会皱眉, 既然睡不着, 我就干脆起床了, 准备去帮爸妈干点家务活, 我刚出门, 就看见张哈子正准备出门, 我急忙叫住他跟了上去, 我问, 陈先生吗? 张哈子讲, 他哈没睡醒, 我点点头, 陈先生年纪确实大了, 经不得折腾, 然后张哈子带路, 我跟在他后面, 穿过包谷地, 一直来到对面的那座山, 越往前走我越心惊, 因为张哈子走的路线, 就是上次救公带着我走的那条路, 准备上山的时候, 然后张哈子突然停下, 然后转身问我, 你老实给我讲, 你是从哪里学到低佛经? 我讲, 图书馆啊, 怎么了? 张哈子讲, 我日你, 污个仙人板板, 放你污狗屁, 我们学校根本就没得付到两家低书, 听到张哈子的话, 我直接愣在当场, 学校图书馆里面怎么可能没有佛经呢? 如果没有佛经, 那我之前看的那些佛经, 是从哪里来的? 当初听到陈先生说, 五体投地的时候, 我也是从, 皮博师佛经, 尚看到他的事意, 而这本佛经, 也是从图书馆里面看到的, 怎么可能没有佛经? 我讲, 你都退学了, 可能是你退学以后, 学校新买进来的书。 张哈子讲, 你是什么时候, 看低这些书? 我想了想讲, 不是很确定, 应该是大义进学校之后, 就陆陆续续看了。 张哈子讲, 我日你, 污个仙人板板, 那你哈想不通? 老子是去年退低学, 去年你大三, 在这之前老子都在学校, 要是有佛教低书, 老子会不晓得。 这一下,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但是我还是想要尽可能地, 去找到张哈子的漏洞, 于是我讲, 会不会是你没找对地方? 我每次都是去图书馆五楼看书的, 佛教的书都放到那里的, 我看见, 我这话讲完之后, 张哈子脸上的肌肉, 好像都抽了几下, 那样的神情, 我绝对是第一次看见, 于是, 我也跟着害怕起来了, 我问, 拉个了? 张哈子讲, 你确定你是在某某大学读低书? 我讲, 是的呀, 怎么了? 张哈子讲, 你去地图书馆, 是在第二教学楼旁边, 第一那栋楼卖? 我没搞懂张哈子的意思, 我讲, 是的, 到底拉个回事? 我看见张哈子深呼吸一口气, 然后看了一眼王家村的方向, 也不对, 好像是我爷爷老屋的方向, 然后才对我讲, 如果我没记错地话, 你去地那栋楼, 从上到下, 一共只有四楼, 我嗯, 张哈子的话, 就好像是一个炸雷一样, 让我的脑袋里面一阵嗡鸣, 有那么一瞬间, 我只觉得, 天地间似乎都在旋转, 根本分不清东西南北, 如果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没有五楼, 那我这些年来, 都是在哪里看的说? 我突然想到以前寝室老大对我说过的一句话, 他问我, 早上去哪里了, 我说我去学校图书馆了, 可是他却说, 你小子别装了, 我在图书馆上上下下找了三遍, 都没找到你, 赶紧老实交代, 是不是炮妞去了? 难怪你小子能把灵匠给炮到, 原来隐藏很深啊, 当时我还觉得, 他说这话有些莫名其妙, 认为这是他眼神不好, 没有看到我,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 不是老大的眼神不好, 而是我压的, 根本就没在图书馆, 不对, 我肯定是在图书馆, 难不成图书馆那栋楼我还能认错了, 可是, 如果我是在图书馆, 为什么会没有五楼呢? 我很疑惑地问张哈子, 你是不是记错了, 五楼不能坐电梯上去, 要自己爬楼爬上去, 你这么懒, 肯定不会自己爬楼梯, 所以才会认为没有五楼? 张哈子讲, 我日你五个仙人板板, 电梯只能到四楼, 再往上面爬一层楼, 就是天台, 你自己好好回想一哈, 这些年来你到那里看书, 周围有人没的? 用屁股想都晓得, 肯定没的人, 我讲, 不对, 五楼上面是人最多的, 每次我去都只有一张空位, 其他位置上面都有人坐着在看书, 张哈子愣了一下, 讲, 既然拉个多人, 你拉个, 哈要去哪里? 我讲, 因为那层楼虽然人多, 但却是图书馆最安静的一层, 我看书喜欢安静, 所以就去那里了, 张哈子讲, 都是一群死人, 不安静才怪, 我被张哈子的话搞得目瞪口呆, 我问, 你们此意思? 你的意思是, 和我看书的那些人, 都是死人? 我看见张哈子点点头, 然后讲, 你想一哈, 你每次去是不是都只有一个空位, 而且每次都是同一个空位, 这件事根本就不用想, 因为我之前也觉得奇怪, 为什么每次去都恰好有一个空位, 而且恰恰好都是同一个空位, 听到张哈子说到这里, 我已经开始害怕的发抖了, 即便是大夏天的上午, 我也感觉到一阵阵发凉, 我问张哈子, 你怎么知道? 张哈子冷哼一声讲, 我郎哥晓得, 下次老子带你去看, 你就晓得, 你到底到哪里看书了? 难怪, 你身上一股鬼气, 到死人堆里待老四年, 没死, 都算你福气大, 张哈子讲完之后, 就不再讲话了, 而是往山上走去, 不管我郎哥去问, 他都不回答我, 最后把他问急了, 直接抽出灭刀来, 讲, 你看过大话西游梅? 我被问得莫名其妙, 赶紧四处警惕地看了看, 因为每次被他们问话的时候, 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看了一圈之后, 我都没看到什么异常, 于是我问, 看过, 怎么了, 是不是有妖怪要出来了? 张哈子用手指指指射 施了试灭刀的锋利, 然后讲, 既然看过, 那你就应该晓得, 里面低唐僧是拉个死低不? 我讲, 难道不是被妖怪弄死的? 张哈子讲, 因为啰嗦被猴子一棒子扣, 敲, 死地, 你要是再啰嗦, 老子一面刀砍死你, 我听到这话, 当即就不说话了, 跟在张哈子的后面, 一步一驱地上山去了, 往上面走了一会儿, 张哈子就站着不动了, 然后我看见他在地上扔了一个指人, 和之前不同的是, 张哈子扔下的这个指人, 背面好像还写了一些字, 具体是什么? 张哈子写得比较快, 然后又是背面朝下地放着, 我看得并不是很清楚, 有了上次在宿舍楼的经验, 我知道张哈子正是在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一面到时候出问题了, 没有帮手, 只不过很明显的是, 这一次张哈子扔出去的指人, 明显要比上次的密集很多, 就我个人而言, 应该是张哈子觉得事情比较棘手, 所以才会这么谨慎, 往前面走了一段路之后, 我终于没忍住, 于是我讲, 要不要等到陈先生醒了再来, 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 张哈子回头看了我一眼, 然后摇头叹息了一声, 并没有讲话, 我很想追问, 但是又怕他把我当成唐僧一刀子砍死, 往前面走了几步, 张哈子主动对我讲, 你拉个不问老, 我讲, 我还没活够, 张哈子讲, 既然怕死, 就离海降原点, 又是离海降原点,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忍不住再次问张哈子, 但是张哈子却伸手对我做了一个近声的手势, 然后我看见张哈子竖着耳朵仔细地听了起来, 我也假装听了一下, 但是什么都没有听到, 我轻声问张哈子, 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张哈子没讲话, 而是用扯着嗓子朝着一个地方吼了几声, 然后又竖起耳朵听, 过了一会儿之后, 张哈子讲, 应该就是这座山没错, 估计就到附近, 你的哈错错看一哈有吗字, 熟悉低东西不? 这个地方我确实来过, 只要再往前面走一段路, 就是我奶奶的份, 但是为了不让我奶奶被打扰, 我摇头讲, 没得熟悉低, 还有, 你郎个小的就是这里, 他很是鄙视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讲, 你到底是不是农村低? 我讲, 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张哈子讲, 你以后哈是末讲, 你是农村低, 老子都替你丢脸, 正常的山上, 你一声吼下去, 不管郎样, 都会有动静, 要么是虫子, 要么是山老鼠, 要么是蛇, 但是刚刚老子那一脚踩下去, 周围一点动静都没的, 不仅仅是这里, 刚刚一路走过来, 你到这座山上, 看到过一个活着滴东西没? 我赶紧四周看了一眼, 的的确确, 除了我和张哈子, 四周就是高高的芦苇, 一只动物都没看到过, 说实话, 不得不配复张哈子的思维缜密性, 然后我看见张哈子从身上掏出一小段竹筒, 拿着灭刀, 用扎迁刀的刀法, 飞快地切下, 不一会儿, 他的手中就多了六十四根大小长短一样的细竹棍, 他把这些竹棍塞进我手里, 让我往天上抛, 我不知道他搞什么, 只好一眼半了, 等到所有竹棍落地之后, 张哈子看了一下所有竹棍的位置, 掐着手指算了一下, 然后指着一个方向讲, 就是这边, 张哈子讲完之后, 就朝着那边走了去, 我心里大惊, 心想着这一下肯定瞒不住了, 于是赶紧跟了上去, 可是, 等我扒开芦苇走过去的时候, 我却傻眼了, 我奶奶的坟, 不见了, 我奶奶的坟呢? 我记得, 上次我来的时候, 这里明明有一座坟, 就算不一定是我奶奶的, 甚至不管是不是一座坟, 这里怎么也应该有一个小土包在, 为什么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看了一眼, 我奶奶老屋的位置, 地面上有草, 那就说明, 这个地方以前是没有坟的, 否则这些草是不可能长出来的, 就算是把坟给迁走了, 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长出和周围一样高的草来, 但是我还是发现, 这里的草和周围的草有些不太一样, 颜色比周围的要轻一些, 应该是从土里得到的营养更多更好, 想到这里, 我几乎已经能够确定我奶奶的坟被迁走了, 而这个位置的这些草, 肯定是从其他地方移栽过来的, 想明白了这一点, 我倒是不那么害怕了, 只要有人来动过, 就至少说明我以前看到的不是假的, 张哈子之前给我说的图书馆的事情, 我现在都还没缓过神来, 实在是不能再承受更多的刺激了, 张哈子看了一眼这个小平地, 眉头紧的像是能够凝出水来, 我想, 他的震惊肯定不会比我小, 毕竟一座坟突然间不见了, 谁见到了不震惊, 更何况, 在我们农村, 要迁坟这样的大事, 都是需要打开祠堂, 祭祀先人之后, 得到了允许才能动土挖坟, 所以当初陈先生要挖我爷爷的坟, 我大伯和我爸才会那样的坚持不准挖, 挖人祖坟这种事, 不管是放在哪个朝代, 都是要被骂断子绝孙的, 等等, 张哈子并不知道这里以前有一座坟, 他为什么会震惊, 如果不是因为我奶奶的坟, 那么他的这副表情, 到底是在害怕什么, 我问张哈子, 怎么了, 张哈子讲, 这里以前有一座坟, 听到张哈子的话, 我差点没跳起来, 难道, 他以前来过这里, 不可能啊, 张哈子以前只来过我们村子一次, 而且几乎都是在我的全城陪同下, 怎么可能来过这里, 等一下, 我记得上次他来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和我分开的, 出去他病倒了, 那段时间不算, 刚进村的时候, 他就和我分开了, 回来的时候, 他的肚子就受伤了, 我当初以为是指人婆婆他们两个干的, 但是到后来我才知道, 这是我舅公干的, 那么算上他和我舅公的恩怨,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上次张哈子, 其实就是无意间来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和我舅公发生了冲突, 所以他知道, 这里有一座坟, 这样倒是能说得通, 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张哈子根本用水碗竹叶的方式, 在确定指人的位置后, 肯定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这座坟有问题, 可是他并没有, 加上一路上他边走边算路, 并不是直奔这个地方来, 这就说明, 张哈子其实是不知道这座坟的, 那么, 张哈子是怎么知道这座坟的, 张哈子讲, 你看到这些草没, 我心里一个灯, 果然, 还是这些草出了问题, 我讲, 看到了, 张哈子讲, 难道你没觉得这些草有问题, 我讲, 颜色好像和周围有点不协调, 他点头讲, 这是坟头草, 坟头草, 从名字度知道, 这草不是长在坟头的吗, 这里连坟都没有, 怎么可能长坟头草, 张哈子讲, 哪个讲这里没的坟堤, 听到张哈子的这话, 我顿时就愣住了, 难道说, 在这些草下面, 有一座坟, 在我们农村, 所有的坟都是会堆砌一个小土包出来, 这才算是给死者盖了一个房子, 如果没有地面的这个顶, 那就相当于修房子的时候没有墙壁和屋顶, 这样的屋子要给死者住, 他会愿意, 所以当年的黄陵, 地面上的风土都要绵延千里, 为的就是一个气派, 显示他死后也能有这么大的宫殿柱, 只不过这样的弊端就是没人觉得气派, 反倒是引来了无数的盗墓贼, 如果真的是张哈子讲的这样, 那么这下面埋葬的这一位, 肯定不会是我们村子里的人, 我们村子里就算是再穷的人, 也会堆上风土, 所以当初我爷爷下葬的时候, 给我爷爷做法师的风水先生, 不知道坟下面还有一座坟, 除了他的实力不行以外, 还要和我们的风俗习惯有关, 如果不是我们村子里的人, 那我奶奶当初下葬, 难道又是我爷爷的那种布局, 坟下有坟? 当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 张哈子马上就摇头讲, 不像, 这里就只有一座坟, 你爷爷地那种布局, 不是哪个都搞得出来地, 而且, 这些坟头草地颜色就一个, 我讲, 还能从坟头草的颜色, 判断出这里面头有几座坟, 张哈子讲, 哎, 坟头草这种东西, 里面低降就大老, 一般来讲, 坟头不长树, 如果长老树, 坏老老屋里头低金堂, 那老屋里头低家伙肯定不高兴, 他一不高兴, 这屋里低子子孙孙, 没得一个好下场, 但是如果坟头长草, 那就不同了, 坟头长草有两种讲究, 一种是长杂草, 就是什么子草都长, 而且长得很高, 这种坟头草要不得, 一定要砍掉, 否则后果和长树一样, 另外一种, 就是像现在这种只长细细密密, 第一层挨草, 又青又绿低, 这就是好兆头, 后世子孙肯定升官发财, 这一段是真实可考的, 张哈子特地交代过, 张哈子继续讲, 另外, 你哈记得到你爷爷低坟头草事往哪边偏低步, 我想了想讲, 我爷爷坟头上面没的草, 张哈子听到这话一愣,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老子搞忘记老, 你爷爷那座坟, 要是坟头有草就怪老, 地煞冲月都出来老, 狼个可能长草, 哈错错, 老子今天就在教你一招, 叫你狼个断坟低性别, 我讲, 坟也有性别, 张哈子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人有性别, 坟狼个就没得性别, 听到这里, 我才晓得, 所谓的坟的性别, 指的是埋进去的人的性别, 张哈子讲, 断坟低性别, 也是看这个坟头草, 要是草往左边偏低多, 那就是男坟, 要是往右边偏低多, 那就是女坟, 男左女右, 简单不, 我心里犯嘀咕, 讲, 你也就只给我教一些简单低东西, 真本是一个都不教, 张哈子听到这话, 当时就不乐意了, 指着我鼻子骂,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老子是不是最近给你连老, 老子给你教这些, 已经是犯纪老, 还挑三减四滴, 简单滴都不会, 哈想学复杂滴, 听到这里有大血, 我讲, 你的意思是, 你准备教我降书了, 张哈子冷哼一声, 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讲, 主要是, 老子现在, 哈没搞清楚, 你到底是拉个回事, 讲你不会降书, 你上次又用过挂印封筋, 讲你会降书, 看你这样子又不像, 老子就算想教你, 都不晓得拉个娇, 我嗷了一声, 没讲话, 然后看着这个地方的草, 想要判断一下男女, 但是, 我看了一阵后, 问张哈子, 这种不左不右的, 怎么算, 张哈子讲, 说明里面埋地式的匠人, 只有我们匠人死牢以后, 坟头草势, 不左不右地, 听到这里, 我才晓得, 为什么张哈子之前会皱眉了, 我们村子里面, 还埋着其他匠人, 这一点光是听着就觉得恐怖了, 我试图猜测了一下, 这位匠人的身份, 一是我奶奶, 二是身为木匠的王明轩, 我不确定是谁, 于是继续看了看坟, 然后我又问, 那这朵花, 表什么子意思, 张哈子听到之后惊恐地讲, 哪里有花, 我只得张哈子看, 张哈子看到之后大吼一声, 我日你, 捂个仙人板板, 坟头开花, 哈错错, 赶紧挖坟, 坟头开花, 这个讲究在我们农村也有, 说的是, 如果哪家的坟头开了花, 那就表示, 这家人的媳妇不安分, 轻则不孝顺贤惠, 重的则是偷汉子, 但是不管是哪种, 都绝对没有到, 能够让张哈子神色惊恐的地步, 毕竟张哈子何许人言, 我估计, 要真是有偷汉子的, 张哈子肯定就是那个被偷的汉子, 所以压根就不可能让他觉得害怕, 我之所以知道, 坟头开花这个讲究, 完全是因为在我们村子出过这样的事情, 这件事情还要从三年前说起, 那个时候我刚进大学不久, 回家后就听说刘寡妇屋里的男人上山砍柴摔死了, 刘也就是那个时候成为了真正的刘寡妇, 但是当时村子里的人对刘寡妇多多少少都还有一些同情, 相互帮衬着, 日子也还能凑合着过, 事情的转折是从去年开始的, 不知道是谁传出了刘寡妇她公公低坟头开了花, 这一下, 村子里面的人都炸开了锅, 认为刘寡妇不守妇道, 在外面偷了人, 这样一来, 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 没多久, 刘寡妇就上吊自杀了, 村民们一直认为是刘寡妇师姐偷了汉子, 其实我从指人婆婆那里听到了真相, 是王二狗为了霸占刘寡妇的身子, 所以才让她名声不保, 现在回想起来, 当初谣传刘寡妇公公坟头开花的, 不正是王二狗吗? 只不过那个时候, 大家都不会相信一个罪鬼会做出嫁祸的勾当, 也就相信了,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 刘寡妇公公坟头的那朵花, 肯定是王二狗自己弄上去的, 只不过拾过境迁, 说一切都晚了, 想明白这一劫之后, 我拦住张哈子, 讲, 坟头开花而已, 不至于挖别人的坟吧, 挖坟毕竟是大事, 如果是我奶奶, 我肯定不准他挖, 如果不是我奶奶, 他爱怎么挖就怎么挖, 但现在最关键的是, 我他妈的搞不清楚, 这里面到底埋的是谁, 万一是我奶奶, 那我岂不是忤逆不孝? 张哈子根本不管我动不动手, 直接抄起灭刀, 就往下面狠狠地插了下去, 然后使劲地刨起来, 我看着张哈子这么坚决, 无奈之下, 只好站在一边, 不参与, 我其实很想阻止张哈子的, 但是一来我没有那个实力, 二来我还没活够, 我怕被张哈子打死, 然后就地挖坟把我埋了, 我看着张哈子刨坟, 坑都已经刨进去一大截了, 除了泥巴还是泥巴, 什么都没有看见, 我再次劝一张哈子, 墨子都没的, 要不别挖了, 张哈子又刨了几下, 这才停下, 眉头紧锁, 你晓得坟头开花是吗子一死不, 你要是不啊, 你以后千万莫后悔, 我把我了解的, 给张哈子讲了一遍, 结果却引来张哈子的一阵乱吗, 我日你, 我个仙人版版, 你这些乱七八糟低东西都是, 从哪里听到低, 难怪匠人这些年越来越少, 都是扯卵谈, 越传越错, 真有本事低, 又不愿意站出来指出错误, 没得本事低, 到处乱讲, 扯鸡把低卵谈, 看得出来, 张哈子是真的生气了, 他之前在张家村的时候就讲过, 匠人之间不应该有门户之鉴, 要不然匠数一脉, 迟早要亡, 张哈子骂了一通之后, 对我讲, 坟头开花不是你讲的那个意思, 婆娘偷不偷汉子, 和祖坟没得关系, 主要和他乌男低迟不吃酒有关, 我和你讲这些稿嘛子, 你个童子鸡又不懂, 老子给你讲, 坟头开花, 子母鬼煞, 我讲, 子母鬼煞什么意思, 张哈子讲, 哈记得到昨天那对母子指人不, 他们两个就是从这个地方来滴, 老子之前用竹叶在那个女指人滴眼睛上沾老一下, 就是想要看看他眼睛里头看到滴路是从哪边来滴, 最后指滴方向是这边, 我一把火烧了他们, 结果就来老一家三口, 而那对母子指人就是子母鬼煞第一个表象, 难怪指人千千万杀都杀不完, 用子母鬼煞送十二金牌, 这他妈滴敢想, 哈错错, 你到底是得罪老妖子人, 这是不把你误搞的段子绝孙, 是不会罢休地, 我越听越害怕, 我问, 现在该怎么办, 张哈子冷笑一声, 挖坟, 哈能拉个板, 这一次, 我二话不说, 随便找了一块石头, 握在手里, 就开始挖坟, 但是挖了一会儿, 我立刻意识到不对, 我问张哈子, 这种坟可以挖, 张哈子讲, 你晓得子母鬼煞是拉个来滴不, 我摇头, 他接到讲, 子母鬼煞主要是一口怨气, 首先, 必须要是一个孕妇, 不然哪里来滴子母, 其次要是活埋, 不然哪里来滴怨气, 现在花哈没现, 就说明里面滴孕妇哈没死, 要是花谢老, 一尸两命, 嘿嘿, 哈错错, 老子敢打包票, 我下山就会重庆, 你这条命, 老子保不住, 听到这里, 我终于懂了, 难怪之前张哈子会那么眉头紧锁, 原来是这里面, 居然躺了一个那么厉害的角色, 我下得手上的动作, 更加快了起来, 但是已经挖了两尺多身了, 还是没有见到棺材, 张哈子站在一旁看了一会儿, 然后喊我停手, 我讲, 你再不挖, 就来不及了, 张哈子没理我, 而是拿着灭刀插了几下, 以张哈子的力量, 和这把灭刀的锋利程度, 这一刀下去, 至少也能插下去一尺左右, 但是这一下, 灭刀仅仅只是刀尖没进了土里, 剩下的刀身无论如何都插不进去了, 他一刀插下之后, 拿起来看了一下, 然后点了点头, 讲, 有点不对劲, 你这样挖是挖不到低, 你站到一边看到起, 让我来, 讲完之后, 我就看见他拿着灭刀朝着地面, 就是一顿乱戳, 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在乱戳, 之后才发现, 他戳的那些地方, 刚好组成两条垂直相交的线, 而且在每条线的末端戳完之后, 张哈子都会横下灭刀, 拉出一条线来, 这样一来, 就形成了四条线, 我看了看, 两长两短, 加上之前的两条垂直的线, 大致的形状, 竟然是一个万字, 万字是佛教的专用写法, 是佛祖的心印, 代表着释迦牟尼的三十二项之一, 据说原本有两种写法, 一种是向左, 万, 一种是向右, 万, 华夏汉族向来以左为尊, 最后便确定了左万为汉传佛教的唯一写法, 我没想到的是, 张哈子竟然也会写佛教的东西, 于是我问他, 写这个字代表什么意思, 张哈子的回答再次让我没想到, 他讲, 我日你, 无个仙人版版, 这是个字, 我被他问得一愣, 当即给他解释了一下, 张哈子一边用灭刀忙着把那些线条延长, 一边听我解释, 当我说完之后, 他也恰好把那些线条全部连在一块, 然后他问我, 哈措措, 你晓得你厉害的本事什么字不? 我讲, 是不是我记性特别好? 他摇了摇头, 指着地上的那个图形对我讲, 我日你, 无个仙人版版, 你最厉害的本事, 就是一本正经低扯卵谈, 而且哈不晓得自己在扯卵谈, 你给老子好好看一看, 这尼码是你讲的那个吗子, 吗子子? 狗日滴, 老子都念不来那个字, 我小声地讲了一声, 万, 一万两万的万, 讲完这话之后, 张哈子再次用手指指付摸了摸他的灭刀刀刃, 吓得我赶紧看着他画出来的那个图形,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万字, 而是一个甜字, 当然了, 是一个变了形状的甜, 上下短, 两边长, 张哈子讲, 你站到那头去, 双手交叉, 左手捉到右脚, 右手捉到左脚, 就像我这样, 听到他的话后, 我看了一眼他, 然后有模有样地学着, 然后我看见他把灭刀插在一旁, 嘴巴里面一阵念叨, 不清楚他在念什么, 只听到最后一句, 他喊了一句, 哈错错, 你小的帽子, 喊过打倒地主, 农民翻身当家做主人不, 老子小的你不小的, 最简单滴两个字概括, 翻甜, 把地主滴甜, 翻到农民手里来, 这个将术是1950年被老一辈创出来滴, 有一个很骚气滴名字, 喊过当家做主, 动作很简单, 看到起, 左手不动, 右手捉到土往右翻, 准备, 起, 张哈子喊了一声起, 我学着他的样子, 左手死死地按在地上, 右手抓起一把草, 使劲往上一提, 然后闭着眼睛就往右边翻, 我一开始以为, 这是要完成一个什么形式, 但是没想到, 我右手竟然真的把这一个田的土, 全部翻过来了, 就好像是一层被子一样, 整个翻了一个面, 而另外惊讶的是, 在这块被子下面, 竟然有一口漆黑的棺材, 棺材盖子上面, 写了一个大大的字, 很遗憾, 我不认识, 但是和以前倒是先生画的符很像, 张哈子拿着灭刀, 就撬开留后钉, 然后招呼我准备开关, 当棺材打开之后, 我往棺材里面看了一眼, 紧紧一眼, 我的心跳呼吸全部停止, 因为我看见, 在棺材里面躺着的, 正是失踪了的灵匠, 我不知道, 为什么之前我们挖坟的时候, 挖不到棺材, 但是用翻田的手法一挖, 棺材就出现了, 也不知道, 原来这个地方的那个小土包去哪里了, 更加不知道, 这口棺材, 为什么会躺在原本属于我奶奶的坟下面, 我现在只想知道, 为什么棺材里面躺着的, 会是灵匠, 张哈子不是说这是子母鬼煞, 是一个孕妇吗, 灵匠什么时候怀孕了, 难道是鬼胎, 不可能, 他不是会四川灵家, 把鬼胎的事情已经解决掉了吗, 我想到他曾经说过, 让我陪他回四川一趟, 难道, 鬼胎的事情并没有解决,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就解释得通了, 灵匠身怀鬼胎, 而且也还活着满足了子母鬼煞的要求, 加上他本身就是匠人, 所以坟头草左右不偏, 我弯腰就准备把灵匠从棺材里抱出来, 但是却被张哈子一把拦住, 他讲, 你要是不想他死, 你最好不要挨他, 我问, 魏莫子, 张哈子讲, 你全身上下, 一身鬼气, 你是不是嫌他死得不够快, 听到张哈子的这话, 我也怒了, 我讲, 你不是讲他没得危险卖, 郎哥他现在被人活埋了, 张哈子眯着他的眼睛看了我一眼, 讲, 你是在怪我, 说实话, 我被张哈子的这个问题给问住了, 的确, 我有什么资格去责怪张哈子, 这一路以来都是他无条件地在帮助我, 如果不是他, 我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 二次, 他几次受伤, 甚至是丢掉性命, 都是和我有关, 可是他从来没有怪过我, 而我有什么资格去责怪他, 我不知道该怎么会回答张哈子, 我知道我应该向他道歉, 可是那句对不起到了嘴边, 却又硬生生地被我咽了回去, 张哈子问完我的话之后, 就不再说话了, 而是开始忙活他自己的事情来, 我看见他把灭刀插在棺材头这边, 然后伸手到胸前, 用左右双手的拇指和食指围在一块, 组成一个圆圈, 其余的手指全部相对应地扣在一起, 然后两手的拇指分开后翻, 扣住的手指像门上的脚链一样, 随着手掌的移动而微微移动, 等到张哈子的手掌分开成180度的时候, 我听见他念了一句, 大开鬼门关, 念完之后, 他合拢双手用食指对着灵匠虚空点了一下, 念一声, 引剑阴人路, 在这之后, 张哈子手中的那个手印就一直没有松开过, 他从棺材的右边开始走, 每一步都暗藏玄机, 我一开始以为他这是在用四方成扣, 但是我看着, 好像有一些地方不太一样, 在步子上面, 他走得虽然也很复杂, 但是却并没有在四方之位扣拜, 主要的还是用脚在这一块草坪上踩出脚印来, 这个脚印并不完全是一只脚掌的脚印, 而是有的用脚尖, 有的却是用的脚后跟, 踩出来的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圆圈, 这些圆圈是张哈子从棺材头的位置, 一直往棺材尾端的位置踩去, 每踩一步就会念一声什么话, 就这样, 张哈子从头到尾一直踩了七步, 等到他最后一步落脚的时候, 我才认识到他脚下那些圆圈构成的形状, 正好是北斗七星的位置, 而且还是一个到北斗七星的位置, 他是从最后一颗星往前面踩出来圆圈的, 踩完之后, 张哈子并没有停下来, 而是去把那把灭刀拿过来, 对我讲, 哈措措, 你会画王八步, 听到张哈子这么叫我, 我就晓得, 张哈子并没有生我气, 也是, 他们这些牛逼到不行的人, 心胸肯定都是宽阔的, 何必跟我一个傻逼一般见识, 于是我点头讲, 画得不是很好看, 张哈子把灭刀扔给我, 用手指在地上画了一个圈, 讲, 到这里画个王八, 越大越好, 越大越好? 难道不是越逼真越好吗? 你们叫人, 不都是讲究一个形式和形式吗? 我搞不懂张哈子的意思, 也就只好拿起灭刀, 用刀尖在地上开始画画, 其实我并没有学过画画, 但是没吃过猪肉, 难道还没见过猪跑吗? 王八肯定是见过的, 于是三下五除二的, 就在地方画了一个王八, 但是画完之后, 我觉得实在是太难看了, 画的是一个二维的, 和小孩子画的不相上下, 于是我用灭刀刀背把王八给刮掉, 然后重新画了一个三维的, 至少有了一点立体感, 分得清楚哪里是贝壳, 哪里是四肢, 哪里是脑袋和尾巴, 等我画完之后, 我看见张哈子从附近找了些芦苇的尾巴, 把他们砸揉进一节细长的竹筒里面, 然后用手整理了一下, 把那一小撮芦苇粘体成一团, 整个看上去像是一根毛笔, 难道张哈子要画符了? 我还没看见过张哈子画符, 正准备聚精会神偷尸的时候, 张哈子低头看了一眼我画的王八, 讲, 上次看到你画坐锦观天, 老子就晓得, 你个哈措措画画有天赋, 果然喊你画王八是正确的, 画出来的, 简直和你本人一模一样, 我深呼吸一口气, 想着刚刚我责怪他, 是我不对, 这一次就算是我让他了, 要是再有下次, 哼, 我就接着让, 毕竟我打不过他, 张哈子见我没回话, 一把抢过我手里的灭刀, 然后他右手执笔, 左手提刀, 一只脚站在我刚刚画的那个王八的脑壳上, 另一只脚则是敲起, 一副随时要踢出去的样子, 我看得很清楚, 他一旦踢出去, 踢出去的方向正是北斗星第一枚的位置, 然后张哈子就好像是一尊雕像一样, 一只脚站在原地, 全身上下一动不动, 之后, 我听到张哈子喃喃自语, 话太长了, 只是陆陆续续地记得一些, 他讲, 北斗星位之七正, 天之诸侯, 奎四星为玄机勺, 三星为玉衡, 其七正, 斗为人君号令之王, 初号施令, 不正天中, 灵至四方, 老子现在站到凹头之上, 是位独占凹头, 再则脚踢北斗, 取一奎心踢斗, 老子低话, 哈不给老子滚, 张哈子讲完之后, 我就看到他猛的一脚弹射踢出, 从我这个角度看去, 他的脚尖正在踢在北斗奎心上, 这一脚之后, 我感觉到, 好像整个身体都晃动了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不过在这之后, 我看见棺材里面, 灵将的身体下面, 爬出来一只只蜘蛛一样的东西, 阴虫, 这些阴虫一只接一只, 不计其数, 看到这里, 我心头一颤, 你看, 刚刚张哈子不让我去碰灵将, 不仅仅是为了保护灵将, 也是为了保护我, 试想, 这么多阴虫, 随便几只爬到我身上, 我都会被随之而来的幻想吓死, 想明白了这一点, 我觉得我还是很有必要, 对张哈子讲一声抱歉, 要不然, 我内心会愧疚死, 张哈子一脚踢出之后, 那些阴虫一阵惊慌, 然后从棺材里面爬出来, 朝着我画的那个王八爬去, 只是在靠近王八的时候, 我看见那个王八的嘴巴竟然张开, 那些阴虫居然前仆后继地, 朝着王八的嘴巴里面爬进去, 消失不见, 这一意象, 看得我目瞪口呆, 我低头看了看我的双手, 心中激动不已, 原来我画的王八可以这样牛逼, 不对, 不是王八, 我画的是哦, 张哈子看到所有的阴虫, 全部被吃进去之后, 又一脚踢出, 就这样, 前前后后一共九次, 当最后一只阴虫, 从灵将的脖子里爬出来的时候, 张哈子一捏刀扔出, 刀尖不偏不已地, 把那只阴虫砸成两半, 就在那只阴虫被砸成两半的同时, 灵将的眼睛睁开, 猛然做起, 吐出一口浊气, 看了我和张哈子一眼, 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然后又重新倒下, 我问张哈子, 这是郎个回事, 张哈子讲, 虚脱了, 回去养几天就好了, 喂, 她是你巫婆娘, 你哈不抱出来, 我赶紧把灵将抱出来, 然后背着准备下山, 张哈子却讲, 你先回去, 老子哈有点事没搞完, 我讲, 要不要我帮忙, 他挥手讲, 赶紧滚, 莫影响老子发挥, 于是我背着灵将往前走了几步, 在钻进炉尾档的时候, 转身对张哈子讲了一声, 对不起, 张哈子很有礼貌地, 回了我一个字, 滚, 我不知道张哈子还有什么事要做, 但是我知道我留下也帮不上什么忙, 最好的做法就是马上下山, 在我转身下山的时候, 我看见, 张哈子好像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踢着灭刀往小草坪的另一边走了去, 我背着灵将回到村子以后, 一路上陆陆续续地见到一些回家吃午饭的村民, 他们看到我背着一个女人在小路上走, 还以为是我领回来的媳妇, 一路上全部都是他们的夸赞之词, 说老洛家就是有福气, 还能骗到大城市里的女娃娃来着山沟沟里, 灵将的穿着确实和村民们的穿扮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们才会认为灵将是城里来的, 还有人讲, 城里滴女娃娃慢走都好, 就是吃不得苦, 你看嘛, 走一节山路就走不动了, 还要小羊玩呗, 马上就有人接口讲, 你晓得个卵子, 现在城里面滴人就欢喜这种女滴, 往床铺上一甩, 身上都能甩出水来, 也有人讲, 小羊滴身体就是好哈, 背郎大个婆娘都没脸红喘气, 我被他们的话讲得有些心跳加速, 于是赶紧背着灵将往前面走, 我倒是无所谓, 从小在这种村子里长大, 比这个黄得多的段子也不是没听过, 只不过我担心, 灵将万一醒来了, 会听见, 我一口气小跑着到了家里以后, 这才发现, 我已经快要喘不过气来了, 进院子的时候, 我爸不在, 只有厨房有声音传来, 我爸应该是下地去了, 我妈在做午饭, 陈先生也已经起来了, 正在院子里面盯着我妈喂养的一群小鸡仔在看, 他看见我背着灵将进来, 小跑着过来, 看了灵将一眼, 然后皱着眉头问我, 到哪里找到的, 我称他使来的眼色, 我本想翘无声息地把灵将放我房里去, 没想到还是被我妈听见了, 她出来原本是叫我准备吃午饭的, 但是看到我背上的灵将后, 话都没说完, 就问我这是哪家的姑娘, 陈先生让我先进屋把灵将放好, 然后他从口袋里面取出红线, 在灵将的手腕脚腕都缠了几圈, 然后还在脖子上绕了一圈, 最后在灵将的肩膀, 头顶, 足底都放了一枚铜钱, 弄完之后, 陈先生对我讲, 你屋里有好多没有灯, 我讲, 应该有好几盏, 他讲, 最少给我找七盏来, 我点头出去找没有灯, 屋里一共只有四盏, 我只好出门去大伯家见, 刚走出院门, 迎头就撞上大伯和我爸, 他们刚刚从地里回来, 见到我后, 最先开口说话的不是我爸, 而是我大伯, 大伯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 听到他们讲, 你带哥哥城里滴女娃娃转来, 好的很, 好的很, 没想到上次就随口和你一讲, 你就真低找各个城里滴女娃娃, 有出息, 你也晓得咯, 肯定要笑开花, 听到大伯的话, 我只是简单的笑笑, 我晓得, 现在我还是不要解释的比较好, 于是我转移话题讲, 大伯, 见你屋三盏煤油灯, 陈先生要用, 大伯问都没问, 答应了一声, 就到屋里提灯去了, 我和我爸站在门口等着, 我爸问, 是不是出么子事了, 我讲, 没那么子事, 郎哥问这个, 我爸叹息一声, 看来一眼我爷爷老屋的方向, 然后才讲, 我最近总觉得有点不大舒服, 心里头闷得很, 但是又不晓得拉个回事, 你们三个昨天晚上那个时候回来, 肯定有急事, 加上我以前瞌睡清得很, 你们回来, 我居然都不晓得, 真是怪事, 真是怪事, 我爸念着念着, 就自己往院子里面走了去, 看着我爸的背影, 我这才明白, 为什么之前, 我爸见到我后没有说话, 他是心有疑问, 不好当着我大伯的面说, 我爸背着手进屋以后, 就去洗澡准备吃饭了, 我知道他有很多不明白, 但是他只是把这些疑问, 全部都埋进肚子里, 一如他几十年来一人, 承担着整个家庭的负担一样, 即便是再苦再累, 他也从来不说, 从我大伯手里接过油灯以后, 我就往自己的屋子走去, 期间, 我妈问我要那么多油灯搞麻烦, 我讲陈先生有用, 我妈就没再多讲麻烦, 其实我现在挺害怕见到我爸妈的, 我害怕被他们问起, 关于我毕业的事情, 我又不能开口骗他们, 既然他们没问, 能拖就尽量往后拖吧, 我提着没有灯进屋的时候, 我看见陈先生正蹲在地上, 用毛笔画圈圈, 每个圈都是红色的, 还有一股子血腥味, 看来他用的应该是朱砂, 我记得上次陈先生给我拖银鞋的时候, 用的就是这个, 陈先生见我进来之后, 让我把没有灯按照圈圈的位置放好, 我看了一眼地上的圈圈, 竟然又是一个北斗七星的样子, 陈先生见我嘀咕, 问我, 你什么时候见过了? 我就一边摆灯, 一边把我刚刚在山上和张哈子经历的事情, 给陈先生大致说了一下, 他听了之后讲, 嗯, 魁心点斗, 不好学, 匠术里头, 有很多很好学形式, 但是这个魁心点斗就是例外, 七星低位置不能乱, 凹头低站位不能错, 特别是敲起低那只脚, 更是关键, 就算是学楼个形式, 也很难踢出独占凹头低位的, 这个魁心点斗, 最重神韵, 我估计, 除了张哈子, 也没得几个人, 我点点头, 张哈子的厉害之处, 确实不是一般人可能达到的, 想到这里, 我心里对张哈子的羡慕更加多了起来, 要是我有他那个本事, 也就不会让灵匠遭这份罪了, 我问陈先生, 现在是搞磨子? 陈先生讲, 这个小娃娃现在是子母鬼煞, 虽然被张哈子踢走鸽子鬼, 但身上哈有母煞, 这一身煞气, 难道你都没感觉到? 我讲, 没有啊, 和平时一样啊, 陈先生讲, 蠢, 你摸哈你低后背, 我摸了一下, 甘甘的, 没有什么异常啊, 陈先生讲, 你背到他一路走过来, 拉个大地太阳, 你身上难道都不要出点汗? 陈先生这么一讲, 我顿时恍然大悟, 的确, 我这一路走过来, 按理来说, 背着一个人, 早就应该满头大汗了, 但是我身上一点汗都没有, 原来是因为灵匠身上的母煞, 而且, 等我到院子的时候, 那种喘不上气的感觉, 应该也就是被冷到了, 陈先生朝着我挥了挥手, 让我站在一边, 讲, 这七星灯, 我也只是, 穴落个半吊子水平, 不晓得点点燃几盏, 要是都能够点燃, 这个女娃娃低命, 肯定能保住了, 要不然, 就只能看老天爷第一次了, 我看着七盏油灯, 想起当初灵匠用酒煤铜钱, 锁住水碗筷子的时候, 讲到的那件事, 于是问陈先生, 其攘法? 陈先生听到这话一愣, 讲, 你晓得其攘法? 我讲, 从历史书上看到过, 陈先生点头讲, 这个不是真正的七星其然, 也就是个形式, 陈先生讲完之后, 就站在最后一盏油灯那里, 脚下踏了一个缸布, 然后嘴里念念叨叨一阵, 双手手指合在一起, 结了一个很复杂的手印, 最后用食指在他的眉心先点了一下, 然后大喝一声, 这, 伸手指向他身前的那盏油灯, 那盏煤油灯顿时就燃了起来, 然后是第二盏接着燃, 第三盏, 第四盏, 共点燃了四盏油灯, 第五盏油灯将然未燃的时候, 陈先生就一头栽倒在地, 脸色白得吓人, 我赶紧跑过去扶陈先生, 陈先生摆摆手讲, 没得势, 替人续命, 本来就是犯戒, 当初卧龙丞相都没搞赢老天爷, 我一个还将, 就更不可能了, 我扶着陈先生坐下来, 看了也没有灯, 第五盏终究没燃, 第四盏看上去也快要熄掉了, 我下得赶紧学着陈先生之前的动作, 朝着第一盏油灯伸手一点, 喊一声, 这, 第一盏, 第二盏, 第五盏, 第六盏, 第七盏, 一盏接一盏, 灯火如白昼, 在伸直一点之前, 我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 顶多就算是有一丝丝的幻想, 可是, 当我伸出手指点出去的时候, 我被眼前的场景给吓到了, 不仅仅是我, 就连刚刚被我扶着坐下的陈先生, 也是蹭的一下, 从椅子上站起来, 看着眼前灯火明亮的七盏煤灯, 目瞪口呆, 他指着这七盏煤油灯, 嘴巴张开了又合上, 合上了又张开, 愣是没憋出半个字来, 我知道陈先生为什么惊讶, 他毕竟不像是张木和张哈子, 见过我用挂印封巾, 所以他才会这么试探, 要是他知道我当初用挂印封巾, 解决了赵家棠这件事, 他还不要直接给吓得跪下, 这七盏煤油灯燃起来之后, 我看到躺在床上的灵匠, 脸色好像变得有些红润起来, 看上去不再是之前那么冷冰冰的样子, 以前的灵匠是气质高冷, 所以给人的感觉是冷冰冰的, 但是现在的灵匠是全身上下都透露着寒气, 也就是煞气散发出来的, 是切切实实的冷, 陈先生或许也是被眼前的变化给弄得缓过神来, 终于开口讲话, 他问我, 小娃娃, 你是浪哥半道弟, 我摸了摸脑壳奖, 我也不晓得, 就是学到你弟样子, 然后一纸就指然了, 陈先生坐下, 伸手一拍桌子讲, 放屁, 你以前肯定学过降术, 要不然老子活了大半辈子都没学会, 你浪哥一纸就好了, 我就讲嘛, 你是落朝廷弟孙子, 浪哥可能不会降术, 是不是你爷爷让你发过不准你用降术之类的事, 你不用否认, 肯定就是这样, 小娃娃, 你隐藏底很深啊, 按现在流行低讲法, 那就是你这个农村人真会玩, 我要回城里去, 我被陈先生讲得有些哭笑不得, 我讲, 我是真的不晓得自己是怎么会的, 就那么随便一指, 我都没想过没有灯会燃, 陈先生看到我这个样子还是不确定, 之后又反复问了我好几次, 最终才将信将疑的暂且不再追问这个话题, 而是自言自语地讲, 难道点灯低时候, 不能想着要把灯点燃, 讲完这话之后, 他就坐在桌子旁边沉思了起来, 看着陈先生的样子, 我想起了以前中学时代的自己和同学们, 每次在遇到难题的时候, 我们就是这样一副苦思冥想的样子, 看来, 降书这门学问, 也是需要攻克一个个难题的, 对于一些高深的降书, 可能就是和当初我在高中时候遇到的那些压轴题一样, 很多人不得其法, 就一辈子都不会解, 有的人就算是知道了方法, 但总是算不出正确答案, 也没什么用, 唯有最小的那一部分人, 才能够完美地解答出压轴题, 而这一类人, 就是我爷爷, 张哈子这一类人, 正在我思考的时候, 院子外面传来我妈的声音, 说是让我们出去吃饭, 陈先生摆摆手, 讲他不饿, 让我自己去吃, 我看了看他的脸色, 确实不太好看, 我估计肯定是, 被我刚当的那一手给震惊到了, 以至于他都没有胃口吃饭了, 我没多想, 出门就吃饭去了, 此时正是中午, 太阳正毒, 我妈把饭桌摆在了堂屋里, 这样就晒不到, 太阳会凉快一些, 吃饭的时候, 我妈是靠着我的房间那边坐着的, 席间, 我妈问我, 你是不是到屋里放老冰块, 浪得那么冷, 寒气就像是刮风一样, 一股股钻出来, 浪个冷, 陈先生受得驻步, 我晓得, 我妈讲的是灵匠的煞气, 但是我不能给我妈讲实话, 只好讲, 我之前背进来的那个女的, 是我同学, 大城市里来的, 屋里以前都用空调, 这边浪个热, 她不习惯, 所以放了些冰块, 我解释的这个理由, 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但是我妈却是点点头, 应该是相信了, 果然, 在他们的心里, 不管我说什么, 他们都是不会怀疑的, 但是, 很快我妈就问我, 小杨啊, 不是当妈嫡奖你, 你讨个浪个娇鬼嫡女嫡当老婆, 以后我怕你受委屈, 听到我妈的这话, 我简直哭笑不得, 我妈并不是怀疑这些寒气, 而是着急, 灵匠太娇鬼, 想明白之后, 我又觉得一阵内疚, 还是因为毕业症的事情, 除了这个小插曲之后, 一顿午饭很快就吃完了, 中午天气太热, 村民们一般都不会去地里干活, 否则肯定会晒中暑, 所以一般这个时候, 村民们都会选择小睡一下, 算是补充体力, 下午接着干活, 这本来是很平常不过的事情, 但是我却被眼前的一幕, 给吓得贴着墙壁站着, 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饭刚吃完, 都还没来得及下桌, 我就看见我爸妈的眼睛同时闭上, 然后我妈动作十分僵硬地去收拾碗筷, 而我爸则是搬着饭桌往外面走, 整个人的动作看上去, 十分地不协调, 就好像是一个牵线木偶一样, 趁着我爸妈都进了厨房, 我赶紧进去喊陈先生, 陈先生一开始还没弄清楚状况, 但是等到他看见我爸妈那个状态之后, 和我之前的表情一样, 震惊, 他问我, 拉个回事, 我讲, 刚刚吃完饭, 还没来得及收拾, 他们两个眼睛就闭上了, 然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陈先生听完之后, 眉头就皱了起来, 很显然, 他也没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以为我爸妈眼睛闭上之后, 就会上床睡觉去了, 可是他们两个从厨房出来以后, 没有走进堂屋, 而是往院门走去, 我担心他们会出门, 于是赶紧小跑过去, 挡在门口, 但是很快我就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是想要出去, 而是沿着院墙在走圈, 他们走得很慢, 走了一段路之后, 就会伸手出来, 左右甩一下, 方向左右不定, 并且在往那边甩手的同时, 还要伸出一只脚来, 以脚后跟点地, 我看了半天, 都没看懂这是什么仪式, 我潜意识认为这是一个仪式, 也不知道对错, 就在这个时候, 身后的院门传来一阵响动, 我下得赶紧把门抵紧, 生怕我爸妈的这一幕被村民们看了去, 到时候, 就不仅仅是出几两股那么简单了, 然后, 张哈子那渐渐的声音就从门外转进来, 我日你, 捂个仙人板板, 老子才出去一个上午, 就把门给老子从里面反锁了, 听到是张哈子的声音, 我赶紧开门, 但是门打开之后, 我竟然没看到人, 出现幻听了, 我赶紧关门转身, 准备向陈先生求救, 可是我刚转过身去, 就看到张哈子提着灭刀站在我面前, 我很是诧异地问, 你是拉个进来的? 张哈子没讲话, 伸手指了指院门旁边的围墙, 感情这家伙是自己爬墙过来的, 张哈子到了之后, 我放心不守, 于是指着院子里的二老, 正准备对张哈子解释的时候, 张哈子却直接打断我, 伸手指着围墙讲, 你趴到那边墙上看一看, 我不晓得张哈子什么子意思, 但还是照做了, 我刚爬上墙头, 马上就松手, 不敢再看, 因为我看见, 在隔壁院子里面, 我大伯他们二老和我爸妈一样, 也在闭着眼睛走圈圈, 而且,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做出和我爸妈完全一样的动作, 我问张哈子, 为什么会这样? 张哈子讲, 你看到这些动作, 难道你都没得很熟悉? 我认真地想了一下, 从我爷爷去世以后, 我虽然见过了很多诡异的事情, 但应该没有见过类似的动作, 张哈子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你拉个不蠢私起, 哪个仙是你爷爷死老以后? 你往前面想, 我想了一阵, 还是没想出来, 张哈子一脸失望的表情讲, 就你这个智商, 我都不想认识你, 简直是掉价, 你现在只看到四个人分开搞这个动作, 你把他们合在一起想, 这什么子动作? 我闭眼眼睛在脑海里想象那样的场景, 一堆人围成一个圈, 一边转圈, 一边过一会儿, 甩一次手, 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个场景, 这个场景, 好像我以前在哪里见过, 但是具体想不起来是哪里, 不过对于这个动作, 我确实十分肯定土家白手舞, 看到我爸妈的这个动作, 我脑海里一些不曾用过的记忆, 不由自主地就跳了出来, 白手舞是土家族古老的传统舞蹈, 主要流传在恶, 乡, 鱼交界的游水和流域, 白手舞, 它分大白手和小白手两种, 小白手, 土家语叫Safebacks, 射八, 大白手, 土家语称为Yastic X, 夜梯黑, 我之所以会对白手舞有记忆, 是因为在我读中学的时候, 有一年我们学校举办了一届射八节, 而射八, 就是土家族对白手舞的一种称呼, 在我的记忆里, 我们学校举行过大大小小的庆典, 但是我却独独对这个射八节记忆深刻, 原因就是我那从不出远门, 或者说几乎不出村子, 在那一年, 竟然不辞辛苦地去了我们学校, 参加了那介绍八节, 也正是因为我父母的缘故, 所以我还特地去查过相关的资料, 只不过那个时候了解的不多, 等到了大学, 才陆陆续续地看过一些有关白手舞的记录, 不过我的专业并不是研究这个, 因此, 也就是当作课外阅读看了, 没想到, 现在竟然还记得, 张哈子很是诧异地看了我一眼, 讲, 你还晓得白手舞? 我讲, 以前到图书馆看到过相关的记载, 张哈子这一次很肯定地点头奖, 少看小说多看书, 这个哈是没错的, 那你晓得, 跳白手舞低目的是吗子不? 我讲, 书上写的是服务于祭祀, 祈祷活动, 祭祀对象除八部大神外, 大部分祭土司王, 古时候土家族苗族的一个独立政权, 具体的可以摆布, 张哈子讲, 放你屋敌狗屁, 白手舞的确是用于祭祀, 但不是跳给你所谓低八部大神看低, 而是跳给鬼看低, 主要目的也不是你讲低祈祷, 而是祈嚷, 听到张哈子的话, 我很是吃惊, 这和我看到的记载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我晓得我所能看到的和他们匠人圈子里面的, 肯定是不一样的, 至于哪一个更加真实, 我宁愿相信张哈子的解释, 这不是对于张哈子的盲目相信, 而是从他以前对历史的各种解释, 让我不得不去相信他, 你不用否认, 肯定就是这样, 小娃娃, 你隐藏地很深啊, 按现在流行低讲法, 那就是你这个农村人真会玩, 我要回城里去, 我被陈先生讲得有些哭笑不得, 我讲, 我是真的不晓得自己是怎么会的, 就那么随便一指, 我都没想过, 没有灯会燃, 陈先生看到我这个样子, 还是不确定, 之后又反复问了我好几次, 最终才将信将疑的, 暂且不再追问这个话题, 而是自言自语地讲, 难道点灯低时候, 不能想着要把灯点燃, 讲完这话之后, 他就坐在桌子旁边沉思了起来, 看着陈先生的样子, 我想起了以前中学时代的自己和同学们, 每次在遇到难题的时候, 我们就是这样一副苦思冥想的样子, 看来, 降书这门学问, 也是需要攻克一个个难题的, 对于一些高深的降书, 可能就是和当初我在高中时候遇到的那些压轴题一样, 很多人不得其法, 就一辈子都不会解, 有的人就算是知道了方法, 但总是算不出正确答案, 也没什么用, 唯有最小的那一部分人, 才能够完美地解答出压轴题, 而这一类人就是我爷爷, 张哈子这一类人, 正在我思考的时候, 院子外面传来我妈的声音, 说是让我们出去吃饭, 陈先生摆摆手, 讲他不饿, 让我自己去吃, 我看了看他的脸色, 确实不太好看, 我估计肯定是被我刚当的那一手给震惊到了, 以至于他都没有胃口吃饭了, 我没多想, 出门就吃饭去了, 此时正是中午, 太阳正毒, 我妈把饭桌摆在了堂屋里, 这样就晒不到, 太阳会凉快一些, 在我房间那边坐着的, 席间, 我妈问我, 你是不是到屋里放老冰块, 浪得那么冷, 寒气就像是刮风一样, 一股股钻出来, 浪个冷, 陈先生受得驻步, 我晓得我妈讲的是灵将的煞气, 但是我不能给我妈讲实话, 只好讲, 我之前背进来的那个女的, 是我同学, 大城市里来的, 屋里以前都用空调, 这边浪个热, 她不习惯, 所以放了些冰块, 我解释的这个理由, 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但是我妈却是点点头, 应该是相信了, 果然, 在他们的心里, 不管我说什么, 他们都是不会怀疑的, 但是, 很快我妈就问我, 小杨啊, 不是当妈嫡奖你, 你讨个郎个娇贵嫡女嫡当老婆, 以后我怕你受委屈, 听到我妈的这话, 我简直哭笑不得, 我妈并不是怀疑这些寒气, 而是着急灵将太娇贵, 想明白之后, 我又觉得一阵内疚, 还是因为毕业症的事情, 除了这个小插曲之后, 一顿午饭很快就吃完了, 中午天气太热, 村民们一般都不会去地里干活, 否则肯定会晒中暑, 所以一般这个时候, 村民们都会选择小睡一下, 算是补充体力, 下午接着干活, 这本来是很平常不过的事情, 但是我却被眼前的一幕, 给吓得贴着墙壁站着, 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饭当吃完, 都还没来得及下桌, 我就看见我爸妈的眼睛同时闭上, 然后我妈动作十分僵硬地去收拾碗筷, 而我爸则是搬着饭桌往外面走, 整个人的动作看上去十分的不协调, 就好像是一个牵线木偶一样, 趁着我爸妈都进了厨房, 我赶紧进去喊陈先生, 陈先生一开始还没弄清楚状况, 但是等到他看见我爸妈那个状态之后, 和我之前的表情一样震惊, 他问我, 拉个回事, 我讲, 刚刚吃完饭, 还没来得及收拾, 他们两个眼睛就闭上了, 然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陈先生听完之后, 眉头就皱了起来, 很显然, 他也没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以为我爸妈眼睛闭上之后, 就会上床睡觉去了, 可是他们两个从厨房出来以后, 没有走进堂屋, 而是往院门走去, 我担心他们会出门, 于是赶紧小跑过去, 挡在门口, 但是, 很快我就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是想要出去, 而是沿着院墙在走圈, 他们走得很慢, 走了一段路之后, 就会伸手出来, 左右甩一下, 方向左右不定, 并且在往那边甩手的同时, 还要伸出一只脚来, 以脚后跟点地, 我看了半天, 都没看懂这是什么仪式, 我潜意识认为这是一个仪式, 也不知道对错, 就在这个时候, 身后的院门传来一阵响动, 我下得赶紧把门抵紧, 生怕我爸妈的这一幕, 被村民们看了去, 到时候, 就不仅仅是戳几两股那么简单了, 然后, 张哈子那渐渐的声音, 就从门外转进来, 我日你, 屋个仙人板板, 老子才出去一个上午, 就把门给老子从里面反锁老, 听到是张哈子的声音, 我赶紧开门, 但是门打开之后, 我竟然没看到人, 出现幻听了, 我赶紧关门转身, 准备向陈先生求救, 可是我刚转过身去, 就看到张哈子提着灭刀站在我面前, 我很是诧异地问, 你是郎哥进来的? 张哈子没讲话, 伸手指了指院门旁边的围墙, 感情这家伙是自己爬墙过来的, 张哈子到了之后, 我放心不守, 于是指着院子里的二老, 正准备对张哈子解释的时候, 张哈子却直接打断我, 伸手指着围墙讲, 你趴到那边墙上看一哈, 我不晓得张哈子什么子意思, 但还是照做了, 我刚爬上墙头, 马上就松手, 不敢再看, 因为我看见, 在隔壁院子里面, 我大拨他们二老和我爸妈一样, 也在闭着眼睛走圈圈, 而且,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做出和我爸妈完全一样的动作, 我问张哈子, 为什么会这样? 张哈子讲, 你看到这些动作, 难道你都没得很熟悉? 我认真地想了一下, 从我爷爷去世以后, 我虽然见过了很多诡异的事情, 但应该没有见过类似的动作, 张哈子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你拉个不蠢死起, 哪个讲是你爷爷死牢以后? 你往前面想, 我想了一阵, 还是没想出来, 张哈子一脸失望的表情讲, 就你这个智商, 我都不想认识你, 简直是掉价, 你现在只看到四个人分开搞这个动作, 你把他们合在一起想, 这什么子动作? 我闭眼眼睛在脑海里想象那样的场景, 一堆人围成一个圈, 一边转圈, 一边过一会儿, 甩一次手, 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个场景, 这个场景, 好像我以前在哪里见过, 但是具体想不起来是哪里, 不过对于这个动作, 我确实十分肯定土家白手舞, 看到我爸妈的这个动作, 我脑海里一些不曾用过的记忆, 不由自主地就跳了出来, 白手舞是土家族古老的传统舞蹈, 主要流传在鄂、乡、鱼交界的游水河流域, 白手舞它分大白手和小白手两种, 小白手, 土家语叫Safe-X, 射八, 大白手, 土家语称为Yastic-X, 夜梯黑, 我之所以会对白手舞有记忆, 是因为在我读中学的时候, 有一年我们学校举办了一届射八节, 而射八, 就是土家族对白手舞的一种称呼, 在我的记忆里, 我们学校举行过大大小小的庆典, 但是我却独独对这个射八节记忆深刻, 原因就是我那从不出远门, 或者说几乎不出村子的爸妈, 在那一年, 竟然不辞辛苦地去了我们学校参加了那届射八节, 也正是因为我父母的缘故, 所以我还特地去查过相关的资料, 只不过那个时候了解的不多, 等到了大学, 才陆陆续续地看过一些有关白手舞的记录, 不过我的专业并不是研究这个, 因此也就是当作课外阅读看了, 没想到现在竟然还记得, 张哈子很是诧异地看了我一眼, 讲, 你哈晓得白手舞? 我讲, 以前到图书馆看到过相关的记载, 张哈子这一次很肯定地点头讲, 少看小说多看书, 这个哈是没错的, 那你晓得跳白手舞的目的是吗子不? 我讲, 书上写的是服务于祭祀, 祈祷活动, 祭祀对象除八部大神外, 大部分祭土司王, 古时候土家族苗族的一个独立政权, 具体的可以百度, 张哈子讲, 放你乌笛狗屁, 白手舞的确是用于祭祀, 但不是跳给你所谓低八部大神看低, 而是跳给鬼看低, 主要目的也不是你讲低祈祷, 而是祁嚷, 听到张哈子的话, 我很是吃惊, 这和我看到的记载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因为我晓得, 我所能看到的和他们匠人圈子里面的, 肯定是不一样的, 至于哪一个更加真实, 我宁愿相信张哈子的解释, 这不是对于张哈子的盲目相信, 而是从他以前对历史的各种解释, 让我不得不去相信他, 我问张哈子, 你的意思是, 外面那些人的白手舞, 都是跳给林匠肚子里面的那个东西看的, 张哈子一脸鄙视地讲, 难不成哈是跳给你肚子里面低东西看低, 听到这里, 我嘿嘿一笑, 讲, 只要不是跳给林匠看的, 跳给我看也不是不可以, 张哈子听到我这话, 一巴掌就扇到我后脑勺上, 讲, 不想死就滚出去和他们一起跳, 老子和陈汉祸要办正事, 讲完之后, 就一脚把我从屋子里面踢了出去, 我看了一眼院子里面的诡异场景, 马上转身想要再进去, 但是张哈子砰的一声就把门给关上了, 我喊了好几声, 张哈子都没回我, 最后是陈先生开门对我讲, 现在你屋就相当于白手堂, 那白手堂里面敌人相当于帽子, 相当于鬼, 你身上一身鬼气, 张哈子这是为你好, 少到这里放屁, 赶紧去跳, 果然又是行尸, 只要他们在我屋院子里跳白手舞, 那么我屋就成了白手堂, 那么白手堂里面的所有人, 也就都是阴人了, 就算现在不是阴人, 很快也就会因为行尸的关系, 彻底变成阴人, 加上我又是一身鬼气, 要变成阴人, 我也是第一个, 所以才会被张哈子赶出来, 张哈子这货永远都是这样, 刀子嘴斗抚心, 我看了一眼院子里的诡异场景, 我笑着问蒋陈先生, 跳白手舞也是折寿, 能不能站到门口看到起, 但是不跳, 陈先生冷笑了一声讲, 你晓得这个社会最恨吗子不? 一类, 你可以是哈子不跳, 会有吗子后果? 你不要问我, 因为老子也不晓得, 听到陈先生这话, 我下得赶紧冲进人群里面, 跟在我爸妈的后面, 学着他们的动作, 一步一驱, 其实我很想看看, 张哈子他们接下来要用的手法, 可惜的是, 我现在什么也看不到, 白手舞的动作不是很复杂, 可以说是看一遍就能够学会, 加上我以前在中学的时候就学过, 所以没怎么费力, 就跟上了他们的步伐, 白手舞有很多种动作, 几乎都是模仿动物的动作, 现在他们在跳的这个, 名字就叫做魔鹰闪翅, 魔鹰是土家方言, 指的是飞得很高的鹰, 因为这类鹰一直在空中盘旋, 像极了磨盘磨磨的样子, 所以叫做魔鹰, 在我们老家, 魔鹰一旦闪翅, 就肯定会有家禽被抓走, 甚至还有老一辈为了吓唬小孩子, 说魔鹰会把小孩给抓走, 脚上的爪子可以抓破脑壳, 然后飞到没人的地方给慢慢地吃掉, 小时候我看见天空中有魔鹰, 基本上都不敢出门, 只敢躲在屋檐下看着, 跟着他们转了几圈之后, 我对这些动作已经十分熟悉了, 可即便如此, 我竟然渐渐地感觉到, 开始跟不上他们的步子了, 他们越跳越快, 到了最后, 简直就是一路小跑了, 速度慢一点, 我还能跟得上, 这么一块起来, 我就有些手脚不协调了, 等过了几圈之后, 我才又重新找到节奏感, 越跳越顺, 到了后来, 我发现, 好像整个天地间, 都只有我们这一群跳白手舞的人了, 四周变得黑漆漆, 只有院中的火光, 是唯一的面明亮,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 感觉到我的动作, 都不再是我自己在支配, 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在不断地牵引着我去跳, 以至于到了最后, 我只要全身放松下来, 慢慢地闭上眼睛就可以了, 就在这时, 我的耳边突然传来一声大喝, 我听到一声清脆的乍音, 吓得我赶紧睁开眼睛, 入眼处, 是刘桑依那张惊艳的面庞, 我看见他高举着手, 看样子, 应该是, 如果我没醒, 就准备一巴掌扇下来, 刘桑依见我醒来, 问我, 外面指人都要来了, 他们人呢? 我讲, 到屋里, 刘桑依讲, 你知道这个白手舞跳的是哪一处吗? 我点头讲, 魔鹰闪翅, 他问, 那你听过魔鹰闪翅的传说没? 我讲, 魔鹰抓小孩, 刘桑依讲, 你既然都晓得, 还不赶紧让他们都停下来, 于是我把灵匠的情况大致给刘桑依讲了一遍, 刘桑依听后, 先是点点头, 然后脸色俱变, 讲, 糟了, 那两个蠢货弄错了, 讲完之后, 刘桑依就拉着我, 朝着屋子里走去, 但是这个时候我才发现, 房门竟然从里面拴住了, 不管我怎么样拍门, 里面都没有反应, 于是我试着用肩膀撞了几下, 门闻丝不动, 倒是我的肩膀一阵火辣辣的痛, 刘桑依一把将我从前面拉到身后, 然后转身一记漂亮的回旋踢, 房门应是二道斜降低本势, 不仅仅是踢开棺材盖子, 踢门也是一绝, 我和刘桑依进门之后, 借着院子里的火光, 看见张哈子和陈先生竟然一左一右, 跪在床前, 他们两个脑袋低垂, 双手上举, 神情无比的虔诚, 而在他们身后的那七盏煤油灯, 仅仅只有最后一盏, 还冒着微弱的灯光, 我看见刘桑依双手截了一个星火手印, 朝着唯一的那盏煤油灯上一指, 顿时煤油灯灯光就变亮了好几个度, 随后, 刘桑依微微俯身, 伸出修长的手指, 在煤油灯的灯心处加了一下, 我正担心他把火光给加灭了, 竟然还有一星火焰在摇曳, 刘桑依夹着那星火焰, 走到第二盏油灯面前, 我以为他会去点燃第二盏油灯, 但出乎我意料的是, 他并没有附身点燃油灯, 而是将右手的那星火焰交到左手的手指尖, 然后伸开右手, 五指插开, 用左手的那星火焰一一将右手的五个指尖点燃, 直到最后, 一共就有了六星火焰, 我看见刘桑依先将左手的那星火焰扔出, 不偏不倚的恰好点燃了第二盏油灯, 然后他右手手腕轻抖, 五星火焰全部急事而出, 剩余的五盏油灯, 一个不辣的全部被点亮, 做完这个动作之后, 我听见刘桑依轻移了一声, 然后看着这七盏油灯, 有些不敢置信, 很快, 我看见刘桑依的眉头舒展, 听到他轻念了一句, 张哈子果然还是有点本事, 居然可以点亮七盏油灯, 要不是第一盏本命灯没熄, 再加一个我都点不燃七盏灯, 雨的讲完这话之后, 就朝着张哈子他们走去, 然后二话不说, 照着陈先生就是一脚, 陈先生当即就朝前摔了个狗吃屎, 然后刘桑依一提一袋, 就把张哈子从地上拉了起来, 然后在张哈子后脑勺上, 用一个很奇怪的手印轻轻一拍, 张哈子嘴里吐出一口黑色的液体, 呛咳了几声之后, 人就醒了, 与此同时, 刘桑依走到陈先生的身旁, 一脚踩在他的后背心, 然后用足尖在他的后背心上点了好几下, 他的一声吐出来许多和张哈子之前一样的东西, 张哈子醒来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日你, 污个仙人板板, 谁他妈打我, 陈先生的第一句话却是, 狗日地, 骆小羊, 连你污陈先生也敢打, 看老子不抽死你, 当他们看清楚是刘桑依之后, 顿时就转头看向其他的地方, 一副不知道刚刚说了什么的样子, 刘桑依讲, 张哈子, 你也有搞错的时候, 张哈子讲, 老子对土家族低白手舞又不熟, 陈汉祸是地地道道低土家人, 他都不晓得, 老子搞错老也很正常, 我被他们的对话搞得一脸猛逼, 我问, 到底是拉个回事, 哪里搞错了, 刘桑依讲, 你刚刚不是讲你晓得莫英闪翅卖, 莫英之所以闪翅, 是因为饿了要捉食, 莫英最喜欢低是吗子? 小孩子, 也就是讲, 既然有莫英闪翅, 那么附近就肯定有小孩子出现, 讲完这话, 他们三个就同时看向躺在床上的灵匠, 说到这里, 我已经完全明白了, 张哈子之前认为出现白手舞, 是给跳给铃匠肚子里的那个鬼看的, 是为了给他续面, 但是从他们跳的白手舞来看, 他们并不是在求他, 而是准备抓他, 任何东西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 他感觉到危险了, 自然会拼命地往安全的地方跑, 哪个地方最安全? 铃匠的肚子里面, 所以原本张哈子以为村民们在跳白手舞的时候, 就是他被崇拜到飘飘然的时候, 也就是最好抓他的时候, 可是没想到完全错了, 如此一来, 完全就是两个概念了, 所以张哈子之前准备的那一套完全没用, 不仅没用, 还被那货给弄得中招了, 我问张哈子, 那个家伙有那么厉害, 连你们两个都搞不过, 张哈子讲, 不是他厉害, 是他背后滴那个老不死滴厉害, 加上灵匠是你巫婆娘, 有他滴身体护到起滴, 想打不能打, 想动不能动, 老子就算是有手段, 也使不出来, 我讲, 那现在拉个半, 张哈子讲, 你没看到, 现在有个老太婆到这里, 灵匠低身体老子是挨不得, 但是他可以撒, 这件事就交给他老, 刘桑仪狠狠地瞪了张哈子一眼, 然后讲, 张哈子, 好像刚刚是我就老你撒, 你就是拉个, 对你低救命恩人低, 张哈子讲, 我日你, 巫个仙人版版, 你莫用这种语气和我讲话, 你还是用你低普通话, 重庆话不适合你, 真低, 越听越别扭, 另外, 不就是一个三尺神明阴脉, 你只要再晚来那么一丢丢, 老子就已经破老他低低头望地鬼不同, 老子要你就老, 我讲, 你们少讲一句, 外面都还有那么多人等着去救, 张哈子讲, 你个哈措措, 你也看到老, 不是老子不讲道理, 是这个老太婆, 太不把人放到眼里了, 刘桑仪讲, 你有本事再喊一声老太婆, 信不信我现在就走, 不管他了, 张哈子讲, 有本事你走啊, 你哈真低以为, 没有你老子就办不成是老不成, 陈先生讲, 张哈子, 再怎么讲, 我师叔也是你长辈, 你嘴巴上就几点都不行吗, 张哈子讲, 放你妈低屁, 你个陈汉祸, 你有么子资格讲我, 要不是你拖累老子, 老子会被小鬼抓到, 听到张哈子这话, 我都觉得张哈子的话太过了, 不管怎样, 陈先生和刘桑仪, 在年龄上都要比张哈子大, 张哈子讲出这话来, 确实不地道, 我讲, 张哈子, 你少讲几句, 我们先出去, 张哈子讲, 最可恨低就是你老, 这个就是一个哈措措, 吃啥啥不剩, 干啥啥不行, 你自己讲讲, 你活到这个世界上搞磨子, 老子要是你, 早就上吊自杀老, 陈先生听到这话, 当时就怒了, 一巴掌扇到张哈子的脑壳上, 朝着张哈子吼了一声, 张哈子, 你是不是太得意忘形了, 老子今天就是不要这命, 也要和你理论理论, 张哈子被打了一巴掌之后, 我看见他摇了摇脑袋, 好像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好一阵之后, 他才拍了一下脑门讲, 我刚刚中招牢, 我们听到这话, 全部是大吃一惊, 张哈子继续讲, 我不晓得这具体是麽子招数, 不过, 我晓得, 他可以改变一个人低脾气, 我听到这话, 顿时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原来如此, 我就说嘛, 张哈子就算平日里再怎么不靠谱, 但也绝对不是那种会出口伤人的人, 张哈子问刘桑依, 你晓得有吗子将术是可以改变一个人低脾气低不, 刘桑依点了点头, 讲, 我以前听师父讲过, 昆将一脉有这个本事, 讲的是, 可以操纵皇帝低脾气, 要他杀谁就杀谁, 不过好像这东西本身就折兽, 加上在清朝低时候, 就被乾隆图禁了, 所以, 很少有人晓得这东西, 至于谁会这个将术, 就更加没人晓得了, 张哈子当时就给自己一耳光, 讲, 我之前讲老一些不该讲低话, 你们三个莫放到心里去, 讲完之后, 张哈子就当先走出了房门, 我也跟了上去, 转身之后, 我听到刘桑依自言自语讲了一声, 张破鲁, 果然是个真男人, 出门以后, 院子里面的人还在跳白手舞, 而且, 动作看上去比之前还要快, 而且, 我看见院子围墙周围, 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一排脸色惨白的脑袋, 正是那些纸人, 他们又来了, 张哈子对陈先生讲, 陈憨祸, 你先去挡一哈那些纸人, 我来解决这些人, 陈先生点头走了出去, 没有一点犹豫, 我看着这些村民, 问张哈子, 现在该怎么办, 但是张哈子不仅没有回答我, 而是盯着那些村民看, 然后他反问我讲, 你之前跳舞有吗自感受, 我把我经历的事情大致给他讲了一遍, 一直到刘桑仪把我叫醒, 张哈子听了之后, 低着头沉思了一下, 然后对我讲, 你污水刚到哪里, 我讲, 到厨房, 搞门子, 张哈子讲, 带我过去, 老子刚刚骂人, 骂得有点口渴, 我以为张哈子是真滴口渴, 但是进了厨房之后, 我才发现, 张哈子并不是要喝水, 而是到碗柜里取了一只碗, 然后用灶锅的锅灰把碗滴外面全部涂黑, 我问张哈子, 这是搞门子, 张哈子讲, 取水灭火, 灭火, 灭什么火, 灭厨房里的火吗, 灭火干什么, 我脑海里一片疑问, 但一个答案都不知道, 张哈子讲, 灭什么火, 灭外面那大一堆篝火, 我讲, 张哈子, 你莫开玩笑了, 现在最主要的是让他们莫跳舞了, 难道灭了火就可以了, 张哈子讲, 你个哈做错, 这次哈真滴被你裁对了, 只要灭老那一堆火, 他们就不会再跳楼, 我惊讶地问, 魏莫子, 张哈子讲, 你自己亲身体验过老, 都哈不晓得, 我问, 晓得莫子, 张哈子讲, 你哈记得到我住院低时候, 你到我病房外头, 替我守门低那次不, 我点头讲, 我晓得, 那次是张木钻到我影子里面, 然后控制, 你的意思是讲, 院子里面的村民都是被影子给控制了, 张哈子讲, 看来你哈不是太蠢, 不过主要原因哈是因为, 跟到我这个天才久老, 所以才变聪明了, 我问, 你怎么知道, 他们是影子给控制了, 张哈子讲, 你自己跑出去看一哈, 到底是影子先动, 哈是他们身体先动, 听了张哈子的话, 我赶紧来到厨房门口, 伸着脑袋往外面看了去, 我看着那些人, 在院墙上头下的影子, 在火光的照耀下, 不断地摇曳, 我不知道是不是被张哈子说了之后, 有了心理暗示, 所以, 当我对比影子和身体的动作之后, 确确实实就如张哈子讲的那样, 是影子先动, 但是这样的先后差距, 应该不会超过一秒, 陈先生和刘桑一, 都是见过这个篝火白手舞的, 但是他们之前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唯独张哈子发现了, 可见, 张哈子能够成为带头人, 并不是浪得虚名的, 像他这样的人, 做错了事, 还能够主动地承认错误, 确实已经很少见了, 难怪刘桑一都夸赞他是真男人, 等我转身回到厨房的时候, 我看见张哈子, 拿着那个被锅灰涂满的水碗在喝水, 他叫我回来, 对我讲, 你也喝一口, 嘴巴默哀到碗边上滴锅灰, 要不然就不灵老, 我讲, 这什么子讲究, 张哈子讲, 那个老不死滴, 和我爷爷滴三魂待到一起, 滴时间太久, 对我们张家滴降术, 可以讲是了如指掌, 要是我用以前滴降术去灭火, 他肯定都是晓得滴, 所以只能用其他滴方法, 你晓得锅灰滴作用不? 我点点头, 表示晓得, 当初陈先生为了救村围狗蛋的时候用过, 不仅用锅灰将他的身体全部涂黑了, 还让他钻进灶里面躲起来, 目的就是为了不让脏东西, 找到狗蛋, 张哈子讲, 看来陈汉或哈是晓得一些东西滴, 就是人太纯老, 要不然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水平, 我接过碗的时候, 张哈子讲, 用指腹挨碗, 不要沾到你指甲盖, 这些锅灰都是木柴烧铁锅烧出来滴, 有青木真金两气, 一般滴脏东西都是看不到滴, 就算是看到老, 也不敢近身, 他讲话的时候, 我已经喝了一口水进去, 但是等我在看水面的时候, 我发现, 碗里面的水竟然还是满盐的, 一滴不少, 还没等我惊讶出声, 张哈子就接到讲, 你和我都喝老水, 加上碗里面滴水, 一共就是三碗水, 到时候那个老不死滴, 就算要找, 也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老, 我听他这话, 总有一种被他坑了的感觉, 我讲, 意思就是讲, 我现在也是一个碗, 张哈子讲, 浪个老, 有意见, 有意见也给老子忍到起, 讲完之后, 张哈子就来到外面滴院子, 走到堂屋堤正中央坐到起, 我看了一眼我的屋子, 里面好像还是没有什么动静, 我摇了摇头, 还是先做好这一只碗吧, 我一屁股坐在张哈子旁边, 正准备看一看, 张哈子是浪个布局低, 却看见张哈子指着对面院门, 他对我讲, 你端着这个碗, 坐到对面去, 没喊你动, 你就端着碗没动, 千万莫把水搞撒老, 到时候, 我一喊你倒水, 你就往地下倒, 懂老没? 我点点头, 表示明白, 我端着水走到对面, 水碗那水装得很满, 我走路的时候, 就不得不用眼睛盯着碗口, 生怕里面的谁洒出来, 这么走着的时候, 我眼睛的余光, 无意间瞄到了墙上的影子,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总感觉在墙边站着一群人, 他们贴着墙站着, 眼睛直勾勾地瞪着我看, 可是等我停下来, 转头看过去的时候, 却只看到一个个村民, 映在墙上的黑影, 其他什么也没有, 我想, 这可能就是张哈子口中, 那些控制村民的鹰人, 难怪那些纸人, 只是趴在墙头看着, 而没有跳下来, 毕竟今天的墙头, 没有被陈先生和张哈子他们, 布置红线, 他们没跳下来的原因, 是因为墙里面都站满了鹰人, 纸人根本就没有下脚的余地, 知道了这些鹰人的存在, 我赶紧回过头来, 盯着水碗继续往前走, 有些东西叫做非礼物事, 盯着看久了, 我怕他们会误会, 我对他们有兴趣, 到时候把我给抓了去, 麻烦就大了, 被人注视的感觉是很不好的, 我又不是什么明星, 没有走红毯的癖好, 更不喜欢被人注视, 注视得久了, 反而很紧张, 如此一来, 我的双手都不自觉地有些颤抖, 使得水面都惊起了阵阵液, 好在院子并不是很大, 坚持一会儿就到了门口后面, 我慢悠悠地坐下, 保持水碗平衡, 然后端着碗一动不动, 我刚坐下, 就听到身后有人敲门, 声音短暂急促, 一声接一声, 不用想都知道, 肯定是那些纸人在敲门, 可是, 外面的陈先生呢, 他不是在外面顶着的吗, 怎么还让这些纸人靠近了院门, 我不知道这门能够撑多久, 万一这些纸人冲进来, 我是不是会被他们给踩死, 我是想跑, 但是张哈子那边还没发来信号, 我根本就不能跑, 院子中间有一堆篝火, 我看不见对面的张哈子, 只能是竖起耳朵来听, 等了好一阵, 就在我都快要怀疑张哈子是不是睡着了的时候, 我的耳边清晰地听到一声, 倒水, 我赶紧倾斜水碗, 碗里面的水瞬间倒出, 但是, 叫我目瞪口呆的是, 那水流倒到半空的时候, 就突然消失不见了, 然后, 我就听见天空中一声巨响, 似乎是夜空都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一道银色的脾链从天而降, 朝着院中的那堆篝火砸了下去, 我是眼睁睁地看着水碗里的水被我倒了下去, 但时间过去了好几十秒, 水碗里的水依旧没有减少分毫, 这, 这也太神奇了, 张哈子是怎么做到的, 而就在这时, 我感觉到我的双脚突然一阵疼痛, 痛得我全身都要剧烈地颤抖起来, 我觉得我的双手已经快要拿不住水碗了, 可要是这个时候水碗砸在地上了, 一切就都前功尽弃了, 我咬着牙拼命地忍着, 但似乎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相反的, 我的眉心处也开始剧烈地疼痛起来, 那种痛就好像是有人在拿着一把尖刀要刺进去一样, 整个脑袋感觉都要炸开了, 我已经开始觉得我的意识都要模糊了, 我眼前的那些还在跳舞的村民一个个变得竟然是那般的扭曲恐怖, 他们在不断地变换着身形和模样, 我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境当中, 可是眉心处和脚上的疼痛却又是那样的清晰, 就在这个时候, 我听到一声清脆的铃声, 这一声过后, 眼前的那些恐怖场景瞬间消失, 脚上和眉心的痛苦也不见踪影, 是震魂灵又救了我一命吗? 我看向院中, 那堆篝火被半空中落下来的那道皮链这么一冲, 已经彻底地熄灭, 还有阵阵白烟在鸟鸟生气, 我看见坐在对面的张哈上跪在地上, 在拼命地喘息, 水碗里的水刹那被倒了个金光, 但是我面前的地面依然是干燥的, 我拿着碗绕过人群, 一路跑到张哈子的面前, 问他怎么了? 张哈子白白手喘着粗气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那个老不死地就到这些人里头, 听到张哈子的话, 我赶紧转过身来, 面向着院子中央的那些村民, 警惕地盯着每一个人, 按照张哈子的推测, 院子中央的篝火熄灭了以后, 这些村民就应该不再跳白手舞了, 可是他们现在依旧在转圈, 但是速度慢下来很多, 而且也不再是跳白手舞, 仅仅就是在原地转圈, 我看着他们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从我爸开始看起, 一直到我爸结束, 每一个人都是我认识的村民, 并没有出现陌生的面孔, 那个老不死的, 怎么可能混在人群当中呢? 但是, 我看见张哈子盯着圈子中的人群, 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 我就知道, 他并没有开玩笑, 也没有看走眼, 我头也不回地问张哈子, 现在怎么办? 张哈子讲, 刚刚那个老不死地要对你出手, 被老子拦下来捞, 老子现在不好受, 他肯定也有点老火, 不过他低身体没来, 要不然, 你我早就死老, 你看哈子, 里面哪个人和平时不大一样? 张哈子的意思, 可能就是, 以前我遇到过的鬼上身, 当初王二狗被陈泥匠上过身, 于是我看了一下, 然后讲, 他们都和平时不大一样, 张哈子讲, 哪里不一样? 我讲, 平时他们走路, 眼睛都是睁开着的, 讲完这话之后, 我就被张哈子一脚踢到屁股上, 往前面蹿了好几步才停下, 我很是委屈地讲, 除了这个, 我确实不晓得, 他们和平时哪里不一样, 我又不是经常到村子里面待, 能够认得, 全他们就已经很不错了, 张哈子点了点头, 然后讲, 本来这是个好机会, 可以搞掉他一个魂, 不过现在最主要低势对付那些, 指人河里面低子母鬼杀, 没得办法老, 只能把他们都赶回去老, 你哈, 记得到明经收兵部? 我点点头, 表示还记得, 张哈子低着头想了一会, 没有下文, 我知道张哈子的顾虑, 如果一旦用了明经收兵, 那么那个老不死的魂, 也可以浑水沫浴出去了, 错过了这次机会, 不晓得以后还有没有这样的好机会, 但是权衡利弊之后, 张哈子还是决定了放弃这次机会, 张哈子从腰上抽出灭刀给我, 讲, 敲阵魂灵, 把他们都赶回去, 张哈子坐在地上, 眯着眼睛, 不晓得是睁开着还是闭着, 我回想了一下明经收兵的念词和动作, 然后就开始敲击起来, 当我念完第一句敲响的时候, 我看见院子里的所有人都停住了, 不仅仅是他们, 就连趴在墙头的那些纸人, 也都好像是退了回去, 我心想, 我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威力了, 只是敲一下就有这么明显的威力, 我转身看了一眼张哈子, 看见他好像并不是很意外, 还是那副闭目养神的样子, 好像这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一样, 既然他都没有什么意见, 我就继续明经收兵下去, 随着念词越来越多, 我看见那些村民一个个竟然真的打开院门, 依次朝着院子外面走去, 而我爸妈则是从我身边经过, 回了他们自己的屋子, 通过院门, 我看见外面的那些纸人, 好像也在转身往回走, 当我念完最后一句的时候, 张哈子伸手就将我手里的灭刀抢了过去, 然后站起来,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就在这时, 陈先生拿着铜烟枪一头雾水的从院子外面走进来, 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张哈子, 然后问张哈子, 你刚刚用低是明经收兵, 我们还将一脉低降术你也会, 看到这里, 我这才明白过来, 张哈子把灭刀抢过去的原因, 是为了假装刚刚的明经收兵, 是他施展出来的, 说白了, 还是不想让陈先生晓得, 我会一些简单的降术, 虽然效果有时候并不是很靠谱, 张哈子讲, 你晓不晓得, 你们还将一脉, 有个喊过陈有礼低, 他叫我低, 陈先生问, 陈有礼师伯, 你拉个人的倒塌, 张哈子讲, 老子这么帅, 哪个人不到, 少放屁, 明经收兵撑不到好久, 那些指人哈会再回来, 哈错错, 你进去看看灵将拉个样老, 我和陈寒霍到外头当门神去, 讲完之后, 张哈子提着灭刀就当先走出去了, 我看着张哈子的背影, 有些莫名的心酸, 他比我大不了几岁, 但是却一个人承担了那么多,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 如果换作是我, 我有那个能力, 做到张哈子那么好吗, 哪怕是一半, 我能做到吗, 我摇了摇头, 转身往屋子里面走去, 我先是敲了敲房门, 对里面说了一声, 我要进去后, 等了一会儿, 没有等到回应, 我这才推门进去, 房门并没有拴上, 屋里面的七盏煤灯, 把整个房间照得很是明亮, 灵将还是一如既往地躺在床上, 面色比之前要好看很多, 刘桑依坐在桌子一旁, 脸上满是疲惫,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灯太多, 所以他的鼻尖甚至还挂着一层秘密的汗珠, 在没有灯火的照耀下, 显得格外的艳丽, 见我进来之后, 他微微侧着脑袋看了我一眼, 没有说话, 或许是男人的本性, 我不自觉地拿他和躺在床上的灵将做比较, 一个是冰山冷艳, 一个则是从骨子里都透露着魅气, 有时候甚至是不说话, 仅仅只是一个眼神, 都有一种浑然天成的魅意, 如果不是知道他是陈先生的师叔, 我一定会把他当成是狐狸精, 为了打破这样的沉默, 我问刘桑一, 情况怎么样了, 他叹息一声讲, 这女娃娃也是命苦, 之前身上就有鬼胎是不是, 我点点头, 心里一阵内疚, 刘桑一继续讲, 原本那个鬼胎就没有除干净, 不晓得他们四川邻家是几个意思, 把那个脏东西放到他肚子里面, 不出事才怪, 这只是其一, 最主要的还是第二点, 他身上的子母鬼煞, 本来被张哈子用魁心点抖的手法, 已经踢大半煞气, 但是他身上有鬼胎, 煞气没除全, 子母鬼煞将破未破, 又来了一波魔鹰闪翅的白手舞, 子鬼反噬, 他还能活着, 简直都是奇迹, 讲完之后, 刘桑一又摇了摇头, 接着讲, 不对, 也不能说是奇迹, 主要是还是张哈子, 说到这里, 我要提醒你一句, 你待会儿好好感谢一下张哈子, 要不是他之前把七盏没有灯都点燃了, 这个女娃娃早就死了, 不过说到底, 还是他命苦, 一劫接着一劫, 我活了这么久, 都觉得他命苦, 更何况, 他还是为了, 总之, 你以后要是负了他, 我刘桑一第一个弄死你, 我点点头, 并没有向他解释, 那七盏没有灯, 其实是我点燃的, 等一下, 你刚刚说他为了, 是为了什么? 但是不管我怎么追问, 刘桑一都绝口不提那时, 就好像没说过一样, 我看着床上的灵将, 神情安详, 像极了童话故事里的睡美人, 我不知道刘桑一口中的那件事, 到底指什么, 也不知道灵将还有哪些事情在瞒着我, 但是我知道, 他确确实实太辛苦, 以至于显得我更加的无能, 更加的痛苦, 于是我问刘桑一, 现在怎么办? 刘桑一讲, 等着吧, 我该做的都做了, 只有这个水平, 能不能醒, 就看他的造化了, 过了一会儿, 刘桑一对我讲, 其实, 我知道, 我们斜将有一种将术, 可以救他, 我激动地问, 什么将术? 刘桑一字一句地讲, 以命换命, 我几乎是想都没想, 就说, 我的命不值钱, 用我的命换, 刘桑一听了这话, 眼神灼灼地看着我, 那眼神, 魅意十足, 吓得我都出了一身汗, 等一下, 这房间里不大对劲, 之前陈先生不是说, 杀气冰寒刺骨吗? 为什么现在屋子里会这么闷热? 而且, 这肯定不是我一个人的错觉, 刘桑一鼻尖上的细腻汗珠, 就可以证明, 既然房间里的温度已经升上来了, 那是不是也就是说, 灵匠体内的煞气消失了? 刘桑一听了我的话后笑着讲, 张哈子一直骂你哈错错, 看起来你也并不蠢吗? 灵丫头, 别装了, 她看出来了, 刘桑一这话刚说完, 我就看见灵匠坐了起来, 双手抱在膝上, 静静地看着我, 什么话也不说, 只是嘴角带着些许的笑意, 灵匠醒过来我自然是高兴的, 可是我不明白的是, 之前刘桑一不是说, 灵匠已经很危险了吗? 能不能醒来, 也只是看她的造化了吗? 为什么现在灵匠突然就清醒过来了? 肯定是刘桑一联合灵匠一起演了一出戏, 把我给骗了, 我兴奋地起身小跑到床边, 看着灵匠, 发现她也正翘着脑袋看着我, 一时之间, 我竟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 憋了半天, 最后只是问了一句, 你好些了吗? 灵匠点了点头, 面无表情, 又恢复了那一副高冷的样子, 我有些不知所措, 不知道是不是我说错话了, 只好结结巴巴地讲, 好了就好, 好了就好, 那个, 你饿吗? 我去给你煮面条, 这话说完, 我没得到理解的回答, 反而是看见灵匠的嘴角勾起了一抹上扬的弧度, 我知道她这是在忍着没笑, 但刘桑一就没那么隐晦了, 直接忍不住地笑出声来, 对我讲, 小娃娃, 你真的是太搞笑了, 你不会长这么大了, 还没有谈过恋爱吧? 我不知道怎么接这话, 只好坐回椅子上, 转移话题问刘桑一, 你知不知道人吓人, 是会吓死人的? 你刚刚骗我干什么? 刘桑一讲, 我就是想看看, 你身上有几分落朝廷的影子, 我讲, 骗我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刘桑一讲, 你很像你爷爷, 当年你爷爷为了你奶奶, 算了, 都是陈年往事了, 不提了, 不知道为何, 我在刘桑一的眼神里面, 看到了一丝丝的哀伤, 我想, 他们老一辈之间, 肯定发生过某些不为人知的情感瓜葛, 只不过, 唯一还活着的当事人, 不愿意说出来, 不好多问, 但是我还是很八卦地算了一下时间, 刘桑一今年是92岁, 我爷爷如果还活着, 也不到90岁, 这么算下来, 我爷爷比他还要小上几岁, 如果他们两人, 当年真的谈过恋爱, 也就是现在很流行的姐弟恋了, 我在心里为自己的这个发现偷笑, 没想到当年的他们, 野心这种玩法, 还挺时尚, 短暂的沉默后, 刘桑一叹息一声讲, 还是吴之音有手段, 骆朝廷那么不服管的一个人, 都能被你奶奶制得服服贴贴的, 现在看来, 你又要被灵丫头制得服服贴贴, 你们落家的男人, 是不是都怕老婆, 为了让刘桑一多讲一些我爷爷奶奶之间的事, 我只好拿出叶问里面的一句话来回答他, 世界上没得怕老婆的人, 只有尊重老婆的人, 刘桑一显然不相信这话, 直接抱了粗口, 放屁, 怕老婆还讲得这么冠冕堂皇, 骂完之后, 他就笑了起来, 那一笑笑得花枝招展, 特别是胸前的那一对上下抖动的弧度, 吓得我赶紧把视线转向其他地方, 就在这时, 我听到门外张哈子的声音传进来, 他讲, 我日你, 乌个仙人板板, 姓刘的, 你要是再不出来帮忙, 你现在笑, 老子一会儿让你哭, 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光顾着高兴了, 竟然忘了外面还有那么多指人没处理, 刘桑一听到张哈子的话, 直接拍了一下桌子, 站起来朝着外面走了去, 没过一会儿, 就听到张哈子的叫骂声传进来, 我日你, 乌个仙人板板, 老子喊你打指人, 你替我屁股搞磨子卵, 老子给你讲, 你莫趁机占老子便宜, 应该是有了刘桑一的加入后, 三人联手对付起来没那么吃力, 所以张哈子才有力气骂骂咧咧, 就在我思考的时候, 林匠突然问我, 外面怎么了, 于是我把指人送一项的事情大致说了一遍, 林匠听后点点头奖, 十二金牌风波停是昆将的手段, 昆将, 就是那个在学校里要吃我头发的那个昆将, 他们是同一个人吗? 林匠点头说, 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但是不确定,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太平玄关里面的那位, 以前就是一位昆将, 听到这里, 我终于把前后的事情给关联上了, 我就说, 在学校的时候, 我怎么无缘无故的就被人给盯上了, 而且还是一位不常现实的昆将, 我又不是男主角, 哪有那么好的运气给我碰到这些人? 虽然林匠不确定, 但是我还是相信, 在学校里碰到的那位昆将, 和太平玄关里的, 就是同一个家伙, 我问林匠, 难道这个匠术就只能被动挨打? 林匠摇头讲, 天下的匠术都是有利有迫, 不存在只能手不能破的匠术, 而破这个匠术的关键, 就是要找到这个支撑这个匠术的匠台, 我听得有些似懂非懂, 我问, 什么是匠台? 林匠说, 你还记得, 我们去张家村的时候, 在高速路上看到的那个境界的布置吗? 我点点头, 表示还记得, 林匠说, 那种布置就是匠台, 每一个匠术都有自己相应的匠台, 斜匠一脉的十三太保落子定是十三枚铜钱, 扎匠一脉的九英朝电定乾坤是九个小人时刻, 我们林家的十七莲花观音台是十七朵莲花, 他们坤匠一脉的十二金牌风波亭, 用的则是十二面金牌布置起来的, 至于它具体是什么样子, 我也不清楚, 听了林匠的解释, 我明白一些, 所以张哈子使用扎鬼刀的时候, 布置的水碗筷子和红线小灭刀, 应该就是扎鬼刀的降台了, 只不过, 这十二金牌风波亭的降术降台, 是不是也太好了些? 用十二面金牌做降台, 难道他就不怕被人捡了去? 我想, 应该也只是个形式, 应该不会是真的金子吧? 可是林匠却是摇摇头说, 是真金, 如果不是用真金, 一旦有厉害的匠人用火一烧, 降台就会被烧没了, 只有用真金布置降台, 那就无所谓了, 毕竟真金不怕火来烈, 当年的太平玄关的布局, 不就是真金位吗? 现在又碰到这样一个局面, 难怪昨天张哈子和陈先生那么用火烧, 都没起作用, 反而引来了成片成片的指人, 想到这里, 我也就明白白天在山上的时候, 为什么张哈子要我先带着林匠回来? 他说他还有事要去办, 应该就是继续去找那个降台去了, 不过看样子, 应该是没找到, 否则也就不会有晚上的这一幕了, 我讲, 既然是破这个降术的关键点, 那么那个老不死的肯定藏得很好, 加上我们村子周围这么多山, 要想找到他和大海捞针有什么区别? 就在我范畴的时候, 林匠却是十分肯定的点头奖, 我知道在哪里, 我瞪大着眼睛, 对林匠的话有些不敢置信, 我问, 你确定? 林匠再次点头, 但是没说话, 我有些担心, 于是追问了一句, 会不会很危险, 林匠还是没有说话, 只是拿那双灿若星辰的毛子盯着我看, 然后问了我一句, 你这是在关心我? 我没想到, 这种话居然会从高高在上的冰山女神的口中说出, 一时之间, 我差点都想要扇自己一耳光, 以确定我是不是在做梦, 于是我很肯定地点点头, 讲, 是, 林匠点点头, 再次沉默, 我看见林匠的这个反应, 有些不知所措, 按照小说电视里面演的场景, 不是女主应该被感动地哭泣着的, 扑进男主的怀里, 应该还要边哭边说,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你是舍不得我的, 你是关心我的, 操蛋的电视剧, 操蛋的小说, 误人子弟啊, 就在这时, 房门被一脚踹开, 七盏煤油灯同时熄灭, 我听到声音之后, 第一时间起身看着门口, 但是什么都没有看见, 倒是看见门外院子里面张哈子, 他们再和指人打得不亦乐乎, 我走到门口, 左右看了看, 门的两边也没人, 我冲着张哈子喊了一声, 张哈子, 刚刚有人踢门, 七盏灯都灭了, 张哈子一脚踢开他身前的一个指人, 顺便把那个指人怀里的照片, 给揉成一团扔到地上, 还狠狠地踩了鸡脚, 然后才回头看了我一眼, 扯着嗓子讲, 我日你, 屋个仙人板板, 你死老没, 没死就躲到屋里莫洞, 哪个要进来一律莫答应, 就是老, 我听到张哈子的这话, 我才醒悟过来, 也鬼没有经过洋人的同意, 是不可能进入洋宅的, 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 既然有这一点, 我刚刚也没有答应任何人进来, 那么刚刚那一下, 就算是脏东西弄的, 那他也只能在门外, 而进不来屋子里, 想明白了这一层, 我放心不守, 于是重新把门给关上, 走到床边, 问林匠有没有事, 毕竟灯熄了, 我不知道会不会对林匠有影响, 林匠摇摇头, 没有说话, 我上下打量了一下他, 看到他的脸色并没有什么异常, 我问他, 刚刚是怎么回事, 林匠说, 有东西想要进来, 不过被房门挡住了, 我又问, 油灯灭了, 对你有影响吗, 林匠摇了摇头, 讲, 如果我没醒, 或许还有影响, 但是我已经醒了, 所以可有可无了, 刚刚张哈子不是看了我一眼吗, 你没看见, 我愣了一下, 我以为刚刚张哈子看的是我, 没想到张哈子看的是林匠, 难怪他能够那么有闲心的骂我, 原来是看到了林匠醒了过来, 所以才不急着回来点火, 我再一次觉得, 他们匠人是一个十分牛逼的职业, 我想, 真的要加进他们这一行业, 不仅仅需要强大的逻辑, 还要无与伦比的细心, 否则师父教你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应该看哪里, 你以为你看对了地方, 结果到头来那根本就不是重点, 甚至还可能是一个多余的动作, 这样的事情, 我在陈先生和张哈子的身上见得太多了, 可我仍就是抓不住他们的重点, 在屋子里坐了一会儿, 林匠说他有些困了, 要睡一会儿, 我在三询问之后, 确定他是真的困了之后, 才准他去睡, 林匠说, 你是不是以为我快死了, 我讲, 是有这个担心, 电视里面每次有人死的时候, 不都是说自己困了, 想睡觉了吗, 然后就真的一睡不醒了, 讲完之后, 我就后悔了, 因为我看见林匠用一种很熟悉的眼神看着我, 这种眼神我在张哈子和陈先生的眼神里都见过, 那叫做鄙视, 林匠没有毁我, 而是侧身睡了, 我看见他这个动作, 心里莫名的一阵悸动, 如果一个女孩子愿意把他的后背交给你, 那么只能说明两点, 一是他完全信任你, 二是, 你根本打不过他, 很显然, 我是属于后者的, 即便是林匠现在身体虚弱, 但是我想, 就算再加一个我, 都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当然了, 我可以死皮赖脸地说, 这是因为我从来不打女人, 抱着这个自我安慰的念头, 我坐在椅子上, 很快就睡着了, 迷迷糊糊中, 我好像又梦到了那个山巅, 看见山脚下的那些场景, 场景和以前有的一样, 有的不一样, 但梦到最后的时候, 结局都是我爷爷奶奶, 站在那个日落的山头, 眺望着前方, 我每一次想要走上前去, 看看他们当年在看什么, 可是每次都会被人打断, 这一次也不例外,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老子到外面屎都累出来了, 你个狗日滴, 居然趴到这里打瞌睡, 我听到这话的时候, 已经一屁股坐在地上了, 屁股上火辣辣的疼痛, 一阵阵传来, 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张哈子, 一脚把我屁股下的椅子给踢翻了, 所以我, 直接摔倒在地上, 面对张哈子的怒火, 我还不能有脾气, 只能陪笑着讲, 你这是能者多劳啊, 我是哈做做撒, 我出去了, 也只会给你帮到忙, 还不如躲在这里面不是, 躲在屋子里面, 是张哈子之前对我讲的话, 我现在贬低自己, 讲出这句话来, 给足了张哈子面子, 张哈子讲, 你这话是发自肺腑的, 我看了一眼, 他踩在我胸口的那只脚, 我很是认真的点点头讲, 发自肺腑, 真心真意, 如果有半句假话, 天打雷劈, 张哈子讲, 大家都看到眼里低哈, 我没逼你, 是你自己承认你是哈措措的, 我讲, 必须是自己承认的, 我从头到尾都是哈措措, 这一点完全可以, 写进你们匠人的总纲领里面去, 勇士流传, 张哈子讲, 呸, 哈想勇士流芳, 门都没的, 这话讲完之后, 张哈子才放下那只脚, 我看见陈先生, 刘桑一, 还有灵匠都在一旁看着, 很是艰难的, 忍着不笑出声来, 看到他们这样, 我也就放心了, 毕竟昨天晚上, 张哈子和鞋匠一脉, 闹得不是很愉快, 现在能通过我的自嘲来化解, 何乐不为, 我看了一眼窗外, 天已经亮了, 说明那些指人已经离开了, 于是我从地上爬起来, 问,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张哈子讲, 休息你乌脑壳八子, 赶紧跟我老子去找东西, 我讲, 是不是找十二金牌的降台, 张哈子听到这话疑了一声, 然后问我, 哈措措, 你拉个小的降台低, 哦, 你乌婆娘给你讲低, 张哈子讲完这话, 面对着铃匠做了一个防御的姿势, 但是他等了半天, 都没有等到铃匠的攻击, 于是, 张哈子很是疑惑地 问了一句很牵奏的问题, 他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铃匠, 然后讲, 不会吧, 你们两个昨天晚上 已经把事情办老, 拉个一点动静都没的, 等一哈, 不是没的动静, 而是动静太大了, 好你个哈措措, 昨天那门根本就不是 从外面弄开低, 是你想要霸王硬上弓 被你巫婆娘一脚踢出来低对不对, 一开始我还没明白, 直到听到后面, 我才醒悟过来, 于是我踢起身后的椅子, 就往张哈子身上 砸去这个营货, 脑子里都想了些什么, 闹了一阵之后, 林将就说, 要带我们去找十二金牌的降台, 出发的时候, 张哈子让我和他一人背了一个杯呢, 陈先生年纪大了, 没让他背, 路上, 张哈子讲, 十二枚金牌, 我们一共五个人, 莫讲老子一个人独吞, 陈汉货, 刘桑一, 林将一人两枚, 哈措措低那三枚枚, 我受点累, 帮他拿到起, 我当即不服, 讲, 魏莫子没得我的, 我不是人, 张哈子看了我一眼, 讲, 你确定你也要, 我讲, 金牌, 谁不想要, 张哈子冷笑一声, 没讲话, 陈先生开口讲, 讲你哈措措, 你哈真低是哈措措, 那种东西, 是能随便拿低, 你浪个不去, 拿死人低纸钱, 张哈子讲, 既然你想要, 六块都给你, 我立即白手讲, 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 我是一个读书人, 请不要用这么肮脏的东西来, 腐蚀我读书人的灵魂, 张哈子讲, 我日泥, 屋个仙人板板, 真给读书人丢脸, 陈先生讲, 幸好老子没读过书, 刘桑一讲, 活了这么久, 这个笑话, 我能笑一年, 只有林将没与他们同流合污, 只是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十足的冰山女神范, 林将领着我们到了村尾的山脚, 指着眼前一处黑漆漆的山洞讲, 到了, 就在我们准备进去的时候, 张哈子却停了下来, 我看见他眉头紧锁, 一脸疑惑, 我停下来问他, 拉个回事, 张哈子先是摇摇头, 又看了一眼山洞, 然后才开口问我, 这什么紫洞, 我讲, 这叫做牛角洞, 你进去之后就晓得了, 洞口顶上有一块倒垂下来的石头, 像牛角, 这座山和橡笔岭摇摇相对, 叫做钟灵山, 原因和前面一样, 因为看上去很像和尚每天早晚撞的那口中, 张哈子又问, 上次你拉个眉带我过来看, 我讲, 我以为你是想要看九世败相, 所以, 张哈子点点头, 讲, 进去后小心点, 我总感觉有点不大对劲, 这一下轮到我中眉头了, 我问, 哪里不对劲, 张哈子讲, 你个哈错错, 这个问题问得相当好, 答案就是,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要是老子晓得哪里不对劲, 老子还会问你, 陈先生他们看到我和张哈子站着没走, 回过身来问我们在搞老子, 张哈子讲, 我和哈错错要拉屎, 你们等一哈, 讲完之后, 我就被张哈子连推带赶的把我推到一个拐弯处, 张哈子讲, 难道你没觉得这一路走过来有些不对劲, 我认真想了想, 但还是没明白, 于是我摇头很是肯定的讲, 没觉得哪里不对, 最后那个字我没问出来, 因为我怕张哈子又骂我, 张哈子很是鄙视地看了我一眼, 讲, 没什么, 我就是觉得这一路走得太顺老点, 可能是我低错觉, 听到张哈子这话, 我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 张哈子多么骄傲的一个人, 以前不管是做什么决定, 他都是自信到要爆炸的那种, 从来不会怀疑自己, 可是现在, 他居然说很可能是他的错觉, 我赶紧看了一下太阳, 发现太阳并没有从西边出来, 张哈子伸手就要扇我, 被我躲开, 张哈子一个不高兴, 就把裤子脱了, 然后从拐弯处走出来, 边走边踢裤子, 做出一副刚刚擦屁股踢裤子的模样, 这家伙, 连这些细节都能做得这么细致到位, 那他要是撒起谎来, 谁能知道, 张哈子一边走一边讲, 我日你, 捂个仙人板板, 寻死老子老, 赶紧走赶紧走, 讲完之后, 张哈子竟然就走到陈先生他们前面去了, 紧紧跟在林匠身后, 看到这里, 我再次被张哈子的细心所折服, 他晓得林匠现在身体不适, 所以走到他后面照着他, 我不晓得张哈子有没有朋友, 但是从这些天和他相处下来看, 他一定会是一位很会替别人着想的朋友, 如今这个社会, 这样的人已经不多见了, 惊动之前, 我突然想到以前, 我爸给我讲的一个故事, 以前我也只是当做故事来听, 但是现在, 经历了这么多事, 现在不得不多张几个心眼, 于是我便将这个故事, 转述给他们这些专业人士听, 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那一年, 我爸应该还不到12岁, 他跟着村里的几个比他大的人来, 这个牛角洞完, 在洞里玩了一阵之后就回家, 也就是, 在这个时候, 我爸看见牛角洞洞口的不远处, 蹲着一个扎着马尾便, 穿着一身红色衣服的大姑娘, 大概十七八岁的样子, 最奇怪的是, 这个大姑娘是蹲在路中间的, 可是那些同村的那些小伙伴们, 不仅没有看见, 还从那个大姑娘的身体中间穿了过去, 我爸当时还很疑惑, 毕竟还小, 对这些事情并不是很了解, 所以, 他只是绕着那个大姑娘走了过去, 并没有觉得害怕, 他记得他走过去之后, 还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大姑娘, 那个大姑娘, 也微笑着侧头看了我爸, 我爸的真实故事, 故事就是这样, 很快就讲完了, 而这个时候, 我们也已经走到了洞口, 陈先生讲, 然后呢, 没的了, 我讲, 没了, 我爸也就给我讲到这里, 陈先生讲, 连个大结局都没的, 这也算故事, 张哈子讲, 你爹老子讲故事低本事, 真低不行, 你没听那些狐仙蛇仙低, 哪个不是到最后, 和狐仙蛇仙上床老, 刘桑依当时就不乐意了, 笑着骂张哈子, 小杨讲的没错, 你果然是个老银棍, 我听到这话, 脸一下子就绿了, 我讲, 刘姐,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 你别冤枉我啊, 刘桑依很是无奈地讲, 怎么了, 昨晚在屋子里面讲的, 现在就翻脸不认账了, 我看见张哈子, 已经抽出了灭刀, 我转身就跑, 但是张哈子并没有来砍我, 而是拿着灭刀, 盯着他面前的洞口看, 看了一阵之后, 他问陈先生, 讲, 你觉得这个洞蛙个样, 我听到陈先生讲, 洞口前面一条沟, 左边又有一个水潭, 有水哈比较好, 但是现在没的水, 这风水不是好兆头啊, 哈要进去不, 张哈子点头讲老牛吸水, 我问, 何子喊过老牛吸水, 张哈子冷哼一声, 没回答我, 估计还在为老银棍的事情生气, 陈先生讲, 你放过牛没, 我讲, 小时候放过, 我大伯家就有, 不过几年前就死了, 陈先生讲, 如果你放过牛, 那你肯定看到过牛吸水滴样子, 像这样, 水面比地面滴一些滴水潭, 不管水深水浅, 牛吸水滴时候, 都是前腿跪到起滴, 不然他就喝不到水, 我想了想, 好像还真的是这样, 但是这个老牛吸水的风水, 哪里不好了, 陈先生讲, 老牛吸水滴风水局, 倒不是不好, 关键是要看他吸水滴地方有没有水, 我问, 这个郎个讲, 陈先生讲, 如果这里有水, 老牛就可以吸到水, 就算是下跪, 那也有起身滴时候, 这就是取义忍辱负重的意思, 但是如果没的水, 贵是贵咯, 但没的水, 那就一直贵到起, 永不翻身, 听到这里, 我恍然大悟, 原来风水的格局, 仅仅只是一个小小的不同, 得到的,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局面, 老祖宗的东西, 果然牛逼, 陈先生又讲, 如果只是不翻身, 也都哈好, 问题是, 现在不仅仅是不能翻身, 那么简单了, 我问, 魏母子, 张哈子插口讲, 你刚刚讲这个洞, 是不是喊过牛角洞, 有牛角就有牛, 你自己想一哈, 牛下跪低时候, 一般都是摸子时候, 我讲, 不是讲是, 吸水低时候卖, 张哈子讲, 我日你, 屋个仙人板板, 这水坛坛里面, 哪里有谁老, 吃土去卖, 除老吸水, 哈有摸子时候, 牛是下跪低, 我想了想, 震惊的讲, 牛被宰的时候, 听说会哭会下跪, 张哈子一拍大腿讲, 就是被杀低时候, 你个狗日跌, 懂得哈不少仨, 哪个给你讲跌, 我讲, 我大伯以前给我讲过, 张哈子讲, 牛都要死老, 你讲我们, 进到他肚子里面, 哈有不死跌, 听到这里, 我才明白, 原来张哈子和陈先生他们, 担心的是这个, 于是我问, 那我们还要进去不, 张哈子讲, 进, 必须进, 老子好久天, 没打瞌睡了, 再不睡促死老哪个负责, 老子哈就不信老, 一个老牛吸水, 就能困到老子, 讲完之后, 张哈子从背包里面, 取出一个瓷碗, 放在洞口, 的那个干枯的水潭里, 之后喊两位女同志转身过去, 随后二话不说, 解开裤子, 就往水碗里面撒尿, 看到我目瞪口呆, 张哈子尿完之后, 喊我扯来一把牛草, 随意撒到水潭里面, 然后指着那些草对我讲, 尿, 我讲, 魏莫子, 张哈子讲, 这都不晓得, 你好意思讲你放过牛, 难道你不晓得, 牛喜欢吃杯尿过草, 我回想了一下, 还真是这样, 并且还有科学依据, 那就是, 尿里面含有草没有的矿物质, 牛又需要这些矿物质, 正在我尿的时候, 张哈子讲, 有水又有草, 这一哈老牛吸水, 就是人辱负重老, 进洞, 随着张哈子大手一挥, 从背包里面取出手电筒, 和张哈子一人一只, 几个人开始进洞, 没往里面走多远, 就看见顶上有一块倒垂下来的石头, 弯弯的, 上大下小, 确实很像牛角, 再往里面走一劫, 洞里已经变得很暗了, 张哈子拿着手电筒四处乱晃, 突然, 我看见前面有三个人影, 我大喊一声, 谁? 陈先生和张哈子, 几乎同时窜出去追了上去, 但是那三个人影根本就没动, 就站在那里, 我走上前一看, 才发现, 原来是三个纸人, 他们的手中都抱着一张一项, 陈先生讲, 终于找到了, 四处找一哈, 那十二道金牌应该就到附近, 讲完之后, 他们三个就开始找金牌去了, 只有张哈子站在原地, 皱着眉头盯着这三个指人看, 没多久, 他们三个就找齐了十二块金牌, 我对陈先生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陈先生得意地讲, 按十二声效位置排列低, 很容易就找到了, 但是张哈子却摇摇头讲, 我们上当了, 不是这个降台, 这是个假低, 刘桑依, 你讲是不是? 哦,不对, 应该叫你彭桑依, 听到张哈子这话, 我和陈先生都是目瞪口袋, 一时之间没弄明白, 张哈子讲的是什么意思, 我问, 难道这个刘姐是假的? 这样的事情, 我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的遇见了, 在张家村的时候, 就遇到过假的张哈子, 在太平间三楼的时候, 又遇到过, 我们村子本来就有归须于, 要幻化成一个人, 根本就不是一件难事, 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不由地往后面推了几步, 往张哈子身边靠了靠, 张哈子讲, 他不是归须于幻化低, 就是你以前认识低那个刘桑依, 但是他不姓刘, 而是姓彭, 彭景碎低彭, 听到彭景碎这个名字,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巨响, 就连说话的声音, 都有些颤抖着问张哈子, 你的意思是, 他就是那最后一位彭家人, 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张哈子, 第一次进村之后发现的那些事情, 王农友娶了彭景碎的女儿, 做了他的女婿, 之后还抢了他的村长位置, 并且把祖谱全部改掉, 以他王农友为王家村第一村长来自称, 虽然王农友修改了祖谱, 但是却忽略了以前的村制, 以及放在祠堂里彭家村的祖谱, 所以张哈子才会从两本族谱里面找到蛛丝马迹, 发现了王农友的滔天阴谋, 可是不对啊, 之前张哈子不是分析过吗, 我爷爷下面埋着的那一位一定不是王农友, 因为如果是王农友的话, 那他就不会搞出地煞冲月这种灭村的手段, 能够搞出这种手段的只能是彭家的人, 最后经过张哈子的一番分析, 认为是最后一位彭家人把他父亲彭景碎的尸体埋了进去, 所以我爷爷坟下面埋着的那位就是彭景碎, 而把彭景碎的尸体弄进坟墓里面的就是那最后一位彭家人, 张哈子点点头十分肯定地讲, 除老他, 老子实在是想不到第二个人了, 我问, 张哈子, 你是不是搞错了, 他是陈先生的师叔刘桑一, 闻刀刘的刘, 再讲了, 难不成陈先生也会骗我们, 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疑问, 完全是因为昨天晚上张哈子的表现实在是让人有点失望, 让我不得不去怀疑这会不会是张哈子故意找借口来攻击刘桑一和陈先生, 但是我不明白的是, 张哈子为什么要用语言攻击刘桑一他们两个呢, 难道就是因为昨天晚上那件事让张哈子脸上无光了, 张哈子看了我一眼, 冷笑了一声讲, 哈错错, 你莫及到下结论, 据我估计, 陈先生都不晓得刘桑一的真实身份, 你哈, 记得到我给你讲过滴那句话不, 排除一切不可能, 那么剩下滴那个, 就算是连他妈都不信, 那也是真相, 你讲是不是彭桑一, 刘桑一一脸猛逼地看着张哈子, 我和陈先生也是一脸猛逼地看着张哈子, 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间就说出这样的推论来, 刘桑一看着我讲, 他是不是疯了, 我什么时候姓彭啊, 刘桑一的疑问也正是我的疑问, 如果刘桑一真的是最后一位彭家人的话, 那么我还能活到现在, 他有大把的时间和机会把我一些把子给拍死了, 等等, 如果陈先生是邪将的话, 那么他的师叔刘桑一肯定也是邪将, 我爷爷一直反复让我要小心邪将, 这句话肯定不会是空穴来风, 难道刘桑一就是我要小心的那个邪将, 但是也不对啊, 陈先生也是邪将啊, 可是他为了救我, 自己一次又一次的亲身涉嫌, 怎么看都不像是要害我的架势啊, 而且刘桑一和我独处的机会也不是没有, 为什么他没有拍死我, 于是我问张哈子, 讲张哈子, 他当个可能是彭桑一, 你可能真的搞错了, 上一句我问张哈子的时候, 还是问他是不是搞错了, 但是这一次我已经讲他可能搞错了, 很明显, 我的态度还是倾向于刘桑一的, 张哈子讲, 你就是惊虫上脑, 你弟婆娘都到你旁边, 你哈好意思替别的女弟开拓, 不过也没的关系了, 你那个婆娘现在的事都不晓得, 活死人一个, 听到这话我一下就着急了, 我问张哈子, 你郎个意思, 你是不是又和昨天晚上一样, 又中招了, 张哈子讲, 我日泥五个仙人板板, 老子会到同一个地方栽两个跟头, 我跟你讲, 我没的任何一个时候比现在更清醒, 他要是不信彭, 我把脑壳砍下来, 给你当尿壶, 我也急了, 我讲, 那你拿出证据来啊, 张哈子讲, 你莫急, 我慢慢给你讲, 讲快了, 我怕你一时半会理解不过来, 我问你, 这个降台是假低, 你赞不赞同, 我讲, 我郎个晓得是不是假低, 还不是都要你们这些匠人讲的才算数, 张哈子看到陈先生, 讲, 陈汉祸, 你讲, 这个降台是不是假低, 陈先生讲, 我也没见过真正低十二金牌风波亭, 只晓得, 降台低布局肯定有十二块金牌, 我们之前找到低, 不多不少, 刚刚好十二块, 张哈子讲, 你低意思就是, 倾向于, 这就是那个降台老, 陈先生没讲话, 张哈子继续问, 那好, 你自己看看这个指人低眼睛, 我和陈先生一起看向指人的眼睛, 和之前我见过的那些指人并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圆鼓鼓的, 直勾勾地盯着前面, 如果盯得久了, 还是会觉得有些害怕, 陈先生讲, 没的摩子区别, 和以前一样, 张哈子讲, 难道你没发现, 这个降台少老个东西, 我和陈先生同时开口问, 摩子东西, 张哈子讲, 控制时间低东西, 换个讲法, 你拉个控制这些指人, 直到晚上才出发送金牌, 白天不送, 陈先生一时雨节, 我也想不出来有谋子办法, 毕竟, 这是他们匠人之间的交流, 而且, 控制时间这个讲法, 我听都没听过, 难道时间也可以控制? 陈先生讲, 这个到我们还匠一脉, 我倒是晓得一些手法, 在孩子上画一张, 写到有时间低黄符就可以了, 但是指人, 是你们扎匠一脉低, 我不晓得郎个伴, 张哈子讲, 你不管晓不晓得, 我就问你, 这个降台可以做到白天不送, 只有晚上才送不, 陈先生讲, 按道理来讲, 这个降台应该只是白天送, 晚上不送, 难道这里哈有梦子东西, 是可以转换时间低, 只是我们没找到? 张哈子讲, 这里只有郎个多楼, 应该是他没来得及准备, 也正是因为他没得时间准备, 要不然, 我也看不出来这是假低, 从张哈子提出控制时间的东西之后, 我就一直在想, 但是想了半天都没想到, 于是我讲, 那你有梦子办法做到, 只有晚上才送, 白天不送, 张哈子讲, 其实很简单, 猫头鹰低眼睛, 我再次一脸猛逼, 张哈子继续讲, 我问你, 你白天低时候, 见过猫头鹰没? 没见过吧, 猫头鹰都是咒服夜初低, 只有他们低眼睛, 判断出是晚上, 才会出动, 其他时间一概不动, 所以, 只要用猫头鹰低眼睛, 做指人低眼睛, 就可以做到晚上送金牌, 白天不送, 非常简单, 听到这里, 我恍然大悟, 一开始我还设想了很多高科技的一切, 没想到, 竟然真的这么简单, 不过想想也对, 匠人都是来自民间, 怎么可能用到课本里面的知识, 他们用到的, 都是和生活息息相关的, 然后总结出来, 发展成为一个个匠数, 中华民族, 能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 与老一辈的勤劳密不可分, 只是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经验, 传到了我们这一代, 已经越来越少了, 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好吧, 扯远了, 可是, 虽然明白了, 这个降台是假的, 但是, 这和刘桑一是不是最后一位彭家人, 有什么关系, 我看见张哈子放下背包, 从里面取出来一些小纸人, 在洞里随手撒了一些, 然后还在自己的鞋底, 各贴了一个纸人, 不仅如此, 还让我抬脚, 给我鞋底贴了小纸人, 弄完之后, 他讲, 至于有吗字关系, 这就要问你巫婆娘老, 灵匠? 这件事, 又和灵匠有什么关系, 张哈子讲, 难道你不觉得这一路走来, 你巫婆娘都有些不对劲, 我讲, 没什么不对劲啊, 和以前一样, 都是那副高冷的样子, 难道高冷也不对劲了? 张哈子走到灵匠身边讲, 高冷是可以, 不过高冷就是不讲花麦, 你哈, 记得到你早上上扔个醒的不? 我讲, 你提醒的, 你还好意思讲, 张哈子讲,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 我把你叫醒了之后, 我讲低那句话, 你哈, 记得到不? 我讲, 你讲了那么多话, 我朗得晓得你指的是那句话, 他讲, 就是我讲你和你婆娘昨天晚上是不是把事情办了这句话, 你自己想一哈, 要是以前, 我讲, 她是你巫婆娘, 我都要被她拿起指花戳死, 但是今天早上, 她坐到那里有半点反应没的, 一点都没的, 你觉得正常不? 根本不正常, 哈有这一路上走过来, 我故意拉你到后头, 讲话拉屎, 你巫婆娘只顾到往前面走, 就到洞口低时候, 讲老两个字, 你讲, 这正常不? 被张哈子这么一讲, 我也觉得, 林匠有些不正常了, 但是毕竟不能听信一家之言, 于是我, 走到林匠面前, 对他讲, 我晓得你不喜欢解释, 但是这个时候, 你还是解释一下吧, 林匠不喜欢解释的性格, 是我当初在学校男生寝室的时候就知道了, 当时我和他被老二他们误会, 林匠依旧是一句话都没解释, 不过现在毕竟是关键时期, 再不解释, 后面的路就不好走了, 我等了一会儿, 林匠只是看着我, 但没说话, 我刚准备再劝说一下, 但是张哈子却讲, 你莫问老, 他要是能讲话, 早就讲话老, 现在低林匠不是你认得到低那个林匠, 我上下打量了一眼林匠, 问张哈子讲, 不是林匠, 还能是谁? 张哈子讲, 你就蠢死起算了, 你把他网上抱起来, 我证明给你看, 我不晓得张哈子要搞什么, 但还是很配的对林匠说, 不好意思, 你莫生气, 讲完之后, 我就拦腰把林匠给抱了起来, 我看着林匠的双脚刚离地, 张哈子就顺手把林匠脚上的那双鞋子脱了, 然后在林匠的脚底板上各贴了一个指人, 做完这个之后, 张哈子站在林匠面前, 截了一个手印, 有点像星火手印, 但并不是, 手势比星火手印要复杂一些, 动作也要多一些, 张哈子一边结印, 一边念着什么, 密密麻麻地念得很快, 等到张哈子念完之后, 我看见张哈子伸手在林匠的额头点了一下, 然后双手分开, 在林匠两边的尖头各自删了三下, 这还没完, 张哈子从兜里取出两片竹叶, 左手的那片放在自己的右肩, 右手的放在左肩, 前前后后地捋了三次, 最后, 张哈子用两手的食指和无名指夹着竹叶, 在林匠的眼前抹了一下, 我看见, 张哈子手中的那片竹叶顿时由青色变成了黑色, 惹得张哈子赶紧丢掉, 这个时候, 我听见林匠说, 放我下来, 我赶紧把林匠放下来, 问他, 你可以说话了, 林匠点点头, 往张哈子和我这边靠了靠, 距离刘桑依远了几分, 无疑, 林匠的这个动作, 几乎是已经证明了张哈子的正确性, 以至于陈先生也往我们这边迈了一步, 但也仅仅只是一步而已, 看到林匠的这个动作, 张哈子似乎并没有很得意, 相反的, 眉头还紧皱了几分, 我问林匠, 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匠说, 昨晚房门被踢开了, 还有印象吗? 我点头, 他讲, 就是那个时候我上身了, 鬼上身? 又是鬼上身? 但是不应该, 张哈子诚先生他们都在, 如果林匠被鬼上身了, 他们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张哈子讲, 你个哈错错, 要是一般低鬼上身, 老子一眼就看出来老, 但是如果是有匠人让林匠鬼上身低呢? 还有, 你巫婆娘肚子里面, 哈有个鬼胎, 本身就是人不人鬼不鬼低, 老子就算是看走眼老, 那也是很正常低势, 我讲, 那你又是怎么晓得林匠被鬼上身了? 张哈子讲, 其实也不能讲鬼上身, 而是他穿老一双婴孩, 如果我没猜错, 他这一路走过来, 都是那双婴孩在控制他走低, 而这双婴孩, 就是刘鹏丧衣给林匠穿上低, 我讲, 就算是林匠脚上穿了阴鞋, 那也很可能是其他人, 为什么一定是刘丧衣? 张哈子讲, 你拉个不蠢私起, 昨天晚上, 哪个和林匠单独待低时间最长? 我想了想, 讲, 好像是我, 张哈子二话不说, 就是一巴掌扇过来, 我没来得及躲, 后脑勺被狠狠地扇了一巴掌, 他讲, 你要是有孩匠第一半本事, 老子绝对烧纸, 谢天谢地谢菩萨, 除老你之外, 是哪个? 刘鹏丧衣? 虽然我不晓得他对林匠做了些什么, 但是其中肯定有穿阴孩这个环节, 我回想了一下之前的事情, 我讲, 不对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进去的时候, 就应该发现林匠的异常了, 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 林匠说的门被踢开, 又是怎么回事? 张哈子讲, 你应该见过陈寒霍迪本师老, 他们还降一脉, 有一门绝技, 喊过一脚开, 本来是用来踢棺材盖子低, 但是用来踢门也是很好用低, 对于张哈子讲的这一点, 我是了解的, 以前在陈先生那里都见到过, 张哈子继续讲, 昨天那门应该就是被彭桑一滴那双阴还踹开滴, 因为动作太快, 所以你没看清楚, 哈以为是外面有人, 其实就是那双阴还, 没有灯被阴还一踩, 不惜才怪, 给人穿阴还, 没的那个人比还降一脉更精通, 原来是这样, 难道房门被打开后, 我什么都没看到, 我问, 你昨天是不是就已经晓得老, 要不然, 你浪得那么淡定, 不回来救我, 张哈子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讲, 昨天那个时候, 只是觉得有点不对劲而已, 至于要回去救你这一点, 哈错错, 哥哥讲个实话, 你莫伤心, 昨晚我真地没想到要去救你, 这个时候陈先生讲, 张哈子, 天底下还降, 又不是只有我们陈家, 如果是其他家人倒低呢, 就我晓得低, 村子里面就至少有两个指人, 张哈子讲, 你莫忘记老, 要是其他还讲, 你觉得他低音孩, 能踩过那七盏煤油灯不? 陈先生想了想, 然后摇摇头, 张哈子对我讲, 那七盏煤油灯的位置, 是北斗七星, 有七公星位, 至刚至阳, 一般低音孩, 挨到第一盏油灯, 都要被烧得连扎都不剩, 更何况, 后面哈有六盏, 但是林匠脚上确实穿老音孩, 所以, 这七盏煤油灯, 肯定是出老问题, 张哈子讲完之后, 从背包里面取出一些纸来, 然后对我讲, 你扎得来纸喝不? 边听边扎, 虽然不知道张哈子要扎纸喝搞嘛子, 但我还是接过小纸张, 一边扎纸喝, 一边问, 这煤油灯不是陈先生布置的卖? 难道也有问题? 张哈子一边扎纸喝, 一边讲油灯煤的问题, 关键在于煤油灯灯心上头低那火, 之前我和陈汉霍中招, 油灯是不是快熄老, 最后是被那个点燃跌, 我想了一下昨晚的场景, 然后很是沮丧地讲, 是刘桑依, 张哈子突然一趴大腿, 拿了一声讲, 讲, 我日你, 屋个仙人板板, 就是这个火, 差点把老子一世英明都回老, 哈措措, 你晓得那个灯火喊个魔子名字不? 我摇头, 表示不知道, 张哈子讲, 老子就晓得, 你不晓得, 如果哥哥没猜错, 那个火, 应该是云南一带低屋降术, 他有一个很好听低名字, 喊个玩火自焚, 不过, 我们一般称他为浴火, 也就是被这个火害低, 张哈子讲了这么多, 我基本上已经相信了, 刘桑依就是彭桑依, 但是, 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张哈子讲, 那就只有他自己晓得了, 一直沉默地刘桑依笑了几声, 终于开口讲, 不愧是重庆张哈子, 分析得果然精彩, 但是我很想问一句,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张哈子讲, 我上一次来王家村的时候, 王家祠堂, 灵位俯首, 众生称臣, 我第一次听到这八个字的时候, 是在王家祠堂, 是听村之书王清松讲他以前在祠堂听见的怪事, 然后祠堂里的灵位突然间就全部往前掉了下来, 当时张哈子还认为是要地震了, 赶紧跑到院子里去了, 之后, 为了灵位这事, 张哈子和陈先生他们全途推诿, 说不去立牌位, 无奈之下, 最后只能是我去, 那个晚上也是和以前一样, 差点没把我吓死, 最后还听到门口有指人说话, 让我去翻灵位, 我按照那个声音的指示去翻了牌位, 最后翻出了王清松, 我大伯和我自己的名字, 由此引发了请先登位的将数, 事后, 张哈子和陈先生都说是为了拿我当诱饵, 去引出幕后的始作俑者, 那个时候我并不是很相信, 我以为就是他们不想去给自己找的借口, 整个事情捋下来, 我能发现的最可疑的人, 也就是木匠王明轩了, 好像和刘桑一根本就联系不上啊, 张哈子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你好好想一想, 那些灵位向前倒下低前后, 祠堂里面有吗子不一样, 我仔细地回忆了一下当时发生的事情, 好像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院子里面的东西和之前一样, 不多不少, 我, 张哈子, 陈先生以及村支书王清松, 以及后面进来的刘桑一等一下, 人数不对, 在灵位倒下之前, 祠堂的院子里只有四个人, 但是灵位倒下之后, 院子里多出一个人来, 那就是从祠堂外面走进来的刘桑一, 张哈子讲, 对头, 就是他刘桑一, 我之前就很奇怪, 那些灵位倒神龛上头蹲得好好低, 朗哥可能没的事就跑下来, 原来是看到了彭家低人, 我讲, 你之前不是讲那是灵位俯首, 众生称臣迈, 张哈子讲, 一开始我也以为是低, 但是一直到现在, 老子都没看到过那些灵位搞事情, 倒是引出来一个请线灯位, 哈错错, 不是我讲你, 你们这个村子到底是个梅子村子, 朗哥屁大个地方, 牛鬼蛇身都有, 你看哈, 我们张家村, 清清白白低, 朗哥能那么纯洁, 听到这里, 我和灵匠同时给张哈子, 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陈先生和刘桑一, 没有亲自体验过张家村, 我可是一前一后的进去过两次, 要讲他们张家村纯洁, 那这个世界上, 也就没得危险的村子了, 张哈子估计, 自己也晓得, 这话讲得有些不太合适, 于是假装咳嗽了两声, 然后继续讲, 所以, 老子敢肯定, 那不是灵位俯首, 众生称臣, 于是我问, 那如果不是灵位俯首, 众生称臣, 魏抹子那些灵位会从神龛上掉下来, 张哈子讲, 那就要问这个老婆婆老, 你问哈塔, 当年到底对那些人做了些抹子, 让他们就算是死老, 也会害怕的从神龛上掉下来, 听了张哈子的话, 我再一次被震惊到, 按照张哈子的意思, 那些灵位掉下神龛, 根本就不是因为要搞事情, 而是因为害怕刘桑一, 所以才掉下来, 算是给刘桑一跪到求情吗? 求他放过王家村地后人, 如果真的是张哈子说的这样, 那很多地方倒是也可以解释得通了, 为什么我爷爷刚下葬后不久, 刘桑一就不请自来地出现在了我们村子, 而且当时我们什么都没有告诉他, 他自己就已经跑到我爷爷的坟地看了一下, 还看出我爷爷坟地的大手笔, 记忆以及晓得我爷爷坟下面还有一座坟, 这些事情是不是也太巧合了? 而且张哈子刚刚也讲过, 昨晚他中招的那些火, 是出自云南乌将树一脉的, 虽然我不知道, 这所谓的乌将树和将树有什么区别, 但是我听到了一个地点, 那就是云南, 我记得当时刘桑一出现在我们村子后, 他和陈先生分析, 是不是有人跟踪他来到了我们村子, 替他准备好了刘寡妇尸体的时候, 他讲过一句话, 那就是在云南那边转了转, 本以为可能会找到蛛丝马迹, 但是什么都没找到, 然后就直接回来了, 我并不知道刘桑一当初去云南是寻找什么东西, 但是我能肯定的是, 他去过云南, 和之前张哈子讲的那个浴火对应起来, 几乎就可以证明, 昨晚施展晚火自焚低将树就是刘桑一了, 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听到一阵掌声, 是刘桑一在拍手, 他拍了三下之后, 对张哈子讲, 张破鲁, 你晓不晓得六十年前, 将人圈子里面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是洛朝廷讲过的一句话, 天不生我洛朝廷, 将树万古长如叶, 那个时候的洛朝廷, 当真是天下将树第一人, 张破鲁, 你晓不晓得, 要是你早生几十年, 也生活到那个年代, 无论是洞察力, 还是逻辑思维, 你都可能和洛朝廷有得一比, 加上那个年代, 社会贫穷落后, 正是将门最辉煌的时候, 你的成就, 可能并不会比洛朝廷低, 可惜了, 现在社会发展了, 将门越来越没落了, 张哈子讲, 我晓得你是在拍我马屁, 洛朝廷是狼个样低人, 我听别人也讲过, 你没的必要给我带高梦, 老子虽然自恋, 但哈氏有自知之明低, 和洛朝廷比起来, 不止一两个水平, 那是差了好几个水平, 再讲老, 就算你今天拍我马屁, 也演示不了, 你就是最后一位彭家人低事实, 刘桑一讲, 可是, 我并没有要演示的打算, 否则我之前, 也就不会承认了, 我夸你, 是因为你, 通过这些细枝末节, 就猜出我的身份了, 和当年的洛朝廷, 简直是一模一样, 我惊讶地问刘桑一, 我爷爷当年就知道你的身份了, 刘桑一笑了一声讲, 如果不是你爷爷认出了我的身份, 我怎么可能三十岁就死了, 这一下, 不仅仅是我, 就连陈先生和张哈子, 以及林匠, 都很是震惊, 我们万万没想到, 刘桑一的死, 竟然也和我爷爷有关, 刘桑一继续讲, 如果不是我死了, 他落朝廷也不可能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带头人, 陈先生讲, 师叔你是三十岁那年去低, 你今年是九十二岁, 也就是六十二年前去世低, 算下来, 也就是一九五四年, 落朝廷是一九五五年, 第一次当上带头人, 时间上刚好对得上, 听到这里, 我脑海里又开始浮现一个不好的念头, 那就是, 会不会是我爷爷为了坐上带头人的位置, 所以把刘桑一给杀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我爷爷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如果刘桑一要报仇, 我是该反抗, 还是任由他宰割, 陈先生应该也是有这样的念头, 于是欲言又止地问刘桑一, 师叔, 你低死会不会是落朝廷? 陈先生的话没讲完, 但是我知道他要表达的, 就是我刚刚想到的那个念头, 毕竟为了争夺权位, 杀得把人在历史上太常见了, 当年的唐朝建国初期, 不就出现了为了皇位兄弟相残血腥场面吗? 更何况, 我爷爷和刘桑一还没有半点血缘关系, 按照我爷爷那坚定的心性, 杀了不就杀了? 但是刘桑一却笑着摇头讲, 你们也太小看落朝廷了, 他知道我身份之前, 我早就已经死了, 我被刘桑一的话给弄猛逼了, 这前后不死矛盾的吗? 张哈子看到我一脸猛逼的样子, 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我就晓得你听不懂, 我给你解释一哈, 你这么想, 彭桑一现在低年纪并不是所谓低92岁, 而是192岁, 当然了, 这个岁数只是猜测, 但是差不多是200岁左右, 这么想, 你是不是就懂了? 而且, 如果我没猜错低话, 落朝廷前辈那座坟下面, 埋低那个人, 根本就不是我们之前猜测低捧紧碎, 而是他彭桑一低身体, 听到张哈子的前半段话, 我就已经很猛逼了, 听完他后半段话, 我已经完全没有思考的能力了, 之前陈先生不是说过吗? 刘桑一今年92岁, 他是30岁的时候死掉的, 现在怎么到了张哈子的嘴巴里面, 就变成了近200岁的存在? 我问张哈子, 这个你肯定搞错了, 陈先生都讲了, 刘桑一是30岁那年死的, 难道陈先生也在撒谎卖? 张哈子摇头讲陈憨或低话, 连他自己都不晓得是真哈是假, 我问你, 陈憨或今年好多岁? 我讲, 和我二博士同学, 应该是50多岁, 差不多快60岁了, 张哈子这么一会儿功夫, 已经扎了九支纸贺, 一字排开放在他身前, 然后又从背包里面取出一截竹筒, 抽出灭刀, 开始划灭, 他边划灭边讲, 哈错错, 哥哥和你算一笔账, 你讲陈憨或应该是50多岁, 那就是哈梅到60岁是不? 好, 那就算他是60岁, 你想一哈, 60年前, 陈憨或刚刚出生, 但是彭桑一却是62年前死的, 你自己讲, 陈憨或低这话有多少可信度, 被张哈子这么一讲, 我顿时明白过来, 刘桑一今年92岁, 他如果是在30岁那年死的, 那么就应该是62年前, 但是那个时候, 陈先生很可能都还没出世, 也就是讲, 陈先生所了解的, 有关刘桑一生死的事情, 全部都是听别人说的, 而这个人, 很可能就是刘桑一他自己, 也就是讲, 他根本就不是1954年死的, 张哈子讲完之后, 并没有停下, 而是对陈先生讲, 陈汉祸, 我记得, 你以前将你准备挖坟堤时候, 用老头石问路, 问老十字对不, 陈先生点头, 张哈子讲, 你当时估计, 地下那位大概有好大岁数, 陈先生讲, 差不多200多年, 张哈子点头对我讲, 哈错错, 你现在搞明白老不, 如果地下那位, 就算是彭桑一低跌老子, 你算一哈, 就算是彭景岁50岁老来得子, 那他女子, 是不是应该150岁左右, 这和尼玛所谓, 第92岁哈, 相差老60多年, 难道这60多年, 刘桑一都是一个胎盘, 对啊, 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以前怎么没想明白, 这根本就是一个简单的加减问题, 只要算一下时间, 所有的一切不都是明白了吗, 可是, 就是这样简单的问题, 才最容易被人给忽略, 只有张哈子这样的人, 才能把普通人给经常忽略的东西, 给重视起来, 等到他解释了之后, 才发现, 原来事情真的就是这么简单, 可要换做是我自己, 想要找到这个关键点, 估计难如登天, 我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刘桑一是在陈先生出生之前就死掉的, 那么陈先生又是怎么认识刘桑一这个人呢, 难不成陈先生以前都是和鬼打交道, 这一次张哈子没讲话, 而是陈先生回答我讲, 小娃娃, 小时候我和你一样, 也搞不明白, 还经常被我师叔换来换去的样子搞迷糊, 后来我才晓得, 这些事情都和我师伯陈游里有关, 他是我师叔弟师兄, 以前都是他从外面带着人回来, 让我师叔带到里头, 以前不晓得他是从哪里搞起来的, 现在才晓得应该就是到张哈子他们递张家村搞来递指人, 被陈先生这么一讲, 以前很多断断续续的片段也就都能够联系起来了, 我想陈游里之所以留在张家村, 不仅仅只是为了守住我爷爷留下的东西, 还有一方面就是为了给刘桑一弄身体, 唉, 这些老一辈,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他们了, 但是不管怎样, 刘桑一年龄的这个问题现在算是搞明白了, 然而, 就算刘桑一的真实年龄不是92岁, 可这也不能证明我爷爷坟下面埋着的那位就是刘桑一的身体啊, 张哈子之前不是也假设那是彭锦碎的身体吗? 说实话, 当张哈子提出这个推测的时候, 我是完全不相信的, 哪怕是一丁扁的蛛丝马迹, 我都没有发现, 这叫我怎么相信? 更何况, 如果我爷爷坟下面那位就是刘桑一的身体的话, 那么当初地煞冲月的时候, 刘桑一为什么还要帮助张哈子来破解? 当时阻止他不就好了? 张哈子把手中的竹筒放在眼前看了看, 继续画面, 然后讲, 这件事情就哈要从王家村低开村老祖宗王农友讲起。 哈错错, 我问你, 当初我们是魏莫子认为地下那位是彭锦碎低身体低? 我把当初的分析给在场的所有人重新梳理了一遍, 因为灵将并不知道我爷爷和他坟下面那位的事情, 所以我尽量讲得比较详细。 讲完之后, 张哈子看了一眼灵将, 问他, 姓灵爹? 你看出来这里面有吗子漏洞没? 灵将几乎是想都没想就讲, 龟虚鱼。 张哈子用灭刀一拍大腿, 但是力道没控制好, 疼得他撕了一声, 然后讲, 我日你, 屋个仙人板板, 人聪明就是没得办法, 听一遍就找到老漏洞, 就是龟虚鱼。 姓灵爹, 你给这个哈错错分析分析。 灵将说, 当年王农友为了抢九世败相的位置, 杀害了彭锦碎。 最后讲, 所有彭家人的尸体, 全部都扔进鱼塘为了龟虚鱼。 你们之前讲过, 是他女儿回来, 把他的身体又埋进了坟里。 那么请问, 他的身体都被龟虚鱼吃了, 哪还有身体葬进坟里? 就算是他的骨头, 根据龟虚鱼的习性, 估计也都被龟虚鱼吃了。 也就是说, 彭锦碎这个人彻底的消失了。 简单, 简直是太简单了。 贝灵将这么一分血, 我顿时毛色顿开。 我爷爷坟下面压着的那位, 肯定是彭家人, 否则也不会对王家村图存, 但是又不可能是彭锦碎。 那么唯一的可能就只要那最后一位彭家人了。 难怪张哈子之前说, 排除所有的不可能, 那么剩下的那个, 即便再不可能, 也就是真相。 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而灵将只不过是听了一遍我的叙述, 就找到了问题的关键, 还立刻给分析出来了。 不得不感叹, 我和灵将他们之间的差距, 完全是天上地下。 我不知道张哈子到底是怎样的脑容量, 才能在短时间内就把这些问题给想明白了。 而且他还能那么自信满满地确定它是对的。 张哈子点头讲, 姓灵爹, 你这个智商完全碾压哈措措, 你以后哈是表现得蠢一点, 不然我怕哈措措有压力。 讲完之后, 张哈子看着刘桑一讲,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当初我在鱼塘附近看到, 爹那个黑影人应该也是你老, 赶老一路, 赶到祠堂低时候跟掉老。 所以, 当时你是准备去藏族捕卖? 这样, 我们就不晓得你低身份了哦。 没想到刘桑一摇摇头, 讲, 恰恰相反, 我是去把族谱放出来, 好让你们看见。 张哈子低着头想了一下, 重重地点头, 讲了一句, 原来如此。 我小声问张哈子, 你晓得他为麽子要让我们看见族谱了? 张哈子也小声地回应我, 讲, 不晓得。 我讲, 你不晓得你点麽子头? 张哈子讲, 为了维护我机制低形象。 听到这话, 我顿时语色, 没想到, 人不要起脸来, 也能如此理智气壮。 于是我问刘桑一, 刘姐, 你为麽子要把族谱放出来, 让我们看见? 刘桑一突然笑了一声, 那笑容和他娇媚的脸庞很不相符, 看上去很是诡异。 他讲, 一个人活了这么久, 都快要被人忘记了, 总要找些存在感不适。 我一开始还以为能陪你们多玩几年, 没想到张破鲁你实在是太聪明了, 这才一个月不到, 就没得玩了。 不过有一点, 张破鲁, 就算你千算万算, 你肯定没算到, 我的的确确是1954年死的。 而且, 还是骆朝廷亲手杀了我, 然后把我埋到坟里面去的。 那一年, 骆朝廷才25岁。 当听到刘桑依这话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切实在是太荒谬了, 简直是不可理喻。 我知道我爷爷很牛逼,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刘桑依的死, 竟然也和我爷爷有关, 不仅仅有关, 而且竟然还是他亲手杀死了刘桑依, 那我爷爷的身上, 岂不是又要多背负一条人命? 如果我救公之前说的是真的, 我奶奶也是我爷爷杀死的话, 那么, 一共就由我奶奶、 救公、刘桑依三人都是明确地死于我爷爷手中。 但是, 我爷爷为什么要杀了他们? 这么多对我爷爷有什么好处吗? 我想不明白, 我已经被刘桑依的话给震得不知道该怎么思考了。 等一下, 刘桑依之前不是说过了吗? 他说我爷爷在认识他之前, 他就已经死了, 为什么现在又说是我爷爷杀了他? 这前后完全是矛盾的。 张哈子讲, 你个哈错错, 如果刘桑依死老, 那你现在看见低视吗子? 我讲, 这不是他的魂魄附在刘寡妇的身体上, 你的意思是讲。 我爷爷认识的刘桑依, 也是他的魂魄附在其他女人的身上的那个刘桑依。 张哈子讲, 除此之外, 我想不到其他更合理的解释。 我讲, 也就是讲, 刘桑依在认识我爷爷之前, 就已经死过一次了, 但是身份被我爷爷认出来之后, 我爷爷就把他杀了, 又让他死了一次。 张哈子却是摇摇头讲, 我日你, 屋个仙人板板。 哈错错, 为么子别人讲么子, 你就信么子。 你有没得一点是你自己的思考。 彭桑依这种满嘴跑火车低话, 你也信, 你爷爷就算再牛逼, 他那年也才25岁, 和他一个100多岁低老太婆比起来, 不管是经验哈士将数, 都远远不如。 他能杀死姓彭爹, 打死我都不信。 讲完之后, 张哈子手上的动作也终于完成了, 我看见他把灭刀别到腰上, 然后开始编织手中的那个竹筒, 我借着手电筒的光看得很清楚, 他这一次虽然不是用的扎签刀, 但是那些灭条的粗细, 却和扎签刀相差不了多少。 而他编织的东西, 我看了看, 很像是一艘船, 和当初在那个鱼塘见过的那艘船差不多。 他把这艘船也放在他面前, 然后在船的中间位置插了一片竹叶。 刘桑依看到他这个动作后讲, 张哈子, 你不用白费力气了, 难道你还没发现吗? 既然我会承认自己的身份, 也就意味着, 没准备让你们活着出去了。 我听到刘桑依的这话, 才意识到, 这个牛角洞是刘桑依借着灵匠的双脚, 把我们引到这里来的。 这里简直就是他的主场, 肯定在这之前就已经经营了很多东西, 可以说他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难怪从进来之后, 张哈子就一直忙个不停。 据有猜测, 张哈子之所以会绕来绕去讲这么多东西, 目的就是为了拖延事件。 我想, 他现在做的这些, 应该就是在布置一个很大的降术降台。 对于刘桑依的话, 张哈子只是冷笑一声, 然后继续手里的事情, 看上去好像是在结印, 但更像是在搓手, 就好像是冬天手冷一样。 刘桑依讲, 那你说, 如果不是洛朝廷杀死我, 又是谁杀死了我? 张哈子不懈地看了一眼刘桑依, 讲, 第一次你是狼的死狄, 我是真狄不晓得, 但是第二次, 你肯定不是哈措措他爷爷弄死的, 因为到那个时候, 你帅哥我张哈子都哈没声, 根本没的人搞得死你, 包括他洛朝廷。 刘桑依讲, 我之前就讲过, 洛朝廷是几百年来, 降人圈子里面的第一人, 你凭什么降他不能杀死我? 其实我也有这个疑问, 在我看来, 我爷爷基本上已经代表了整个降人圈子的最高水平, 难道还有他对付不了的人? 张哈子讲, 很简单, 要是他当初就能把你弄死, 魏莫子不直接把你低三魂七魄全部打散, 又魏莫子要等到他快死低时候, 还不惜把他自己练成活尸, 镇压到你低坟上头。 偷你低运势是真, 但是最主要低目的, 哈是为老房子, 你出来祸害他们落家低人。 但就算是这样, 如果不是陈汉祸及时赶到, 哈措措他爹老子哈不是差点就被你弄死了, 洛朝廷有身体有魂魄, 都搞不赢你一个身体。 你现在却讲几十年前是洛朝廷杀老你, 你这话也就骗一哈这个哈措措, 我们三个你能骗到哪个? 好吧, 我承认, 我之前确实相信了刘桑一的话, 我几乎都已经在心里认可了, 刘桑一就是我爷爷杀的, 但是现在被张哈子一讲, 我才明白, 原来这里面还有这么多弯弯, 果然还是张哈子心思缜密, 连这些毫不起眼的细节都能够发现, 而且还能把以前的事情和现在联系起来, 仅仅就这一点就足够我学好多年的了。 但是, 真的如张哈子讲的那样, 只有我一个人被骗到吗? 于是我看了陈先生眼, 发现他也是一脸惊讶, 看起来他应该和我一样也被刘桑一给骗了。 至于林匠, 我看到他一脸风轻云淡, 很显然, 他应该是猜到了的。 当然了, 也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 他根本就不知道我爷爷爬出老屋这件事, 所以根本就听不懂张哈子在讲什么。 既然不知道, 也就不会吃惊。 说实话, 看到他们两个这副表情, 我也就放心许多了, 否则我真的想要找个专业机构去测试一下我的智商了。 刘桑一再一次拍手鼓掌, 讲, 难怪现在匠人圈子里面有传言讲, 六十年前落朝廷, 六十年后张破鲁, 果然名副其实, 但是张哈子, 我确实是那一年死的。 而且, 我的确认识落朝廷, 还准备一起去参加五年一度的匠人聚会, 但是我却在一九五四年死了, 这一点, 陈有理和陈有福都可以作证。 这一点, 你又怎么解释? 张哈子讲, 我晓得你和落朝廷认得到, 不仅认得到, 你还非常信任他, 要不然你也不会把这么重大低事情交给他来办老。 刘桑仪讲, 你又猜出来了, 张哈子点头, 又摇头讲, 不是猜, 到我低世界里, 根本就没得猜这个讲法, 都是靠我超越常人低智商推测出来的。 如果我没猜错低话, 如果我没推测错低话, 你是自杀。 还做错, 也就是你爷爷用低那个方法, 练活尸, 然后你让落朝廷, 把你埋在九十拜相那个风水局上。 你自己讲, 如果你不是非常信任他, 你会把这么重要的地方讲给他晓得。 刘桑仪听完之后, 哈哈大笑, 讲, 张破鲁啊张破鲁, 你又猜错了吧? 九十拜相不是我告诉落朝廷的, 是他自己找到的。 哦, 不对, 是他和吴之音一起找到的。 听到刘桑仪讲这话, 我突然想到, 我爷爷和我奶奶年轻时候, 照的那张旧照片, 照片后面写着的那一行字, 九十拜相, 我们终于找到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脸上的神情, 有什么变化, 被刘桑仪看到了。 于是刘桑仪对我讲, 小娃娃, 看你这表情, 应该是看到过那张照片了。 没错, 那张照片, 就是我给你爷爷奶奶拍的。 说句实话, 你别不爱听, 虽然你爷爷当初已经小有名气了, 但我还是觉得他配不上你奶奶, 就好像你现在配不上林匠一样。 我听到这话, 当即就对张哈子讲, 用灭刀砍死他。 我这话很自然的, 被在场的所有人都给忽略了, 让我很试请尬, 不过我已经习惯了, 连脸都没红一下。 刘桑仪继续讲, 骆朝廷他们两口子到村子里住了一段时间, 骆朝廷就发现了我的身份。 但是张破鲁, 你还有一件事, 错了。 我虽然不姓刘, 但我也不姓彭, 我姓王, 我是正宗王家后人。 建议看本章前, 先看看第222章, 刘桑仪的话, 不仅仅让我陷入了迷雾之中, 我看见就连张哈子脸上都出现了少有的猛逼。 很明显, 张哈子这一次是真的没有猜到, 而就在这个时候, 刘桑仪开口对我讲, 小娃娃, 你是不是已经去过张家村了? 我点头讲, 是的, 刘桑仪讲, 你既然去了张家村, 那么, 你爷爷留给你的东西, 你应该已经拿到了, 难道你还不知道我的身份? 陈尤里之前也说过我爷爷给我留了东西, 现在刘桑仪也说这话, 可是, 我爷爷到底给我留了什么,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我唯一知道的, 就是张哈子给我说的那个天大的便宜, 可是, 这天大的便宜是什么? 张哈子和林匠都不给我说, 等于我还是什么都不知道, 可是现在刘桑仪却说我爷爷留给我的东西, 能够判断出刘桑仪的身份, 这不是扯淡等一下, 我去张家村之后, 除了得到了那天大的便宜外, 剩下的就应该是那两个站在山顶看着山下的梦了, 第一个梦不是发生在我们村子, 而且里面的事情发生的也太过遥远, 看不出什么蛛丝马迹来, 但是第二个梦, 联系刘桑仪之前说她姓王这件事, 似乎能够有所发现, 我记得在第二梦里, 我看到了太平玄关的布局, 那个女人是村长的女儿, 是她主持了大家布置了太平玄关, 当时我的全部经历都到了太平玄关上面, 却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那就是这些人的身份, 这个女人是村长的女儿, 而且还嫁给了一个外来人, 最后村长还把村长的位置传给了她女婿, 这些事情联系在一起, 几乎不用怎么推测就知道, 这个女人就是最后一位彭家人, 而那个被太平玄关葬下的人, 便是王家村的开村老祖宗王农友, 可是从梦里的场景来看, 王农友似乎并没有篡夺村长的位置, 也没有对彭家人下手, 否则村长的女儿也不会亲手主持着 把王农友葬进九十败相之地, 但是这和我们之前的推测就完全相反了, 难道是我们之前的猜错错了? 不对, 应该是遗漏了什么? 等等, 他们屋子里面发生的事情, 我是看不见的, 应该就是那里面发生了什么不可见人的事情, 但具体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估计也永远没有人知道了, 等一下, 如果没有人知道这些事情, 那么我的这个梦到底是怎么来的? 既然是我爷爷留给我的东西, 那么我爷爷应该是知道这件事的, 可是, 按照时间来算, 我爷爷到那个时候根本就还没出生, 那么, 又是谁告诉给我爷爷的? 我想了好一阵, 终于才发现, 原来从一开始, 我就忽略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而那个人就是那两口子的女儿, 没有谁会比他们的女儿更清楚他们之间的事情, 刘桑一说他姓王, 而那个女儿是王农友的女儿, 自然姓王, 也就是说, 眼前的刘桑一, 应该就是王农友的女儿, 而我爷爷知道这些事情, 也全是刘桑一告诉他的, 然后他用梦境的形式, 再转告给我, 这些事情说起来很繁杂, 其实就是几个呼吸的事情, 就想明白了, 而且, 这一切似乎都理顺了, 但是问题又来了, 那就是, 我爷爷给我留下这个梦境, 是想要表达什么, 我还没想明白这个问题, 张哈子就凑到我身边来问我, 哈错错, 上次看族谱, 你哈记得到王农友有后人没? 我想了想, 然后摇头讲, 我记不到了, 果然, 张哈子已经猜到了刘桑一的身份, 我是凭借着爷爷留给我的梦境, 才有了那样的推测, 但是张哈子什么都不知道, 仅仅就是凭着刘桑一说的一个信, 就能够想到这里, 这让我很是沮丧, 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真的是很难填补的, 张哈子从背包里面取出一盏马灯, 手腕一抖, 马灯就被点亮了, 他举着马灯问刘桑一, 你讲你姓王, 那么, 你是王农友低女子, 女儿的意思, 刘桑一笑着拍了一下手掌讲, 果然是张哈子, 你这样的思维, 不比当年的落朝廷差, 张哈子并没有因为刘桑一的这个夸奖, 而骄傲自豪, 而是很严肃地问, 既然你也是王家人, 你为何子哈要用地煞冲越图村, 我看见刘桑一的神情有些忧伤, 他讲, 如果我说不是我, 你信吗? 张哈子没回答, 而是反问讲, 你猜我信不信? 这个时候, 我打断他们的对话, 然后把我梦到的那个梦境, 全部说出来给大家听, 说完之后, 我对张哈子讲, 我爷爷坟下面埋着的, 应该是王农友, 不是你讲的刘桑一的身体, 张哈子讲, 不可能, 如果是王农友, 他不可能对自己低族人下手, 更何况, 这些族人哈都是他低后代, 但凡是有点人性低, 都搞不出这种畜生事, 地下那位肯定是姓彭低, 而且一定是最后一位彭家人低身体, 就算不是他刘桑一低, 也一定是他妈低, 我讲, 这也不是没的可能, 毕竟那个墓是刘桑一他母亲主持修建的, 要留下一个入口, 还不是一句话的是, 刘桑一并没有在这件事上继续纠结, 而是问张哈子, 他讲,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自杀吗? 张哈子讲, 难不成哈是为老维护世界和平? 刘桑一苦笑了一声讲, 你之前猜的都没错, 我的身体确实葬在洛朝廷的坟下面, 但是有一点, 是你们都被陈恩义给误导了, 那就是, 这座坟根本就不是双重坟, 而是三重坟, 在我的坟下面, 还有一座坟, 葬着我的母亲,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一切就都好理解了, 地下冲月是刘桑一的母亲弄出来的, 也就是最后一位彭家人为了报复而施展的屠村计划, 那么, 他的自杀又是怎么回事呢? 而且, 根据我的梦境, 王农友不是没有杀害彭景碎吗? 难道是我的梦境有遗漏? 张哈子讲, 你个哈措措, 你这个梦境, 是刘桑一给洛朝廷奖低, 当初这个老太婆都哈是一个小萝莉, 她能看到多少真相? 她又能记得多少真相? 就算是王农友把彭景碎杀老, 也不可能当着刘桑一的面不是, 所以, 之前低推测是没错低, 而且, 如果老子没猜错, 刘桑一应该是在很小低时候就成老龟, 我讲, 魏莫子, 张哈子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这都想不明白, 王农友死老, 他会让刘桑一的老妈活到起, 肯定是让人把他也弄死老, 父母双亡, 你自己讲, 刘桑一是不是就变成官老, 一个郭儿, 饥寒娇破滴, 能记得当年低事情就已经很不错了, 原来张哈子是这个意思, 最恨跟他们这些花花肠子的人说话了, 讲什么都要拐几个弯, 不像我, 直肠子, 说话耿直, 反正我是不会承认张哈子的智商比我高, 这时, 张哈子手中举着的那盏马灯突然熄了, 我以为张哈子会骂人, 没想到张哈子却是嬉皮笑脸对刘桑一讲, 你看哈, 你是郭儿, 我差不多也算个郭儿, 大家都是郭儿, 何必郭儿为难郭儿, 这样, 你放我们出去, 咱们以后拜个霸子, 就是一家人佬, 你看行不, 刘桑一冷笑一声讲, 张破鲁, 亏你一直叫别人哈措措, 你是不是傻, 我非那么大劲把你们弄进来, 就凭你一句话就放你们出去了, 哦, 对了, 你还没回答我, 我为什么自杀, 借着手电筒的光, 我看见张哈子的眼神里面闪过一丝少有的神色, 我知道, 那种神色叫做哀伤, 我听见他艰难地吐出四个字, 阴木正师, 当张哈子说出这四个字的时候, 我看见不仅仅是刘桑一的神色有了变化, 就连陈先生和万年冰山女神的灵匠, 他们两个的脸色也微微有些变化, 我不知道那种变化到底算不算得上是震惊, 但是我知道, 那样的神情绝对是我第一次看见, 于是我急急忙忙问张哈子, 什么叫阴木正师, 张哈子看了一眼刘桑一, 然后一屁股坐下, 从口袋里面取出来一些铜钱放在手里握着, 然后用身子微微又轻, 摆出了一个十分惬意的姿势, 但是我知道, 这是佛家的转轮王座, 我以前在医院的时候, 不知不觉中摆出来过一次, 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我不知道张哈子摆出这个姿势是要干什么, 不过他也让我坐下, 摆出同样的姿势来, 然后他又看了看灵匠和陈先生两个, 他们两个也都会议, 一次坐下, 只不过, 灵匠摆出的是全家爹座, 显得更加优雅和神圣, 等到我们四个都坐下后, 张哈子才对我讲, 阴木正师, 到我们匠人圈子里面, 也只是一个传言, 不晓得真假, 你也就当听故事, 莫当真, 这件事, 哈要从拓跋位讲起, 拓跋位你晓得不? 我点头, 讲, 拓跋位包括北位, 东位与西位, 是先卑族拓跋归建立的北方政权, 也是南北朝时期, 北朝第一个王朝, 最著名的一件事, 就是北魏孝文帝拓跋红, 迁都洛阳, 张哈子讲, 讲你平时是个哈措措, 你对这些历史, 拉个又记得拉个清楚, 那你晓得孝文帝为么子要迁都洛阳不? 我讲, 历史书上讲了好几个原因, 最主要的是他从小就学习汉族文化, 所以对汉族文化很是羡慕, 其次就是南方土地肥沃, 可以解决粮食问题, 另外就是定都洛阳, 可以更有利于统治整个中原, 张哈子讲, 去他妈的历史书, 全部是瞎几把扯淡, 他之所以迁都洛阳, 原因是因为他手下第一支部队, 到洛阳发现老一个墓, 我就晓得, 张哈子的话, 肯定会给我打来惊诧, 于是我问, 难道这个墓, 就是那个所谓的鹰木阵尸? 张哈子讲, 墨及错, 听哥哥慢慢给你讲, 讲完这话的时候, 我看见张哈子, 双手握在一起摇筒前, 两个大拇指之间, 留出一个小缝隙, 摇了好几下之后, 才终于摇出一枚铜钱来, 他把这枚铜钱放在一只纸鹤的身下, 然后继续摇, 一边对我讲, 你学过历史, 那你应该晓得, 孝文帝要迁都洛阳, 当时是受到老很多低阻力低, 是不? 我讲, 的确是这样, 书上有过记载, 当时的拓跋宗士以及大臣们, 都是极力反对迁都洛阳的, 因为北魏一开始的都城是平城, 是太祖定下的, 古代最重祖宗遗训, 现在拓跋宏要迁都, 那些宗士以及大臣们肯定不会同意, 张哈子点头讲, 那你晓得, 魏莫子最后还是迁都城宫老布? 我讲, 这是孝文帝的一个手段, 书上写的是, 孝文帝见迁都不成, 就换了一个理由, 说是要南下征讨留宋, 然后还说大臣们都是有奇才的人, 要跟着一起去出谋划策, 然后就轻率二十万大军南下, 但是那个时候天气不好, 宗士和大臣们走到一半, 也就是洛阳的时候就扛不住了, 吵着不打仗了, 要回去, 可是回去也是一半路程, 再折腾下去, 那些年纪大一些的宗士和大臣, 就真的要见祖宗去了, 于是一商量, 就干脆不走了, 定在了洛阳, 张哈子讲, 这就是你们这些读书人玩笛把戏, 明明是为老一个木, 哈偏偏写朗个一大段话来演示事情笛真相, 按照书上写笛, 难道那些宗士和大臣难道都是吃屎笛? 能当到朗个大笛官? 难道他们看不出来打仗要走廊个远? 所以讲撒, 历史书上低东西都是经不起推敲低, 全是狗日低扯卵谈, 我很是鄙视的看了张哈子一眼, 你之前不是还说让我不要当真? 你现在为什么又一直说历史书的不对? 你这不是摆明了, 就是在强调你说的是对的, 历史书上是错的吗? 此地无银三百两啊张哈子! 很显然, 张哈子对我的之一没有丝毫的在意, 而是继续问我, 哈错错, 我再问你, 你晓得那个木姓吗子部? 我讲, 书上又没写, 我郎可晓得, 张哈子讲, 姓杨, 木一杨, 那你晓得这个墓里面有吗子部? 对于这种问题, 我干脆就不回答了, 张哈子讲, 墓里面金银财宝这些东西, 我就不讲了, 姓拓跋低视皇帝, 看不起这些, 我讲, 难道是龙脉? 张哈子立刻还了我一个鄙视的眼神, 讲, 美朝皇帝身边都有鲲匠, 定龙脉这种事, 轮得到他拓跋红亲自出马, 而且, 哈士托家带口低, 更加不可能, 我也是听到老一辈讲, 拓跋一族迁都洛阳, 是位老那口墓里面第一口棺材, 我讲, 难道是我们之前见过低竹红血观? 要不然, 就是太平玄关? 张哈子听到这话, 伸手就要打我, 但是毕竟, 手里还握着铜钱, 腾不出手来, 这才作罢, 他没好气地讲, 我日你, 屋个仙人板板, 老子都给你讲过老, 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 你哈讲你见过, 你是不是脑壳进水老? 我没有反驳, 因为我小的, 不管我怎么反驳, 张哈子都有理由对死我, 于是我转移话题讲, 那这口棺材, 有吗子讲究? 张哈子讲, 这就要从这个墓堤发现讲起, 据老一辈讲, 这个墓是一支军队发现堤, 这支军队不晓得为么子就挖了这个墓, 但是墓有大师封路, 根本进不去, 结果, 哈士军队里头第一个姓李堤石将, 破开老两道石门之后才进去, 进去之后, 他们发现, 这里头有一口棺材, 当棺材打开堤时候, 他们看到棺材里面, 竟然有一对男女, 这对男女不是睡到棺材里头堤, 而是背对背做到起堤, 而且, 当棺材打开堤时候, 这两个人堤眼睛竟然同时睁开老, 还转头看着那些开关堤人, 听张哈子讲到这里, 联系到这个阴森森的牛角洞, 我头皮一阵发麻, 张哈子继续讲, 这些人看到这个场景后, 立刻跑老出去把墓室封老, 然后在封石上凿洞, 塞桃木枝进去, 把里面堤那对男女活活熏死老, 其实这个讲法可能不合理, 因为那一对男女可能早就死过一次老, 等那些人离开那个墓后, 发生老怪事, 军队里头一夜之间遭老瘟疫, 随对军医束手无策, 最后还是朝廷派老一个匠人, 才把这件事解决好, 我讲, 这个匠人就是皇帝身边的坤匠, 张哈子点头讲, 那个匠人到老之后, 问清楚原因后, 就只身一人下目, 没多久, 那个匠人就带老一个女人回来, 他对军队低将军讲, 这是阴木阵师, 你们坏老他们低老屋, 必然要还他们一个屋, 这个屋不是一般低屋, 而是一个国, 但是那个姓李低石将又破老他们老屋低两道石门, 所以这个国传到两代就要改姓李, 因为是个女婴, 所以李姓王朝之中必然又会出现一个女皇帝, 这一切都是天助定地, 这个秘密你晓得就好, 不要传出去, 不然口舌溃烂, 终生无救, 讲完之后, 那个坤将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老, 那个石将也跟到消失不见老, 连同那个墓都找不到老, 张哈子继续讲, 但是那个将军转身就把这个秘密上报老孝文帝, 正因为告密, 这支军队上至将军, 下至士兵, 全部口舌溃烂, 成为历史上最出名的哑巴军, 而孝文帝听老这个秘密之后, 下令全国抓捕那个坤将和石将, 这也就是, 魏莫子到北魏之前, 历朝历代都是遵崇道教, 但是到老北魏低时候, 会突然全国范围内灭道教, 遵佛教低原因, 但就算这样, 哈士没能找到那两个人, 因此孝文帝才迁都洛阳, 想要以天子之气镇住那个墓, 于是到老洛阳之后, 到处凿洞布置风水局, 那些洞现在不哈到洛阳卖, 我讲古洋洞, 龙门诸窟中最古老的洞窟, 张哈子点头讲, 对, 就是这些洞, 但是然并乱, 就算是他是皇帝, 都没能镇住这个墓, 也没能找到那个墓, 历史哈士没能改变, 哈错错, 讲到这里, 你应该晓得那两个朝代是哪朝老撒, 张哈子讲完之后, 我几乎已经大脑一片空白了, 我艰难的点点头, 算是回应了张哈子的问题, 在北魏之后姓杨的, 而且只传了两代的朝代, 不正是杨奸创建的杨氏隋朝吗? 隋朝最后被李渊所灭, 李渊因此建立了李唐王朝, 而在唐朝的时候, 不正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吗? 如果张哈子讲的都是真的, 那么这一座墓, 可是整整影响了两个朝代啊, 这尼玛就是所谓的鹰木震尸吗? 鹰木震尸有这要牛逼吗? 我几乎都已经不能思考了, 可即便如此, 这尼玛和刘桑义的自杀有什么关系呢? 难道, 突然, 一个无法挥散的念头在我脑海里闪过, 几乎只是刹那间, 我就被自己的这个想法给吓得全身瘫软在地, 如遭雷击, 鹰木震尸的杨氏坟墓被人破坏, 所以天道循环还给了他们杨氏一个国家, 但是封住墓穴的两道石门是被李姓石匠给攻破的, 所以杨氏国家传了两代之后, 就到了李氏唐朝, 而现在, 刘桑义自杀, 我爷爷将他的尸体埋进墓穴, 是不是也算是破坏了他们的墓? 所以, 会给他们一个国家, 但是最后是我爷爷破开的这个墓, 那么这么算下来, 最后是不是? 想到这里, 我的后背已经全部湿透了, 如果我是生活在古代, 那么我还有可能去做一下这个白人梦, 毕竟在那个年代, 乞丐都能成为一个开国皇帝, 我一个熟悉历史的大学生凭什么就不能, 可现在是什么社会, 我不说大家的都知道, 所以这样的事情, 我根本想都不敢想, 不管是以前还是以后, 我都是一样, 从来没想过, 以后也不会想, 张哈子看到我摊坐在地上, 当即一巴掌拍过来, 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老子就晓得你会有浪的大低反应, 所以提前让你坐到地上, 不过哈措措, 这一次, 你是真低想多了, 我一开始就给你讲过了, 让你当故事听, 喊你莫当真, 你拉个, 就记不住慢, 听到这里, 我才从震惊中慢慢缓过神来, 对啊, 张哈子一开始不就提醒我了吗, 我怎么还钻牛角尖去了呢, 张哈子讲, 你个哈措措, 再讲老, 你好生想一哈, 要是真低有樱目震失这个东西, 降人几千年低传承, 难道就没得牛逼低降人, 尝试到去搞一哈, 不吹牛逼, 就算是老子郎的淡薄名利低人, 都想去搞一哈, 更莫讲是其他降人老, 所以肯定会有, 但是老子就只晓得那一个, 这就说明, 这个东西是不可复制低, 就算是复制老, 最多也就是形似, 达不到以前那样低效果, 所以, 几千年下来都没听到过第二个, 降人圈子里面也才认那只是一个故事, 你个哈措措也不要乱想, 顺其自然就好, 我点点头, 表示明白了, 确实如张哈子说的那样, 要是真的存在那样的风水局, 不可能没有降人不去模仿, 而且, 一旦有人模仿, 降人圈子里面不可能没人知道, 但是不对啊, 如果那仅仅只是一个故事的话, 为什么之前张哈子说, 刘桑依的死和鹰木震尸有关, 张哈子讲, 你以为所有人都像我郎的聪明, 看得出来那个东西, 仅仅只是一个故事, 刘桑依他爹老子和娘, 老子肯定就不晓得, 鹰木震尸是不可复制低, 所以先后葬到同一个地方, 刘桑依可能也以为那是可以复制低, 所以自杀也买老进去, 这样一来, 鹰木震尸风水局所需要低一家三口, 就全部凑齐老, 但是有卵用, 几百年过去老, 这个天下们子时候信过王, 所以再一次证明, 这个鹰木震尸只是一个扯卵谈低, 传说误然啊, 被张哈子这么一说, 难道刘桑依的自杀, 就是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鹰木震尸的风水格局? 我看向刘桑依, 他还是站在原地, 手电筒的光照耀下和以前一样, 还是一脸的娇媚, 但是神情之间多了些不可名状的哀伤, 他讲, 张哈子, 确实如你说的那样, 鹰木震尸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罢了, 在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风水格局, 这一下, 我又猛逼了, 既然刘桑依也认为没有鹰木震尸, 当年又为什么要自杀? 张哈子讲, 蠢四季, 打个比方讲, 你没吃过狗屎, 所以你很想试一哈, 就算大家都讲狗屎不好吃, 但是你哈是要试一哈, 等到真滴是过老, 你才晓得, 原来他妈滴真滴不好吃, 刘桑依也是一样, 他当年肯定不晓得鹰木震尸是个故事, 所以用自杀的方式逼着骆朝廷把他也埋进去, 到头来发现是一场轰, 对于张哈子举的这个例子, 我根本都懒得反驳了, 不过, 想想刘桑依的动机确实可怕, 为了所谓的鹰木震尸, 竟然连命都不要了, 但是也不对啊, 就算鹰木震尸是真实存在的, 那也和刘桑依没什么关系啊, 他毕竟已经下葬了, 张哈子讲, 所以他仅仅只是身体下葬, 魂魄哈流到外头低, 我们讲低因果, 都是叶包到魂魄上头, 和身体是没的关系低, 要不然, 尸体烂老, 难道因果就没得老, 不过也怪我, 当年那个故事没跟你讲完, 当年那个昆将不是从墓里面带出来一个女鹰脉, 你晓得这个女鹰最后结局什么子不? 我摇头, 张哈子讲, 老一辈讲, 这个女鹰就是当年北齐低狐皇后, 则则, 皇后拉个大低位置, 是个女低都想坐一哈, 当然了, 以巫婆娘肯定例外, 你看她那副冷冰冰低表情, 整个就是看破红尘低样子, 狐皇后, 在我的印象中, 最后成为了狐太后, 是史书记载里, 最淫乱的一个皇后, 只不过当皇后的时候没多少世纪传出, 而是她当了太后之后, 史书上大大小小记载了, 她不下百见淫乱的事情, 即便是北齐被灭国后, 她认识自愿去青楼维绩, 受万人骑成, 史书上对她的评价不差, 难道, 刘桑依那自内而外的娇媚神态, 就是传自这里, 我没敢把这些历史记载说出去, 怕影响刘桑依的形象, 更怕张哈子会拿这个嘲笑我, 我想了想, 把整个事情捋了一遍, 这件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王农有基于彭锦碎的九十败相之地, 想方设法搞到老九十败相之地后, 就把自己葬了进去, 而这件事情败露, 刘桑依他妈, 也就是最后一位彭家人, 干脆将计就计, 也把自己葬了进去, 同时布置成了一个樱幕镇尸的风水局, 不知道刘桑依从哪里听来了这个布局, 于是在认识我爷爷之后, 就自杀了, 我爷爷把刘桑依葬下之后, 知道樱幕镇尸是假的, 但是我爷爷还是把自己也葬了下去, 很显然, 他看中的不过是九十败相之地罢了, 我原本以为一切都弄清楚了的时候, 林匠突然讲, 这里面有一个矛盾, 你刚刚说彭锦碎被王农友杀害以后, 王农友紧接着就找了一个借口, 把最后一位彭家人进了猪笼, 村子里面就只有那个湖可以进猪笼, 也就是说, 最后一位彭家人肯定也被龟须鱼给吃了干净, 至少是死在王农友前面, 可是你的梦境里面, 却说是最后一位彭家人主持了王农友的葬礼, 这不是矛盾是什么, 到底应该是相信村支书说的话, 还是相信你的梦境, 刘桑一苦笑了一声讲, 我母亲被禁猪笼这件事, 是我编的, 本以为可以骗过洛朝廷, 没想到被洛朝廷一眼就看穿了, 听到这里, 所有的疑问算是都弄明白了, 可是, 新的问题又出来了, 既然这一切都是刘桑一母亲在作怪, 那也就是说, 我们和刘桑一根本就没有敌对点, 他为什么要把我们困在这里, 张哈子手中还剩下最后一枚铜钱, 他放在手中把玩, 用拇指把铜钱高高地弹起, 然后用手接住, 再弹起, 再接住, 如此反复, 好像很好玩的样子, 突然间, 他接住铜钱后放在拇指前, 却不急着弹起, 而是稀拉拉地笑了一声, 讲, 这哈不是要怪你那个怪胎爷爷, 如果老子没猜错, 这鹰木阵师笛传说, 就是你爷爷传出来的, 他看了我一眼, 然后继续讲, 你爷爷笛目的, 应该就是把刘桑一眼埋进去, 这样, 等到他下葬笛时候, 整个王家村就再也没的人晓得, 酒师败向低秘密老, 郎哥大低仇, 他刘桑一不抱到你乌洛家人低身上, 他能抱到哪个身上, 所以, 你现在晓得当初魏梅子, 先是你爹老子, 被困到棺材里头, 然后是你大伯梅的指人, 敢替他转身老吧, 当时刘桑一就到现场, 哪个敢替他转身, 说完之后, 张哈子闪电般出手, 那梅铜钱被张哈子弹出, 朝着刘桑一击射出去, 与此同时, 张哈子大喊一声, 跑, 往外跑, 陈先生和灵匠紧随其后, 动作快的, 那叫一个行云流水, 就好像事先练习过无数次一样, 等我站起来跑的时候, 他们都已经在我前面好几米远了, 我学着张哈子的话, 冲着前面大叫着, 张哈子, 我日你误个仙人板板, 你们要跑, 也不提前通知我一声, 我看见张哈子转过头来, 然后开口就骂, 我日你误个仙人板板, 老子对你食老半天眼色, 你个狗日帝, 难道你没看到, 天地良心, 刚刚张哈子确实是看我了, 但是他什么时候对我食眼色了, 我边跑边喊, 张哈子, 下次, 你能不能换的方式给我暗示, 要不你就把眼睛瞪大一点, 张哈子继续骂, 我日你误个仙人板板, 我他妈已经瞪到最大了, 魏玛子陈寒霍和姓灵笛都晓得, 就你个哈措措不晓得, 这个时候, 陈先生和灵匠几乎是同时开口讲, 我不晓得, 知道, 我听到张哈子传来一阵呛壳声, 应该是被他自己的话给噎住了, 往前面跑了一阵之后, 我突然想到, 灵匠的鞋子不是已经被张哈子给脱掉了吗, 为什么他一个光着脚的女人, 在这满是石头的山洞里面, 跑得居然比我还快, 难道他就不怕这些石头隔应骄傲, 但是我很快就想明白了, 照着陈先生的尿性, 他身上肯定带着很多双鞋子, 随便给灵匠一双就是了, 根本就不担心石头的事情, 加上我背着张哈子给我的背包, 追不上他们也是情有可原, 想明白了这个问题之后, 我立刻又想到, 刘桑一之前说, 鹰木阵师是我爷爷传出来的, 那么也就是说, 刘桑一的母亲是不知道鹰木阵师的, 他葬下去, 仅仅只是为了弄出地煞冲月, 弄死整个王家村, 报复王家人罢了, 所以, 事情的原委应该就是, 王农友杀了彭景碎, 准备占了九十败相的墓穴, 但是被刘桑一的母亲知道了王农友的计划, 所以他将计就计, 把自己葬了下去, 准备偷取运势, 然后弄出地煞冲月的阵仗来图村, 这个时候, 我爷爷来了, 蛊惑了刘桑一, 让他相信有鹰木阵师这个风水局, 于是刘桑一自杀了, 我爷爷就成了村子里唯一知道九十败相的人了, 可是, 我爷爷要这个九十败相之地,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仅仅只是为了所谓的运势, 另外, 刘桑一是知道了鹰木阵师之后, 才自杀下葬, 那归根结底, 还是我爷爷杀了刘桑一, 因为刘桑一虽然是自杀的, 但却是被我爷爷骗了, 所以, 就算不是我爷爷动的手, 我爷爷也算是蛊惑怂恿罪, 这应该也算是我爷爷当年造就的鹰, 如今抱在我们洛家, 倒也是情有可原, 但是, 按照我爷爷的手段, 他真的需要去编织一个谎言出来吗? 连自己的大舅子, 都是说杀就杀了, 还怕一个小小的刘桑一? 对了, 刘桑一的年纪比我爷爷大, 我爷爷当时才25岁, 很可能干不过刘桑一, 但是问题又来了, 既然刘桑一比我爷爷岁数大, 那么他的见识肯定在我爷爷之上, 我爷爷又怎么可能骗得到他? 突然间, 似乎还有很多问题都想不明白, 但是现在很显然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 还是逃命要紧, 往前跑出一段路之后, 我感觉他们三个跑得越来越快, 看样子, 好像就没准备等我一下似的, 我其实很想把我背上的背包给扔掉, 这样的话, 跑得肯定会快一些, 但是一想到背包里的东西, 很可能会用得着, 只好咬牙坚持着, 看着他们越来越远, 我急忙大喊, 你们等我一下, 但是根本就没有任何回应, 他们只顾着跑他们的, 留我一个人在后面孤独无依, 可越是着急就越是慌张, 我只顾着看着他们的背影, 没注意脚下, 一个不经意, 就被什么东西给绊了一跤, 摔得我气昏八速的, 差点没晕过去, 等我爬起来的时候才发现, 肩膀上的手电筒摔坏了, 唯一的光线都没了, 而山洞里面, 哪里还有张哈子他们的身影, 偌大的山洞, 黑漆漆的, 伸手不见五指, 更恐怖的是, 竟然只剩下我一个人, 突然间, 我脑海里闪现一幕很熟悉的场景, 我记得, 那还是我不到七八岁的时候, 我曾经来过一次这个牛角洞, 那个时候, 是跟着村子里的其他大孩子进来, 算上我一共是十好几个, 具体多少, 已经忘记了, 我记得我们进来的时候, 每个人的手里, 都拿着一个火把, 一直往里面走, 走到包括我在内的好几个小孩, 都已经开始害怕了, 但是带头的那个大哥哥, 却一直激将我们, 说我们是胆小鬼, 小孩子嘛, 那个时候哪里知道激将法这东西, 被他这么一激, 大家也就不再抱怨, 继续往里走了, 就这样, 不知道往里面走了多久, 只知道, 等到火把熄灭了, 带头的那个大哥哥才说, 不能往里走了, 然后我们一群人才开始, 按原路返回, 也是那一次, 我彻底地感受到了, 什么叫做黑暗, 火把全部熄灭, 大家伙一个挨着一个地往前走, 我因为不怎么受待见, 所以被安排在最后, 走的过程中, 我也是不知道, 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然后掉队了, 等我再爬起来的时候, 整个山洞已经安静的, 没有一丁点的声音, 我试着叫了几声, 但是并没有人回应我, 我被遗忘了, 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 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山洞里, 能不怕吗? 可是那个时候, 我还不敢哭, 因为安静的时候, 远远比吵闹的时候要安全, 所以我, 只能靠着记忆摸索着往前走, 我不知道我在山洞里待了多久, 只知道, 后来是我爷爷找到了我, 然后把我带回去, 自从那次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再经过这个山洞, 甚至如果必须要经过山洞洞口的时候, 我都会绕着走, 只不过后来去上学, 离开村子的时间越来越多, 这些记忆不知道, 怎么就消失不见了, 而这一次, 不知道为什么, 又突然间冒出来了, 这或许就是心理学上面讲的触景生情, 我清楚地记得, 上次我在山洞里并没有看到什么恐怖的东西, 我之所以对那个山洞那么害怕, 完全是因为这个山洞本身就像是一个无底洞一样, 一直往里走, 但一直走不到尽头, 加上我又被遗弃了, 一个人处在黑漆漆的山洞里, 造成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现在回想起来, 要是我爷爷当初没有找到我, 那后果简直不敢想象, 这些念头, 不过是一瞬间就在脑海里运转完毕了, 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个时候, 伸着双手往前摸索着, 印象深处的恐惧慢慢地袭扰上来, 久久挥散不去, 我一直朝着前面走着, 然后摸到了冰冷的石壁, 于是我便沿着这石壁往前走, 当年的那些记忆似乎不受控制地, 全部钻进我的脑海里, 特别是那个带头大哥哥的样子, 在我的脑子里越来越变得清晰起来, 先是他的鼻子, 然后是他的眼睛, 嘴巴, 脸颊, 突然间, 我意识到, 这个带头大哥哥不正是王二狗吗? 再仔细想想, 当初我们大大小小进来的孩子们, 正好是十二个, 跟着张哈子久了, 我对数字也就越来越敏感了, 特别是久, 十二这些在传统里都有着特殊意义的数字, 我更是格外敏感, 难道王二狗当初带着我们进洞, 是别有深意? 可惜, 当时我年纪太小, 加上又隔了这么长的时间, 所以根本就不知道当初在山洞里做了些什么, 我摸着石壁继续往前走, 走了一劫之后, 我突然想起来, 在张哈子背包里, 应该是有打火机和蜡烛的, 想到这里, 我赶紧在背包里面一阵翻找, 过了一会儿, 终于找到打火机和蜡烛, 我迫不及待地点燃蜡烛, 可是借着那烛光, 我却看见, 我刚刚摸着的石壁, 竟然全是一具具站立着的尸体, 亏我还以为, 那些坚硬的冰冷是这山洞的石壁, 我还特地用手摸着它们往前走, 难怪刚刚在摸着的时候, 就觉得这墙壁有些不太一样, 就算是凹凸不平, 也太有规律了一些, 隔一段距离, 就会有一个比较突起来的突出, 现在才知道, 这尼玛原来是这些尸体的鼻子, 也就是说, 我的手, 刚刚就从它们的脸上一个接着一个摸过去, 借着蜡烛的光, 我看得很清楚, 那就是, 这些尸体前后一共站了两排, 而且还是插控站着的, 后面那具尸体的脑袋, 就在前面两具尸体的肩膀中间, 这么看上去就好像是一个个的脑袋排成了一排, 在漆黑的夜里就只有蜡烛那一丁点的光线, 看见这一排排的死人脑袋, 我第一感觉就是不由自主地往后退, 一直退到了对面的墙壁后, 我才停下, 可是就在我不经意间低头看了一眼的时候, 我却看见, 在我的身后竟然有一双兽鞋, 兽鞋的上面竟然还有黑色的裤腿, 我沿着裤腿往上看, 那一刻我差点晕死过去, 我看见这边竟然也是一排排的尸体, 它们一个个眼睛紧闭着, 脸色铁青, 笔直地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我双手握着蜡烛, 就算是蜡油滴在了我手上, 我都没有感觉到, 我不知道我站在原地待了多久, 只知道我手上渐渐有疼痛感传来, 我才渐渐清醒过来, 而这个时候, 我才发现蜡烛已经燃了一半, 看样子已经撑不了多久了, 我必须马上往前继续走, 但是我担心我一旦迈出第一步, 身后身前的那些尸体, 就会跟着我一起走, 此时此刻的我, 这就好像是平静的湖水里, 如果我不动, 那么什么事都没有, 可是一旦我有所动作, 就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会面出现阵阵连衣, 只不过这里的连衣, 是一句句的尸体, 我借着蜡烛的光, 看着我眼前的这些尸体, 想要确定一下, 它们会不会有所动作, 我看了好几具尸体, 然后试探性地, 往洞口的方向挪了几步, 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 于是我转身, 加快脚步往前走去, 越往前走我越心惊, 两边的尸体一直往前排着, 怎么算都不少于一百具尸体, 这么多的尸体,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村子最近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瘟疫, 前前后后一共就死了三个人, 哪能有这么多尸体? 而且, 刚刚匆匆看了几眼, 这些尸体的样子我都不认识, 应该不是村里人, 或者就算是村里人, 应该也是我没见过的老一辈, 可是从这些尸体的脸色来看, 一个个都是铁青的, 很像是我爷爷死后投契的样子, 那也就是说, 这些人其实才死不久, 这样的话, 如果他们都是村里人, 那么就说明是最近才死掉的, 这样我肯定认识, 但是他们这些人里面, 我一个都不认识, 这么说来, 他们应该就不是我们村的人了, 想明白了这一点, 倒没那么害怕了, 毕竟我和这些人又不认识, 和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因果关系, 但是往前走了一段距离之后, 我突然感觉到, 好像有人在盯着我看, 我下得赶紧看了一下两侧的尸体, 还好, 眼睛都是闭着的, 肯定是我的幻觉, 我在心里这么安慰着自己, 于是继续往前走, 这一次, 我特地把眼珠子往左侧倾斜一些, 把大部分的视野放在左边, 剩下的一小部分视野用来看路, 我本以为用这种方法, 就能够确定, 到底是不是这些尸体在盯着我看, 但是很遗憾的是, 蜡烛的光比较弱, 而且, 我们村地处重庆, 湖南, 贵州三地交界, 这个地方的人的眼眶普遍深凹, 所以我这样的方法, 只能看到一个黑油油的眼洞, 根本就看不到他们的眼睛是不是睁开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停下来, 转头去和那些尸体面对面, 但是我用了这样的方式, 看到的结果就是, 他们的眼睛是闭着的, 难道是我的错觉, 被吓了这么久, 出现了被迫害妄想症, 不对, 肯定是有谁在盯着我看, 经历过这么多次了, 对这种感觉我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不可能会出错, 可是, 到底是谁呢, 他又有什么目的呢, 往前走了一劫之后, 除了这种被盯着的感觉没有消失外, 并没有其他多余的异常, 于是我试着尽量不去理会那种被注视着的感觉, 毕竟还没对我造成很实质性的损害, 我完全没必要去理会, 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 我反而走得要轻快一些, 可是越往前走, 我就越害怕, 因为已经走了这么久, 蜡烛都没剩下多少了, 可我还在两排尸体之间, 根本就没有走出去, 为什么我刚刚和张哈子他们进来的时候, 没有看见这些尸体, 现在我单独一个人却看见了, 如果他们确确实实都是尸体的话, 那么刚刚进来的时候, 他们肯定也都在这里, 要不然这么一会儿功夫, 谁有那个本事把这么多尸体运到山洞里面, 而且还是翘无声息地把他们排成这么整整齐齐的, 我左手举着蜡烛, 继续往前面走着, 就在这个时候, 我看见蜡烛的火光摇曳了几下, 有风, 在山洞里面, 只要有风, 就应该是距离洞口不远了, 看到了这里, 我赶紧加快脚步往前走, 但是走了好长一段路后, 我都没有看见洞口的亮光, 就在这个时候, 我看了一眼蜡烛偏向我的火光, 这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如果风是从洞口吹过来的, 那么蜡烛的火光应该是朝着我身后的方向偏, 可是这火光却是偏向我的右边, 这就说明了风是从我的左边吹过来的, 而我的左边是一排排的尸体, 鬼吹灯? 我记得我上一次遇见鬼吹灯, 还是在陈泥江的灵堂, 难不成这一次又要再遭遇一次, 我放慢脚步, 等到烛火偏移的时候, 我赶紧转头去看, 还是一句句闭着眼睛的尸体, 就连他们的嘴巴都没有张开, 那这风是从哪里来的? 我用手护着蜡烛, 加快步子往前走, 被这么一遮挡之后, 我反而用余光看到, 好像一个脑袋在我的左侧, 再往前面移动, 可是等我举着蜡烛凑近了看的时候, 却什么都没有, 就当我准备一开蜡烛的时候, 我看见, 那个站在第二排的尸体脑袋上, 突然又长出一个脑袋, 不对, 不是长出来一个脑袋, 而是这里本身就有三排尸体, 只不过, 前面的两排那些尸体是一个屏障, 用来给第三排的尸体打掩护的, 而第三排尸体, 自始至终都只有一具尸体, 而这具尸体是一直可以活动的, 并且一路上都在跟着我走, 难怪我之前没发现它, 原来每次我看过去的时候, 这家伙都蹲下藏了起来, 我看着这个脑袋, 他脸色铁青, 正瞪大着眼睛, 盯着我看, 而他的嘴, 微微裂开, 露出一个诡异的笑, 在之后, 我手中的蜡烛瞬间被他吹灭, 在蜡烛熄灭的瞬间, 我看得很清楚, 这个脑袋正是陈泥匠, 陈先生当初说陈泥匠很可能要起尸, 于是就用红线长官把他给封了起来, 可是现在他怎么又跑出来了? 对了, 当初陈先生把陈泥匠封完之后, 交代了村支书王清松要在陈泥匠的坟前做一些措施, 但是没多久, 王清松自己就死了, 所以, 这些措施应该就荒废了, 这么说来, 陈泥匠跑出来也算是情有可原了, 但问题是, 现在四周一片漆黑, 还有一具起了尸的尸体在我附近, 我他妈该怎么办? 我还没想明白该怎么办, 就感觉到前面有一阵风吹过来, 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陈泥匠扒开了前面两排的尸体, 从后面跑出来朝着我扑了过来, 我想都没想, 转身就跑, 在急忙之中, 我还是没有乱了分寸, 这可能和我这些日子以来遭遇了太多的事情有关, 我在逃跑的时候, 还是选择了往我右侧的方向跑, 那边才是我刚刚一直往前的方向, 也就是洞口的方向, 在荒万中跑错方向, 我已经经历过两次了, 第一次是在村子里的时候, 本以为向着村口的方向跑, 但是结果却又给跑回去了, 还差点被另一个我给弄死, 第二次是在高速路上, 也是和另一个我有关, 想到这里, 我脑子里突然浮现一个疑问, 那就是, 为什么每一次跑错方向, 都会和另一个我有关? 不管了, 现在来不及去思考这个问题了, 还是赶紧跑出去再说, 我一边跑一边听着脚步声, 想要通过脚步声来判断陈泥匠和我之间的距离, 可是, 叫我惊奇的是, 为什么整个山洞里面, 竟然只有一个脚步声? 难道说陈泥匠没跟上来? 想到这里, 我试着放慢脚步, 当然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 我实在是有些跑不动了, 可是, 当我放慢脚步之后, 我竟然听见山洞里的脚步声变得更加大了, 没道理啊, 按照道理来说, 要是我跑得慢了些, 那么我的脚步声应该会变小, 为什么还会变得更大呢? 差那间, 我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 在没发现陈泥匠之前, 我一个人在山洞里走的时候, 我竟然没有听到过我的脚步声, 我的脚步声呢? 只要是人, 走路都会有脚步声, 为什么我没有脚步声? 这个问题我没想明白, 但是我明白了一点, 那就是, 我现在听到的这个脚步声, 一定不会是我, 自己的, 也就是说, 这个脚步声, 是陈泥匠的, 想到这里, 我加速往前跑, 一边跑一边, 认真听我的脚步声, 可是我听了一段时间, 整个山洞里, 就只有一个脚步声, 跟在我身后, 不近不远, 我为什么会没有脚步声? 我仔细地回想进山洞的情况, 我记得我们进来的时候, 我是有脚步声的, 没有脚步声,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已经忘记了, 但是肯定是在我们和流丧一丝破脸皮之后, 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比一下进山洞前后, 我唯一的变化, 就是鞋子上被张哈子贴了小纸人, 难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才没有脚步声?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很大, 虽然不知道鞋子上贴小纸人会有什么用, 但至少我心里安稳了很多, 毕竟张哈子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害我的, 没脚步声就没脚步声吧, 至少我还能跑不是吗? 跑了一段路之后, 我仿佛间听到了有铲铲流水的声音传来, 不应该啊, 我们进来的时候好像并没有听到过流水的声音啊, 而且这山洞里面就没听说过有水流, 可是那巴哒巴哒的声音的的确确就是流水声,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身后的脚步声仍在传来, 我越往前跑, 那流水声就越大, 而且不仅仅是流水声, 我竟然还听到了有鸟叫的声音, 这一下就更加奇怪了, 山洞里面有蝙蝠我能理解, 但是什么时候听说过, 山洞里面有鸟叫了, 我正纳闷了, 就感觉到脚上一冷, 竟然是踩到了水里, 还真有水, 不过这种踩到水里的感觉, 和以前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 在张家村的时候, 踩进水里虽然也冷, 但是脚下的感觉是脚踏实地的, 可是这里不一样, 一脚踩下去, 脚下好像是轻飘飘的, 就好像是没踩到地面一样, 甚至有好几次我都差点摔倒, 可即便如此, 不跑也不行, 因为我已经听见身后有踩水声传来, 而且还非常急促, 距离我也是越来越近, 我本身就站不稳, 越慌张就越不稳, 一个不经意, 我直接往前摔倒, 我以为会摔得很痛, 但是摔下去之后, 我猜惊觉,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潺潺流水, 这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深探, 我伸手摸下去, 周围竟然都是水, 身体也是渐渐往下沉, 不管我的双手如何滑动, 根本就浮不起来, 可诧异的是, 只有那双脚还浮在水面上, 耳旁不断地有鸟叫声传来, 越来越大, 越来越急促, 可是我却什么都没有看见, 我憋着气, 伸手乱抓着, 企图抓到一些什么东西, 可是, 东西没抓到, 我却看见, 水里面亮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光, 我以前看到过, 在水里有一种鱼是可以发光的, 以此来诱惑周围的动物, 然后一口把那些动物给吃掉, 可是, 山洞里面出现一个深潭, 就已经很匪夷所思了, 更何况还有鱼, 这里毕竟不是神雕侠侣的那个活死人物, 怎么可能会有水又有鱼, 我看见那些亮光在不断地向我靠近, 他们肯定是发现我了, 我急急忙忙地划水, 想要把头仰上去, 但鱼是无补, 在划水中, 我清清楚楚地看见, 那些我以为是鱼的绿色光亮, 竟然是一双双人的眼睛, 这哪里是什么鱼, 这尼马就是一具具尸体, 他们一个个青面獠牙, 散发着一双双绿色的眼睛伸着手, 朝着我慢慢地游来, 从他们张大着的嘴巴里, 我看得出, 他们对我的身体充满了渴望, 他们想要把我给彻底地吃下去, 就在我的身下, 我看见有一具尸体, 在慢慢地下沉, 借着那些绿色的亮光, 我看得很清楚, 这具尸体, 就是之前在身后追当我的陈泥匠的尸体, 陈泥匠的身体, 很快就跌落到那些绿眼睛的尸体当中, 几乎只是十几秒钟, 陈泥匠的尸体就被分解, 消失得无影无踪, 看见这恐怖的一幕, 我本能地想张嘴叫张哈子, 但是刚张开嘴, 大口大口的水就关进我的肺里, 一阵阵钻心的痛从胸口传来, 我觉得我快要死了, 我几乎是放弃抵抗地向上仰了一下手, 竟然好像是抓到了什么东西, 不管是什么, 这绝对是我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抓着这个东西以后, 我的身体渐渐地浮上水面, 我模模糊糊中看见, 我抓着的那个东西, 竟然是一只纸鹤, 而且就是刚刚张哈子让我扎的纸鹤, 他边飞还不忘回过头来看我一眼, 然后鸣叫一声, 继续往上飞, 等我的身体露出水面之后, 我的胳膊上, 很快就贴上来好几只同样的纸鹤, 他们叼着我胳膊上的袖子, 把我从水里彻底地拉起来, 而也就是在这时, 我才意识到, 我的双脚之所以没有沉下去, 是因为有那两个纸人浮在水面上拉扯着我, 那些纸鹤领着在原地转了半个圈之后, 这才往前飞去, 我正纳闷, 为什么还要往回走, 那些纸鹤又变换了一个方向, 就这样, 我的双手被他们拉着, 我的双脚在水面上走, 而那些绿油油的眼睛在我脚下一米的位置, 死死地盯着我看, 就是不敢再上来, 走了一段路之后, 我看见其中的一只纸鹤突然烧了起来, 借着纸鹤的火光, 我看见水里面有一个大大的圆盘, 外圆内方, 和铜钱是一个形状, 我急忙踩上铜钱, 绕走了半圈之后, 一只纸鹤又烧着, 眼前再次出现一个圆盘, 如此反复, 等到最后一只纸鹤烧起来的时候, 出现在我眼前, 不再是一个圆盘, 而是一座巍峨的大船, 我爬上船后, 立刻就有大风吹来, 船的前后有帆, 借着风快速往前驶去, 我抓着船的桅杆, 四下里张望, 看见在船身的左边, 竟然有一座巨大的拱桥, 我心想, 刚刚为什么不走这桥, 非要坐船? 这个念头刚闪过, 天空中一道闪电劈下, 借着电光, 我看见那拱桥的正中央, 写着三个大字, 奈河桥, 电闪之后, 雷鸣大作, 船身竟然开始不断地摇晃起来, 我已经被那座桥的名字, 给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幸亏双手还抱着桅杆, 不然早就掉进水里去了, 如果那桥是奈河桥的话, 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岂不是就是奈河? 但是, 奈河不是阴间里才有的东西吗? 我好好的在洞里跑着, 什么时候就又跑到阴间来了? 等一下, 先不考虑我是怎么到阴间来的, 既然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方, 那是不是就说明,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要不然的话, 我一个洋人怎么可能会出现在奈河之上? 我仔细回想了一下之前的经历, 这一切都是从我摔跤之后发生的, 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 就是那一摔, 我其实已经摔死了? 可是, 这怎么可能呢? 我又不是七老八十的老头子, 难道摔一下就摔死了? 再说了, 就算是七老八十的老头子, 这年头即便被车撞了, 都还能额一笔钱, 根本就不会死, 更别说我一个年轻小伙子了, 还有我脚下的那两个小纸人, 以及纸贺铜钱和现在我屁股下面的这艘主船, 显然都是张哈子刚刚做好的那些东西, 难道他早就已经预料到了吗? 可如果是这样, 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让我也有一个心理准备? 我不知道他们匠人的思想到底是怎么想的, 不过我知道, 他们的思维根本就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 我看着那宏伟的奈何桥, 再看到我自身, 我第一次觉得我和匠人之间的差距, 就犹如我自身和那座桥的差距, 他们是高高在上的, 而我只是一只在风浪中不断摇摆的蝼蚁, 我看不透他们的想法, 他们却能把我看得透彻一览无余, 在他们的面前, 我始终有一种没穿衣服的感觉一样, 当然了, 这只是我的一个小牢骚, 和我现在所处的情况相比, 还是活命比较重要, 船身摇晃得越来越厉害, 有好几次感觉都要翻船了, 而我也是被摇晃得七昏八速的, 肚子里的祸都快要吐出来了, 闪电一次接着一次的出现, 我却没看见有案, 只有那座高高的奈何桥, 在我的左边耸立着, 就好像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前, 我不知道这样在船上晃悠了多久, 直到船身渐渐的趋于平稳, 闪电消失不见了, 雷鸣声音也没有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我却听见一阵唱戏的声音传来, 这声音我在张家村的时候听见过, 是唱音戏的声音, 与此同时, 逐船靠岸, 我下船后, 第一件事就是趴在一旁狠狠地吐了好久, 只是什么也没吐出来, 好一阵之后, 我在转身看着身后的时候, 发现还是黑漆漆的一片, 什么都没有, 如果不是我刚刚亲身经历了, 我是绝对不会相信, 在那个黑暗之中, 竟然还有一条巨大的河流, 在那河流之上, 竟也还有一座高耸大桥, 等我再转身回来, 准备继续往前走的时候, 我才发现, 阴细的声音变得更加清晰, 而前面也有微弱的亮光传来, 洞口, 在山洞里, 能够出现亮光的绝对是洞口的方向, 我急急忙忙地朝着那边跑过去, 由于在水里的时候, 我已经被背包给扔掉了, 所以现在比之前要轻松许多, 跑起来也变得更快了, 没有人喜欢死, 特别是在面对绝境的时候, 那种对于生的渴望更是格外的强烈, 可是, 我跑了一段路之后, 我就不敢再跑了, 因为我看见, 前面的路上被一群人给团团围住了, 想要走过去根本就没有路, 不仅仅如此, 还不断有人在往那个地方汇集, 就好像是那里有什么热闹可看似的, 我慢慢地靠过去, 顿时就下地不敢再走了, 我看见, 那亮光根本就不是什么洞口的方向, 而是一个戏台上上的灯光, 而这个戏台也不是别的戏台, 正是我在张家村看到过的音系戏台, 我刚刚听到的声音就是从这里传来的, 而那些密密麻麻的人, 竟然都是来这里听戏的音人, 看见这个音系的戏台, 我几乎已经是绝望了, 因为上次陈尤里就给我说过, 想要绕过去音系的戏台,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陈尤里那么牛逼的一个人, 上次还不是没能躲过去, 最后还是张哈子他们唱阳戏, 才让我们走出来, 但是, 在这黑漆漆的山洞里, 张哈子他们怎么可能弄得出一个阳戏的戏台, 就算是弄出来了, 他们又上哪里去找阳戏的戏服, 撇开这些都不说, 他们要弄出一个阳戏的戏台, 如果没有个把月, 根本就不可能, 但是, 如果真的等一个月之后, 我家就不仅仅只是接到十二枚金牌了, 估计三十六枚都够接了, 就在我焦急的时候, 我不经意间看了一眼台上的戏子, 我发现, 竟然是张哈子他们, 我看过去的时候, 张哈子似乎也刚好看见我, 他冲着我招了招手, 示意我过去, 我赶紧分开人群, 让里面走, 一边走我一边纳闷, 上次, 我记得我坐在戏台前看戏的时候, 那些阴人似乎没有这么好的脾气啊, 怎么现在, 这些阴人不抓我了呢? 想着想着, 我就来到了戏台前面, 张哈子冲我担了担嘴, 让我往后台的方向走去, 与此同时, 我看见陈先生和林匠也下了戏台, 往后台走去, 刚走到后台, 我屁股上就挨了一脚, 然后一阵昏沉, 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等我再醒过来的时候, 我发现我已经在牛角洞的洞口了, 我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问张哈子,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张哈子讲, 你的魂被拘走老, 老子搞老半天, 才把你低魂拉转来, 拉回来的意思, 我讲, 我不是一直跟在你们身后吗? 什么时候, 又被拘生魂了? 张哈子讲, 你哈记得到你打老一告, 摔了一跤, 不, 就是那个时候, 你不是打滚, 摔跤, 是有一只手拖到你低脚老, 等我们转身回去拖你低时候, 你都已经没得魂了, 难怪我之前能够看到奈何桥, 原来我是真的变成了一个魂, 但是, 我背上不是还背着背包吗? 为什么我一个魂, 还能点亮蜡烛? 张哈子讲, 点亮你乌脑科, 你自己不晓得, 你已经是一个魂了, 你身上根本就没得背包, 你点个屁地蜡烛, 我讲, 不对啊, 我明明看见了烛光啊, 张哈子讲, 那都是你低错觉, 人眼睛看到低东西, 哈不是要靠脑壳处理, 以后才能看得到, 你前意思里认为你手里有蜡烛, 所以你就有蜡烛, 其实屁都没得, 我问你, 你拿到蜡烛低时候, 蜡烛低火, 是不是一直往你身上靠? 我插一滴讲, 你朗得晓得, 我还看到陈泥匠低尸体, 就是他在吹蜡烛, 陈先生听到这话, 当即就讲, 放你屋低狗屁, 陈泥匠是老子亲自红线禅观低, 王清松死老以后, 又是老子天天到他坟里转一圈, 要是他起尸喽, 老子会不晓得, 我讲, 那他把蜡烛吹灭是几个意思? 张哈子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你郎个不蠢私起, 那都是你脑壳要找一个理由, 来解释蜡烛为什么会吸, 让你看到第一个假象, 我又问, 那我脚上的纸人和纸鹤铜钱, 以及竹船呢? 难道都是假的? 张哈子点点头, 十分肯定地讲, 都是假的, 听到这里, 我后背一阵发凉, 我刚刚就一个人在洞里跑来跑去, 还各种溺水, 乘船, 奈河桥, 竟然都是假的, 这尼玛不是精神病患者才有的症状吗? 突然, 我脑海里闪过一些似曾相似的画面, 渐渐地, 这些画面终于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明朗, 我看着张哈子他们三个, 然后十分肯定地讲, 不对, 这些事情, 我肯定经历过, 张哈子和陈先生他们三个对视一眼, 然后笑到起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你终于想起来了, 那些画面就好像是一直就刻在我脑子里一样, 竟然是那样的清晰, 我清楚地看见, 一个大概七八岁的小孩子, 把我刚刚经历的事情给全部经历了一遍, 只不过, 我看到的是两排尸体都是成年人的, 而那个小男孩看见的尸体, 都是和他一般高的小孩子, 一个挨着一个一排排往远处散去, 我手里拿着的是蜡烛, 那个小男孩手里的是火把, 火把已经熄灭了, 但是又被那个小男孩用火柴给点亮了, 但是火把上面的煤油显然已经不多了, 散发出来的亮光和我之前手里拿着的蜡烛一般亮, 而那个小男孩就是我十多年前的自己, 我记得那个时候的我, 一开始看见这些小孩子的时候, 还以为之前一起走进来的同龄人, 可是等我走进去以后, 才知道他们都是陌生的面孔, 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对死人这个词还没有什么概念, 以为这些小孩子和我一样, 可是在我叫了他们好几声之后, 他们的眼睛依旧是闭着的, 即便是我伸手摇晃着他们, 他们都没有睁开眼睛, 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不言不语, 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知道, 他们都是死人, 火把的光亮所能看见的地方, 全部都是脸色惨白的小孩子, 我站在路口处, 不知所措待在这里, 就永远出不去, 可想要出去, 就只能往前走, 而往前走, 就势必会经过那些尸体, 我记得, 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往前走, 没有哭喊, 只是低着头往前走, 但是往前没走多久, 火把就被吹灭了, 就和我蜡烛被吹灭一样, 而在蜡烛被吹灭的瞬间, 我当时看见的, 不是陈泥匠的尸体, 而是一个扎着马尾边的小女孩,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的心脏都停跳了, 原来, 在我那么小的时候, 就已经见过这个小女孩了, 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我对这一段记忆全部忘记了, 如果不是再次经历这些事情, 我想, 我一辈子都不可能想起来, 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但是直到现在, 我几乎都还能感受到当时的那种恐惧, 那是一种根本没办法形容的恐惧, 现在只要一想起来, 我都本能的有一种不可抑制的颤抖, 确实, 莫说是一个才七八岁的小孩子, 就算是一个成年人, 譬如现在的我, 看见这么多小孩子的尸体, 都肯定是两条腿下的发软, 更何况, 还有一个扎着马尾边的小女孩, 画面再往后, 就是我爷爷来了, 把我扛在肩上, 大踏步向前, 经过那条奈河的时候, 我记得, 他是直接把手中的那把蒲扇扔在水面上, 然后踩着那蒲扇就过河了, 尽管在河中央的时候, 也遭遇了闪电和风浪, 但是爷爷都是不动如山一样, 还指着那座桥丢一家, 看到没, 那就是奈河桥, 你个狗杂种以后肯定哈会看到的, 过了河之后, 也是一阵唱音戏的声音传来, 而且也有很多音人围在周围看, 但是和我经历不一样的是, 爷爷把我放在戏台上, 让戏台上的戏子教我唱, 当初的我哪知道这是干嘛, 只能是一葫芦画瓢, 可是现在我在回想的时候, 我才知道, 这唱的不正是我在张家村听到过的双看相吗, 难怪我在张家村的时候, 站在音戏戏台上的时候, 总觉得好像在哪里经历过, 而且那唱词也是那样的熟悉, 原来我他妈早在十几年前就在这牛角洞里学过, 我的记忆到这里就停住了, 但是我总觉得我这段记忆是多出来的, 我之前对牛角洞的记忆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 那就是我摔倒, 然后我爷爷把我带回去, 根本就没有中间这一段啊, 难道这就是心理学里面所说的选择性失忆, 因为这一段记忆太过于黑暗恐怖, 所以我选择性的给遗忘了, 我搞不懂, 不过看见他们对着我笑, 这应该不算是一件坏事, 我看着张哈子和陈先生笑, 我多少还能接受, 但是林匠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丝的微笑, 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林匠是谁, 那可是冰山女神啊, 我看见他笑的次数, 比我被吓着的次数都要少, 偶尔的几次看见他笑, 还是张哈子故意搞笑的时候, 其余的时间想要看见他笑, 简直是比登天还难, 我很是不解的, 我问张哈子, 你们笑什么? 张哈子讲, 你个狗日滴, 因祸得福, 老师, 我想采访一哈你, 你拉个狗屎运就拉得好, 我讲, 完全不晓得你在讲吗子, 张哈子讲, 不急错, 慢慢来, 有这个开头就是好兆头, 现在老子没得闲工夫, 和你摆龙门阵, 你和老子再进洞去, 我问, 又进去, 搞吗子? 张哈子讲, 十二金牌风波亭低降台哈没找到, 要是不进去, 你晚上等死, 我讲, 这个地方不是假的吗? 张哈子讲, 假你无脑壳, 真低降台就到里头, 要不然刘桑依那个老婆娘, 会搞出浪个大低阵仗, 不让我们进去, 我讲, 不应该啊, 如果我是刘桑依, 我一开始就不会把你们带进牛角洞, 这样降台岂不是更加安全? 张哈子讲, 你晓得个屁, 最危险低地方, 就是最安全低地方, 那个婆娘现在都哈到里头, 要是降台不到里面, 我脑壳都砍下来, 给你当球踢, 我嘀咕一句, 我又不喜欢踢球, 张哈子伸手就是一巴掌过来, 看了一眼天空讲, 少放屁, 赶紧跟老子进去, 我也看了一眼天空, 这一看, 吓了一大跳, 太阳竟然都已经到西边了, 这才多少一会儿, 怎么太阳就偏西了? 张哈子背了一个背包, 然后递给我一把灭刀, 讲, 让你背个包, 你居然能跑打滚, 就你这个小身板, 你拉个不去当状元, 我晓得张哈子的意思是, 百无一用是书生, 既然能当上状元, 那就一定是身体差到极点的那种, 张哈子继续讲, 老子把你脑壳砍下来荡球踢, 不要怀疑老子低球技, 老子以前是校足球队低前锋, 号称黄金右手, 我顿时不晓得张哈子这话该怎么接了, 我只想问一句, 足球队的前锋可以用手吗? 是我在山洞里待得太久, 与世界脱轨了, 还是我耳朵听错了? 跟着张哈子进洞以后, 张哈子立刻停下来, 对我讲, 哈错错, 你以后离陈汉祸远点, 我诧异地讲, 喂妈子, 难道陈先生也有问题? 张哈子冷笑一声讲, 我问你, 如果现在有人讲我要屠村, 而且给出来的理由很合理, 你会有吗自反应? 我想了想讲, 我不会相信, 张哈子讲, 对, 这才是正常人低表现, 这就好像是一个人得老癌症, 他第一反应肯定是怀疑, 然后才慢慢接受, 这中间是需要一个过程低, 但是陈汉祸刚刚表现低太平静老, 就好像刘桑依这个人, 根本不是他师叔一样, 根本就没得怀疑的这个过程, 你自己讲, 是不是太不正常老? 我讲, 陈先生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你这个人是不是有被迫害妄想症? 看哪个都不顺眼? 张哈子讲, 多留一个心眼, 肯定是没得问题的。 我讲, 既然多留一个心眼, 你哈让林匠和他单独在一起? 张哈子讲, 就是怕他搞事情, 才没让他进来, 并且让林匠看住他。 万一我们两个进来, 陈汉祸把洞口封死了, 我们拉个出去。 这话张哈子刚刚讲完, 我就听到身后一阵轰隆声, 整个山洞都一阵晃动, 印了张哈子的乌鸦嘴, 洞口塌了。 去想之后, 洞口被石头给封住了, 却没能封死。 洞口处还有一些细微的光亮传进来, 借着光亮和张哈子的手电筒, 我看见洞里面尘土飞扬, 很快, 外面就传来林匠和陈先生的声音, 他们问我们有没有事, 我现在根本没空理会他, 因为我正拿着灭刀在追着张哈子砍, 这泥马上辈子绝对是个乌鸦嘴。 追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放弃了, 在张哈子面前玩灭刀, 我还是省省吧, 要不然到时候身上多了几个口子, 我都不知道。 我和张哈子试着从里面推了一下那些石头, 然后发现在大自然的面前, 人类本身的力量实在是小得可怜。 就算是张哈子这样的匠人, 在面对这些巨石风洞的时候, 也是束手无策, 林匠和陈先生在外面也试了一下, 结果一样。 试了一阵之后, 陈先生讲, 让林匠到这里守道, 我到村子里面找人来帮忙, 看看能不能把那些石头给搬开。 其实我和张哈子都知道, 封住洞口的是一块巨大的石头, 是整个洞口塌了, 就算是刨开了一些石头, 立刻就会有山上的石头垮下来继续封洞。 张哈子听到这话, 立刻对外面喊, 你们两个就守到外头, 哪里都没去, 千万没让村子里头敌人小得。 我和哈措措找一哈, 可能会有其他出口。 我没明白张哈子的意思, 但是林匠马上就答应下来了。 我问张哈子, 魏莫子不让人来帮忙? 张哈子没有回答我, 而是反问我, 难道你没闻到空气中有其他的味道吗? 我本身有鼻炎, 对气味并不是很敏感, 于是使劲用鼻子吸了几下, 果然有一股淡淡的硝烟的味道。 张哈子讲, 你刚刚听到滴那一声, 哄, 不是洞口他老低声音, 是炸药爆炸低声音。 我震惊地讲, 有人故意要把我们埋到里头。 张哈子点头讲, 所以更加不能让人过来搬石头, 万一哈有炸药, 这个责任你负得起。 一想到这里, 我吓得倒吸一口凉气。 到时候, 很可能就不是我和张哈子 被困在洞里那么简单了, 很可能几十位村民都会遭殃。 我讲, 会不会是刘桑一干的? 张哈子讲, 我倒是希望是他弄低。 我问, 魏莫子, 张哈子讲, 你拉个不蠢私气, 你用一哈脑好不好? 刘桑一现在也哈到洞里, 如果是他搞低, 那不是连他一起被埋到里头了? 那他自己要出去拉个半? 这就说明, 肯定哈有另外一个出口, 不然他不可能自己到里头 低时候就炸洞。 最关键的就是, 如果不是刘桑一搞低, 那这件事就有意思了。 我明白张哈子这话的意思, 如果不是刘桑一干的话, 那就说明, 村子里还有其他人 想要弄死我和张哈子。 可是我想了一阵, 还是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 我问张哈子, 魏莫子之前我们到洞里面, 第一时候, 那家伙没有把我们一网打尽。 张哈子讲, 所以你现在晓得我魏莫子 不让陈寒霍进村老撒。 听到这话我一愣, 我讲, 你第一次是, 这炸药就是陈先生埋的。 不可能, 陈先生不是一直都和我们在一起吗? 张哈子讲, 你好好想一想, 陈寒霍真低, 一直和我们到一起。 我们在重庆低时候, 他就和我们到一起, 慢。 确实, 陈先生是我们在对付太平玄关的时候才出现的。 在这之前, 他一直都在王家村。 那段时间, 他就算是把整个村子都埋上炸药, 也没得人晓得。 加上现在只有我和张哈子到里面, 他在洞外面。 这样一来, 他的嫌疑就更大了。 不过我还是不相信, 陈先生会做这样的事情。 如果他想要害死我的话, 和刘桑一一样, 机会实在是太多了。 至少之前, 我和陈先生睡在同一个屋里的时候, 他就可以轻轻松松地, 就把我给结果了, 根本没必要等到现在。 张哈子摇摇头江, 我日你, 屋个仙人板板。 如果他要对付, 第一不是你这个哈绰绰呢? 洞里面就只有我和张哈子两个人, 如果不是对付我, 那就是对付你张哈子。 张哈子讲, 反正不是你, 要不然你哈能活到现在。 至于是不是我, 我也不好讲, 毕竟这个洞里面, 哈有一个人。 我讲, 刘桑一, 他们不是同门师叔职吗? 同门相残? 张哈子听到这里叹息一声, 讲, 这就是将门一脉低通病, 自古以来就有。 所以, 你现在晓得, 将人这个行业, 魏莫子越来越消失, 匿迹劳洒。 社会到进步是一个方面, 需要我们这些将人, 低人越来越少。 但是最主要低一个方面, 就是一个个都把一个破扫把, 当宝贝一样手刀起, 不让其他人看, 更加不让其他人学。 要是拉个下去, 迟早会灭积低。 当然了, 这洞口是不是尘寒货炸低, 哥哥现在也不好讲, 只是一个推测。 我晓得, 张哈子讲的那个词语, 应该是壁肘自珍。 不过他, 要是能够讲出这种成语来, 那才有鬼了。 我也知道, 张哈子对他们将门里面那些门派之间的隔阂, 一直很痛恨。 上次在张家村的时候, 他就讲过要把将术传出去的话, 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问张哈子, 现在怎么办? 张哈子讲, 你困不困? 困低话, 可以先睡一觉。 等醒了, 就晓得拉个出去咯。 我讲, 这有什么子逻辑? 难道我们不找将台咯? 张哈子转过头来, 拿着手电筒对着我的眼睛照过来, 刺得我看不清。 他没好气地讲, 我都真滴不晓得, 拉个和你交流咯。 你能不能稍微动一哈脑筋? 那个将台是搞门子地? 是你给你污送金排地。 要是将台没被破坏, 那些指人肯定会走过来。 等到他们发现这条路不通楼, 自然会去找其他低路, 到时候只要跟到他们走, 就是楼。 听张哈子这么一讲, 我恍然大悟。 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怎么就没想明白呢? 但是很快, 我就意识到这里有两个问题。 那就是, 如果这里没有其他洞口, 那是不是我和张哈子就要困死在里面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 如果还有其他的洞口, 那这些送金排的指人拉个半。 难道任由他们出去继续送金排? 这就好像是饮阵止渴, 喝了毒药, 暂时是解渴了, 但过了一会儿就要被毒死。 那些指人就是这个毒药, 没有他们, 我们会被困死。 有了他们, 我一家三口都会被送金排弄死。 而且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如果刘桑一自己把将台给毁了呢? 张哈子摇头讲, 记得到我以前给你讲过D3差两错不? 将术一旦施展老, 就不可能收回老, 除非是被其他将人破坏掉。 要不然, 老子将术都用出去老, 然后老子发现这个因果太大, 就赶紧撤回来。 哪有郎的好D事情? 要真是这样, 将人圈子里面也就不存在三差两错老。 就算存在, 也不是墨子大D因果。 在蒋老, 皇家讲究D都是一个面子尊严, 哪有发老金牌又给撤回去D? 你到电视上看到D那些墨子圣旨道, 刀下留人这些桥段, 都是扯卵谈低。 就算是杀错老, 那也要杀。 讲完之后, 张哈子就真的把背包往地上一扔, 然后投靠在背包上, 躺在地上睡起觉来。 我讲, 你就不怕没得这个洞, 没得其他出口。 张哈子讲, 那不是更好, 这些只能出过去, 你爹老子娘, 老子不就没得是老? 我着急讲, 那你呢? 你就坐在这里等死。 他黑黑一笑讲, 原本是要死三个人, 现在只死两个人, 老师, 这比买卖划算撒。 听到张哈子这么豁达地讲出这些话, 我心里很不适滋味。 过了一阵之后, 我听见张哈子的呼吸声已经很平稳了, 竟然真的睡着了。 我本准备叫醒他继续劝劝的, 却看见张哈子猛然一个鲤鱼打挺, 从地上站起来, 双手一拍, 大叫一声, 我日你, 捂个仙人版版, 终于给老子找到了。 张哈子这突如其来的一下, 我还以为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来了, 吓得我差点大声叫了出来。 我讲, 你乱吼么子? 他讲, 老子滴小弟找到那个降台了。 小弟? 哦, 应该就是指他的那些小指人。 这是我才想起来, 在之前和刘丧一对峙的时候, 张哈子撒出去很多指人, 当时还不知道他这么做的原因, 现在才明白, 原来全是当做探路区的小兵使了。 我就说嘛, 难怪这家伙敢这么悠哉悠哉地躺在这里睡觉, 以他张哈子什么都要掌握主动权的性格,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被动了? 原来是他妈的, 早就留了一手。 不得不说, 张哈子这货做什么事情都是缜密到没朋友的那一种, 而且他虽然爱炫耀, 但是在关键时刻能沉得住气的时候, 偏偏就能忍着, 什么都不说。 我知道这叫做沉稳, 我也一直很希望能够做到张哈子这种为人处事的态度, 对待小事嬉笑怒骂, 对待大事却能明察秋毫, 但是我知道, 能做到沉稳, 需要的不仅仅只是勇气那么简单, 更多的, 是实力。 跟着张哈子越久, 我就越觉得张哈子是一个很可怕的人, 幸好我和张哈子是朋友而不是敌人, 要不然的话, 我想我在他的手上肯定一个回合都走不完, 就会被干掉, 而且, 和他相处的时间越长, 我就越来越明白张哈子的牛逼之处, 越来越明白我和张哈子之间的差距, 就好像是之前经历过的那条奈何, 根本就不是一道可以逾越的天前。 我想, 这也是林江为什么让我做我自己, 而不是去走张哈子的路的原因, 他的路只是他一个人的, 别人根本就没办法去模仿和复制, 真正做到了, 走别人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又发梦子颠, 老子喊你几声老, 你都没听到, 是不是魂又掉老, 要不要老子扇你鸡耳巴, 帮你喊喊魂。 张哈子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我看得很清楚, 他嘴里说着是要扇我耳光, 但是举起来的却不是他的手掌, 而是一把灭刀。 你大爷的, 这一面刀扇下去, 我嘴里的牙齿还能留住几颗。 当然了, 这话我肯定是不能对张哈子讲的, 要不然他肯定会气得真的实验一下, 看看到底还能剩下几颗。 于是我笑到起对张哈子讲, 魂没丢, 就是觉得你办事情比较靠谱, 觉得和你的差距好大。 人比人, 真的是气死人啊。 我以为我这么拍张哈子马屁, 他这么爱听奉承话的一个人, 肯定会龙颜大悦, 然后夸奖我这个小伙子, 有前途之类的话, 却没想到他脸上的表情很是平淡。 我以为是又发生了突发事故, 却没想到张哈子讲, 哈错错, 你以后就会晓得, 你这话讲的是多么的正确, 人和人确实比不得。 讲完之后, 张哈子还深深地叹息了一声, 我没听错吧, 张哈子竟然也会叹息。 我正准备问清楚, 张哈子到底为什么会叹息的时候, 他却先开口讲, 休息好美的。 休息好, 老就跟我往里面走一捡。 我一愣, 这才明白过来, 张哈子刚刚其实是为了照顾我 才故意躺在地上休息的, 否则的话, 以他的体质早就冲进去了。 一想到这里, 我就又想到了陈先生。 当初我替陈泥降引魂渡河的时候, 陈先生不也是为了照顾我 才特地坐在堂屋门口的台阶上休息的吗? 这么好的一位老者, 难道真的会像张哈子讲的那样, 其实心里也有鬼? 我想了一会儿, 表示想不明白。 也是, 张哈子都没能确定的事情, 我一个哈错错去胡思乱想些什么。 我跟在张哈子后面, 以为又要往里面走很远, 但是没想到, 大概只走了一刻钟的时间, 张哈子就停下来, 把手电筒给我, 他自己则打开背包, 开始布置起来。 他用灭刀划开一个竹筒, 取出一半, 倒扣在地上。 我十分警惕地看了一眼四周, 发现这里并没有什么异常啊。 我记得来的时候, 我们就经过这里, 除了比其他的地方更狭小一些, 都很正常。 于是我问张哈子, 那个降台就在这附近? 张哈子很是鄙视地看了我一眼, 讲,哪个给你降降台就到这里了? 我讲,如果降台不是到这里, 那你到这里布这么子东西。 张哈子讲, 你拉个不蠢私奇, 哪个给你讲我现在是去找降台了? 我讲,不是找降台, 你往里面走吗在? 他再次对我使出了一记翻天笔饰眼, 讲,你拉个不蠢私奇, 你哈想不想出去了? 要是现在就把降台一锅端了, 到时候, 哪个带我们去找另一个洞口? 是哦, 刚刚张哈子就讲过, 要让那些纸人带我们去找另一个出口。 但是, 你张哈子不在洞口好好低手到齐, 你到这里搞门子? 张哈子讲, 你个哈做做小得过卵, 知道个屁的意思。 你刚刚不是也讲老, 要是真笔有另一个出口, 这些纸人出去老, 不是又要给你误送金牌老?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 又要让他们带我们找到出口, 又不能让他们真笔出去。 我讲, 你心真大, 鱼鱼熊掌不可兼得。 这篇课文, 你中学时候没学过? 张哈子讲, 学过, 而且倒背如流。 但是老子给你讲, 这种东西, 根本就是扯卵谈地, 你千万默信, 老子就从来不相信那一套。 鱼鱼熊掌, 魏麦子不能兼得, 老子就偏偏都要。 书上滴那些东西, 讲得好听一点, 是教你们做人滴道理, 讲得不好听一点, 就是给你们洗脑, 让你们要懂得放弃一些不属于你滴东西, 就算是没得到, 也要想得开。 这尼玛和佛家滴思想有么子区别? 我总觉得张哈子讲的话有些道理, 但又觉得哪里不对? 他是匠人, 自然不信服佛家滴东西, 但是他之前摆出来一个转轮王座, 不正是佛家的东西吗? 张哈子继续讲, 哈错错, 哥哥给你讲, 到这个世界上, 所有滴东西, 都是要靠你争取, 才能得到滴。 你不争取, 好东西就变成别人滴老。 这就和追婆娘是一样滴, 看到乖子滴婆娘, 二话莫讲, 先追, 追不追得倒是另外一回事, 至少要让那婆娘晓得老子对他低态度, 你讲是不是? 我莫名地点了点头, 好像的确是这么回事, 但是, 这何不可兼得有什么关系? 突然, 张哈子有些莫名的伤感讲, 特别是我们匠人, 一辈子都是和天斗, 和地斗, 哈要和人斗, 要是不争取, 早就不晓得死老好多回老, 所以, 与老子要, 熊掌, 老子也要。 我少有的听见张哈子用这样的语气讲话, 正准备安慰一下他的时候, 他却突然对我讲, 哈错错, 拉个样, 刚刚老子这一哈, 像不像忧郁王子? 我亲切地回答了, 他四个字, 像你大言。 张哈子没理会我骂他这件事, 而是让我往后面退几步, 然后把手电筒放低一点。 之后, 他半跪在地上, 从对面看了一眼我手电筒的高度, 掐着手指算了一下, 让我再低一点, 然后讲, 好, 保持这个姿势莫动, 你要是敢动一哈, 老子打断你低猪蹄子, 骂人的话, 这里住我的手, 把我比喻成了猪。 我只好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我看见张哈子从背包里面拿出来四根筷子, 在那倒扣着的竹筒, 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各插了一根, 然后拿着东边那根, 在地上画了一条蛇, 之后依次在南边画了一只鸡, 西边画了一只猫, 北边画了一个王八。 画完之后, 张哈子在这四根筷子外围画了一个八卦。 这个八卦倒是画得有模有样, 和陈先生之前画的那种差不多。 画完之后, 张哈子拿出一个碗来, 倒扣在四根筷子上端。 他讲, 这四根筷子就是撑起苍穹低四根神柱, 那个碗就是扣到你脑壳上低天。 这个竹筒就是我们现在低这个山洞。 听到这里, 我几乎都愣住了。 我很不确定地问, 那你之前用筷子画低那些蛇鸡猫王八, 其实是青龙、猪雀、白虎、玄武。 我的天, 就你这画画水平, 我可以甩他八条剑。 张哈子瞪了我一眼讲, 你懂个卵, 老子, 这叫做众神不重行。 我讲, 讲白了, 就是不会画呗。 我讲话的时候, 看见张哈子往竹筒里面塞了几个小纸人, 然后他双手按在八卦低边缘, 嘴巴里面快速念着一串我听不懂的语言, 然后他猛然一旋双手, 那个八卦顿时旋转起来。 与此同时, 张哈子大喊一声, 少放屁, 慢慢蹲下来。 我赶紧慢慢蹲下来, 手电筒的光先是照过碗底, 然后是筷子, 然后是竹筒。 当光线从竹筒口划过的时候, 我看见那竹筒冷不防地往上面跳了一下。 一开始, 我还以为是我眼花了, 但是当我手中手电筒的光挪到竹筒口外十厘米左右位置的时候, 我看见一个白色的纸脑袋, 悄无声息地钻出竹筒。 看见这一幕, 我被吓得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 拿着手电筒的手也抖了一下, 手这么一抖, 手电筒就朝上扬了一下, 光亮的焦点再次照在竹筒的口子那里。 我清楚地看见, 那个已经钻出来的脑袋, 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给烫着了一样, 竟然又给缩了回去。 张哈子回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老子早就喊你莫动了, 你哈要动, 信不信老子一灭刀削死你? 信我自然是不信的, 但是这个时候不能和张哈子抬杠, 不然难受的是我, 只不过张哈子也只是说说而已, 他的双手还按在那个旋转的八卦上面, 根本腾不出手来削我, 这倒是让我放心不守, 于是我硬撑着讲, 信, 绝对信, 你要削死我, 根本不用一灭刀, 半灭刀就够了, 张哈子没理会我的拍马屁, 而是对我讲, 站到原来低位置, 把刚刚低那个动作重新搞一次, 我只好按照之前的动作再做一次, 当我蹲到刚刚那个位置的时候, 那个小指人竟然再次钻了出来, 这一次我没有被惊吓, 因为有张哈子在, 应该没什么问题, 所以觉得这有些太不可思议了, 就在这时, 张哈子讲保持这个姿势往后面退几步, 我赶紧半蹲着后撤, 这个动作着实有些考骁人的下肢力量, 最关键的是, 张哈子还不准我的手晃动, 当我往后面退了三步之后, 张哈子立刻喊停, 然后对我讲, 可以站起来老, 手电筒低位置没动, 我一眼做了, 然后傻傻地站在那里, 看着张哈子起开按照八卦上面的双手, 然后取出一把小灭刀, 小心翼翼地插在竹筒的中间位置, 这确实是个技术活, 竹筒的四周有立着的筷子, 筷子上面还有一个倒扣着的碗, 这空间本来就小, 现在又要插一把小灭刀进去, 还不能让筷子和碗倒下, 这手得稳到什么程度才能做到, 可见张哈子的那双手, 很适合去当医生,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练出来的, 平日里肯定没少下功夫, 难怪张哈子能成为这百年难得一见的匠人, 纵然和他的天赋有关, 但是更多的, 应该也和他后天的勤奋分不开, 现在想想, 我很可能已经错过了, 成为匠人最关键的年龄, 就好像是那些武侠小说里面写的, 错过了最佳练武的年纪, 想要再练习匠数, 很可能已经晚了, 张哈子把那把小灭刀插好了之后, 站起来对我讲, 你可以动老, 但是莫让手电筒低焦点, 找到竹筒口就可以老, 听到张哈子这话, 我不免松了一口气, 之前生怕自己出了差错, 坏了张哈子的事, 如果这洞里面就只有我一人, 我拿手电筒照竹筒, 或许还没那么紧张, 毕竟就算是失败了, 大不了也就是我死, 可是现在洞里面还有一个张哈子, 我可不想因为我的差错, 把他也给害死了, 这罪过可就大了, 当然了, 也很可能是为民除害, 只不过, 这名应该专职女孩子, 我问张哈子, 刚刚这些是搞门子, 他讲, 刚刚不是给你讲过老麦, 老子鱼和熊掌斗药, 我一脸猛逼地看着张哈子, 问他, 拉个回事, 张哈子讲, 我日你, 屋个仙人板板, 现在低关键问题就是, 只有等到天黑老, 那些纸人才会出来, 帮我们找出口对不, 但是天黑老之后, 那些纸人, 不是就直接出去送金牌老麦, 那如果, 既能让那些纸人出来, 帮我们找出口, 又不让他们出洞, 是不是就是鱼和熊掌斗药斗药斗药, 我讲, 这个道理我也懂, 问题是, 怎么做, 张哈子讲, 其实很简单, 让那些纸人以为, 天黑老就行老, 只要他们以为天黑老, 就会出来送金牌, 然后发现洞口被毒老, 就会另找出口, 到时候, 我们只要跟上去就行了, 等到他们找到出口之后, 发现外面低天哈氏量低, 自然会回到降台低位置, 我们跟上去, 降台也就找到了, 哥哥就问你一句, 简单不简单, 听完这话之后, 我机械般的点点头, 我是真心真意的佩服张哈子, 被他的智商给折服了, 这套逻辑他讲起来虽然很简单, 但是在他解释之前, 哪个能够想到这一点, 在他强大的逻辑之下, 不仅能够准确的抓住事物的关键, 然后还能马上找到突破点, 发现解决办法, 不得不感叹, 张哈子真的是张哈子, 这样牛逼的人, 完全是碾压其他匠人啊, 说要鱼和熊掌都要兼得, 这完全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实力, 而他这样的实力, 又来源于他不屈服于现状, 努力想要改变, 努力想要做到最好造就的, 我问, 刚刚那套就是让天提前黑下来, 张哈子点头讲, 竹筒就是山洞, 四根筷子是四根神柱, 碗就是苍穹, 但是这只是一个形式, 还打不到标准低形式, 所以, 地上加一个八卦, 我记得我以前给你讲过, 八卦能定风水, 只要风水一旦定下来, 乾坤也就定了, 上天下地, 自成一方, 这才成了真正的山洞, 里面的小指人, 就代表了那些送金牌的指人, 你手中的手电筒是太阳, 让你先后退, 是太阳下山, 再后退三步, 是日落三根午夜制的意思, 魏莫子一定要强调是午夜呢, 那是因为那些指人一看, 卧槽, 都到午夜了, 金牌哈梅送出去, 赶紧往外跑, 这样帮我们找到出口低效率就更高, 佩服, 真的是佩服, 他竟然连效率这种小事都考虑到了, 除了佩服, 还是佩服, 我问, 你刚刚不是讲你小弟已经找到降台老麦, 魏莫子哈要这些指人带路, 张哈自将, 蠢四起, 我那个小弟难道不会被发现, 要是被发现老, 降台不会被转移, 就算不被转移, 我现在喊你到重庆去, 你虽然晓得重庆就到那位位置, 但是你不开导航你找得到, 同样地道理, 我晓得降台到哪里, 但是不晓得郎哥走过去, 在蒋老, 难道一路上就不会有墨子陷进, 有指人带路, 比毛子都方便, 我点点头, 只能探服, 张哈自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语重心长地讲, 哈错错, 我晓得你现在很震惊, 但是没得办法, 哥哥就是郎哥有才, 模仿布莱蒂, 所以啊, 搞事情不要别人讲墨子, 你就相信墨子, 一定要有自己的思维, 墨子狗屁低语与熊掌, 不可兼得, 扯卵谈, 书固然要看, 但是不能全信, 郎哥突然之间觉得冷个冷撒, 哈错错, 你感觉到没, 我以为, 这又可能是吗紫匠术, 赶紧仔细地感受了一下, 但是并没有冷, 只是游戏凉快罢了, 我讲, 不冷啊, 张哈自再次拍了拍我的肩膀, 讲, 我晓得你不冷, 你要是冷老, 就见鬼老, 我讲, 那你为什么自冷, 他重重地叹息了一声, 然后淡淡地讲了一句, 高手寂寞, 高处不胜寒啊, 我抄着另一手中的灭刀, 抬起就朝他扔过去, 却被他准确无误地接住, 他讲, 你莫惹我起火, 我有三高, 我就纳闷了, 三高一般不是中老年才有的病吗,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你张哈子也有, 我讲, 你会有三高, 他讲, 刚刚那是两高, 哈有一高, 高富帅, 我日你五个仙人板板, 哥哥郎哥就能这么优秀, 真低事我都羡慕我自己, 我晓得, 这个问题不能继续深究下去, 不然还不知道, 这货会讲出麦子不要脸的话来, 过了一会儿, 张哈子让我把手电筒固定在石壁上, 然后从背包里拿出一包白色粉末状的东西来, 抓了一把涂在我脸上, 我急忙问, 这是麦子, 他讲, 骨灰, 听到张哈子回答, 我赶紧伸手去抹脸, 这东西是往人脸上抹的吗, 无论是从道德还是生理上, 这都是极其不合适的, 最让我难以相信的是, 张哈子居然随身带着骨灰, 这尼玛是谁的, 不会是张剑老爷子的吧, 我觉得很有可能, 以前看周星驰的电影, 有一部叫做《寄宫的》, 在那个庙里的时候, 不就是把高僧的真身磨成了金粉吗, 我想, 这个骨灰肯定也是类似的作用, 这就是, 仙人的加持, 我没问张哈子这骨灰到底是谁的, 我怕勾起张哈子的伤心事, 但是张哈子却讲, 你要是不图, 一会儿出事老莫找我, 讲完之后, 张哈子自己抓了一把骨灰, 就往他自己的脸上涂去, 看到他都涂了, 我要是再不涂, 那就真的说不过去了, 于是我只好忍着恶心, 抓了一把骨灰, 说实话, 这玩意儿怎么看怎么恶心, 好不容易涂完了之后, 我觉得, 这可能是我这辈子, 当过最变态的事情了, 我看了张哈子一眼, 这才明白为什么要涂这东西了, 涂上去之后, 整个人的脸都变成了惨白色, 就和那些纸人的颜色一样, 应该是一会儿要跟着那些纸人, 所以必须把自己先打扮成纸人, 这么想着, 我内心的那抹恶心才稍稍缓和一些, 当年韩信都能忍受胯下之辱, 我脸上涂个骨灰也不是不行, 张哈子抓了一把骨灰, 递到我面前, 讲, 气一口, 重庆方言, 表示吃一口的意思, 我讲, 这也是假扮止人的必须环节, 张哈子神情严肃地点点头, 我讲, 那我还是死在这里面好了, 我不吃, 操, 这你马能吃吗? 这和吃尸体的归须鱼有什么区别? 一想到归须鱼吃尸体, 我差点没恶心地吐出来, 张哈子讲, 舔一哈就行, 行事要到位, 我死活不干, 但还是架不住张哈子的威逼利诱, 最后伸着舌头舔了一下, 张哈子立刻问我, 味道郎个样, 我讲, 你自己舔一口不就晓得老, 张哈子讲, 我有病啊, 我气骨灰, 我讲, 那你让我吃, 他讲, 主要是我想晓得骨灰低味道, 但是又不想自己气, 不让你气, 让哪个气? 我问, 你不是讲这是必须的形式吗? 他讲, 这你也信, 我觉得山洞里面的空气都变得凝固了, 我默默地抄起灭刀, 疯狂地砍向张哈子, 直到最后, 张哈子给我保证, 这并不是人的骨灰, 而且, 他当着我的面吃了一大口之后, 我才放过他, 我问, 这是什么子骨灰? 他讲, 竹子烧老之后低灰, 我讲, 你莫骗我, 我烧过竹子, 不是这个颜色, 是黑色的, 张哈子讲, 那是, 你烧低方式不对, 你烧低仅仅就是竹子, 我烧低这些, 都是以前扎过低纸人, 纸人烧过之后, 就是这个样子低, 难怪张哈子, 会将之称之为骨灰, 也勉勉强强算是骨灰, 就在这时, 张哈子突然神情很是严肃, 他侧着耳朵听了一下, 然后讲, 他们来老, 哈错错, 你晓得和鬼一起走路, 最怕麽子不? 我摇摇头, 表示不知道, 张哈子讲, 最忌讳讲话, 你一讲话, 他们就晓得, 你不是同类, 到时候搞死你, 哈有一个, 衣服上低扣子要扣到, 也不能回头, 所以记到起, 一会儿不管发生麽子事, 都不要讲话, 有麽子事就打眼色, 我一开始还点点头, 但是我很快意识到不对, 我讲, 我打眼色你看得见, 但是你打眼色我看不见啊, 张哈子先是一愣, 然后一脚踹过来, 讲, 我日你, 污个仙人板板, 看不到就默看, 张哈子的话刚刚讲完, 我就看到山洞深处, 有人影在晃动, 吓得, 我赶紧把嘴巴给闭上, 与此同时, 张哈子动作麻利地, 从背包里面取出一根拇指大小的麻绳, 一端系在我的腰上, 一端绑在他自己腰上, 绑完之后, 我和张哈子之间的距离刚好是半个身位, 陈先生以前说过, 走夜路不能并排走, 这一点张哈子也知道, 那些指人越来越靠近, 张哈子急急忙忙把麻绳上面也用骨灰涂了一遍, 然后还用红绳在麻绳上面还绑了一根筷子, 筷子尖头朝着张哈子, 屁股朝着我, 做完这一切之后, 张哈子刚把背包背上, 那些指人就已经到了距我们不到五米的距离, 我看见张哈子贴着墙站着, 他伸手扯了扯麻绳, 贴墙站着, 我一开始还没明白张哈子的意思, 后来才知道, 之所以贴着墙站着, 是因为在学习阴人的习惯, 阴人一般都喜欢躲在比较阴暗的地方, 类似于墙角, 沙发后面或者床下之类的, 所有有些电影里面的镜头, 其实也并非是张哈子说的那样毫无根据, 还是有一些可考性的, 只不过, 再怎么对付阴人上面, 就有些瞎扯淡了, 至少我经历了这么多事, 我就觉得, 我以前从电视里面学到的那些东西, 一点作用没有, 我贴着墙站着, 看着那些纸人从我的左侧走到右侧, 一切都很顺利, 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可是就在我松一口气的时候, 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一个纸人, 直勾勾地盯着我看, 他脸上并没有什么神情, 但是我却感觉, 他这是在怀疑, 怀疑我的身份, 我斜着眼睛看了一眼张哈子, 我发现在他的面前, 也有一个纸人在盯着他看, 可是我没想明白的是, 这两个纸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我刚刚一直盯着那些纸人在看, 并没有看见, 有纸人从他们的队伍里掉队啊, 难道是从地下冒出来的? 我和纸人有过几次对视, 特别是和我旧公在奶奶坟前的那次对视, 我现在都还一阵阵后爬, 但那次再怎么不济, 至少我的人身是自由的, 现在不一样, 我必须要贴着墙站着, 在他没确认, 我身份之前, 还不能乱动, 也就是说, 他现在即便是要把我的胳膊什么的拧掉, 我都只能忍着, 要不然, 我的身份被戳穿后, 我和张哈子也就别想出去了, 这样一来, 我就更加紧张了, 生怕自己哪里做得不对, 就会被那家伙给看穿, 大夏天里, 山洞里面本来是很凉快的, 但是高度紧张之下, 我发现我的额头, 好像已经有了一层密密麻麻的汗珠, 出汗并不要紧, 关键是, 这汗竟然开始会在一起往下流, 而且, 看那趋势, 是朝着我眼睛方向流去的, 光是汗水进眼睛都会折得很痛, 更别说是带着骨灰的汗水了, 我很想伸手去擦一擦, 但是那家伙还在我面前盯着我, 我根本就不敢动, 汗水已经到了上眼瞼, 我已经到了连眼睛都不敢眨的地步, 我担心眼皮子稍稍有所行动, 汗水就会掉进去, 我看见那个指人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之后, 就低着头看了一眼他手里的那张照片, 我眯着眼睛看了一眼, 那照片正是我的一项, 不得不说, 张哈子果然神机妙讽, 幸好脸上涂了骨灰, 要不然我现在就穿帮了, 我觉得我已经撑不住了, 拿滴汗水不偏不倚地掉进了我的眼睛, 痛, 钻心的痛, 我使劲闭着眼睛, 两只手紧紧地握着拳头, 牙齿都快被我咬碎了, 眼睛里面的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流, 鼻涕也是一大把, 而且还越来越多, 全部堆积在嘴角, 要多恶心, 有多恶心,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感觉到杜淼如年, 等到张哈子拍我肩膀的时候, 我才睁开眼睛, 可是眼睛看东西已经一片模糊, 张哈子没说话, 只是伸手比划了一下, 意思是往里面走, 我看了一下, 里面已经有人影在晃动了, 应该是那些打前站的指人, 发现洞口堵了, 正往回找其他的出口, 张哈子走在前面, 我跟在后面, 手电筒还固定在墙壁上, 不能取下来, 越往里走越黑, 渐渐的, 我什么都看不见, 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背包, 和背包上张哈子那涂满骨灰的脸, 越往里走, 我就越觉得, 张哈子真是模仿什么像什么, 走了这么久, 他的嘴角, 竟然一直都保持着那种向上的弧度, 就像是指人一样, 让我觉得很是诡异, 又往前走了一截,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瞬间, 整个头皮发麻, 全身冒出一身冷汗, 我是清清楚楚地记得, 张哈子在把麻绳绑在他腰上之后, 是把背包背在他背上的, 即便是贴着墙站立的时候, 他也是背包靠墙, 他的身体并没有直接挨着墙面, 所以, 如果我能看见他的背包, 就说明我是走在张哈子后面的, 也就是说, 从我这个角度, 只能看见他的后脑勺, 而不是他的脸, 可是, 我现在却看到一张对着我笑的脸, 也就是说, 我现在跟着的这个人, 根本就不是张哈子, 想到这里,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被吓得差点一声大叫就喊了出来, 为了憋着叫声, 全身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手足无措的, 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 之前还只是头皮发麻, 我现在觉得全身上下哪里都在发麻, 特别是双腿, 走起路来都已经有些不听使唤了, 我早就该想到的, 张哈子走在前面, 为什么会面朝着我, 难不成他一直到这走吗, 就算是他担心我这边有情况, 所以才回头看着我, 但是, 这尼玛也不用一直盯着我看啊, 更何况, 他要是一直到这走路, 还怎么去跟踪那些纸人, 最关键的是, 他脸上的那个微笑是怎么回事, 张哈子什么时候脸上会有这样的微笑了, 你就算是要模仿纸人, 也不用一直保持着这个微笑吧, 山洞里面已经黑漆漆的一片, 我什么都看不见, 只能看见眼前的那张模糊的脸, 我试着往左边走了一下, 然后我看见那张脸也朝着左边偏了一下, 我再往右, 那张脸也往右, 就好像是陈泥匠的眼睛一样, 一直盯着我看, 而且, 这里比陈泥匠的院子里面还要恐怖, 在陈泥匠院子里, 至少还有一个火堆, 而在这里,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张脸,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你三更半夜正在睡觉, 然后突然间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看着你, 等你睁开眼来, 在你的床上, 在你的眼前, 就有一张惨白的脸, 再盯着你看, 你从床上跳下来, 想要去开灯, 结果发现灯无论如何也打不开, 而那张脸, 就一直在你的面前, 对着你笑, 我感觉我都要被吓得窒息死掉了, 我很想停下来, 但是腰上却有一股力量传来, 不断地拉扯着我往前走, 我艰难地跟着前面一步一驱, 有一种被刽子手拉着上刑场的感觉, 我再一次体会到, 为什么张哈子让我不要看电视, 里面都是骗人的, 因为以前看电视的时候, 看见那些囚犯上刑场的时候, 不过是害怕还是不害怕, 竟然都能自己走路, 这纯属扯淡, 我现在就已经双腿发软, 想要多挪动一步, 都要用尽我全身的力量, 我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那样的经历, 明明是两个人约好了, 去山洞里探险, 结果走着走着, 那人却无缘无故地对着你发出诡异的笑, 你也不能说话, 也不能逃跑, 只能跟着他一直往前走, 并且还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 我现在就是这样, 那种对未知的恐惧, 已经装满了我的身体, 我很想叫一声张哈子, 确定一下, 前面这人是不是他本人, 但是张哈子之前明确交代过, 一定不能说话, 我现在该怎么办, 跑, 腰上还被绑着绳子, 要跑的话, 只能是把绳子解开了再跑, 于是我一边走一边摸索着, 去解开绳子, 可是我找了一圈, 我竟然没发现, 这麻绳的结头在哪里, 我明明记得, 张哈子拿着麻绳, 在我这边打了一个结, 而且那个结就在我的身前, 可是我在前面摸索了好一阵, 竟然光滑的什么都没有摸到, 我不相信的围着我的腰摸索了一圈, 和之前一样, 还是什么都没有摸到, 这一下, 我更加惊慌失措了, 这怎么可能, 难不成绳子自己, 还能把这个结给吃掉了, 我突然间想到, 陈先生以前用红绳长官的时候, 虽然也打了一个结, 但是那个结也是看不见的, 红绳的两端合在一起, 就好像是一根绳子围成的一圈一样, 是没有结头的, 想到这里, 我才稍稍安心一些, 我想, 这可能就是他们匠人的手段, 给绳子打结, 虽然一开始有结头, 但是这个结头, 最后都是会消失的, 这样一来, 就捆得更加牢固, 就比如我现在, 绕着我的腰捆了一圈, 我就算是想要把绳子结下来, 都没有任何办法, 我现在手上只有一把灭刀, 倒是可以用灭刀把绳子给砍断, 但是, 这一砍, 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 我是不是就会永远迷失在这山洞里, 而且死了可能都没人能找到我的尸体, 等到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 终于有考古队进洞来, 发现了我的遗骨, 或许还会将我认为是牛角洞人, 可是绳子不砍断, 我会被眼前的这个家伙, 带到哪里去, 会不会和之前一样, 再次经过奈何, 然后沉到河里, 到了一个阴森恐怖, 无法轮回的地方, 还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 冲上前去一灭刀, 砍死那张笑脸的主人, 只要把这个家伙砍死了, 我应该就能看到真正的张哈子了, 心里这么想着, 我的害怕就又变小了些, 其实人就是这样, 有时候害怕的, 往往并不是什么真实存在的东西, 而是害怕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 正是因为未知, 所以恐惧, 正是因为没有目标, 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害怕, 当你一旦有一个目标以后, 你就会发现, 就算是在路上遇到再多的风望, 你也不会再那么害怕了, 这一点在我身上, 就能够得到切实的体验, 很早以前, 我在遇到事情的时候, 往往都是以害怕为理由去退缩, 但是自从太平玄关回来以后, 一些事情, 我开始独自去思考, 去承受, 去解决, 我竟然发现, 我并没有以前那么害怕了, 不是我遇到的事情, 没有以前那么恐怖, 而是我自己再不断地成长了, 或许, 这就是时间的厉害之处, 也或许, 这就是我人生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 当然了, 这都是, 我给自己打气, 所找到的一些安慰的理由, 其实我内心还是害怕的, 但是我现在既然认定了, 要先去砍死那个捣乱的阴人, 我就应该不顾一切地去执行, 我想, 如果是张哈子, 他现在也一定会这么做, 这一次, 我没有退缩, 而是拿着灭刀, 加快步子, 往前快速走几步, 想要跟上去, 然后一刀砍死他压的, 灭刀是张哈子亲手给我的, 就是那把他一直带着的, 年纪比他还大的灭刀, 看起阴人来, 肯定不费吹灰之力, 可是我发现我往前走了几步之后, 我前面的那张笑脸, 竟然也加快了步子, 我减慢速度, 那家伙也减慢速度, 难道我的想法, 被那家伙给看穿了, 等一下, 万一是我眼花看错了怎么办, 万一那货就是张哈子, 因为不能说话, 所以我才会误以为是阴人, 结果我这一刀子下去, 把张哈子砍死了怎么办, 我其实很想伸手揉一下我的眼睛, 这样就可以看得更清楚, 但我的脸上全是骨灰, 只会越揉越糟, 当初进来的时候并没有带水进来, 张哈子的背包里面倒是有无根水, 但我要是吸眼睛的时候, 把脸上的骨灰也洗掉了, 又该怎么办, 想到这里, 我不得不叹息一声, 尽管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去做了, 可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如果是张哈子的话, 他肯定就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正无计可施的时候, 我突然看见前面的那个脑袋, 竟然从背包上面滚了下来, 似乎还在地上弹了几下, 发出咚咚的声音, 这种声音, 绝对不会是知人脑袋的声音, 难道是张哈子? 啊, 那一瞬间, 我吓得再也忍不住, 大声叫了出来, 可是这一声之后, 我立刻就后悔了, 张哈子千叮咛万叮嘱的, 让我一定不要讲话, 我之前也一直保持得很好, 但是在最后这关键的一下, 还是没能忍住破了弓, 这一喊之后, 我知道再也藏不住了, 于是我顺手就上前从背包的侧兜里, 取出一根竹筒, 倒水出来洗了一把眼睛, 还没来得及擦干, 我就急忙睁开眼睛, 看了一眼四周, 在我睁开眼睛的同时, 我另一只手已经拿着灭刀, 准备好要开始反击了, 但是等我睁开眼后, 我却又傻眼了, 我原以为这里肯定是密密麻麻的指人, 可是现在除了我之外, 这里根本就只有我面前的一个没有脑袋的指人, 我之所以说, 它是一个指人, 是因为它的双脚离地, 完全靠着腰上的那根竹筒给支撑起来, 难怪我跑得快它就跑得快, 我慢它也慢, 这尼玛就是我自己在跟自己玩, 可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之前绑着的不是张哈子吗, 他人呢, 还有, 我腰上的这根绳子绑在, 我腰上的是绳子没错, 可是连接那个指人的, 怎么就变成一截大竹筒了呢, 之前不是一根在麻绳上绑了一根筷子了吗, 筷子呢, 还有, 张哈子把背包都扔给这个指人来背了, 那他自己用啥, 我刚要解下指人身上的背包, 就听见一阵稀稀疏疏的脚步声从我身后传来, 我急忙转身, 看见不远处, 有一星火光传来,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张哈子, 但是等到那个身影走近了, 我才发现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那人的走路方式绝对不是一个正常人该有的, 他走路的时候双膝并不弯曲, 只是左右晃动着身子, 双脚在地面慢慢地抹着往前走, 他的脸色惨白, 但是两颊的地方却是通红, 最关键的是他是驼背, 而且那孩童一般的脸上竟然还有一小块破洞, 指人救宫,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牛角洞里, 难道他和刘桑依之间还有什么勾结不成, 我还没来得及细想, 就再次被眼前的场景给吓傻了, 我看见在我指人救宫的身后, 有一对整整齐齐的白色指人, 全部跟着救宫, 一步一驱, 朝着我这边走来, 最恐怖的是, 这些指人的手中全部捧着一张遗像, 上面的照片, 很大一部分都是我没见过的, 少数几个我见过的, 那都是村子里死了好几年的老人, 也就是说, 这些遗像全部都是村里已经故去的人, 他们这是要干什么, 难不成我救宫要用这些死了的人去村子里找替死鬼, 一想到这里, 我急得不知所措, 心里埋怨张哈子到底跑哪去了, 不过急也没用, 眼前的事情还是要处理, 如果仅仅就只有指人救宫一个, 我或许还会上前去打个招呼, 毕竟他一直没害过我, 最多就是逼着我下柜镜棺材之类的, 可是现在他身后跟着不知道是几百还是几千的指人, 就是打死, 我也不能让他发现, 山洞里面地形本来就很是崎岖, 峭壁掩体也多, 想要藏一个人还是没问题的, 此时此刻也就顾不上害怕, 抱着那个指人就闪进了一旁的一个岩石掩体后面, 躲进去之后, 我才发现, 地面上还有一颗脑袋忘记捡回来, 也不知道会不会被发现, 因为我和指人之间还绑着竹筒, 要不然就藏不下, 我侧着脑袋, 摒弃凝神地看掩体外面, 担心那颗脑袋会被我救公发现, 以我救公的智商, 肯定能联想到什么,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我一开始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救公, 祈祷着他千万不要发现那颗脑袋, 但是我很快就把视线给挪开, 因为我发现他好像有意无意地朝着我这边看了一眼, 这时我才想到, 我盯着他看, 他肯定能感觉到, 就好像是别人盯着我看, 我也能感觉到一样, 他也只是看了一眼, 而且我这边藏的也还算到位, 所以并没有引发什么不必要的事情, 倒是我面前的那个纸人闹出了一点事情, 我看见他悬空的两只脚, 竟然毫无征兆地前后动了起来, 是往前走的姿势, 还好他的腰上被麻绳绑着, 要不然真的就走出去了, 不过, 这纸人的双腿虽然没有着地, 但是却有一股力量牵着我往前走, 好在我抓着墙壁, 这才拉住他, 而就在这时, 我在纸人群中竟然看见一个十分熟悉的面孔, 张哈子, 我看见他脸上涂满了骨灰, 跟着那些纸人慢慢地朝前走着, 他的手中也抱着一张遗像, 而这张遗像不是别人的, 正是我爷爷落朝廷了, 我看见在他的腰上也有一个麻绳, 但是麻绳的另一端, 却绑着一个纸人, 一个用筷子就撑起来的纸人, 因为纸人身上没有背包, 所以一根筷子就能够撑起来, 可问题是, 我是什么时候和那个纸人换了位置的, 他们这事要去干嘛, 张哈子为什么又混迹在纸人堆里, 我们不是说好了要跟踪刘丧一的纸人吗, 怎么又冒出来旧宫的队伍, 我本来是想要偷偷地告诉张哈子我藏在这里, 可是不管我怎么悄悄地挥手, 张哈子都是半滴垂着脑袋, 无动于衷地朝着前面走着, 难道张哈子又被我旧宫给控制了, 这个念头刚起, 我就看见张哈子把地上的那个脑袋, 不经意间朝我这边踢了过来, 那颗脑袋滚了一阵之后, 刚好听在我的身前, 而这颗脑袋的嘴里, 竟然叼着一张小纸条, 这是张哈子在给我传递消息, 外面的纸人还没走完, 我没敢去捡那个纸条, 等了好几分钟之后, 先是张哈子的身影消失看不见了, 然后是最后一排的纸人, 也彻底地消失在黑暗中, 我才捡起地上的纸条, 没有光, 我从背包里面摸出火柴来, 点燃之后, 我看见纸条上写着一行小字, 我日你五个仙人板板, 就晓得你会喊出来, 莫放屁, 跟他走, 转背面, 于是我翻到背面, 果然还有一行小字, 按你自己低方式火, 莫学我, 另外, 赶紧扔掉, 会着火, 刚看完, 那纸条就燃起绿色火焰, 吓得我赶紧扔掉, 这火焰把尸体说烧煤就烧煤, 不知道烧到活人的身上会怎样, 可是, 张哈子倒数第二句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按我的方式火, 我又哪里学它了, 想了一阵没想明白, 也就不管了, 先跟着纸人走就是了, 知道这纸人是张哈子弄的之后, 我就没那么害怕了, 虽然还觉得很诡异, 但是只要小命保住了, 也就无所谓了, 跟着他往里面走了好一段路, 其中七扭八拐的, 我都不知道, 原来在这扭角洞里, 竟然还有这么大的地方, 渐渐的, 我看见前面出现一丝亮光, 我以为是找到了出口, 急急忙忙地往前跑去, 可是等跑到那里之后, 我才发现, 这哪里是什么出口, 分明就是一个降台, 这里是一个圆形的平台, 不远处有一堆柴火在烧, 降台位于平台中央, 这里站着三个纸人, 每个纸人手里都拿着一张遗照, 而他们的眼睛, 正如张哈子说的那样, 是动物的眼睛, 应该就是猫头鹰眼, 这三人的周围, 分别有十二枚金牌, 我看了一下, 每一枚的位置, 和十二地支的方位一样, 这些金牌之间, 用一些暗红色的线条连接着, 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图形,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 张破鲁还真是好手段, 能让你找到这里, 他就不怕我杀了你, 寻生望去, 我看见火堆的另一边, 站着一位凹凸有致的女人, 正是刘桑依, 而她的手里, 拿着一样, 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的东西, 那把我爷爷生前从不离手的菩萨, 我爷爷的菩萨, 为什么会在他刘桑依的手里? 对了, 肯定是我爷爷把他自己练活诗了以后, 刘桑依就趁着我爸他们没注意就把菩萨给偷到手了, 难怪我在家里翻天覆地的找了那么久, 都没有找到, 现在也终于可以确定, 我爷爷的这把菩萨, 真的就如陈先生所说, 肯定没那么简单, 可是, 他拿我爷爷的菩萨干什么? 刘桑依拿着菩萨, 一摇一步地朝我这边走来, 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次没有害怕, 不对, 应该说, 我对刘桑依本身就不怎么害怕, 虽然之前张哈子已经证实了, 而且, 他自己也承认了他自己的身份, 可是, 他毕竟没有对我出过手, 加上他的自带女人该有的天生属性, 很难让人生出巨异, 最关键的是, 刘桑依这次出现的时候, 竟然穿了一身旗袍, 而且还是那种典型的民国风的衣服, 怎么看都像是大家闺秀的样子, 在我的印象里, 刘寡妇虽然漂亮, 而且, 身材也玩爆村里的每一位女性, 但终究只是一名村妇, 穿着打扮也是典型的农村风格, 所以, 和现在的刘桑依比较起来, 属于完成相反的两种风格, 就我个人而言, 或许是在农村里待得久了, 出现了审美纰漏, 所以我相较起来, 我更喜欢刘桑依现在的品味, 更知性, 更端庄, 她走到火堆前, 轻轻摇曳了一下手中的菩扇, 那菩扇虽然是农村才能见着的东西, 但是在她的手里, 却摇出了一种小扇叠叠风情淡的味道, 犹如一位深闺女子, 炎热夏日坐在窗前百无聊赖地听着蝉鸣, 欣赏着窗外的风景, 而那眉宇之间竟是数不尽的风情, 突然间, 我的脑海里出现林匠那副冰冷的面孔, 我顿时回过神来, 暗暗骂了自己几句, 还真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都什么时候了, 脑子里还想这些有的没的, 念头刚过, 我听见刘桑依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冷哼一声, 惹得我一个机灵, 莫名的, 我觉得他这一生冷哼里, 竟然也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娇媚, 冷哼之后, 他神情慵懒地摇了一下菩萨, 随后柔声对我说, 人啊, 还真是奇怪的生物, 小的时候希望长大, 长大了又老是怀念过去, 穿了那么多不同时代的衣服, 仍是觉得, 民国的衣服最贴身好看, 姓洛的, 我问你, 我好看吗? 我本来想说好看的, 但是我看眼前的这家伙, 有点和平时的刘桑依不太一样, 我担心是鬼点名, 所以嘴巴闭着什么也没说, 头也没点, 刘桑依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 用图扇指着地上她的影子说, 我有影子, 我在地上确实看到了影子, 这才点头, 但还是没说话, 就算刘桑依是她本人, 但是现在的她和以前相比, 实在是很不一样, 刘桑依见我没说话, 问了一句, 你怕我? 我讲, 有点, 刘桑依闻言浅笑一声, 讲, 怎么, 怕我吃了你? 我摇头讲, 那倒不是, 我怕你杀了我, 这话, 刘桑依先是浅浅地笑了笑, 然后讲, 你只是怕我杀了你, 难道你就不怕我吃了你? 讲完之后, 她自己似乎也意识到不对, 顿时笑得前和后仰, 那胸前两团事物摇摇欲坠的样子, 看得我心神摇曳, 我赶紧把视线挪开, 强行要求, 自己去看那十二金牌风波亭的降台, 想要把地面上的那个图案给记下来, 以此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没想到越看越心惊, 这图案, 我似乎冥冥之中见过, 但是具体在哪里见过, 我一时半会儿又想不起来, 而且,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一眼看过去, 就知道, 这图案是好几层图形重叠上去的, 可是具体是什么图形, 我又是怎么知道的, 我一点都想不起来, 看着看着, 我觉得光线变亮了些, 我回过头来, 就看见刘桑依拿着那把菩扇, 在轻轻缓缓地扇着那堆火, 被他这么一扇, 那火焰也好像很有灵性地, 在慢慢地变大, 这一下, 刘桑依的脸庞就看得更加清楚了些, 想到刚刚他说要吃了我的话, 我的心头就是一颤, 我只好换个话题问, 我爷爷的菩扇怎么会在你手里, 刘桑依看了我一眼, 眼波流转, 风情万种, 他讲, 这本来就是我的扇子, 什么时候又变成你爷爷的了, 我讲, 张哈子虽然天天行我哈措措, 但是并不代表我就真很蠢, 我从小就看着我爷爷拿着这把菩扇, 我会认错, 刘桑依摇摇头讲, 的确就是你爷爷以前的那把菩扇, 不过有一点你要明白, 这把菩扇本来就是属于我的, 我讲, 反正我爷爷现在也去世了, 你仗着自己年纪大, 怎么说都可以, 你就是说我爷爷是你徒弟, 我也没办法求证不是, 我嘴巴上虽然这么说, 但是我其实心里已经认可了刘桑依的话了, 因为我记得我做过的那个梦里, 王农友当初就用纵业做了很多扇子, 但是都不称手, 过几天就换一个, 刘桑依既然是王农友的女儿, 那么能得到她留下来的扇子, 也是理所当然, 而我之所以不愿意承认, 是因为我不想承认, 我爷爷会和刘桑依有过交易, 刘桑依讲, 死鸭子嘴硬, 我倒要看看, 你还能撑多久, 讲完之后, 刘桑依又对着那堆火扇了好几下, 那火焰更加大了些, 温度高的, 我都有些口干舌燥, 渐渐的, 给我引路的那个指人, 脚下已经开始冒烟了, 我下得赶紧倒退几步, 可是并没有什么作用, 于是我立刻把她身上的背包解下来, 然后解开她腰上的绳子, 刚解下来, 她就着了, 烧成了一堆黑色的灰烬, 刘桑依好像没看见一样, 朝着我走了两步, 接着讲, 那你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把这菩萨交给洛朝廷? 我摇头, 她又往前走了两步, 问, 那你又知不知道, 你舅公为什么一直想要得到这把菩萨? 我还是摇头, 刘桑依再次向前两步, 我不得不后退两步, 她讲, 因为这菩萨里面藏着一个秘密, 我问, 什么秘密? 她向前两步, 就在我面前不到一寸的距离, 我甚至都能感觉到她鼻息的温度, 她吐气如蓝, 一字一句地说, 九失败相, 回头望, 哦, 听到这话, 我感觉我脑子都要炸开了一样, 她竟然也知道九失败相回头望这句话, 她是除了我舅公以外第二个说出这句话的人, 不过想想也对, 她活了那么久, 又是王鹏两家的后人, 就算知道九失败相的秘密也不奇怪, 我问, 九失败相回头望到底是什么意思? 刘桑依听到这话五妹一笑, 讲, 吴炳江那小子果然告诉你了, 不过就她那道横自己都没摸透, 告诉了你也无妨, 说到这里, 她顿了一下, 又往前一步, 我背后就是墙壁, 已经是退无可退, 她的下巴抵在我的肩膀上, 我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她胸口的那两团东西压在我的身上, 我本想把她推开, 却看见她反手扇了一下那堆火, 火光蹭地一下冲天气, 与此同时, 我的耳朵传来一阵酥酥麻麻, 然后她就听见她问我, 想不想知道九失败相的真正秘密, 我本想点头, 可是被她的身子抵着, 我想点头也点不了, 我只好回了一句, 想, 她贴在我身上一阵笑, 她讲, 想得倒霉, 一千多年的秘密, 你一句想知道, 我就要告诉你, 不过, 我倒是可以告诉你另外一个秘密, 我讲, 什么秘密, 她讲, 你还记得王二狗临死之前, 说了一句什么话吗, 我点头, 我记得她当时说, 刘寡妇的身体是留给我的, 但是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一直没明白, 突然, 联想到刘桑依现在的情况, 我脑子一下子就梦了, 不会吧, 她讲, 我现在就告诉你,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说完, 我看见她微微后车半步, 伸手向前, 解开了她身上那件旗袍的扭扣, 刘桑依的旗袍扭扣, 是从脖子处解开的, 我之前一直没有注意过刘桑依的脖子, 这一次才切切实实地体会到, 古人书里面说的, 领如球骑是什么个意思, 我就纳闷了, 这么奇长的脖梗, 按理来说, 应该很是吸引人的注意力啊, 为什么在这之前, 我就没有注意到呢, 几乎是一瞬间, 我就明白了, 不是她的脖梗不好看, 而是她胸前的那一对事物太招眼, 把其他的美好都给掩盖了, 第一枚扣扭扣, 很快就被解开, 从那微露的缝隙里, 我竟然能够看到刘桑依那凝质般的肌肤, 我脑子里刚有一丝邪念, 耳朵旁边就莫得炸起一声惊雷般的声音, 我听得很清楚, 这声音正是镇魂铃的声音, 与此同时, 我看见刘桑依身后那火光瞬间减小了很多, 而且我清清楚楚地看见, 刘桑依那双在截扭扣的双手, 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 他脸上的神情, 也明显地露出惊恐的样子, 不过很快, 就又恢复成之前那副娇媚的模样, 可是现在, 我脑海里的那些歪念头已经烟消云散, 还不自觉地握紧了灭刀, 震魂灵侍井, 这刘桑依肯定没安好心, 陈先生之前在太平间地下四楼的时候, 也对我讲过, 要保持童子身, 对降术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我微微提了一下灭刀, 意思很明确, 要是刘桑依再上前半步, 我就出刀, 刘桑依并没有停下解开钮扣的动作, 等他解开第二枚扭扣的时候, 震魂灵再次震响, 我看见火光又小了些, 而且, 刘桑依的双手, 这一次竟然是抖动了起来, 就连他嘴角的微笑, 也变得很是不自然, 似乎是脸上的肌肉抽动了几下, 他脖子下面的肌肤暴露得更多了, 白花花的, 用刺眼来形容都不为过, 解开这枚扭扣之后, 自语地讲了一句, 我就说嘛, 骆朝廷一辈子机关算尽, 怎么可能没有留下后手, 他这话, 我听得云里雾里, 不知道他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他很是勉强地笑了一声, 讲, 刚刚是不是很想要, 呃, 我瞬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我一个二十几年的楚男, 这么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 在我面前晃来晃去, 要说, 我没有反应, 他只能说我不是男人, 可是, 这种尴尬的问题, 我怎么可能告诉他, 不过, 刘桑一浅而一笑, 讲, 你不说我也知道, 不过话说回来, 你的心性还真不是一般坚定, 浴火都烧到了一人多高, 你才有点反应, 要是换做其他人, 早就扑上来了, 所以, 姓洛的, 现在你明白, 为什么张破鲁那个家伙, 他不敢来这里了吧, 我听他这么一说, 顿时明白过来, 这火堆, 原来不仅仅只是用来照明用的, 还是他施展的将术, 这个将术他之前对张哈子用过, 叫做玩火自焚, 那个浴火能够让张哈子大发脾气, 自然也可以让我情欲高涨, 妈的, 太不要脸了, 要不是郑魂灵示警, 我岂不是就要被他给破除了, 虽然我一直对我的楚男身份很是自卑, 也想着早日摘掉这顶帽子, 但是也不能这么不清不白的没了呀, 刘桑一讲, 你应该也猜到了, 给张哈子的是玩火自焚, 给你的是干柴烈火, 很可惜, 火烧的正旺, 被你那破铃当一条冷水浇吸了, 看来, 你这副身体, 只能便宜姓灵的那个女娃娃了, 我没明白, 我的身体什么时候还成了紧翘祸了, 刘桑一讲, 你不明白的事情还多着呢, 你们这些小辈啊, 其实活得也累, 一辈子都在走老一辈给安排好了的路, 你最蠢, 一直没看透, 倒也觉得没什么关系, 只是可惜了那两个家伙, 看透了, 也尽力抗争了, 可就是改变不了, 你说, 可悲不可悲, 我听完更加疑惑了, 我问, 到底老一辈给我们安排了什么路, 刘桑一摇摇头讲, 陈恩义没告诉你, 张破鲁没告诉你, 灵匠也没告诉你, 是希望你能多快活一天就是一天, 我自然不能告诉你了, 更何况, 你身上还有阵魂灵盯着, 我本来时间就不多了, 要是再有什么异动, 说不定马上就魂飞魄散了, 我讲, 什么时间不多了, 刘桑一没说话, 而是解开第三枚扣子, 一声炸雷再次凭空响起, 我看见刘桑一的嘴角, 渗出一丝血液, 颜色却是青色的, 我讲, 你不要再解扣子了, 要不然震魂灵会, 我话还没说完, 就没有再说下去了, 因为我看见, 刘桑一的那白皙的胸口上, 竟然有一个碗口大的疤痕, 而且还是新鲜的没有愈合, 就隐藏在第三枚扭扣下面, 不止如此, 刘桑一还撩起她袖子, 在那袖管之下, 我看见她的双臂, 也有大大小小不同的伤疤, 两条胳膊夹起来, 竟然有七八个, 我惊讶地问, 这是怎么回事, 刘桑一吞下袖管, 扣好扣子, 讲, 现在你知道, 你爷爷为什么要留这具尸体给你了吧, 就是用来困住我的, 他落朝廷早就算到了, 会有这么一天, 所以他提前就准备好了一具尸体, 就等着我自投罗网, 我讲, 我爷爷为什么要这么做, 刘桑一冷哼一声, 讲, 为什么, 还不是他做贼心虚, 怕我出来报复你们, 所以你现在知道, 当初我知道这身体, 不是承认一丢准备时候的那种恐惧了吧, 当时我就猜到, 很可能中了落朝廷的计, 只是当时身上还没有反应, 我也就没多想, 不过现在事实证明, 我错了, 你爷爷他一早就布下了这个局, 从他编造鹰木阵师开始, 我就已经入了局, 我立刻找到刘桑一这话的破绽, 我讲, 不可能, 以你的经验, 难道你在进刘寡夫的身体之前, 就没有想过, 这是我爷爷设下的局, 你肯定想过, 但是你还是进去了, 难不成你明知道是陷阱, 却还往里面跳, 这说明什么, 说明在撒谎, 刘桑一讲, 思维很敏捷嘛, 这就想明白了, 不过很可惜, 这就是你爷爷的高明之处, 就算明知道这是一个陷阱, 也不得不跳, 落朝廷他玩羊谋的本事, 比他耍阴谋厉害奇之百倍, 我问, 为什么不得不跳, 他说, 因为瞒天过海, 我猛逼了, 这和瞒天过海, 又有什么关系, 刘桑一没说话, 而是把手中的菩萱递给我, 然后才说, 看看上面的字, 我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 这上面哪来的字, 他伸手一把抢过我手中的灭刀, 然后抓着我的食指, 在上面滑拉一下, 捏着我的手指, 在菩萱上面滴了几滴血, 之后, 把灭刀还给我, 伸手在我的食指旁边, 打了一个响指, 食指上的血液, 顿时出现一道火光, 当火光熄灭, 伤口竟然神奇般的好了, 他神情甜淡地讲, 再看, 我看着菩萱, 那几滴血滴上去之后, 竟然好像是墨水透在了宣纸上一样, 瞬间扑染开来, 渐渐地组成了两树行小字, 酒师败向回头望, 瞒天过海得永生, 我讲, 这是什么意思, 他讲, 这菩萱是我外公留给我的, 上面记载了我们彭氏一族的秘密, 可惜的是, 我并不知道瞒天过海的具体手法, 我看见王二狗和陈泥匠都在偷偷练习瞒天过海, 还以为骆朝廷掌握了这匠树, 所以才会把这匠树传给了他们两个, 所以, 看见王二狗在守着刘寡妇的尸体, 而且也知道, 你爷爷让他把尸体交给你, 所以我第一时间就认为这是你爷爷的做出来的成品, 永生的诱惑, 谁能抵挡得住, 却没想到, 骆朝廷做出这具尸体交给你, 就是为了来困住我的, 你爷爷花几十年的时间去设计一个局, 每一个细节都把握得滴水不漏, 我输得不冤, 我问, 你会怎么样? 他讲, 之前不是给你说了吗? 魂飞魄散, 身体全烂掉的时候, 这世界上也就再无流丧衣了, 我讲, 你之前不是都能够魂魄存世吗? 到时候, 你魂魄再出来就是了, 他无奈地笑了一声, 讲, 你爷爷的手段, 你还不了解吗? 我要是能出得来, 早就出来了, 姓洛的, 十二金牌风波亭的将术, 世界皇天之遇, 以我现在的身体, 本来就撑不到十二天, 但是不弄出这个降台, 我又不甘心, 我死后降术自然会破, 你爷爷欠我们家太多, 我反正也快死了, 就不追究了, 就求你一件事, 你必须答应, 我点头, 讲, 我能做到的话, 我肯定答应, 他讲, 这身体虽然不是我的, 但好歹也待过一段时间, 而且留着也是祸害, 你把身体烧了, 带着骨灰, 去我外公老家那边找糕点的山坡, 随手撒了吧, 斤斤计较了几百年, 累了, 想回家了, 听着刘桑依的话, 我莫名的觉得有些哀伤, 但我还是问了一句, 你外公老家在哪里, 他转头看了一眼东南方向, 讲, 老司成, 另外, 你不是很想要知道, 九世败相为什么关键在于回头望吗, 你不是想知道, 你脚上为什么穿着二十三双阴鞋吗, 还有瞒天过海, 以及你那位无人体积的奶奶, 总之, 你想要知道的一切答案, 都在哪里, 建议先看二百零七章, 听完刘桑依的话, 我心里有一丝丝的激动, 因为转了这么大一圈之后, 终于有了一点明确的线索, 虽然不知道, 这老司成里到底隐藏着什么, 但总算是, 有了一个方向, 不至于像是无头苍蝇那样到处乱撞, 可是激动之后, 我不免又有一些忧伤, 我能理解刘桑依那种, 明知道她的身体, 撑不过十二天, 可还是要设立十二金牌风波亭, 这个降台的心情, 这是一种深入到骨子里的无可奈何她身为女儿, 在了解自己父母的恩怨纠缠之后, 内心本该已经是伤心透顶了, 后来还被我爷爷骗说这是鹰木阵尸, 以至于把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 不仅如此, 我爷爷还落井下石地, 埋在她一家的坟上面, 偷取他们家的运势, 这就更加可恶了, 可是, 等到她想要报复的时候, 一切都晚了, 但是如果不报复, 她内心深处又不得安宁, 说到底, 不管报复不报复, 都是煎熬, 或许死, 对她来说, 才是最好的结局, 所以当她提出这个要求以后, 我点头答应了下来, 至于她说的老司城, 我知道, 但不是很熟悉, 说是一座城, 其实就是一个小村子, 不过这村子可不一般, 它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那时候我刚好放暑假回家, 中途还特地绕路去过一次, 可是那时候不认识路, 只到了村口的那条河, 就没往里走了, 据说很快就要以景区的形式, 对外开放了, 老司城就在我们县, 距离县城不过二十余公里, 在被列为名录之前, 一直岌岌无名, 我虽然也从我爸的口中, 听过老司城的名字, 但一直没上心, 可是, 如果刘桑一说他外公的老家, 就在老司城, 为什么当初他又要搬家搬到这里来呢? 按照道理来说, 老一辈都是安土重迁, 除非是发生不可抗的天灾人祸, 要不然, 绝对不会搬家, 可是老司城距离我家的路程, 也不过是一天, 这么近的距离, 如果真的是天灾人祸的话, 也不会搬家, 就只搬出这么短的距离吧, 我在脑海里, 搜索关于老司城的记忆, 很快, 我就被自己的记忆给震惊了, 老司城, 根据历史书上的记载, 本名福石城, 应是吐司王朝八百年统治的古都, 一称司城, 老司城, 是南宋绍兴五年, 1135年, 至清雍正六年, 1724年, 永顺彭氏吐司的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中心, 吐司王朝, 彭氏吐司, 我脑子里闪过这八个大字, 也姓彭, 刘桑依的外公彭景碎, 也姓彭, 而且还是从那里搬出来的, 这么说来, 难不成, 我没敢继续想下去, 可我看见刘桑依点了点头, 他讲, 如果不是改土归流的话, 我妈就是彭家吐司王朝的最后一位公主, 而我舅舅, 就是下一任吐司, 改土归流我是知道的, 在历史上有过清楚的记载, 是明清两代为了加强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统一管理, 在云南, 贵州, 四川, 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废除吐司, 实行留官, 有一定任期的官吏, 统治的一种政治措施, 史称改土归流, 难道说, 他们彭家, 生平吗? 想到这里, 我突然想到, 我第一次站在山巅之上看到的那个场景, 现在回想起来, 那个梦境不正是吐司王朝的发家史和灭亡史吗? 那三纵五横的棋盘式布局, 不正是吐司王朝最典型的三驱建造吗? 还有那白首武, 也是吐司王朝的典型代表, 而最后, 我看到的那八旗军队, 应该就是清军前来改土归流, 吐司王朝的最后一任吐司, 最终不敌, 落败而逃。 现在看来, 吐司是逃走了, 彭家的族人却一直生活了下来, 难怪彭景岁并没有离开太远, 我估计是想着到时候卷土重来, 而他卷土重来的办法, 应该就是这九师败相的风水宝地了, 只是却没想到被王农友给设计了, 我现在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我爷爷一个鹰木阵师就把刘桑一给骗到了, 那是因为刘桑一的外公家族这边, 以前真的统治过一个地区, 所以刘桑一才想着牺牲他自己重建吐司政权, 这就好像是当年的崇祯皇帝的女儿长平公主, 那就是金庸小说里面的独臂神尼, 为什么一心想着要反清复明一样, 他们本来就可以坐拥天下, 现在被人抢了去, 换谁都不甘心, 可是像我这样的小老百姓, 就从来没想过这事, 就算我爷爷亲口告诉我, 现在有一个鹰木阵师的风水局, 可以让你家族后人当皇帝, 那我肯定会带我爷爷去精神病院看看, 说到底, 还是心态不同, 可惜的是, 刘桑一做了一百多年的美梦, 到头来都是一场空, 想明白了这一点, 总算是明白刘桑一为什么会说, 斤斤计较几百年, 太累了这话, 要是我老是想着重建吐司政权, 我也累啊, 在古代的时候或许还有可能, 但是现在是什么时代, 还想着这些事, 哼, 不累死才怪, 我还准备开口说些什么, 就被刘桑一白手打断了, 他讲, 赶紧去找张破鲁吧, 去晚了可能就没这个人了, 吴炳江这个人心心最是不稳, 至于我的骨灰, 过几天会送到你家门口, 另外, 给你两个忠告, 好好带灵匠, 小心斜匠, 说完之后, 也不光我一脸猛逼的样子, 几句挥挥手, 让我走了, 我转身离开的时候, 看见他独自坐在火堆前, 双手撑着下巴, 神情很是哀伤, 好像是陷进了过往的回忆里, 而他身后的那些纸人, 脚底突然出现一道火光, 绿色的火焰, 将他们烧得不留一丝灰烬, 身后的火光渐渐暗了, 我走得越来越远好,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深处竟然会有一些悲伤, 一想到他一个人就那样孤苦无依地死在没人知道的山洞里, 我感觉我的心就莫名地被扎了一下, 找到张哈子, 然后让他过来把刘桑仪带出去吧, 打定了这个主意, 我就按照原路返回, 然后顺着之前那些只认大军离去的方向往前走, 其实我也不知道走得对不对, 毕竟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 只能凭感觉, 而我的感觉向来不准, 走了一阵之后, 我看见前面有微弱的火光, 我心中一喜, 难道这一次被我蒙对了? 我赶紧加快脚步上前, 但是落脚很轻, 生怕脚步声会惊动那边, 好不容易走近了之后, 我看见, 地上白鸭鸭的一片, 竟然全是只人趴在地上, 那姿势, 我再熟悉不过了, 五体投地, 而他们前身的手中, 全部举着一张遗像, 看上去就好像是这些已故的人, 在朝拜着一个什么东西, 我找了一阵, 没找到张哈子的身影, 于是顺着这些只人的方向, 从他们的间隙处继续往前走, 当我终于看到张哈子背影的时候, 我有些不知所措了, 他恭恭敬敬地跪在这些只人的前面, 双手高举着一张遗像, 而他旁边就站着我的只人救公, 在张哈子的面前, 有一座圆形的小土包, 毫无疑问, 这是一座坟, 在这座坟上面有一块石碑, 上面的字被张哈子挡着了, 我向左绕了两步, 然后清楚地看见碑上面写着, 落无是知音之墓, 这竟然是我奶奶的墓, 上次找到灵匠之后, 我就在纳闷, 我奶奶的墓怎么没了, 现在看来, 竟然是被我旧公把墓给迁到这里来了, 想到这里, 我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当初, 我旧公一定要我在奶奶的墓面前磕头, 原来他那时就已经在着手迁墓了, 在我们老家, 如果要迁墓, 一定要亲人在墓前磕头, 否则墓迁魂不迁, 是犯大忌的, 他自己是指人, 磕不了头, 而且又没有身体, 磕头了, 怕是也没用, 可是, 为什么旧公要把我奶奶的墓迁到这山洞里面来, 就在这时, 我听到旧公的声音传来, 狗杂种, 过来给你奶奶磕头, 狗杂种, 在我们老家, 并非是骂人的话, 而是老一辈对小一辈的爱称, 我爷爷当年就一直是这么叫我, 说是叫一个难听的名字, 会比较好养活, 既然旧公已经发现我了, 我也就没必要再小心翼翼躲躲躲藏的了, 我走到旧公旁边, 笑了一声, 讲, 您老人家发现我了, 旧公冷哼一声, 用那种很难听的声音, 言简一概地讲, 这里都是纸人, 旧公的意思很明确, 这里都是他的人, 从我一进入这些纸人堆里, 旧公可能就已经知道, 我来了, 还亏我小心翼翼了半天, 在他眼里, 估计都是跳梁小丑的行为, 不过, 我旧公以前不都是和婴人黑猫为伴吗, 怎么这次敢用纸人了, 一想到他身边的那些黑猫, 我就一阵鸡皮疙瘩, 特别是, 如果现在的这些纸人, 全部换成了黑猫, 然后那些黑猫趴在地上, 用猫爪举着一项, 那该是怎样一种诡异的场景, 我赶紧甩甩头, 然后恭恭敬敬, 给我奶奶磕了九个响头, 这也是我们来家这边的规矩, 老一辈安土中签, 如果不是什么大事, 一般来说, 是绝对不会签坟的, 一旦签坟, 必然是全家老小, 都要参与进来的大事, 签坟前必须要百案上香, 祭祖烧钱, 祷告先祖所签原因, 幼稚词, 我不知道我舅公是不是已经做了这些事, 不过我估计, 我都懂得道理, 他没有理由不懂, 而洞土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必须要家里的长孙磕头, 如果如有的话, 应该是长子或者长女, 如果实在是没有后代, 那这坟不迁也罢, 我舅公没有去惊动我大伯, 而是让我来客这个洞土头, 说明我舅公对这方面, 比我更加理数, 难怪当初指人婆婆没有阻止我跟着舅公去, 我想, 指人婆婆估计也是知道, 舅公要给我奶奶千坟, 所以才让我放心大胆跟着去, 而舅公一直强迫我磕头, 原来是千坟这个意思, 我庆幸的是, 当初我幸好磕了头, 要不然的话, 我舅公肯定会去找我大伯, 让他来磕这个头, 我大伯那样迷信的一个人, 要是真的知道我舅公是一个指人的话, 估计当场就要吓死了, 九个响头磕完, 舅公扔给我纸钱香烛和火柴, 意思是, 让我烧给我奶奶, 弄完这些之后, 我再次磕九个响头, 前后一共十八个, 取一是一个响头通一层幽名地府, 也就是让我奶奶能够畅通无阻, 不要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刁难折磨, 十八个响头磕完, 我站起来, 看见舅公那小孩子一样的脸上, 竟然有一丝悲伤, 可是, 等我仔细看的时候, 却发现, 还是那张脸,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 想想也对, 指人怎么可能会有表情,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刚刚的那一瞬, 我的的确确从他的脸上看到了悲伤, 我看了一眼张哈子, 这才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身上的衣服被脱掉了, 光着上身跪在原地, 双手高高地举着我爷爷的遗像, 我问舅公, 舅公, 你这是, 舅公讲, 上次他到太平间, 把老子低音人, 黑猫都吞了, 要不然, 我也不得用指人来祭拜你奶奶, 我皱着眉头想了一下舅公的话, 我记得, 上次在太平间地下四楼的时候, 我舅公的那些黑猫, 确实是把张哈子压在身下, 还堆成了一座黑猫小山, 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些黑猫全部都不见了, 我当时以为是张哈子用了什么AOE的将术, 把这些黑猫给全部打散了, 现在听到舅公这么一说, 看来还不是那么简单, 我问, 什么叫做吞了, 我看见舅公看了我一眼, 没有回答我, 反而是问我, 你不是去过张家村了, 难道哈不晓得他们张家低秘密, 我讲, 他们张家的秘密很多, 不晓得舅公讲的是哪一个, 舅公指了一下张哈子, 然后讲他身上低纹身这个, 我点点头讲, 这个张哈子倒是给我讲过, 说是他们老一辈留下来的东西, 可以帮助他施展将术, 舅公, 你晓得撸啊录游戏不, 就相当于那个游戏里头的加成buff, 舅公睁着圆鼓鼓的眼睛盯着我, 没有讲话, 我晓得他并不晓得撸啊录这款游戏, 说实话, 被舅公这么一言不发地盯着, 我还是有些心虚, 虽然不远处就有一堆小篝火, 但是周围的环境实在是太诡异了一些, 不害怕不行, 你如果自认为自己胆子很大的话, 你可以大晚上的就点一根蜡烛, 和一个指人对视, 看看会不会发现什么, 劝你最好别视, 否则你很可能看到指人对你眨眼, 于是我继续解释, 我讲, 这就好像是单药, 吃了就会功力大增, 我看见舅公的脑袋轻微的晃了晃, 应该是点头表示了解了的意思, 但是, 他却讲, 的确是这样, 不过他只给你讲了一半, 哈有一半他没讲, 我问, 另一半是吗字? 舅公指着张哈子背上的纹身讲, 你晓得这个东西纹低是吗字不? 我于是又看了好几眼, 按照道理来说, 能够起守护作用的, 不应该都是这些神兽吗? 可是张哈子背上的这个纹身, 不像龙也不像凤, 更加不像是那些圣兽, 甚至是和那些所谓的圣兽, 还相差甚远, 我只好摇头, 表示确实没见过这东西, 舅公讲, 狗杂种, 落朝廷给你讲过没, 人死为鬼, 那鬼死楼是吗字? 我一愣, 讲, 人死楼为鬼我知道, 但是鬼还可以再死一次, 舅公讲, 看来那个家伙没给你讲过, 人死楼称之为鬼, 我们低形化叫做阴人, 但是如果阴人再死一次, 就称之为你, 上见夏尔是为你, 读音为GG, 这个字你应该见过, 我确实见过, 就是在太平间地下三楼的时候, 张哈子让我们写些人的牌位, 他写的就是张宁, 当时我还以为是张建老爷子, 因为这个你字本来就是多音字, 有三种发音, N I, GN, G, 我之前只知道前两种, 现在才知道, 原来还有第三种发音, 但是, 这个字和张家村的秘密, 以及张哈子的纹身, 又有什么关系, 舅公指着那纹身讲, 在这个世界上, 哈有一种动物, 也叫这个名字, 而且以鬼为食, 你看到底这头畜生, 就叫做泥, 诡异的事情我见过的也不少了, 但是今天, 舅公给我说的话, 还是震惊了我, 我是如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居然还有以鬼为食的动物, 而且居然就纹身在张哈子的身上, 也就是说, 上次张哈子被鹰人黑猫给压着的时候, 就是被这家伙给吃了去, 舅公冷哼一声讲, 几十年的家当, 全被这家伙一张口吞没了, 要不然, 现在跪在这里, 低哪里轮得到他, 果然如此, 我还以为张哈子当时使出了什么绝技, 没想到是这个家伙, 帮了他的忙, 因为那些鹰人黑猫, 全被张哈子的纹身吞了, 所以现在张哈子跪在这里, 也就相当于那些鹰人黑猫跪在这里, 我看了一眼纹身, 心想, 是不是也找个时间, 舅公再次冷哼一声, 讲, 你想都不要想, 我正惊讶, 舅公怎么知道我的想法时, 瞬间明白过来, 我舅公可以看穿一个人的心思, 舅公继续讲, 等他醒了, 你可以问一下, 他们张家为哥这么一头畜生, 付出了好大地代价, 当初要不是落朝廷用九个小人时刻镇住张家村, 嘿嘿, 哪里哈会有张哈子这么一号人物, 他们张家号称无间之地, 从来没得因人去探娘堤无间之地, 不过是因为地里面埋哥这头畜生低身体, 魏莫子会没得因人, 哈不是因为都被这头畜生一口吞唠, 我已经彻底的震惊了, 我怎么也没想到, 这里面居然还有这么一段, 而我爷爷竟然也参与了其中, 可是, 那九个小人时刻, 不是为了镇住那口拒关的吗, 怎么又变成了镇压你这个动物了, 但是, 舅公好像并不给我缓冲的机会, 他继续讲, 你难道当真以为他们张家村低人, 是靠不断自身轮回, 才让魂魄拉格利海地, 哈是放他娘堤狗屁, 你本事了, 实话给你讲, 在梅的身体低情况下, 都能施展匠术, 除搁他张哈子, 世间再无低二人, 就算是你爷爷落朝廷都办不到, 靠低是吗子, 还不是这头畜生, 我感觉我的脑容量, 已经不够用了, 理了好一阵才反应过来, 我问, 所以, 这就是他们张家村的秘密了, 舅公微微摇了摇头讲, 这只是很粗浅低, 真正低秘密, 你自己问他, 姓张低, 你在装死, 你信不信我真低让你死了, 我听见张哈子黑黑一笑, 然后站起来, 把我爷爷的一项交给我, 对我舅公讲, 前辈, 有话好好讲, 千万莫起火, 起火伤肝, 我舅公朝着张哈子的脑壳, 一巴掌拍过去, 放你娘地狗屁, 老子哪里有肝, 舅公的这一掌拍过来, 其实速度并不快, 就算是我都能够躲过去, 但是张哈子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任由舅公的那一巴掌拍在他的头上, 后来我问张哈子, 为什么不躲开, 张哈子讲, 你压得和一个指人叫什么劲, 他全身都是指蝴蝶, 难道哈能把你打痛了, 我当即就给张哈子竖了一个大拇指, 但是很快他又补充了一句, 关键是老子打不过他, 不让到他不行, 我听完顿时雨节,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舅公拍了这一巴掌之后, 火气也消了些, 他问我, 刘桑依那个老婆娘给你讲楼土四王朝低事, 我心里一惊, 这也被舅公给看穿了, 于是我点点头, 讲, 没讲多少, 只是让我带他的骨灰去老司城, 所有谜题的答案都在那里, 舅公讲, 他自己小的低就不多, 加上有些事情不是可以乱讲低, 他虽然死了, 老司城哈有一寨子低人, 这个罪过他惹不起, 听舅公的意思, 好像他对土四王朝也了解一些, 但是他这话也很明确了, 他也是不可能告诉我的, 说到底, 这些问题的答案, 还是要我自己去探寻, 舅公对着我讲, 你们去低时候小心点, 我和你爷爷去过一次, 那个地方有点邪门, 你到现在都哈不晓得, Longer当一个匠人, 你屋又只有你一个, 更加要小心, 我听完这话, 笑着问他, 舅公, 你这是在关心我, 舅公一巴掌拍过来, 放你娘地狗屁, 老子这是, 怕我妹妹后继无人, 她的妹妹, 自然就是我的奶奶, 不过话说回来, 被人关心的感觉, 还是挺爽的, 特别还是一个曾经, 让我怕得要死的舅公, 我看了一眼我奶奶的坟, 比以前的那个, 不知道要气派多少, 于是我好奇地问, 舅公, 不是蒋老一辈都安土中千卖, Longer把奶奶低坟签了, 舅公用那圆鼓鼓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然后转身, 看着张哈子讲, 姓张低, 你看得出来, 是为么子不, 张哈子看都没看, 而是先问了一句, 吴奶奶低老屋原来是到哪里, 我讲, 我们发现灵匠的那里, 张哈子听了之后, 很是诧异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二话不说, 就一脚踢过来, 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你不早讲, 老子当时就觉得奇怪老, 魏莫子那里一座坟都没的, 石器倒是拦个重, 害得老子到山上转老一圈, 都没找到半个老屋, 你个狗日地, 你要是早点讲老, 老子也不用做那些无用工, 我讲, 你们叫人做事, 我晓得个屁, 当时你又不讲清楚, 我浪个晓得, 你搞磨子去老, 我后来还以为, 你是去找十二金牌风波亭的降台去了, 张哈子提脚就准备再踹, 我赶紧绕到我旧宫后面, 你踹一个试试, 张哈子指着我的鼻子讲, 你旧宫能护你一辈子, 你给老子等到, 等出老牛角洞, 老子打得, 你连你妈都认不到, 我小声嘀咕了一句, 我就是化成灰, 我妈都认得到, 张哈子大骂, 这个时候, 我旧宫咳嗽一声, 张哈子顿时就怂了, 脸上堆着笑容讲, 玩笑, 前辈, 开玩笑, 你也晓得你这个孙子, 不打不成气候, 哦, 对对对, 接到刚刚那个话题讲, 魏梦子要签坟呢? 我当时到那座山上, 急到找坟, 没细看那块地是梦子格局, 不过大致晓得, 登高望远, 备有靠山, 前有玉带, 都讲名坟暗屋, 那块地绝对是一块风水宝地, 不过可惜了, 就公问, 郎个可惜了, 张哈子讲, 前辈, 我讲句不好听地话, 你千万默契活哈, 地是好地, 但是埋地人不对, 我插口问, 哪里不对, 难道我奶奶埋当大里还不对了? 张哈子讲, 你听过老人上山, 人选地, 地选人这句话迈, 我一脸猛逼地讲, 什么子意思? 他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这都没听过, 你是不是农村人? 老人上山, 讲地就是人死老, 要上山埋人, 埋人第一话, 就要找块风水宝地, 这叫喊过人选地, 但是有些地, 就算是风水先生看好老, 一定是一块风水宝地, 但是有些人埋进去老, 不仅不能兴望后人, 反而哈让子孙后代遭罪, 这就说明, 这个人没得这个福祉, 背不住这块好地方, 受不得他第一好处, 这叫喊过地选人, 张哈子看我不是很懂的样子, 继续解释, 简单来讲, 这就好像是一个人吃不要, 不要虽然是好地, 但是你这个人身体本来就不行, 一哈进补, 拉个好地补药, 反而会补出事,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好地方都能够埋人进去, 哈要看那个人有没的那个气韵, 承受那种好地方, 也要看那个人低后人有没有那个命, 得到那个好处, 所以朱元璋他爹老子那坟, 你喊其他人埋进去试一哈, 分分钟断子绝孙, 哈有你爷爷那个坟, 你换一个人试试, 你们全村都要死, 我点点头, 表示理解, 我讲, 所以讲, 我也是有那个命, 才受得起我爷爷给我留下的福祉对不, 张哈子冷哼一声讲, 岂止是有那个命, 简直, 我救公恰如其分地咳嗽一声, 打断了张哈子的话, 张哈子嘿嘿一笑讲, 前辈, easy, 放轻松的意思, 我有哈数, 不得乱讲低, 救公冷哼一声, 没讲话, 张哈子继续讲, 但是递选人哈有一种可能, 哈错错, 你猜一哈, 是哪种可能, 我想了想, 按照张哈子的逻辑来讲, 既然的选人是看这个人有没有气韵承受这块地, 而且他刚刚讲的都是, 这个人的气韵不如这块地的情况, 那么剩下的可能就很明显了, 那就是这个人的气韵比这块地还要好, 张哈子一拍大腿讲, 我日你, 巫个仙人板板, 就是这个意思, 你郎哥也有灵犯低时候吗? 难道是因为吴奶奶千分老? 不过讲实话, 那块地虽然是风水宝地, 但是要承受吴奶奶这种人, 哈是差一点火候, 哈错错, 你晓得现在这块地是墨子风水格局不? 我正准备看一眼, 但是一想到, 我就算是看了也不知道, 于是立刻摇头讲, 不晓得, 张哈子一副我就晓得你不晓得的样子讲, 这里上头有十栋风天, 所以不见天, 身居幽洞, 就算是有太阳也看不到, 所以不见日, 综合起来就喊过, 遮天蔽日, 你哈, 记得到你爷爷是用墨子手法, 偷朋家人低气韵低不? 我讲, 偷天换日低手法, 张哈子再次拍一把大腿, 讲, 折呀, 一个遮天, 一个偷天, 一个闭日, 一个换日, 我日你, 屋个仙人板板, 他们两口子配合得天衣无缝, 他妈低, 简直是把整个天地都不放在眼里, 你自己讲, 这种大手笔, 一般人敢用不? 莫讲敢不敢用老, 就算是想, 都不敢想,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你个狗日低哈错错, 老子郎哥就没得这样, 低爷奶奶, 草他妈低, 我已经被张哈子的话弄得无比震惊了, 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我爷爷和我奶奶竟然在死后那么多年, 都还有这样的大手笔现实, 我不得不看向旧公, 毕竟他才是这个手法的实施者, 可是他却对我讲, 莫看我, 不是我想到低, 这是你奶奶去世前就设想好了低, 要不然, 你以为老子真低愿意到, 你们王家村呆郎的多年, 什么? 这是我奶奶的构想, 果然是人以群分, 物以类聚, 爷爷那么牛逼, 我奶奶怎么这也不应该差到哪里去, 现在听旧公这么一说, 看上去我奶奶并不比我爷爷差, 甚至更胜一筹, 毕竟我爷爷只是偷天, 而我奶奶敢折天, 张哈子讲, 哈错错, 这哈没完, 你看到这坟前头低那些阶梯没? 我点头讲, 我晓得, 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了, 他讲, 如果老子没数错, 一共是三十三阶, 你晓得这代表吗子不? 我摇头, 但是我晓得肯定不简单, 他深吸一口气, 然后才讲, 我日你, 屋个仙人板板, 这里有山洞, 又有三十三阶梯, 这代表三十三洞天福地, 听到张哈子说完这话, 我很是纳闷和不解, 我问张哈子, 你压得是不是脑子抽风了? 张哈子少有的, 一脸猛逼问我, 郎弟, 难道你不觉得, 这个很牛逼卖? 我讲, 牛逼你屋大眼, 三十三天是佛家的东西, 洞天福地是道家的东西, 这两种东西能混在一起, 你逗我玩呢? 欺负我不懂行情是不? 我是不懂将术, 可我书看得多啊, 佛家道家的, 不说精通, 至少都有涉链, 用一句很流行的话来说, 我可是上过小学的, 你别想骗我, 张哈子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你懂个屁, 莫到老子面前扯佛家, 一个外来滴东西, 讲来讲去, 都是叫人忍辱负重不作为, 全部都是扯几把卵谈, 你自去问一下, 现在佛家滴发源地印度, 还有哪个是信佛滴? 根本就没的, 现在都是信仰印度教, 这说明什么的问题, 这说明佛家滴东西, 根本就没得卵用, 现在, 也就我们国家哈有人性, 真他妈讽刺, 讲到这里的时候, 张哈子顿了一下, 然后接到讲, 不过话讲回来, 这33天确实是现在佛家才讲滴, 道家滴是36天你看撒, 就是要比他们佛家滴多出三重天来, 之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把佛道分得拉个清楚, 一个最重要滴原因, 就是因为好多人不懂这里面滴精髓, 其实讲来讲去, 佛也是道, 道哈是道, 33天也是道家滴东西, 我晓得你个哈措措听不懂, 你就拉个理解, 吴奶奶这座坟, 是浮道两家滴结合, 这么讲, 你是不是理解佛, 我点头讲, 你早这么解释, 不就可以佛, 进扯些没得用滴, 浪费时间, 张哈子差点就一脚踹过来, 还好我只能舅公在前面挡着, 他深吸一口气, 这才继续讲, 前辈, 你搞出拉个大滴架势, 你就不怕吴奶奶, 受不住这宝地低气欲, 到时候吃亏低哈, 不是这个哈措措, 舅公讲, 你以为老子不懂这个, 要不然, 魏梦子一开始没埋到这里, 而是要狗杂种去过你们张家村咯, 才千分, 张哈子讲的话, 我多多少少还能听懂, 这个应该就是他之前, 讲的那个人选帝, 帝选人的事情, 但是舅公的这话我没懂, 我奶奶千分, 和我去不去张家村, 又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张哈子却是一副恍然大悟的讲,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落朝廷啊落朝廷, 你果然不愧是老子低偶像, 这些事情都被你提前算到老, 难怪叫人圈子里面, 低人都把我排到你后头, 这一次老子是彻底服气老, 我则是一脸猛逼的问张哈子, 这又是郎个回事, 张哈子讲, 你哈, 记得到你到张家村低时候, 我给你讲过你得到老天大地便宜不, 我讲, 记得到, 但是你没给我讲到底是吗子, 他讲, 你不需要晓得那个是吗子, 你只要晓得, 你奶奶低坟之所以可以迁到这里来, 就是因为, 你得到老那个天大地便宜, 要不然, 屋奶奶这座老屋一迁过来, 你要死, 你爸妈要死, 你屋都要死, 听到这里我有些后怕, 我讲, 有这么严重, 张哈子讲, 只会比这个更严重, 你想一哈, 这个牛角洞到这个地方, 又不是最近几十年才有低, 肯定是几百年前, 甚至是上千年前就存在低老, 难道当初低棚紧碎和王农友, 没发现这块风水宝地, 肯定发现老, 但是魏莫子, 他们都没敢死后埋进来, 福帝等福人, 还不是因为他们背不住这块地低气域, 他们子孙后代, 也没得人受得住这块地带来低好处, 要不讲你爷爷手段厉害, 这种事都敢搞, 万一没搞好, 嘿, 就真低段子绝孙老, 我感觉张哈子的话, 比山洞里面的寒气还要冷, 听到我后背一阵发凉, 我真想问一下我爷爷, 当年他设计这些局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后果, 有没有考虑过他孙子我的感受, 万一, 万一这中间哪一个环节出了差错, 不需要太大, 只需要小小的一个差错, 他就段子绝孙了, 难道他就这么有自信会成功, 张哈子讲, 你莫忘记老, 还有吴前辈到这里手到起低, 要是前面低那些环节有错误低, 前辈也不得牵这座坟, 一环扣一环, 低水不漏, 我日你, 屋个仙人板板, 这他妈低, 就是你爷爷低手段, 而且, 不仅对他自己狠, 对你们这些后人更狠, 狗日爹, 老子这辈子都赶不上他低水平老, 讲完之后, 我看见张哈子看了一眼我手中我爷爷的遗像, 那眼神里面有一种炽热, 我知道, 那叫做崇拜, 张哈子的眼睛本来就小, 但是我还是看出了他的眼神, 这只能说明他是真的佩服我爷爷, 不仅仅是他, 我想, 我舅公也是佩服我爷爷的, 要不然, 他也不会在这里守这么多年, 就是因为他相信我爷爷部的聚会实现, 所以才在这里苦苦守候, 想到这里, 我心中对我舅公的胸襟不禁佩服起来, 当年我爷爷也算是杀他的凶手, 而且还是受尽了三天三夜的折磨, 才血劲死, 按道理来说, 这里面的怨恨, 就算是将仇人千刀万剐都不为过, 可是我舅公还是按照我爷爷和奶奶事先的安排, 在这里等了这么多年, 就为了牵这座坟, 我想, 我舅公这些年来肯定过得很苦, 一个人孤苦无一的, 连都说话的人都没有, 陪着他的, 只有那些鹰人黑猫, 躲在这个山洞里面, 一日复一日和蹲监狱一样, 而且还是无期的, 简直比死了还难受, 想到这里, 我就感觉我的心被狠狠地扎了一下似的, 我知道, 那是心痛的感觉, 舅公讲也不算是无期, 至少老子第一任务已经完成了, 他刘桑依不是已经把扇子给你割卖, 老子坟也签完了, 算时间, 老子哈要快他一脚, 所以应该是老子赢了, 狗杂种, 接下来你晓得去哪里喽不? 我点头讲, 吐四王朝, 我看见旧宫微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然后用那听起来似乎并不怎么难听的声音讲, 行喽, 几十年前就该死敌人喽, 多活了这么多年, 也是时候下去报道了, 张哈子, 借个火? 张哈子点了点头, 然后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恭恭敬敬地给我奶奶磕了十八个响头, 这还不算, 他并没有站起来, 而是转向又对着我旧宫磕了三个响头, 讲了一句, 前辈迪恩, 张家世代铭静, 我再次猛逼, 等张哈子站起来之后, 我问张哈子, 你谢我旧宫搞吗子? 他讲, 要不是他在太平间地下四楼帮我放雪, 我就不是我老, 我讲, 你这话等于没讲, 我哈实不懂, 他叹一口气讲, 唉, 你以后就懂了, 我们这一辈人啊, 欠上一辈地太多了, 讲完之后, 他转身看着我旧宫讲, 前辈, 准备好老迈, 旧宫没讲话, 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我看见张哈子一弹手指, 一道绿色的火焰顿时阴盛而起, 等等, 旧宫说的这个火, 是指这个绿色的火焰, 这一烧下去, 旧宫岂不是连灰都不剩了? 我问我旧宫, 旧宫, 你干什么? 我旧宫没讲话, 只是睁着眼睛看着我, 还是以前的那张诡异的脸, 还是以前那双圆鼓鼓的眼睛, 脸上没有半分神情, 眼睛里也没有丝毫情感, 可是, 我却一点也不觉得害怕, 反而觉得她的神情里充满了长辈的慈祥, 一道绿色火焰从我旧宫的脚下升起, 没多久就将她整个身子吞噬, 犹如空气一般, 消失得无影无踪, 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 可是, 她之前站立的位置, 却有一双黑色的鞋子, 整整齐齐地放在原地, 我认识这种鞋子, 和我脚上穿的那二十三双阴鞋, 一模一样, 就在这时, 空中一个我有些陌生的声音传来, 她讲, 狗杂种, 你穿到齐, 世人皆知, 我们还将一脉十三太保落子定, 却不晓得念四阴鞋乱天命, 这声音过后, 整个山洞里面就变得静悄悄, 安静地能够清晰地听见我和张哈子的呼吸声, 我看着那双阴鞋, 我问张哈子, 穿还是不穿, 她讲, 穿仨, 反正你脚上都有二十三双老, 他怕多穿一双, 在蒋老, 你没听到她讲念四阴还乱天命, 我讲, 那什么子意思, 张哈子讲, 老师, 你再次问老一个很有水平地问题, 还没等他讲完, 我就急忙打住他, 因为我晓得, 他一般讲出这话, 就表明他自己也不晓得, 我讲, 你不用讲老, 我穿就是, 于是我脱下鞋子, 把那双阴鞋穿上, 当我穿上第二只鞋子之后, 脚刚落地, 我就看见地面上一个白色的八卦, 一闪而逝, 紧接着, 脚上的那双阴鞋竟然也消失无影无踪了, 就好像从来没穿过一样, 我和张哈子大眼瞪小眼瞪了一阵, 都没有任何异常发生, 张哈子打破沉默奖, 哈士把你自己孩子穿到, 你脚上这股味道, 不是我讲你, 真低是辣眼镜, 当我穿上自己鞋子的时候, 那些趴在地上的纸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也开始燃起一道道绿色的火焰, 使得整个山洞, 先是一片绿色, 最后恢复黑暗, 唯独坟前左侧的那里, 还有一小堆的篝火, 在江西未熄, 过了几个呼吸之后, 我才想到, 这个声音我以前听见过, 还是在重庆医院太平间地下四楼的时候, 我救公就是用这声音骂张健和我爷爷的, 这应该才是我救公原来的声音, 只不过他变成指人之后, 声音就彻底地改变了, 一个人, 连自己的样子, 没了, 就已经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了, 而我救公, 不仅仅没有了自己的模样, 连自己的声音都没有了, 我已经不能够继续想象, 这该是怎样的一种悲哀, 几十年来, 一开口说话, 就是另外一个声音,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都已经快要忘记他自己的声音了, 我突然想到, 一个画面, 漆黑的山洞里, 我救公应该就坐在我奶奶现在这座坟的位置上, 没有丝毫的光线, 下面的那些台阶上, 趴满了密密麻麻的黑猫, 可惜颜色也和这山洞的色彩一样, 只能看见一双双绿悠悠的眼睛, 我救公就那样坐在这里看着他们, 他们也就那样安静地看着我救公, 没有任何声音, 一天又一天, 一直过了六十年, 莫名的, 我一阵心痛, 我觉得我救公一生都是绝望的, 他和刘桑一不一样, 但是却又是那样的相似, 似乎只有死, 对他们两个来说, 才是最好的解脱, 我问张哈子, 我救公会上天堂吗? 张哈子看了一眼四周, 说了一个字, 会, 我知道张哈子这是在骗我, 因为在他们匠人的世界里, 根本就没有什么天堂医说, 天堂这种说法, 是外国人才有的, 在我们国家, 不心这一套, 但我还是宁愿相信他说的话是真的, 我不知道, 我救公一生中有没有做过什么坏事, 但是, 就他对我做的那些事而言, 他绝对是一位慈祥的长者, 如果真有天堂, 我希望他在人间受尽了这么多苦难, 能够去那里享福, 正在我悲伤的时候, 手指突然一阵刺痛, 我低头一看, 张哈子不知道什么时候, 用竹签在我的左手食指上扎了一个孔, 然后滴一滴写在菩膳上面, 再一把抢过菩膳, 翻来翻去, 终于看见了上面的那两行字, 我以为张哈子会很震惊, 却没想到他看完之后, 他就把菩膳扔给我, 捏着我的左食指, 挤出一滴血来, 滴在一个小小的竹筒上面, 等那滴血滴上去之后, 张哈子一挥手, 一张白色的纸贴在我的手指上, 那个伤口立刻就没了, 而张哈子自己, 则是走到小篝火旁坐下, 拿起小灭刀, 开始雕刻起来, 我问他, 这是在干嘛, 他讲, 你不是想让你救公上天麦? 他魂魄困到这里头, 拉个上去, 我讲, 我救公低魂魄魄还在这里, 他讲, 屁话, 不到这里, 难道哈能上天? 听到这话, 我朝着山洞喊了几声, 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我问张哈子, 我救公拉个不回我话, 张哈子讲, 你长得太愁了, 他不想张你, 理你的意思, 后来我才晓得, 张哈子以前讲过, 魂魄和身体必须配套, 我救公生活的那个纸人, 虽然有他们张家的手法加持, 但是那个纸人的脸上, 毕竟是破了一个洞, 这就好像一碗水, 里面的水一直在往外面流, 总有一天会流干净, 而我救公这么多年来, 一直在纸人里面, 魂魄早就已经受损严重了, 按照道理来讲, 很早就应该灰飞烟灭, 但他还是撑到了现在, 也正因为这样, 所以救公在纸人身体被烧了之后, 魂魄应该是虚弱的, 不知道藏在哪里去了, 人怕鬼三分, 鬼怕人七分, 这个道理谁都知道, 更何况, 我救公现在应该是意识模糊到, 连他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吧, 他之所以还能够坚持这么久, 就是等着给我奶奶把坟签完, 想到这里, 我感觉我的眼角有泪, 当张哈子停止手中动作的时候, 我才发现, 他雕刻的是曲曲龙, 一共两个, 他扔给我一个, 讲, 他应该就到附近, 你找一哈, 不管什么紫虫虫, 看到老旧装进去, 那个就是你救公, 我讲, 这样会不会太草率了些, 张哈子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你以为老子拿你开玩笑, 你爷爷死了第二天, 你没上坟捉虫虫, 我讲, 没有, 我爷爷当时爬出来了, 张哈子一拍脑壳, 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和你到一起久老, 都被你拉低至伤老, 差点把这件事忘记了, 难怪你会不晓得, 我跟你讲, 按照我们这边低习俗, 老人家下葬之后, 第二天清早, 必须要上坟枯坟, 边枯边围到老屋打转转, 喊老人家低称位, 一边喊他快回来, 一边到老屋上投翻泥巴, 翻泥巴搞麻子, 找虫虫, 子孙后代哪个最先找到, 就说明老人家最疼哪个, 以后也会保佑哪个, 这个虫虫, 就是老人家低魂, 这个习俗我倒是听讲过, 但是从来没有去做过, 当然了, 也不希望以后去做, 我和张哈子一人举着一根火把, 另一手拿着曲曲龙, 蹲在地上仔细找, 我一开始还以为在这么阴冷潮湿的环境里, 要找到一个小虫子, 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 可是找了一圈下来, 屁都没看见一个, 我问张哈子, 是不是你刚刚那把火火后没掌握好, 把我旧宫给烧没了, 张哈子讲放你娘地狗屁, 赶紧找, 再不找, 天都黑老, 你往东边, 我往西边, 莫走远, 实在找不到, 就回来碰头, 先出去, 后面再来, 我点点头, 心想, 只能这样了, 我举着火把, 朝着东边的那条小路蹲着走过去, 眼睛紧紧地盯着地面, 生怕错过任何一只虫子, 我找着找着, 突然觉得后脑勺有点痒, 于是伸手挠了挠, 还以为是好久没洗头了, 所以才痒, 可是头皮上好像没长什么东西, 我心想, 可能是头皮屑, 于是也没多在意, 只想着, 快点找到代表着救公的那只小虫子, 可是蹲着往前走了几步之后, 后脑勺又痒了一下, 于是我又下意识地伸手挠了一下, 还是什么都没有, 这一次我觉得有些不正常了, 赶紧转身看了一眼, 可是除了我之外, 就只有远处那堆小篝火了, 我很是闷闷地摇摇头, 难道产生幻觉了, 于是我转过身来, 继续往前找, 可就在这时, 我无意间看了一眼我在墙壁上的影子, 我清楚地看见, 在我蹲着的影子的身后, 竟然还站着一个小孩子的影子, 而那个影子的脑袋, 前后各有一条辫子, 刚刚我后脑勺发痒, 就是因为前面的那条辫子, 在走路的时候, 不经意间碰到了我的后脑勺, 一个悠悠的声音传来, 大哥哥, 你是在找我的脸吗? 这不就是那个, 消失在鱼塘里面的小女孩吗? 我都已经多久没见过她了, 为什么现在又跑出来了? 而最关键的是, 不是说阴人是没有影子的脉, 为什么她会有影子? 我基本上都没有多想, 本能的反应就往前面窜了出去, 然后轮着火把转过身来, 火把的高度不高, 刚好到我的腰间, 这是根据那个影子的身高来调整的, 可是我轮了一圈, 除了把火把给轮灭了以外, 什么都没有看见, 什么也没轮着火把砸在空气上的感觉, 和砸在东西上面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当我看见那个小女孩影子的时候, 我就已经没有心思再去找我救公的魂了, 真不是我不想找, 而是我担心再这样下去, 就不是我找我救公的魂了, 是张哈子来给我收魂了, 手中的火把灭了之后, 只有我奶奶坟前的那一小堆篝火还有光亮, 我几乎想都没想就朝着那边跑去, 按照道理来说, 我刚刚蹲着走过来, 就算走得再快, 也不可能走多远, 加上那堆小篝火就在我眼前不远处, 以我全力奔跑的速度来算, 最多最多一分钟也绝对跑到了, 可是, 我印象里, 我跑了绝对不少于三分钟, 而那堆小篝火还是遥遥无期的样子, 我甚至是有一种错觉, 那就是, 我刚刚跑了那么久, 根本就是在原地踏步, 就好像是在跑步机上跑一样, 人累得半死, 但是身体还是在原地, 如果手里的手把还亮着, 我还能看到我脚下的地面, 是不是在和我一样往前进,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是跑到死, 也跑不到那堆小篝火那, 可惜的是, 我手里只有一根烧火棍了, 起不到照明的作用, 之前的灭刀插在篝火旁, 本以为没事, 谁能想到, 竟然会惹出来那个小女孩, 再这么跑下去, 肯定不是办法, 人非要累死不可, 我已经很久没好好休息过了, 饭也吃不好, 近来我都已经感觉到, 我在阵发性的发晕, 也不知道这会不会是什么严重的病情先兆, 如果是, 我还真没治病的钱,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没跑多久, 我就是真的跑不动了, 气喘吁吁地撑着膝盖, 弯腰在那里盯着前面那劲在咫尺, 可就是跑不到的小篝火, 篝火的光量越来越小了, 我敢肯定, 再过一会儿, 那堆小篝火肯定会熄灭, 到时候, 整个山洞都将重新恢复成黑色, 而就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躲着一个脑袋前后, 都扎着一条马尾边的小女儿, 一想到这个场景, 我都吓得一阵哆嗦, 于是我再次往前跑, 可是结果还是一样, 我就那么二了, 为什么我这么努力了, 可还是跑不到那个地方呢, 要说是鬼打墙, 也不太像, 毕竟鬼打墙的话, 我不会像现在这样, 会绕着某个东西转, 而不是一直原地踏步, 鬼拉人, 突然想到这样一个名词, 这不是我爷爷以前给我讲的故事, 而是以前夏天的时候, 在院子里掰玉米, 我爸说出来的一件事, 说是隔壁村的老张, 晚上从镇上回来晚了, 经过了一片坟地, 他明明记得自己走得很久了, 但就是没走到家, 而且越走越费力, 就好像是身后, 有个人在拉着他一样, 他当时也知道, 是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而且也害怕, 可就是不敢停下来, 因为一旦停下来, 很可能就再也走不回去了, 所以, 老张就那样走了一夜, 第二天被人发现的时候, 才发现他的衣服, 被坟头的花圈给挂住了, 而他本人还闭着眼睛走着, 老张被村民带回去以后, 大病了一场, 养了好一阵才缓过来, 这件事, 我爸说完以后, 我爷爷就讲了三个字, 鬼拉人, 想到了这里之后, 我的思路瞬间就打开了, 这就好像是一把钥匙, 打开了一扇门, 门后面的那些记忆, 一股脑地都跑了进来, 我回想了, 当时我问我爷爷, 如果遇到鬼拉人该怎么办的场景, 虽然记忆还是有些模糊, 但多多少少还能记着一些, 于是将我爷爷当时说的那些片段般的话整理了一下, 然后趁着还有火, 我还能看见一点影像的时候, 我赶紧捏了一个生活手势, 在自己的肩膀上各自拍了三下, 然后一手拿着火把棍, 一手拿着曲曲龙和菩萨, 一步一个脚印地往篝火那边走去, 这次的走法和之前不太一样, 之前只顾着一心一意往前跑, 根本就没有留意身后的事情, 而这一次, 我是往前走三步就用菩萨在屁股后面扇一下,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是我记得爷爷以前讲过, 这叫做三步一挥手, 我也不晓得具体的作用是什么, 但是死马当活马一呗, 反正我现在是没招了, 我边走边想, 这三步一挥手和陈先生当初走三步拍一下鞋子, 好像有一些相似都是冯三就做一个什么, 或许这就是匠人世界里的一个规律吧, 只不过每一脉的手法可能不一样, 陈先生是拍鞋子, 我爷爷是挥扇子, 林匠和张哈子, 是用的什么手段, 我还真不知道, 或许以前遇到过, 但是我好像一时之间有些想不起来了, 这一点让我很震惊, 按照道理来说, 只要是我用心去记了的, 一般都不会忘记, 可是现在, 我总感觉好像有一些东西在渐渐的离我而去, 但是具体是什么, 我却记不起来开玩笑, 要是记起来了, 我也就不会忘记了, 也正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忘记了什么, 所以才觉得震惊和害怕, 按照我爷爷的方法, 我看见那堆篝火, 变得清晰了些, 也就是说, 我的确是往前走了一段路, 看来还是我爷爷的手段管用, 就在我准备继续往前走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兴奋还是什么的, 只走了两步, 就往身后挥了一下蒲扇, 而这一次, 我明确地感觉到, 我手中的蒲扇拍到了什么东西上面, 我还没回头, 就听见一阵悠悠声音传来, 大哥哥, 你打到我的脸了, 你这是要赶我走吗? 我被吓得连连挥了好几下蒲扇, 每一扇都打在了小女孩的身上, 我听见他声音淒厉地讲, 大哥哥, 我在你身后跟了几十年了, 难道你都不知道吗? 大哥哥, 既然你不帮我找我的脸, 那我就自己找了, 大哥哥, 我给过你机会了, 是你自己不答应的, 所以, 就算我这么做了, 爷爷肯定不会怪我的, 这话听得我一头雾水, 可是他这话说完, 我的蒲扇就没有再拍到他, 于是我再也顾不上什么三不一挥手, 急急忙忙就朝着那堆篝火跑去, 而这一次, 竟然也出气地顺利, 没多会儿就跑到了篝火的地方, 也就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发现, 那堆篝火好像变得莫名地模糊起来, 但是没关系, 张哈子已经从对面走过来了, 只要张哈子来了, 那个小女孩, 竟然应该就不敢再来了, 于是我赶紧快步迎上去, 可是跑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停了下来, 因为我看见的那个身影, 走起路来有些奇怪, 她的双手, 不是像正常人那样前后摆动, 而是两条胳膊伸在身前, 就好像, 是瞎子摸路那样, 我心想, 张哈子虽然眼睛小, 但是他并不是真的瞎, 相反的, 在看美女的时候, 眼睛贼亮, 可是他为什么要伸着手, 摸索着向前走呢? 我停住脚步不敢再往前, 看到这个手势, 我第一反应想到的, 就是电影里面的那些僵尸, 如果真的是僵尸, 也不知道我的镇魂灵管不管用, 我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我的脖子, 这一摸, 我差点吓死, 我竟然没摸到镇魂灵, 而是摸到了一条马尾辫, 而且, 我手中的菩萨, 蛆蛆龙和烧火棍, 竟然也不见了, 而就在这时, 前面那个身影, 也终于摇摇晃晃地来到我面前, 我看见他竟然要高出我半个身子, 而他的手里, 居然拿着菩萨, 蛆蛆龙, 烧火棍, 他的脖子上, 震魂灵神那么的扎眼, 借着火光, 我还清晰地看见, 那人的脸, 就像一张面饼一样, 没有眼睛, 没有鼻子, 没有嘴巴, 什么都没有, 我机械般地低头看了我自己一眼, 这才发现, 我竟然穿着小女孩的衣服和鞋子, 我什么时候, 穿上了小女孩的衣服和鞋子了, 还有, 为什么要一个成年人的身高, 竟然会比我高出那么多, 刹那之间, 我就明白过来, 此时此刻我的脸, 就在小女孩的脑袋上, 而我刚刚看到的那个, 伸着手往前走的没有脸的人, 正是我自己, 我的脸, 什么时候跑到这个小女孩的头上了, 为什么我会一点反应都没有, 难怪我自己的身体, 会伸着手摸索着往前走, 原来是根本看不见, 这是瞎子走路的方式, 难怪我手里脖子上, 没有任何的东西, 因为我现在就是小女孩, 直到现在, 我也终于明白她刚刚为什么要说就算自己找, 爷爷也不会怪我这样的话了, 她应该是从那个时候, 就已经准备要把我的脸贴在她自己头上了, 她所谓的找, 根本就不是找, 而是从别人的头上, 拿一张脸, 而这个别人不是其他人, 就是我, 难怪, 她会一直跟在我的身后, 原来不是为了其他, 而是为了我头上的那张脸, 就在这时, 我看到我的双手拍了一下, 双脚跳起来说, 嘻嘻, 大哥哥, 我找到我的脸了, 你看, 好看吗? 我能感觉到我的嘴巴在动, 可是发出来的声音, 却是之前那个小女孩, 那么空悠悠的同声, 嘴巴是我的嘴巴, 可是声音却是那个小女孩的, 我大吼着, 把我的脸还给我, 这声音还是从我嘴巴里面发出去的, 而且也是我自己的声音, 可是嘴巴一开一盒的, 却是在小女孩的脑袋上, 我终于忍不住的啊的大叫了一声, 然后举起小女孩那稚嫩的双手, 就朝着我的脸上抓去, 可是手举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几句, 好像是被人掐住了手腕一样, 再要往上抬, 根本就抬不动, 而我的嘴再次动起来, 我听见他讲, 大哥哥, 这可是我的身体哦, 难道你还要控制我的手了? 我尝试了好几次, 都没能让这双不属于我的手, 磨到脸上的位置, 就在这时, 我看见站在我身前的那个身体, 也就是我自己的身体, 双手竟然已经挪到了脸上的位置, 看到这里, 我突然间明白过来, 对啊, 我还有一个帮手可用, 于是我专心的, 去控制那个身体往前走, 刚一迈步, 我就啪击一声摔倒在地, 还好, 头上没有脸, 就算是摔了, 也不会破响, 这或许是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好处了, 小女孩不知道是不是发现了我的意图, 转身就准备逃跑, 于是我用我的思想, 尽量地控制着小女孩的身体不要走, 以前在自己身体上的时候, 还没有察觉到, 可是现在一旦到了别人的身体上面, 这才清晰地感受到, 原来想要控制一个人的身体, 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而我不仅仅要控制小女孩的身体, 还要想办法控制我自己的身体走到前面来, 然后还要控制她转身, 这本身就是一心二用不简单的事情, 操作起来的难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更可怕的是, 小女孩还不断地用着我的嘴巴在讲话, 讲的都是一些莫名奇怪, 我听着觉得十分怪异恐怖的事情, 什么在水里好冷, 想出来晒太阳之类的, 越听越觉得阴森恐怖, 而且, 我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既然感觉我的身体好冷, 就好像是真的掉进了水里一样, 因为没有在自己的身体上, 所以根本就掌握不了平衡, 我不知道我的身体摔倒了多少次, 好不容易才来到那个小女孩的面前蹲下, 可是, 当我看见她的脸的时候, 我的心脏就好像是被重重地垂了一圈, 我看见, 我那张原来像饼一样的脸上, 竟然长出了一条长长的马尾辫, 和小女儿后脑勺上的那个, 一模一样, 我再顾不上其他, 伸出我自己的手, 死死地抓着小女孩脸上的这张脸, 然后拼尽全力, 开始往外撕折, 痛, 一种钻心的痛, 可是我觉得奇怪的是, 这张脸明明不是长在我自己的身体上的, 为什么我还会感觉到那样的痛苦, 难道因为这张脸的转移, 使得我对自己身体的知觉也彻底的发生了改变, 我觉得很有可能, 要不然, 刚刚我自己的身体摔倒了那么多次, 为什么我一点知觉都只有, 但是现在要来厮舍这张脸了, 我却感觉到了无比的疼痛,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想, 这张脸我很可能就撕不下来了, 这和一个人的意志没有任何关系, 而是和一个人的生理有关, 至于为什么, 你可以尝试用手撕一下你的脸, 如果能撕下来, 我拜你为师, 正是因为疼痛, 所以才不会继续撕下去, 就算是有那份心, 你大脑的疼痛也会让你减少手上的力道, 这是大脑对自己的保护, 所以结果就是撕扯不下来,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人是不可能把自己憋死的, 和这个是同样的道理, 既然我的脸扯不下来, 那怎么样, 也要把我身上的那条马尾便给扯下来, 反正我自己的身体, 我又不会觉得痛, 想到这里, 我就控制着自己的双手, 开始死命地扯着我脸上的那条马尾便, 没多久, 我就看见从额头那里露出了一条缝隙, 我心中一喜, 顿时加快速度继续撕扯, 撕拉一声, 那条马尾便彻底地从我脸上撕开, 那张大饼一样的脸, 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可是, 我的脸还在小女孩的身上, 怎么也扯不下来, 这该怎么办, 情急之中, 我看到了插在一旁的灭刀, 我记得张哈子当初就用灭刀一刀子, 把我脖子上的那颗脑袋给砍掉了, 那是不是说, 我也可以用灭刀一下就把我的脸, 从小女孩的身体上砍下来, 然后贴在我自己的脸上, 没错, 想法是好的, 但是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完成, 弄不好, 我还可能会被我自己弄得破想, 更关键的是, 我不能让小女孩的身体拿到灭刀, 它本身就已经很危险了, 我感觉我都快要困不住它了, 要是再让她拿到灭刀, 我根本就无法保证, 我的身体会不会被她给肢解了, 我这个念头刚过, 我就后悔了, 我现在是在小女孩的身上, 那么我所有的思维, 这个小女孩都是一擒二主, 也就是说, 我想什么, 她都知道, 难怪我刚刚控制我自己身体的时候, 会那么不顺畅, 原来是有她在干扰, 果然, 她侧过脑袋, 用我的眼睛看了一眼那把灭刀,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 我的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微笑, 然后就迈开脚步, 朝着那把灭刀走去, 我死命的集中精神, 想要控制住她的步子, 可是这毕竟是她的身体, 我一个外来户, 就算是再厉害, 也没那个能力, 去定住她的脚步, 不让她走, 距离那把灭刀的距离越来越近, 我能够感觉到, 我的额头已经有汗珠流下来, 但越是紧张, 我就越不能集中精神, 反而让她走得越来越快, 我看见她拔出插在地面上的灭刀, 然后得意地在我眼前晃了晃, 这才朝着我的身体走去, 而就在这时, 我突然明白过来, 如果我自己的身体被肢解了, 那么我的这张脸, 就再也回不去了, 只能永远地留在小女孩的身上了, 一想到这里, 我心急如焚, 可是却又无可奈何, 那种恐惧和绝望, 充斥着我的大脑, 让我有一种近乎崩溃的感觉, 小女孩的身体, 一步一步地朝着我的身体走去, 没几步就走到了我的身体前, 我很想, 控制我的身体赶紧跑, 可是我现在哪还能集中精神, 我看见她高高举起了手中的灭刀, 一刀劈下, 我已经闭上了眼睛, 不敢眼睁睁地看着我自己的身体, 被一个小女孩给肢解了, 但是就在这时, 我听到一个声音传来, 我日你, 屋个仙人板板, 就一哈没招呼到你, 你就搞出浪个地事情来, 你个狗日地, 这个小女娃娃, 是哪个屋里敌人胎鬼仔, 是张哈子的声音, 她终于出现了, 我赶紧出声喊张哈子, 但是声音却是从小女孩的头上发出来的, 我不知道张哈子看到这个诡异的场景, 会不会以为我被那个小女孩吃了, 于是我赶紧对张哈子解释讲, 我的脸被这个小女孩偷了, 赶紧一刀砍下来, 给我换回去, 张哈子站在我面前, 看了看, 我又看了看我, 然后一巴掌打在我的后脑勺上, 然后一脚踹在我的货窝处, 我当即就跪倒在地上, 然后我听见张哈子骂了一声, 我日你, 屋个仙人板板, 你能不能给老子省点线, 我觉得张哈子是真的凄惨了, 一个大好的重庆爷们, 竟然硬生生地给标出了东北话来, 不过想想也是, 要是我, 我也会气糊涂, 这才多大一会儿, 我就被这个小女孩把脸都给偷走了, 换作是谁, 都会生气, 但是, 这也不能全怪我呀, 我近来都已经不怎么招阴了, 可是脚上又多穿了一双阴鞋, 这能不招阴吗? 而穿上这鞋, 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注意呀, 这也是经过你张哈子同意的我才穿的, 就算是要追究责任, 你张哈子也有一份, 当然了, 这话我也只敢在心里面想想一下, 不可能真的说出来, 要不然我不被他打死, 也要被他打残, 我看见张哈子在我的四周, 放了四根长短一样的竹筒, 在竹筒的左右两侧, 各自放了四枚铜钳, 手法看上去很像是奈何桥的白法, 唯一的不同, 就是他用的是竹筒, 而不是红线, 张哈子以前给我说过, 天下间的将数, 其实大多都是相通的, 完全没必要距离于某一样东西, 只要能够完成那个形式, 那么相似的那种东西, 甚至是那一类东西, 相互之间都是可以替代的, 当然了, 原装的东西肯定是最好的, 效果也最好, 但是在没有情况下, 换用其他的东西, 也完全是可以的, 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隐魂渡河, 难道真的去弄一条河出来, 简直是劳民伤财, 还不能及时地处理好, 所以, 用一盆水来代替一条河, 不尽快捷, 而且还实用, 所以, 我想这些竹筒, 应该就是代替红线的存在, 毕竟张哈子, 可没有像陈先生和林匠那样, 随身携带红线, 可是, 当他把最后一枚铜钱放下去之后, 我就感觉到, 我好像是掉进了一个深水潭里面, 四周一片漆黑, 而且冰冷刺骨, 我明明记得, 那堆小篝火, 就在我的身后, 就算是火光熄灭了, 也还有火星可以照明, 绝对不可能像现在这样, 一下子全黑了, 再退一万步讲, 如果真的是火熄了, 那这个山洞, 也不可能一下子变得这么冷, 这简直冷的, 我上下牙齿都要打颤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我听到小女孩的声音, 她说她不要待在这里, 这里好冷, 她要爬上去, 要晒太阳, 我听到这里, 心想, 难道她以前就是待在这种地方的吗? 也对, 我爸不是说过吗? 这个小女孩, 是在自己家洗头的时候淹死的, 所以被水面一照, 上下对称才会出现, 脑袋前后都是马尾变的样子, 也正是因为被水淹死, 所以她才会一直觉得很冷, 觉得是在深深的水潭里面, 另外, 前面也交代过, 如果是死在水里面的话, 那么阴人是不可能跑出水面的, 除非是找到替死鬼, 而小女孩之所以之前能一直跟着我, 就是因为她的身体并不是死在水里面, 想明白这一点之后,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会那么冷, 突然间, 我感觉到眉心一痛, 我下意识地要闭上眼睛, 可是在我彻底闭上眼睛之前, 我看见我的身体在飞快地上升, 而那个小女孩的身体, 却在不断地下降, 她所待的那个地方, 看上去就好像是一口井, 而那个小女孩, 我终于看见她的前面, 不再是一条马尾辫, 而是一张大饼一样的脸, 等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我发现四周已经一片明亮, 那对小篝火还在, 张哈子正一屁股坐在小女孩的面前, 低着头在写写画画, 我低着头看了一眼我的双手, 手上握着蒲扇和烧火棍, 我赶紧扔下烧火棍, 摸了摸自己的脸, 果然, 我已经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 也就是说, 刚刚我没心痛的那一下, 应该就是张哈子一灭刀把我的脸, 从小女孩的脑袋上劈了下来, 然后又给我装回了我自己的头上, 而这个过程, 不过是我一眨眼的功夫, 可见张哈子的速度有多么的快, 不愧是几百年来最有天赋的匠人, 重新控制自己身体的感觉真好, 我赶紧原地蹦了几下, 怎一个爽子了得, 不过我并没有高兴多久, 因为我看见, 那个小女孩的身体, 还在竹筒围城的水井里, 涉涉发抖, 我问张哈子, 现在是在干嘛呢? 他讲, 给他画一张脸, 他说话的时候, 我已经站在了张哈子的身边, 然后看着张哈子膝盖上有一张纸, 上面, 画了一个小女孩的脸部轮廓, 正在画他的眼睛, 看到这里, 联想到张哈子的职业, 我赶紧一把, 抢过张哈子手中的画笔, 对他讲, 我来画, 他讲, 我日你五个仙人板板, 你是不是怀疑我低画画水平? 我讲, 那倒不是, 我是从来就没相信过, 你自己看看, 你画低那些纸人, 那个不是眼睛整得圆鼓鼓的? 这样的脸, 你也好意思拿出来, 张哈子讲, 那是老子不像画得漂亮, 免得这些家伙通灵招阴, 你个狗日滴, 难道你就画得好看?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张哈子凑到我身边讲, 我日你五个仙人板板, 你确定你滴专业不是美术系滴? 我讲, 不是, 我爸从小喜欢画画, 这是他教我的, 确实, 如果当初环境条件允许的话, 我觉得, 我爸都很可能是一个画家了, 只可惜, 他的双手, 现在已经在田地里, 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 再也不能握笔了, 我一边画, 一边听张哈子给我唠叨, 他讲, 你晓得死人画脸最关键滴是吗? 自不, 我摇头, 表示不晓得, 他讲, 是不能带半点感情色彩, 你画滴时候, 一定不要想到某一个特定滴人, 也不能怀着悲悯的心思, 要不然, 你想滴那个人肯定会折瘦, 我心里一惊, 我讲, 那该怎么办? 张哈子讲, 我就晓得, 你个哈错错, 肯定是想到婆娘了, 你以为画这个东西很简单? 放屁! 画画滴时候, 脑壳要放空, 就这一点, 就没得几个人做得到, 我刚好把一张画画完, 说实话, 我画画的时候, 的确是想到了刘桑依那张脸, 不是他平日里狐媚的脸, 而是他临死时候, 那张悲苦的脸, 现在看来, 这张脸肯定是不能够再用了, 没想到, 张哈子一把将画扯过去, 然后在上面铺了一张白纸, 就开始动手在上面临摹起来, 我去, 这尼玛真是一个好办法, 这样, 只要一心一意地聚会至白纸地下的那张画, 根本就不会思考到任何人合适, 不得不说, 张哈子这脑壳运转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没多久, 张哈子就画完了一张画, 然后他让我把这张画在火堆上烤一下, 把墨水烤干, 之后, 他把这张纸揉成一个卷, 放进一个竹筒里面, 上下使劲地摇晃了几下, 等到再抽出来的时候, 白色的纸已经变成了黄色, 我看见张哈子, 双手拉着纸的边角, 然后站在小女孩的身前, 双手一抖, 纸上面的那张脸就掉了下来, 从井口落下去, 刚好和小女孩那仰望着的头紧密, 贴合在一起, 弄完这个之后, 张哈子撤下小女孩四周的竹筒, 我看见那个小女孩, 欣喜地摸了摸自己的脸, 然后扑通一声跪在我们面前, 冲着我们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三声之后, 小女孩彻底地消失不见, 张哈子讲, 其实有时候, 阴人比我们所了解的, 要单纯得多, 他们想要的, 也比我们想要的少得多, 是我们自己人心太复杂, 最后受伤害的, 永远是那些无知敌人, 刚刚那个小女孩就是其中一个, 而这里面, 你爷爷落朝廷, 有不可推卸地责任, 如果老子没猜错, 这个小女孩和你低出生脱不了干系, 张哈子的话, 让我想起当初我妈说的一些话, 当时是陈先生询问我父母, 关于王二狗的事情, 然后就扯到了那个小女孩的身上, 我妈当时说王二狗的妹妹下葬的那天, 就是我出生的那天, 难道这是巧合? 我不是很相信, 因为我有那样一个机关算尽的爷爷, 怎么可能让我在那个时候出生? 所以这中间肯定有我爷爷的安排, 但是具体是什么, 现在还不知道, 我问张哈子, 他也是摇摇头, 讲暂时想不到, 先出去再讲, 我讲, 我救公的魂还没有找到, 说完话, 我就看到他扔过来一个蛆蛆笼, 在笼子里面观着一只小小的蟋蟀, 一副病痒痒的样子, 好像随时要挂掉一样, 我没问张哈子是怎么找到的, 却不确定这就是我救公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知道, 时间已经不多了, 就算这个蛆蛆笼里面装的, 不是我救公的魂, 我和张哈子也必须要出去了, 于是我问, 你找得出口老? 张哈子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你是不是怀疑老子的水平? 我讲, 那倒不是, 主要是这里太复杂, 我怕你马是前提不是? 张哈子讲, 这哈差不多, 跟到起, 莫走掉了, 讲完之后, 他和之前一样, 在我的腰上系了一根麻绳, 然后另一端在他身上系着, 系好了之后, 他就当先在前面走了去, 我问他, 这次你不会让一个指人给我领路了吧? 他讲, 你看我像那种人吗? 我讲, 不像, 根本就是, 一讲完, 我就侧身跳到一边, 果不其然的张哈子, 一脚踹过来, 踹空了, 我看到他还准备再踹, 于是我赶紧插开话题讲, 一开始不是好好的吗? 魏莫子后来变成老一个指人, 张哈子讲, 那个老太婆, 只要你一个人去, 我要是去老, 可能就找不到那个将太老, 我讲, 所以你是事先就晓得, 刘桑依只要我一个人去, 他讲, 也不是, 一开始就晓得, 你哈, 记得到那两个盯着我们两个看地址人不? 就是那个时候, 刘桑依给我传来递信息, 让你一个人去, 我讲, 你就不怕我被他弄死, 他讲, 那你现在死老没, 没死就给老子把嘴巴闭到齐, 我笑了一声讲, 你是不是怕他递那个浴火, 所以你不敢去? 张哈子讲, 我日你, 屋个仙人板板, 我会怕那种东西, 老子是看到你救宫这边有动静, 所以才特地赶快看一看, 我讲, 我都走出去好远了, 才看到我救宫的队伍, 时间上队不上, 你莫想骗我, 不过话说回来, 你不是假装指人脉? 郎哥也被我救宫发现老, 张哈子讲, 你们洛家就没得一个好东西, 他早就发现我老, 但是他不讲, 一直等老子走到你奶奶低坟前, 他才对老子来一个突然袭击, 你自己想, 郎哥多指人, 老子哪里是对手? 继续往前走, 我继续问, 我救宫讲你们张家村还有秘密, 还有你身上的这个纹身, 竟然叫做你, 我本来想闻一个, 但是我救宫不准, 还让我等你醒了之后, 问你要付出么子代价, 我看不见张哈子的表情, 但是从我这个角度, 还是看到了张哈子的身体, 止不住地颤抖了一下, 他讲, 有些事情, 你哈氏不晓得比较好, 就算要晓得, 也不是这个时候, 等时机一旦成熟老, 你自然会晓得的, 又是这套说辞, 我听这话, 都已经听得耳朵起茧子了, 陈先生对我讲过这样的话, 林匠对我讲过, 张哈子下现在也对我这么讲, 我想不明白, 既然这些事情, 迟早他们都要告诉我的, 为什么一定要得到后面再说呢? 这种感觉, 很像是看电视剧的时候, 主角亲人被杀了自己, 主角才匆匆赶到, 然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活着的, 就问他是谁干的, 而那位奄奄一息的人, 然后对着主角巴拉巴拉劝说他, 不要报仇之类的一大段屁话, 就是不讲谁是凶手, 等到哈不容易要说了, 结果挂了, 我很是不理解, 那些编剧的脑壳是怎么想的, 反正我是很不理解这样的设定, 要是我是哪个主角的话, 我第一个要杀掉的, 就是编剧, 就好像我现在想要一灭刀砍死张哈子一样, 但是我还是忍住了这样的冲动, 毕竟真要动起手来, 十一个我都是不是他的对手, 一路上, 我又问了一些问题, 有的张哈子知道, 有的他不知道, 有的是他知道, 但是不告诉我, 走了一会之后, 我和张哈子终于走了出来, 张哈子出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打开曲曲笼, 把里面的蟋蟀放了, 一边放还一边念着什么, 很长, 但是我听得很耐心, 我看见那只蟋蟀往前蹦了十三下, 然后彻底消失在草丛里, 弄完这一切之后, 我才打量一下四周, 这我一看, 彻底的傻眼了, 牛角洞的入口是在村尾, 可是我和张哈子现在站着的地方, 却是在村头的一个小土包后面, 只要往前走一点, 就看到了陈泥匠的屋子, 我一开始还在想, 这个出口这么明显, 为什么以前没有人发现, 后来很快就明白了, 这里距离陈泥匠的屋子太近, 而且还有一个小土包在前面疯着,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是陈泥匠特地挖出来的一个什么东西, 所以就没有特地去看, 而且, 牛角洞对于我们村子的村民来讲, 其实并不是那么关心, 也很少有人进去, 既然如此, 谁还能想到这牛角洞竟然有两个出口, 而且, 洞身竟然是横穿了整个村子, 张哈子出来之后, 看了一眼像鼻领, 讲, 你们这个村子, 泽泽, 真他妈是块好地方, 不过可惜了, 我讲, 这个朗格讲, 他讲, 你们村子背后是橡笔岭, 钱明氏又是九头狮子, 本身就是九十败象之地, 这种好地方, 全国都没得几块, 另外, 橡笔岭堤山下面, 又有一个山洞贯穿, 你自己想一想, 这个山洞是妈子, 我摇头讲, 是妈子, 他开口就骂, 我日泥, 屋个仙人板板, 弯弯曲曲低, 又朗个长, 你还想不到, 这泥马, 以前是一条龙脉, 但是不晓得喂妈子, 龙脉被抽走老, 就只剩下一个牛脚洞, 要不然, 你们这个村子, 嘿嘿, 贵不可言, 听到张哈子这话, 我再一次震惊, 在这之前, 就算是打死我, 我都想不到, 牛脚洞竟然还能和龙脉联系在一起,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龙脉竟然还能被抽走, 这泥马得是多大的本事才行, 我和张哈子往村委的方向走去, 现在太阳已经快要下山, 我和张哈子在洞里面, 整整困了一天, 我担心灵匠和陈长生会着急, 所以走得很快, 张哈子边走边讲, 我们家人圈子里面, 有一种人就是专门搞这种事低, 你还记得到是吗子不? 我点头讲, 昆匠, 他点点头, 深吸一口气, 然后才讲, 对, 就是昆匠, 看来你们这个村子, 很早以前就被昆匠盯上了, 而且不晓得是毛子时候, 把龙脉抽走老, 不过这些我现在都不关心, 你晓得我最关心低是毛子不? 我讲, 毛子, 他讲, 你奶奶埋低那个位置, 到底是龙脉上低吗子位? 如果是其他位置, 那都好讲, 但是如果是龙鼻这个位置, 那就有点老火, 我讲, 魏毛子, 张哈子讲, 你个哈错错, 你自己讲, 要是有人拿筛子, 把你鼻子堵到起, 你会浪个样? 我听完大惊, 我讲, 你的意思是, 我奶奶的坟把龙脉的鼻子堵了? 张哈子讲, 我现在也不确定, 不过根据刚刚走低路来看, 你奶奶低坟就到龙头那个位置, 很有可能会堵到鼻子, 我问, 如果堵到鼻子, 会有什么之后果? 他讲, 后果应该不大, 毕竟已经不是一条完整低龙脉牢, 但是你奶奶, 讲到这里, 他没讲下去, 而是摇摇头, 不管我怎么问, 都不再讲话了, 我和张哈子, 几乎是一路小跑着, 来到牛角洞的洞口, 我看见灵匠站在洞口, 用双手不断地扒拉着那些堵住洞口的石头, 陈先生劝了一阵, 没有用, 也只好把铜烟枪插在腰上, 跟着灵匠一起搬石头, 张哈子假装咳嗽一声, 我看见灵匠的身子颤抖了一下, 然后转过身来, 上下打量了我一下, 就往回走了, 夕阳西下, 仅剩的余晖洒在灵匠的身上, 像是给他穿上了一层蛋黄的薄纱, 余晖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他一言不发, 我却清晰地看见, 他的双手满是鲜血, 陈先生拿着铜烟枪走上来, 问张哈子, 真滴哈有其他出口, 张哈子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要是没得出口, 老子是拉个出来的, 你晓得, 那个出口到哪个地方不? 村头! 陈先生听到这话, 我看见他的身子, 很明显地晃动了一下, 然后他小声对张哈子讲, 你第一次是, 这是一条龙, 陈先生讲到这里的时候, 强行把话停住了, 而是看了我一眼, 很显然, 这种东西可能是他们匠人圈子的禁忌, 不能对匠人以外的人讲, 张哈子伸出手, 直接一巴掌拍到陈先生的脑壳上, 讲, 陈寒霍, 从现在起, 这个哈措措就是一个匠人佬, 有吗自是你, 直接讲究行佬, 张哈子用巴掌拍陈先生的后脑勺, 我都已经很诧异了, 但是他后面讲出来的那句话, 我就更加诧异了, 我什么时候就成为匠人了, 难道都没有一个什么入门医师? 比如磕头烧香点竹这些, 最不见, 好歹也要给我一个师父啊, 可是这些东西, 我一个都没有, 你压的就说我是匠人了, 你怎么不直接说我是皇帝算了? 但是陈先生的表情却有些眉头紧锁, 他并没有怀疑张哈子的话, 而是上下打亮了我一眼, 然后把视线放在了我手中的那把菩膳上面, 他有些不确定地问, 你第一次是, 停工收漏他当徒弟? 张哈子讲, 浪低, 不可以, 我们这一批哪个不是隔代传业? 不过哈粗粗也只是一个兆头, 具体停工收不收, 还要看他自己低造化, 不过我估计以他哈粗粗这个智商, 很难, 我听个云里雾里, 我问, 我爷爷都死了一两个月了, 难不成又重新爬出来教我僵树? 想到这里, 我的后背就是一阵发了, 当初我爷爷从坟里爬出来, 给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尽管我知道他对我没有恶意, 但是回想起来, 还是不免会害怕, 张哈子看了我一眼讲, 你爷爷给你留老镇魂灵和菩萨, 他生前最厉害的两个东西都给你老, 你讲, 不是传给你一波是吗子? 哈从地下爬出来, 亏你想得出来, 我讲, 那也不对啊, 镇魂灵我早就拿到了, 到现在, 我都还不晓得拉个用, 至于这菩萨, 我刚刚才拿到, 更加不晓得拉个用了, 张哈子讲, 所以我才讲, 以你低智商, 很难学到真本事, 也不晓得, 亭弓是拉个想低, 手把手教, 都不一定教得出师, 居然哈用最难低以误传法来教他, 陈寒霍, 一讲亭弓是不是心也太大了, 哈是讲他留下这两个东西, 只不过是近人事听天命, 陈先生讲, 这是拉个意思, 张哈子讲, 你想啊, 亭弓一辈子机关算尽, 拉个可能算不出来哈做错低, 智商堪忧, 他明明就晓得, 哈做错是教不出师低, 所以生前没教他, 等到死老, 留个东西给他, 这就算是近人事老, 至于哈措措学不学的会, 那就是听天命老, 当然了, 哈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停工从一开始, 就不想哈措措进入匠人这个圈子, 所以一直没给他教匠术, 留给他两个东西, 可能只是让他保命用低, 陈先生点头讲, 我觉得最后一个可能性最大, 张哈子十分默契地点头, 我也觉得, 然后两个人相视大笑, 好像把站在一旁的我, 当成透明人一样, 我晓得他们两个, 这是拿我来调节一下气氛, 不管是他们说的哪一种, 我其实都没什么关系, 毕竟我爷爷已经去世了, 他做的一些安排, 我就算是有心想要去改变, 我也没那个能力, 既然如此, 还不如踏踏实实地, 按照我爷爷的既定路线, 去走就是了, 刘桑一不是也说了吗, 我们三个, 其实都是上一辈就已经安排好了的, 我性格天生随遇而安, 也就不去挣扎了, 只不过我好奇的是, 这个乙物传法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三个往村子里面走, 张哈子给我解释讲, 乙物传法, 其实很好理解, 举个例子, 你到学校里头读书学知识, 是不是靠低试书本, 把有用低东西记载到书里头, 然后传下去, 让后来人学, 其实这个就算是乙物传法第一种老, 但是对我们匠人来讲, 很多东西是不能写到书里头低, 你晓得为么子不, 我想了想讲, 怕被偷学, 张哈子讲,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哈有一个原因就是, 匠数这个东西讲究灵活多变, 很多东西是没得办法写到书里头去低, 要是都写进去老, 那就成老一个古板低东西, 到时候大家千篇一律, 匠数早就灭绝老, 另外一个最主要低原因, 匠人大多都是没读过书低, 你让他们把匠数写到书里头去, 那他们宁愿多经历几次, 三叉两错, 所以, 以误传法这个东西就出来了, 张哈子接到讲, 哈错错, 你应该晓得中餐和西餐低差别到哪里撒, 我讲, 晓得, 中餐做东西讲究一个平感觉, 么子盐少许, 味精适量, 辣椒一小勺之类的, 但是西餐不一样, 他们是用量来计算的, 盐多少克, 味精多少克, 辣椒多少克这样, 张哈子一拍大腿讲, 我日你屋个仙人板板,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 你现在味墨子读过书低降人也有郎个多, 高学历低也有, 就比如我, 差点就研究生毕业老, 但哈是不能把匠数写到书里头去低原因老撒, 要是老子到书里面写红线适当长, 我低天老爷, 哪个晓得这个试量常识好常, 就算是老子回过头来自己看, 老子都不一定晓得这他妈到底是好常, 所以, 你现在晓得, 味墨子外国人不会匠数老布, 你就算把交降书低书送给他们, 他们都学不会, 但是以误传法不一样, 他讲, 以误传法讲究低是一个感觉, 郎个讲可能有点太玄老, 用科学一点低, 讲法就是, 以误传法, 传低是一种书本里, 教不出来低思维, 学会老这种思维, 那么就能够举一反三, 用墨子东西, 怎么用, 为墨子要这么用, 你都必须要有一套自己的逻辑思维到里头, 这就好像你开车一样, 墨子时候该换档, 墨子时候该加油门, 平低都是一种感觉老, 所以, 你低逻辑越牛逼, 你用到低形式自然就越多, 这样一来, 其他匠人就越不能看透你低降书, 听到张哈子这么讲, 我感觉我脑壳里头, 好像有一点灵光闪现, 好像有什么东西, 我被我发现了, 但是等我闭着眼睛去找的时候, 这个东西又不见了, 然而, 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 那就是, 我可能已经摸到了匠人这个圈子门槛的边缘了, 我觉得, 只要迈过了这个门槛, 就会有很大片的空间在等着我, 就在我闭着眼焦急万分的时候, 张哈子拍了拍我肩膀讲, 这些东西记不得, 靠低就是那一点灰光, 你越急, 就越捉不到, 就好像我们扎将扎指人一样低, 明明大小, 样子都一模一样, 但是我扎低就能走, 你扎低不能走, 差别就在于, 有没有给指人开启那一点灰光, 这一点灰光讲起来就四个字, 但是有些人一辈子都学不会, 但有些人, 比如你爷爷落朝廷, 当初七天就学会老, 然后帮我爷爷低指人开启老一点灰光, 所以急不得, 已经有一个好兆头老, 就慢慢来, 那一刻, 我觉得张哈子要是不是匠人的话, 真的很适合去当一个老师, 讲的东西不仅深入浅出, 而且还能够根据实际情况举例子, 着实难能可贵, 张哈子继续讲, 以误传法哈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成败全凭自己低本事, 你手里低那把灭刀, 是我爷爷给我低, 我爷爷也是从他仙人那里得到低, 我低降术之所以比我爷爷牛逼, 就是因为我没的事, 救完这把灭刀, 从里头感悟到老很多东西, 所以才能得到六十年后张破鲁低称号, 陈寒霍手里低那根铜烟枪也是以误传法, 只不过他比较蠢, 没学到摩子东西, 你手里低阵魂灵和菩萨都是, 你能走好远, 就看你自己老, 我点点头, 跟着他们追上灵将, 然后一起回到了我家, 进门之后, 我妈就是一顿抱怨, 说我是怎么当主人的, 客人来喽连午饭也不转来吃之类的, 我笑着搪塞一番, 我爸特地上山打了两只野兔回来, 晚饭特别丰盛, 看着这么多人其乐融融的样子, 我想, 要是一辈子都这样无忧无虑该多好, 可是, 这瓶颈没持续多久, 就被一声淒厉的惨叫给打破, 那声音是在夜幕开始降临的时候传来的, 第一声是无比尖锐的尖叫, 我听得出来, 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此时此刻, 月亮还没有完全升起来, 刚好挂在后山的山巅处, 就好像是刚爬上山顶, 要休息一会儿, 好一阵都没有窜出头来, 农村的夜晚本来就很安静, 村头那边要是有两口子吵架, 村委王官生他们家都能听见, 第二天就能会声会色地把两口子吵架, 骂得什么话都能讲出来, 当然了, 这多少还是有些夸张, 但是农村里的安静确实是大城市里没法体会的, 晚上闭眼一睡觉, 如果没有月亮的话, 南京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 都是安静的, 睡得贼香, 所以在这样一个宁静的傍晚, 这一声惨叫就显得极其突兀, 而且声音本来就很大, 整个村子的村民除非是笼子, 否则谁都听得见, 我正担心这会不会引起村里人的恐慌, 就又听到一声更加诡异的声音传来, 这一声不是之前的那种惨叫, 而是一声低音, 听上去好像是一个人在讲话, 但是认真去听的话, 又没有人在讲话, 就是那种窃窃私语的感觉, 好像是在睡觉的时候, 有人在你耳边轻声低语, 可是真的想要听清楚是什么声音, 那声音就又消失不见了, 听上去很让人心烦, 我看见张哈子他们三个, 全部转头看向后山, 而且眉头紧皱着, 一言不发, 好像是在思考着什么, 陈先生已经拿出铜钱, 放在手里一字排开, 应该是在算着什么东西, 我妈原本是在厨房里洗碗, 但是听到这个声音后, 手都没来得及擦干就跑出来, 喊了一声我爸的名字, 那神情我看得出来是恐慌, 我很了解我妈, 是典型的农村妇女, 村妇们该有的性格, 在她身上都表现得淋淋静致, 但是有一点, 我觉得我妈最特别的就是, 她不管是遇到什么事, 即便是哭, 也不会恐慌, 比如当初我爸失踪的时候, 我妈就是抱着我在一个劲儿的哭, 但是那个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我没有从我妈的神情上, 看到过她恐慌的样子, 可是,这一次, 为什么她会露出这样的表情? 我爸对着我妈摇了摇头, 示意她没事, 然后走到陈先生的面前, 我爸对陈先生的信任程度, 远远超过张哈子, 没办法, 农村人就相信一个论资排辈, 而这个资并不是说资历, 而是年纪, 陈先生年纪几乎是张哈子的两倍, 不相信他姓谁, 问陈先生, 陈先生, 这是怎么回事? 陈先生看了一眼手里的铜钱, 又看了一眼张哈子, 张哈子一巴掌就拍过去, 讲, 我日你, 屋个仙人板板, 你看我搞么子, 他问低是你, 又不是问我, 很明显, 张哈子这是伤自尊了, 张哈子就是这样一个人, 有时候成熟的要死, 有时候又会在这种小事上斤斤计较, 就好像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一样, 或许也正是他这样的性格, 才会在每天都高强度紧张的匠人生涯里面, 保持着最初的本性, 不至于被种种诱惑所迷惑, 也不至于在高压之下变成精神病, 陈先生看到张哈子这个态度, 也就知道了他的意思, 于是对我爸讲, 骆老弟, 村子里以前听到过这个声音没, 我爸想了想, 讲, 听到过, 但是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声音, 我爸讲完之后, 就有歪着脑壳听了一下, 我也顺着声音听过去, 那个声音又变了, 不再是之前的那种窃窃私语, 而是一种声音, 就好像是在承受莫名的痛苦一样, 哎呀, 哎呀, 的声音一声接着一声, 说真的, 也亏的是这里有这么多人在, 要是就我一个人在屋子里的话, 我肯定是用被子蒙着头, 躲在墙角去了, 哪里还管是不是大夏天的, 只不过, 我现在知道了一些匠人的知识, 我肯定是不会去墙角的, 因为墙角这些阴暗的地方, 本来就是阴人的聚集处, 往墙角躲, 不正是躲在阴人的脚底下吗, 所以, 最好的办法就是站在屋子的中央, 这才最安全, 当然了, 前提的是你不害怕, 我听到这个声音之后, 下意识地往张哈子和灵匠之间的位置挪了挪, 张哈子看见我的动作, 一脚就踹过来, 还好我躲得快, 他只是把我的椅子给踹翻了, 陈先生又问我爸, 大概是什么时候听到过, 我爸讲, 应该是24年前, 陈先生很是诧异地问, 记得拉个清楚, 我爸知道我讲, 没得办法, 那一年, 生哥这个狗咋肿, 哭擦一声, 张哈子和陈先生的椅子同时向后翻倒, 两个人同时一屁股坐到地上, 然后他们两个一口同声低讲, 心未年, 而就在这个时候, 院门外面传来一阵阵地敲门声,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12金牌风波亭, 吓得我赶紧拿起灭刀准备战斗,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传来村民们喊陈先生的声音, 我这才知道, 是村民们害怕了, 所以跑来找陈先生了, 我赶紧跑过去开门, 他们进门看都没看我, 就往陈先生哪里, 一路小跑过去, 我知道, 我们落架在他们王家人的眼里, 就是一个灾心, 所以如果有可能, 他们是不愿意和我们家多打交道的, 所以不看我也是正常, 但是张哈子却一路小跑过来, 对我讲, 你就任由他们这个态度, 我讲, 我都习惯了, 不然还能和他们理论理论, 还是咋的, 张哈子讲, 没想到你哈曼想得开低, 我害怕你想不开自杀, 我问你, 你晓得后山那个声音, 是浪个回事不, 我摇头, 讲, 你晓得, 张哈子讲, 刚刚你爹老子讲, 二十几年前, 和今天晚上是一模一样低, 也是这个声音, 当时, 你爹老子低跌, 老子对他讲, 这是后山上有一只鬼, 我听到这话, 惊叉地讲, 你的意思是, 当年我爷爷讲这是后山的一只鬼, 张哈子先是点点头, 然后又摇摇头, 讲, 你爹老子是浪个奖低, 但是没得好多低可信度, 你想一哈, 二十五年前, 你爷爷六十多岁, 天底下低降树哈有他不会低, 可以讲那个时候, 低落朝廷应该是巅峰时期了, 有哪个不长眼, 低阴人敢明目张胆低到他面前, 丢人现眼, 我点点头, 是这个道理, 但是如果我爷爷当初除掉了那个阴人, 魏莫子这声音二十五年了又出现了, 张哈子讲, 这是你爷爷低布局, 老子一哈哈没看透, 不过有一点老子晓得, 你娘老子有些不正常, 虽然不愿意承认, 但是这一点我也发现了, 村民们把陈先生团团围在中间, 我听见陈先生一顿乱砍, 魏子山神显灵低屁话都冒出来了, 但是对付那些村民却很是有用, 而我妈站在厨房门口, 一脸茫然地看着她眼前的这些村民, 那副表情看得我很是心痛, 我急忙走过去, 问我妈浪个了, 我妈讲, 没的事, 对了, 你是不是到重庆找到工作了, 你明天就上班去, 我给你准备吃滴去, 讲完话, 我妈就转身进了厨房, 准备干粮去了, 但是我妈越是这样, 我就越觉得不对劲, 以前我妈都是舍不得我走, 现在怎么巴不得我离开了呢, 陈先生把那些村民也得哄走了, 我爸也去外面张罗林匠晚上睡觉的地方, 最后院子里就只剩下我们四个人, 张哈子看了一眼厨房的方向, 嘀嘀咕咕地讲了一句,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当时我并没有意会到张哈子这句话的深层次含义, 等我终于明白过来的时候, 却已经晚了, 我爸回来, 领着林匠去他新张罗的屋子, 我和张哈子路上去作伴, 这间屋子就是我二伯回来时候住着的, 常年没什么人住, 现在给林匠住刚好合适, 把林匠送到之后, 我就准备跟我爸回去, 但是张哈子讲, 你就留他一个人到这里, 你屋地婆娘, 你不晓得心痛, 我看了一眼林匠, 林匠没讲话, 回屋去睡了, 我讲, 你莫乱讲话, 我和他现在只是同学, 张哈子很是比是低讲, 都不是从同学开始低, 先是同学, 然后同居, 然后生娃, 现在年轻人不都是这个套路, 我被张哈子的话震惊到了, 我简直都不晓得该怎么说他了, 但是他立刻笑到奇讲, 就你这出血, 你也找得到婆娘, 洛书, 你讲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爸只是露着一口黄牙, 笑嘻嘻地在一旁点头, 毛子话也不讲, 看得出来, 他对林匠这个儿媳妇, 还是很满意的, 而且也是很想抱孙子的, 最终我还是没有留下, 回去和张哈子, 他们两个挤一间房, 我和陈先生睡地板, 没办法, 张哈子有刀, 灭刀手里出正拳啊, 第二天天还没亮, 我就听到有人敲门, 张哈子爬起来, 一脚把我踢起来, 让我去看门, 我走到院子外面, 刚打开门, 就差点吓死, 我看见一个脸色惨白的纸人, 双手捧着一个骨灰盒, 站在门口, 圆鼓鼓的眼睛盯着我看, 我下意识地后退了好几步, 直到我看见, 他怀里抱着的那个骨灰盒, 我才停下脚步, 那个骨灰盒就好像是一把锤子一样, 重重地在我心里狠狠地敲了一下, 鼻子也莫名地有一点发酸, 我知道刘桑依迟早会死, 但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昨天晚上被后山那痛苦的声音声就吵得一夜没怎么睡好, 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现在一大清早地又看见这么一幕, 差点没晕过去, 还好张哈子一脚把我提醒了, 要不然被这指人多敲几下门, 我爸妈他们肯定会被吵醒, 到时候看见这一幕, 不吓死才怪, 我从指人手里接了骨灰盒, 那指人转身就走了, 这时候我才发现, 我见过这个指人, 是十二金牌风波亭降台上的一个指人, 他的眼睛珠子应该是猫头鹰眼, 所以刚刚才吓到我, 要不然, 以我见了这么多指人的经历, 是不容易被吓到的, 自以为是, 其实不是, 我看着那个指人的背影, 就像是目送着刘桑依远行一样, 可是我还没来得及挥手告别, 那个指人的脚底, 就冒出一道绿光, 最后遍及全身, 烧得一点一滴都不剩下了, 我转身过去, 看见渐渐破晓的早晨, 张哈子斜靠在门框上, 手里拿着灭刀, 嘴里打着哈欠, 他应该是担心我这边出事, 所以一直站在那里候着, 见到我关上门重新走回来, 他才转身往屋里走去, 我没有进屋, 抱着刘桑依的骨灰盒, 坐在院子里, 看着还不曾明亮的天空, 心头突然有一些不可言说的倾诉, 漫天的繁星, 每一个都有他自己的历史, 我脚下的这颗星球也是, 茫茫然的几十亿人, 我不过是最渺小的那一个, 和这个浩瀚苍穹比起来, 简直是微不足道, 既然如此, 我们这么辛苦地活着, 到底是为了什么? 刘桑依也好, 我爷爷也罢, 都是机关算尽了一辈子的人, 到最后, 还不是化作一棚土, 既然如此, 挣扎也好, 不挣扎也罢, 最终的过程, 不都是和刘桑依的结果一样, 安晴在这不过两个巴掌大小的骨灰盒里吗? 我心有万千悲伤, 却忍着泪水不能诉说, 我看着那一闪一灭的繁星, 捧着刘桑依的骨灰盒, 莫名一阵阵心痛, 咳咳大, 咳咳大, 咳咳大,